极品一线由红薯网出品《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玄化上人等人看小兰吞食兽神妖丹 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呢 而无不孤的眼神渐渐冷了下去 兽神已死该考虑如何收拾残局了 在他眼中 陈炫的威胁性实在太大了 迟早会成长到能够撼动他们到门的地步 不如趁现在 玄化上人也有相同的想法 无不孤 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正道老怪 还不快滚 袁无风身上瞬间爆发出一层层恐怖妖杀之气 看样子 还能再战一场 无不孤知道 自己和玄化上人等地先联手 必能将袁无风葬杀在此秘境 但是万一 妖圣亲自显灵呢 袁无风和陈炫很明显都被妖圣当成作下的棋子 虽然妖圣刚才没有借助流金妖童降临意志 但是天知道他们正道出手的话会不会 反正兽神已经死了 无不孤 不想再冒这个风险 更何况 袁无风这种级别被逼到绝境的话 起码能拉一两个地先陪葬 携帝陈轩 今日你为震杀兽神立下天功 本老祖为天下苍生 免遭屠戮 感谢你 但是你切勿与妖族走得太近 记住 非我族类 齐心比异 而且这神侯大王乃是你师尊古尘霄 当年大敌 希望你好自为之啊 无不孤 以尊尊告解 与众心长的姿态 说出这番言语 这时 另一边的玄化上人冷哼一声道 吴老祖 刚才你没看到 陈轩给袁无风疗伤必毒吗 如若不是此举 我们现在岂会任由袁无风猖狂叫嚣呢 我看 之后陈轩只会和妖族越走越近 更不把咱们正道放在眼里了 见无不孤和玄化上人 一个当白领 一个当黑领 陈轩不由冷笑起来 本邪递可没忘记 刚才寿神说 你们当年收了妖圣的好处 才会联合起来将他镇压 而这间接导致妖圣统一万妖国 再无阻碍 和巫神联手对大夏皇朝趁虚而入 最终造成了大夏皇朝的负面 你说这笔账 笨邪帝该不该跟你们算呢 无不孤没想到 陈轩居然敢跟他如此计较 神色立马沉了下去 陈轩 本老祖籍玄化上人等六位道友 当年镇压寿神 对天下政党来说 绝对有利无害 若是妖圣和寿神当年 同时进攻大夏皇朝 结果只会更惨重 要怪 只能怪你们大夏皇朝自己 抵御不住妖巫两道联手 与本老祖又有何干系 好 陈轩神色变得更加的森寒 吴不孤 今日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本邪帝都记住了 还有玄化上人 以及你们这些正道权威 本邪帝都一一记住 对于陈轩威胁式的话 吴不孤和玄化上人他们 都不怎么在意 只是冷冷地 瞥了陈轩一眼 然后往秘境入口方向飞去 等吴不孤他们 消失在视线尽头后 陈轩终于支撑不住 原地打坐 调息起来 陈轩 沈冰兰晴飞雪 楚清秋和香蝶蜜 连忙飞到陈轩身边 翘脸上 净是担忧 见陈轩只是法力透支 并没有伤计根本 沈冰兰稍稍放下心来 转而看想站在他们面前的 袁无风 陈轩大王 陈轩刚才帮你逼出竹速 我想 你应该不是万安负义之人 嘴上这样说 其实沈冰兰心里 很没底 袁无风神色颇为冷漠 不过此刻 已经彻底收敛 妖煞之气 手上的至尊生龙棍 也早就收起 这位九阶天地大妖 看了坐地调息的陈轩一眼 停静而道 你们灭掉了本王的精锐部署 陈轩也算真正一杀 救了本王一命 本王怎会对你们下杀手 身后大王 你知道如何救回我这个弟子吗 陈轩此时还不忘皇府建领的安危 袁无风微微摇头 你的弟子被寿神转化为妖单妖体 此举无法逆转 但是寿神已死 你的弟子不会受他控制 以妖体妖单为根基修行 反而能获得更大成就 毕竟他之前只是一个 普通人族修士 陈轩听袁无风这么一说 反而放心了 其实对皇府建领而言 无法逆转妖体 倒算是获得了天大机缘 只是皇府建领 自己一时半会儿 接受不了罢了 逍遥宗里面 有香蝶蜜这种妖羞 还有太古雷龙小兰 或叶叉 诱惑明君 都不是人族修士 现在 多出皇府建领 这一个新妖羞 没什么不同 神侯大王 我还夺走了 你体内的那部分 妖圣本云妖力 这对你我 有什么重要影响吗 陈轩问出这个 很关键的问题 我很快就会离开万妖国 你不用再喊我神侯大王 直接叫我袁无峰就是 袁无峰这句话 很让陈轩和沈冰兰他们意外 因为 这位神侯大王的态度 出现了很明显的转变 只听袁无峰继续说道 你能抄走我体内的妖圣本云妖力 而不伤及我的本云 相当于帮我重开大道之路 此份恩情 我袁无峰 永世铭记 现在我身上 已经没有任何桎梏了 再不久的降临 就能超脱飞升 而我相信你 作为古尘骁弟子 以及大夏传人 也很快 会飞升到高等界雨 我很期待 我们未来 再次相遇的那一天 说到这里 袁无峰顿了顿 取出一辆 精致华美的小雨车 香蝶蜜美眸不有一眨 这是我们苏婉前辈的七项车 不错 看来你就是苏婉的后辈吧 袁无峰看了香蝶蜜一眼 然后将西乡车 驱到香蝶蜜面前 苏婉留在万妖国的遗物 就交由你来保管 我飞升高等界雨后 会寻求妖族复生之法 希望能用复生法门 加上苏婉两大遗物 将其复活 至于我与古尘骁的恩怨 从此一笔勾效 陈轩见袁无峰 心胸如此转变 这是绝世强者 领悟超脱境界的象征 看来 袁无峰确实离飞升不远了 相蝶蜜接住七箱车后 震了一下 身后突然出现八条纯白色虎尾 其中一条散发出的柔和光芒 和其他虎尾完全不同 然后一道滑光 从那条特殊虎尾中飞出 落到袁无峰的面前 现出一个融资绝世的身影 虽然只是魂体 但是其绝美滋容 还是让人十分惊艳 且这张完美无暇的脸上 没有半点狐媚气息 反而有一种独特的清雅气质 苏尾 袁无峰当场愣住 眼睛里满是激动之色 没想到时隔上千年 我们会以这种行事见面 绝美倩盈淡淡开口 听得陈轩和沈冰岚他们 全都一呆 袁无峰好不容易控制住 内心的激动 回到现实 才意识到 他最心爱的女人 只是一道连残魂 都算不上的意识体 只能苦笑一声 叹息而道 如果当年 你留在万妖国多好 那样 就不会因为古尘霄而允命啊 我为尘霄断为允命 心甘情愿 做完语气云淡风轻 仿佛再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当年我和陈霄下北荒 古窟探命 遇到绝大危险 他拼尽全力救不了我 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灰飞烟灭 至于我留下的那条断尾 这是因为他到处留情 我为了弃他 这段一位 送给当时北荒古窟半妖异族的 一位年轻才俊 但他并不愿意为我放弃其他女人 陈轩听得再次一呆 没想到 他这位苏师娘 性子竟如丝刚丽 好在 他诸位红颜中都相处融相 这大概是因为 沈冰兰他们一开始 并不是天资绝世的修仙天才 而只是普通人 而古尘霄的每位红颜 都是天之娇女 心高气傲 互相合不来 也就很正常呢 苏安 当年的事情 已经无法挽回 待我飞升高等戒雨 找到妖族附生秘法后 我就回来山海界 看看能不能 通过你这条虎尾 将你复活 原无风神色决然地说道 陈霄他 应该也去高等 介于寻找妖族附生秘法了 苏婉的意识体 之前在北荒出现时 已经听陈轩说过 古陈霄探寻外遇的事情 我一定会比他先找到的 原无风虽然活了五千多岁 但是按照火眼金猴 一族的成长时间来算 现在的他 大约相当于人族 二十七八岁 还算是一个热血青年 时隔多年 再见心爱之人 竟表现出紧张 却有兴奋的神态 陈轩和四位红颜看到 这位神侯大王的另一面 都觉得 有点不可思议 这和刚才一棒 灭杀虚弱兽神的 那个霸气妖人 完全不一样 不过 苏婉并没有表示什么 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不必强求 未来保重 然后便化为流光 融入香蝶蜜 后腰下的 那条虎尾之中 圆无风一时间呢 看得吃了 好半场才回过神来 见陈轩和沈冰兰他们 都看着他 顿时 神色有点尴尬 邪弟陈轩 虽然我和你师父算同辈 但我不介意 和你成为朋友 不知道你 我也不介意 陈轩笑了笑 从地上站起身来 对袁无风伸出右手 袁无风不明所以 因为山海界 可没有什么握手里 但他还是礼貌性地 问了一句 这是 袁前辈 请伸出你的左手 沈冰兰淡笑而道 几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袁无风一眼 伸出左手 和陈轩的右手 握在一起 相视一笑 看到陈轩和自己师父 古尘霄 曾经的大敌两人 右手相握 话敌唯有 沈冰兰四人 也是露出一抹笑意 之后袁无风 还保护着陈轩 还有沈冰兰四人 一起飞出秘境 以防外界的正道高手 设负为商 不过 一路护送到飘渺群山 都没出什么意外 送到这里 袁无风打算就此告别 回去外妖国养伤 这时 陈轩想到一件大事 当即开口问道 不知道 你要养伤多久 我没有伤及本源 只是消耗过大 中毒后 身体会有一段虚弱期 大约调养几个月 就没有大碍 袁无风听陈轩这么问 似乎有什么事情 要他办的样子 于是回问一句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吗 尽管说出来 是这样的 我与切胜军 雾门三长老 达成协议 很快 就会和盗门 有一场约战 采取五对五单挑行事 此次约战 是为了让盗门 不再贿拢山海界 大部分本源力量 阻断其他三千大道的修饰 前进之路 袁无风听完 眼中充满浓浓浓的惊喜 他正要细问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个略带雌性的男子声音 协地说得不错 天下苦道门久矣 听到这个声音 陈轩颇为讶异地转头看去 一看之下 果然是七叶圣君来了 感应到七叶身上的深沉磨气 缘无风 眼神毅力 七叶 你怎么来了 陈轩这一问 飞过来的七叶 微笑大道 其实我一直在你附近 只是没有出手 就是为了让你看清 盗门老祖的所作所为 原来如此 陈轩不由露出恍然之色 然后目光略过一丝乐意 看来盗门之中 也不尽是正义之辈 说到底 正道修士秉持正义 都是建立在不损害 自己利益的前提下 陈轩 你说得太对了 就像巫神和妖圣 栽培我 以及发展外妖国 都是为了自己利益 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呀 原无风说这句话时 带着一丝愤慨 陈侯大王 初次见面 幸会 七叶圣君很礼貌地 向原无风打了招呼 久闻 七叶圣君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原无风说着 向七叶 伸出右手 七叶顿时和之前 原无风和陈轩第一次握手时 显出一模一样的表情 陈轩身后几位红颜 或近微微玩耳 在陈轩的解释下 七叶 这才寒笑和原无风握了握手 接着 七叶向原无风详细解释了 盗门如何垄断山海界 大部分本源力量 以致各道绝世强者 停留地仙境界几千年 无法超脱的惊人隐秘 原无风听完后 感到震惊而又愤怒 他这才发现 自己上千年来 几乎原地踏步 不仅是因为 被妖圣的本源妖力治过 居然还有盗门掠夺 介于本源力量的原因 如此一来 他就更有理由答应陈轩 促成这场约战了 陈轩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 在短短时间内 修为暴增的 但既然你突破到 杜杰其六层 就足以一统中州 各大五朝 重建大小皇朝了 现在各大五朝的 顶级高手 也不过杜杰其五六层而已 接下来 本圣军会率领原始魔宫 和你从南北两个方向 分别降服六大五朝 你有各方势力相助 想必降服速度 不会比本圣军慢 如此 你便能以最快的时间 痛欲中州 而盗门也不得不 接下我们的战书 你意下如何 谢圣军说出 早已制定好的计划 这一计划 因为陈轩修为暴增 而大大提前 陈轩想到少典大帝 说要相信七爷一次 他自己也觉得 是时候光复大小皇朝 加上约战人选 已经筹齐 七夜缘无风 加上屋门三长老 足够对上道门 其中五位老总 只要他能说服 王重阳和张三丰不出手 认真思索一番后 陈轩重重答道 好 等我休养一番 并在这段时间里 传讯给支持我的人 然后我们便前往中州 各自降服三个五朝后 在中州中心的风潮聚首 我回去外腰国一趟 到时候直接前往中州风潮 找你们两个 袁无风也是直爽干脆之人 他完全不考虑和道门老祖一战 很可能导致重伤甚至陨落这一点 七叶点点头 那本圣君不日便向道门 发出一封正式战书 三人就此说定 互相道别后 七叶和袁无风 各自化为顿光 消失在一南一北两个方向 而陈轩则带着诸位红颜 进入龙尹轩调养 陈轩 你要传讯给哪些人 其实应该要先保密吧 沈冰岚关切地问头 其实也不用发给多少人 殷如妹前辈 肯定是会帮我们的 然后秋实娘各大蒙宗 西南云朝建宗陈思震他们 加上悦儿统育的风潮 制成统育的乌门 差不多够了 而且我打算 尽量不用武力 设复各大无朝 陈轩这么一算 觉得当年看似不可能完成了重任 现在看来 似乎很是轻松 张志成当上了乌门新任门主 而奉风月为女帝的风潮 当年可是收编了 三大武朝的残存兵力 现在又有七叶圣军的 原始魔工相助 和陈轩的逍遥宗加在一起 就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别说降服六大武朝 都已经可以叫板山海界第一超级巨拨到门了 陈轩 你说我们计划统一中州之事需要保密 其实已经不需要了 这一次我们要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地重返中州 以大夏后一三皇传人之名 我都要看看 这次还有哪个武朝 敢阻碍重建大夏皇朝大计 陈轩说这句话时 双眸绽放出让四位红颜 都为之仰慕的灼灼神光 他们钟爱的这个男人 终于要成为山海界一代霸主帝君了 就在沈宾兰去找苏玉成交代传讯之事时 陈轩感应到 储物带里的藤蛇之戒 有所反应 他当即把戒指取出来注入神室 然后听到好一段时间 没有联系的北宫县的传音 陈轩 经过天地大劫之后 我们各大星罗成员 都修炼到了地仙巅峰 包括我真身也是 所以这段时间 成员们已经陆陆续续离开山海界 因为都有足够实力 去探寻高等监狱了 不过我和其中一位 持有风机之界的新罗成员 金赫兰还会留在山海界一段时间 我准备帮你完成重建大下皇朝重任后 再离开 金赫兰则是为了完善他的独门断坊 听完北宫县传音 陈轩惊喜的同时 也非常感动 北宫县之前帮了他那么多次大忙 现在还特地留在山海界 准备帮他重建大下皇朝 这份情意 怎能不令陈轩感动啊 而且北宫县 接下来会议真身出现 陈轩很期待 真身状态的北宫县 实力会强到什么地步 是不是盗门老祖那个级别 另外就是 陈轩认为 是时候将自己拥有龙帝之界的秘密 告诉北宫县了 他不用再对北宫县有所保留 想到这里 陈轩当即往腾蛇之界里 传入一段传音 北宫 很感谢你 特地为我留下一段时间 我很快就会重返中州 降服各大五朝 就在这几个月内 具体时间 我会在传音告诉你 届时 我们中州相见 传音完后 陈轩收起腾蛇之界 然后走进自己的洞府 接下来 他要好好调息 再进入八部浮屠第一层 加紧修炼 只等窃圣军和袁无峰都准备完毕 就能开启重建大计 很快 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这一天 已经回到中州的吴不孤 正站在太清神霄道 动天内某座先锋上 手里拿着一封 散发魔气的战书 脸色 阴沉至极 然后他脚底声光 拖着整个身躯 飞向道门超级洞天 最核心 也是最高点的 一片区域 进入一处神庙所在 飞往这处境地的 还有另外六道顿光 共七位道门绝世强者 进来这方小天地 只见里面天元地方 天幕上有日月星辰在缓缓流传 仿佛一个独立于山海界之处的小宇宙 七位道门强者 在禁地里 分各个方位打坐下来 脸上均有一丝凝重神色 今日 是道门七祖难得一见的 齐聚时刻 其中两位做得较劲的 正是来自华夏的 张三丰和王冲阳 张三丰并没有加入太清神霄道 而是自创太极真武宗 在诸多道宗里 太极真武宗里 唯一得到太清神霄道认可的 而张三丰和王冲阳 修道时间极短 也就一千年左右 实力却已经达到地先巅峰 和太清神霄道 互为寿命接近万年的老族相比 几乎毫无差距 只是两人掌握的介于本源力量 不如无不孤他们多 七位老祖坐定之后 本性好动的张三丰 当即打量了上方星穷一眼 他是第二次 进入这个太清神霄道 顶级小秘境 看到上空流转的星辰日月光芒 比上次所见更为璀璨震撼 其中缓缓流动的 一道道玄傲之力 足以让山海界超级强者们 为之疯狂 这就是被道门 会拢凝聚到 这个极品境地来的 介于本源力量 收回目光后 张三丰转而 看向面色沉塑的无不孤 黄崇阳和其他老祖 也都看到了 他们都知道 无不孤手里拿的是什么 几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七叶圣军联合乌门三长老 及万妖国神侯大王 袁无风 向我到门发出战书 妖战我等五位老祖 另外 有消息称 协弟陈轩准备率领 各方势力 捧于中州 各位怎么看 胡不孤这句话 是带着愈怒说出来的 五千多年来 山海界从没有人 敢挑衅他们到门的威严 没想到现在 居然有人敢向他们 下战书 虽然七叶圣军的实力 足以和他们到门七祖 平起平坐 但是七叶下战书的行为 还是让无不孤觉得 十分可笑和不自量力 这时坐在无不孤对面 不远处 仗着浓厚一字眉带 一位老祖沉着开口道 七叶下战书 无非是为了 山海界大道之争 这其中 也必定有 协地陈轩的作用 我们只需 以不变应万变 他强由他强 清风浮山岗 他横由他横 明月赵大江 这位道门老祖 曾有一个赫赫有名的道号 叫做一梅道长 乃是道门中 威名极高的 第一代表人物 现在被尊称为一梅老祖 听一梅老祖这么说 无不孤 却是有点愤愤 我们道门奉行的宗旨 将来是以无为之有为 但是七叶圣君 驻协地陈轩一统中州 势必影响我们道门气运 天下各道之中 以大下武道 掠夺气运最为霸道 当年仁皇福西 横压山海 大下皇朝 拒拢天下气运 造就六十多位武仙 压得我们道门 喘不过气 如今 岂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依我之见 必须派出门中高手 前往六大武朝坐镇 阻止协地陈轩 统御中州 另外 我们七人 接下七叶圣君战书 将七叶乌门三长老 和袁无峰 一同击败 量那只有杜杰其修为的 协地陈轩 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道门内部亦有派系 而无不孤 就是不甘守城的激进派 他一直主张道门 应该更多地 向天下各道各宗 展示霸权 而不是永远奉行 以无为之有为的宗旨 天下太平之时 他这套理论 得不到其他老祖的支持 但是现在天下有变 而且还是巨变 在场几位老祖 听完无不孤所言 军爵十分有礼 一方借余之气运 和借余本源力量一样 都是有限的 他们道门 正是会拢掠取了这么多 借余本源力量 才能维持道门万年长盛不衰 门中天才 如过江之计 层出不穷 不过 张三丰和王重阳 却觉得无不孤的提议 甚是不同 无不孤 难道此事 不能用温和手段解决吗 仁皇福西当年 对我们道门多有扶持 我和老王 还有陈轩那小子 更是纯粹的大夏后裔 现在陈轩准备 重建大夏皇朝 完成福西一致 我和老王 肯定是支持他 我认为 道门可以和陈轩 重建的大夏皇朝 和睦共处 以道门如今的实力 你们还怕被 重建后的大夏皇朝 掠夺气韵吗 和性格温和的 王重阳相比 张三丰性子 天下刚烈 所以他说话 也是比较直 不会因为无不孤 悟到在先 就觉得 自己挨了人家一头 而无不孤 很早就看不惯 张三丰这个 和道门格格不入的 武修了 没错 张三丰其实啊 是武修出身 虽然后来主修道术 但也能算 半个武先 张三丰 你不觉得自己的想法 非常单纯可笑吗 居然说什么和睦相处 携帝陈轩 为了统一中州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现在他已经 丧心病狂倒 和当年大夏皇朝的 千年血仇 魔门 巫门 还有万妖国勾结 你觉得 他降服六大五朝后 会对我们道门 没什么想法吗 此子 就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祸害 绝不能让他的野心得逞 无不孤这番言语 也是很不客气 几乎啊 是指着张三丰的鼻子骂 如果有外人在此 看到眼前的场景 一定会大跌眼睛 谁也没想到 堂堂道门老祖 会像市井粗汉般对骂 其实神仙呢 也是从人转变而来的 像凡人那样 嬉笑怒骂很正常 更别说 吴不孤和张三丰的性格 都比较刚硬 张三丰的修道理念 就是追求真性情 不压抑本性 现在两人积压已久的矛盾 正好在七叶下战书的 这个契机点爆发出来 点见两人视如水火 资历最老的一枚老祖 与其平和地劝阻道 二位请勿争吵 邪弟陈轩重建大厦已成定局 我们和这位福西传人 终究有避不过去的逆缘 既然七叶在战书上 表明了陈轩的心意 看在当年 大夏皇朝和仁皇福西 曾扶持过我们道门的份上 我们便顺应陈轩心意 接下这一战 至于是否派门中弟子 去镇守各大武朝 还是由诸位投票决定吧 支持派出弟子的 请举手 鼓不顾听一枚老祖这么说 嘴角微微勾起 一丝得意糊涂 然后第一个举起手来 另外三位老祖也相继举手 张三丰虽然不明白 陈轩为什么和千年仇敌 魔巫妖三道联合 但看这几位老祖 好像商量好似的 他怒火不由 往上冲 正要口吐芬芳 却被王重阳 拉胳膊劝了下来 见张三丰和王重阳都没举手 一枚老祖似乎看透一切 淡然而道 既然有四位支持派出弟子 我也就不用表态了 三丰真人 你和重阳真人 皆是我道门代表 希望二位 不会站到邪地陈轩那边 我和三丰真人 会保持中立 王重阳抢在张三丰之前开口 其实保持中立 已经算是站在陈轩那边了 毕竟他们的身份 可是道门老祖 现在道门面临万年变局 王张两人拥有 能够左右局势的实力 却不帮道门出战 严重点说 就是背叛了道门 张三丰气呼呼地开口道 反正要我和老王参加 这场道争之战 那是绝不可能 有我们五人在 岂会输掉这场约战 张三丰 你不要把自己 看得太重要了 吴不孤 趁机讥讽一句 哼 我都要看看 你敢不敢对上七业 张三丰说完这句话 一脸不爽地起身 飞出境地 王重阳略微无奈地 摇摇头 追了出去 而道门第一境地之中 讨论还在继续 一眉师兄 如今中州只剩六大五朝 分别为圣唐 云秦 光明 英商 雾黎和汉兰 英商为我道门总指根基 自不必派弟子镇守 携帝陈轩 和七叶圣军 必行合攻另外五大五朝 汉兰五朝与风朝最近 必须派出多位杜杰七弟子镇守 我建议 让门中杜杰七 第一高手 周图 率其余弟子 过去汉兰五朝 周图已有杜杰七八层修为 离九节成仙 只有一步之遥 对付陈轩嘛 绰绰有余 周图 听到这个名字 一眉老祖目光微微一动 身为老祖籍人物 一眉其实不太关注 门中弟子发展 但是总有那么几个弟子 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比如 周图就是 因为周图是一位天宗奇才 却半路出家 败入道门的武修 在这个武道没落的时代 武修不得成仙之法 曾经中周十五个武朝 都没出一位武仙 所以追求大道的天才武修 都会改投各道大宗 周图 败入道门后 光彩盖过无数道门天才 是道门双子 丝崇楼周白霜 崛起之前 太清神霄道最耀眼的弟子 经过天地大劫后 修为再次宝增 现在不单单是道门杜杰奇第一高手 就算称作山海界 帝先之下第一人 都没什么问题 不过 一枚老祖知道 周图这个弟子 其实啊 内心一直怀着一个 重铸大下午休 荣光的梦想 不不孤 特地拜周图 去领头对付陈轩 是何用意 不言而喻 明显为了考验周图 对道门是否保持 极致纯粹的忠诚 一枚老祖也认为 是时候让周图 在道门和大下之间 做出抉择了 若是摇摆不定 长久以往 必然影响道心 不是的 就依你所言吧 见一枚老祖和另外三位老祖 都没什么意见 无不孤寻死片刻后 又到 不久前 及其佛果 无尘安处 望尘师太 接弟子进入东方修行街 先后拜访我们道门 和圣堂禅音寺 我们或可 依据望尘师太的身份 请他坐镇圣堂五朝 想必 他对古尘孝的态度转变 和罪月夫人差不离 无不孤所提到的 这位望尘师太 苏名 范秀斌 多年前 曾经是古尘孝的红颜之一 后来因为 罪月夫人挑起宫斗 范秀斌伤心之下 血法为泥 顿入空门 孤身一人冒着性命危险 翻越天绝山脉 远走极西佛果 多年后 竟在极西佛果 闯出好大名堂 创立吴尘安 广昭女徒 自身佛法 也修炼到相当于 地仙的 佛陀境界 实力在古尘孝 诸位红颜中 绝对能竞争第一 不输给罪月夫人 和山海界唯女 见仙 宿吟 相差好礼 如今自诩法号望尘的 范秀斌 重返东方修行界 代表极西佛果 向道门示好 两面上看 只是一次 简单的外交行为 但几位道门老祖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看待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极西佛果 对东方修行界 一晚修士凡人 可是垂涎好久 若是能让这些修士凡人 都信佛 对佛门来说 必能凝聚极强怨力 和绝大器语 现在听吴不孤 想反过来 利用范秀斌 一枚老祖 不知可否 吴师弟 此事就由你去操持吧 我之前预感七夜 协地联合之事 已和中大剑仙 隔空传音交流过 中大剑仙的 以天万剑宗 和我们道门一样 都是天下正道之手 但是中大剑仙表示 不会做出任何干涉 也就是 不会帮我们道门 虽然我对此感到很失望 不过 中南天也算变相表态 不会为任何一方出手 另外 我们还可调动 各大武朝中的儒门力量 若是能得望尘师太支持 那便稳妥得多了 你们师兄 放心吧 我一定会说服望尘师太 我们想在东方修行界 发展信众 还得仰仗我们 道门鼻息呢 只要望尘师太 答应帮我们镇守 其中一个武朝 我们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天下各道正道大宗 比如南国太宣教等 都会支持我们道门 到时候我看七叶圣军 和协弟陈轩 还能不能翻得两天 吴补孤说到这里 展现出一副 胜券在握 成竹在凶的神态 就在双方进入 军备竞赛的同时 两条爆炸性的惊天消息 引爆整个修行界 其一 协弟陈轩与七叶圣军 即将联手统御 中州武朝 其二 七叶圣军护门三长老 及万妖国神侯大王 联名约战 道门无阻 这两条惊人消息 都是轰动性的 第二条游慎 当年两位绝世剑仙 独孤夜和钟南天 于东华山上 以天论剑 轰动 整个山海界 让无数修士多年后 都还津津乐道 而这次的道争之战 整整有十位 和钟南天同级别的 绝世强者 互相交手 还是吃瓜群众 最喜闻乐见的单挑 听到消息的修士们 怎能不为之热血沸腾 并且各大周域 万千宗门的修士 以及各道散修 都无比好奇地 议论猜测着 在山海界 近两百年历史中 参与过多次 关键性大事件的 鞋弟陈轩 在此次京士约战中 又将扮演 什么重要角色呢 是否会成为 此次道争之战的 胜负手呢 所有人都有一种 强烈的预感 山海界又将迎来一次 天翻地覆般的 万年变局 整个东方修行界 都沸腾起来了 也动员起来了 鞋弟陈轩 重建大下皇朝之举 和窃盛军下战书 看似只牵涉到 中州各大五朝级道门 但实际上 东方修行界的 一大半宗门 很可能都无法 置身事外 不管是支持 道门的正道各宗 还是极乐宗 等蠢蠢欲动的 应是邪宗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中州行事 日益紧张的时候 却有两个融资极美的女人 在中州圣唐 皇城外的 一座清幽茶斋饮茶 两位美人 分座茶桌两头 座左边的 乃是曾经圣唐 武朝的玉姬娘娘 也就是古尘霄的红颜 玉罗畅 而右边的美人 穿着海青滋衣 虽然剃光了头发 但姿色依然不浅 反而更加的清秀学俗 有淡淡出尘之感 这位美尼姑的身后 还站着几个 十几到二十来岁的 小尼姑 其中一个 正在动作轻缓的 汽茶倒茶 御师主 请 等徒弟倒完茶后 美尼姑小幅度地 摆了摆手 玉罗差不客气地 端起一杯 一饮而尽 然后带着一丝 嘲弄和感慨 开口道 范秀兵 当年我曾喊你兵节 你叫我玉小妹 没想到 你去了极西佛国 时隔多年再回来 请对我如此生分了 御师主 我已皈依佛门 前尘往事 居已成空 又谈何生分不生分 美尼姑淡淡回应 接着端起茶杯 笑着一口 这位美尼姑 正是曾经的 古尘消红颜范秀兵 如今的身份 已是极西佛国 无尘安处 和当年那个 敢爱敢恨的奇女子 汉若两人 就在御罗刹 想说点什么时 外面 传来一声 轻薄放肆的 痴笑声 哎呀呀 我们的兵节 还是跟当年一样 心口不一啊 你自取法号望尘 自创佛宗 又叫吴尘安 明明就是没忘记 古尘消 还说什么前程往事 皆成空 你骗得了自己 却骗得了我们 几个姐妹吗 随着这个 能让无数男子 血脉奋章的 放荡女音响起 两个同样角色 但气质完全不同的 女子走进茶斋 左边那个 一身燕红衣裙 穿着十分暴露 右边的 则是一袭白衣 手握长剑 神色七分高冷中 戴着三分清纯 正月 你怎么来了 御罗刹看到来人 立马皱气带霉 汉袖兵也是唯有不喜 很明显 不想看到那个 燕红裙装的女子 不过 他看到白衣女剑修的时候 眼中又浮现出 一丝惊喜和差异 因为他不明白 为什么白衣女剑修 会和妖艳女子在一起 这两位进入茶斋的美人 正是古尘消两位红颜 罪月夫人 和女剑仙素吟 怎么 小玉妹妹 不欢迎你罪月姐姐吗 罪月夫人摇曳摇枝 走过来 一时间相风阵阵 让几个小泥姑 为之弥醉 身体变得燥热起来 饭朽兵当起 一声低贺 平心宁神 保元手艺 几个小泥姑 修为不低 但听了师父的话 才惊醒过来 发现自己 差点着了 罪月夫人的道理 既然来了 那便请坐吧 范朽兵这句话 更多是对素吟所说 罪月夫人当年 是古尘消诸位红颜中 最善度 也最狠辣的一个 所以就算范朽兵 修佛多年 再次看到这个 导致她远走 极西佛国的女人 还是会心生厌恶 多谢兵姐 罪月夫人笑意盈盈地 和素吟一起坐下来 然后自顾自地 倒了一杯茶 小桌一口后 才开口道 兵姐 小玉妹妹 既然我们四姐妹 时隔多年难得重聚 二位不要板着个脸吗 陈霄肯定不希望 看到你们这个样子哦 罪月 你和素吟到底 来这里做什么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玉罗刹虽然只有 杜劫其修为 但是一点也不处 底仙境界的罪月 见玉罗刹态度如此艰冷 罪月夫人脸上 却始终挂着笑 但没有回答 玉罗刹的问题 范朽冰则看向素吟 不解问道 小师妹 素吟施主 你不是一直在 以天万剑宗礼 为何会跟罪月谈 我出来散散心 素吟回答得很随意 她双眸有一种空忧感 似乎对过去 未来的一切事物 都不怎么感兴趣 范朽冰只能转而 看向罪月夫人 语气随之 变得沉素起来 罪月施主 不管你对素吟施主 做了什么 我归于佛门之后 也和你再无关系 如果没其他事 就请离开这里 并且 我这才做了一小会儿 一杯茶都没喝完 你怎么就赶我走呢 罪月夫人做出一副 伤心失望的样子 随即画风一转 难道 你和小玉妹妹 就不想知道 陈霄的死鬼 是不是还活着吗 现在陈霄的独苗弟子 陈轩 正准备重建大夏皇朝 我怀疑 陈霄随时很可能 回来帮她 而你重返东方修行节 是代表佛门来的吧 看样子 你已经拜访过道门了 我还听说 道门准备请你坐镇圣堂 也就是说 到时候 你会和陈轩 甚至从外语归来的陈霄 站在对立面哦 范秀兵听得 谋光微沉 他知道 罪月夫人和很多隐士协宗 都有关联 其中几个协宗 宗主 还是罪月夫人的面首 但是罪月夫人的消息 居然临通道 连她答应道门帮忙 坐镇圣堂都知道 这个女人 真是越来越可怕了 罪月师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 听范秀兵这么问 罪月夫人唇角微扬 自笑非笑道 兵姐 我就直话直说吧 我想通过陈轩的小子 引陈霄回归上海街 所以我们引试协宗 可以跟你们佛门 还有道门合作一把 我想 姐妹们都很想念 陈霄那个死鬼吧 在场的三位 古陈霄红颜 都不清楚 罪月夫人联合 多位协宗高手 围杀古陈霄 让古陈霄 被迫离开 山海街的引擎 所以 听罪月夫人这么说 范秀兵和御罗刹 都是芳心 唯唯一动 至于小师妹素吟 和罪月夫人 来到中州之前 就知道罪月想做什么了 御罗刹当即冷笑一声 哼 罪月 我看你不是想念古陈霄 而是对他恨意未消吧 准备引他回来 然后带着你那些面手 当着他的面刺激他 我猜得对不对 罪月夫人听完 御罗刹所说 会有痴痴笑了起来 笑得原本暴露的衣裙 更加松狂 几个小泥姑 都不敢看了 笑了好几声 罪月夫人 才拉起左肩滑下去的衣衫 摆出一本正经的姿态 然后轻抚一下素吟 按在桌面剑鞘上的御手 神情款款地说道 我之所以希望几姐妹 引陈霄回来 是因为小师妹想见陈霄 就这么简单 听罪月夫人这么说 御罗刹和范秀斌 同时看得素吟一眼 在古尘霄 诸位红眼中 素吟原本是心思 最单纯 最惹人怜惜的一个 这位女剑仙 从小受钟南天 和倚天万锦宗 几位剑仙师兄呵护宠爱 卢姑夜前世李若白 也把素吟当成亲妹妹看待 胡陈霄 更是对素吟最为偏爱 直到现在 御罗刹和范秀斌 时隔多年再见素吟 依然很怜惜这位小师妹 所以两人都认为 肯定是罪月夫人 哄骗素吟 素吟才会离家出走 小师妹 你别听罪月这贱人的谎言 她想利用陈仙 引古尘霄回来 绝对不是为了 让你能再见到古尘霄 那么简单 御罗刹郑重提醒道 素吟淡淡开口 我只是想见她 只要她回来就行 听到没有 难道你们不相信我 还能不相信小师妹吗 罪月夫人谋中 无限得意之色 随即又道 现在的小师妹 可是今非昔比呀 你们觉得 我能胁迫咱们这位 沙海界唯一的女剑仙 做什么事情呢 不何况 小师妹背后 还有个天下无敌的 中大剑仙 我要是让小师妹 擦破一点皮 中大剑仙 立马就会 持着无节杀剑 出现在我面前 一剑把我给斩了 罪月 既然你手眼通天 那也应该知道 现在的陈轩 同样今非昔比 你想利用陈轩 引古尘骁回来 恐怕只是痴心妄想 玉罗刹冷冷击刺一句 所以姐姐 我才要找你们联手啊 罪月夫人说着 站起身来 看向窗外风景 接儿说道 只要我们四姐妹 重修就好 就能说服 乌凤妹妹 和那个姓邱的男人婆 据我所知 除了小义妹妹你 曾经教过 陈轩神道修炼法门外 乌凤妹妹和邱三娘子 也和陈轩关系极好 我们可以利用这层关系 将陈轩骗过来 这小子身上 很有可能拥有某种 可以和陈轩 进行心神联系的密法 或者宝物 到时候 我们无需动用武力 就能让陈轩 引陈霄回来 皆大欢喜啊 你觉得我和乌凤 还有邱三娘子 会帮你做这种事吗 玉罗刹始终觉得 罪月夫人不怀好意 而罪月夫人 早就料到玉罗刹会这样说 她先看了玉罗刹一眼 再看向范朽斌 然后轻眉一笑 两位姐妹 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中州这场大戏才刚开始 我和苏银都会在中州 逗留一段时间 怎么不着急 说完话 罪月夫人和素银一起走出茶斋 玉罗刹目送两人离开 又冲着罪月的背影 冷声说了一句 恐怕在中州 逗留得不止你这个贱人 还有被你迷得团团转的那几个隐世邪宗的老家伙 义士主说得不错 看来被正道压制千年的隐世邪宗 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范朽宾脸上浮现一丝凝重神色 山海街万年以来都是正道昌盛 邪道伟迷 五千多年前 大夏皇朝连摩门和巫妖两道都能压过 其他邪宗更不敢和大夏武修正面抗衡 只能将宗门总指 搬离修行凡胜之地 不知到归缩到哪个秘境兄弟角落里 而近五千年 以天万剑宗和道门成为修行界两大最强巨拨 加上摩门没落 其他邪宗还是没有出头的机会 这些邪宗都在暗中养精蓄锐 隐忍的成千上万年 而现在随着罪月夫人 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中州 昭示着隐氏邪宗势力 很可能就要浮出水面 左右天下大局了 想到这里 玉罗刹眼中略过一抹担忧 站起身说道 我一开始就支持陈轩重建大夏皇朝 现在隐氏邪宗力量 很可能出现在中州干扰陈轩 我要去封朝提醒他 范秀兵 你又是怎么想的 能不能告诉我 道门对我佛门于东方修行界 发展信众多有扶持 和安主既然代表极西佛国而来 自然要帮道门肃清一切敌人 避免中州伤灵涂炭 范秀兵这番言语 听起来完全不掺杂任何私人情感 古尘恩 旷尘师太 我就真不信你这样启明 能忘得了古尘霄 兵姐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 希望我们不会因为古尘霄的 唯一一个弟子 而成为敌人 说完这句话 玉罗刹干脆利落地走出茶斋 看着玉罗刹身影消失在门外 范秀兵谋中泛起一抹 莫名微光 旋即微微汗手 旁边几个弟子 无人猜得出他心意变化 风潮就在圣唐五朝南面边境 玉罗刹很快飞到风潮主城 此时陈轩已经和诸位红颜 还有逍遥宗门人 通过挪一阵来到风潮了 正在交代苏玉成 杨留营领米他们 安排人手 打探局势 邱三娘子也带着很多高手 过来风潮 鬼仙音如昧 更不用说了 虽然她伤势离完全复原 还差得远 但也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 当玉罗刹 静汝 城主俯时 殷如昧正好在某个房间里 施展鬼道秘法 尝试锁定地底下 深达亿万里的 幽名鬼府道标 然后和鬼弟 建立心神联系 其实陈轩道也不指望 鬼弟能派坐下的鬼王 上来帮忙 因为 不管鬼弟还是几位鬼王 都还是极度虚弱状态 修养这么短时间 除了鬼弟自己之外 那些鬼王 恐怕没一个能战斗的 最多派出一些鬼修 御师娘 你来了 陈轩看到玉罗刹 当即和邱三娘子 一起迎了过去 邱三娘子 豪爽地拍了拍 玉罗刹肩膀 好久不见呢 玉妹子 邱三姐 玉罗刹简单打了个招呼 然后把邱三娘子 搭在她肩膀上的手 拿下来 邱三娘子知道 玉罗刹性格比较冷 所以毫不在意地笑道 玉妹子 你还是和当年一样 一点变化都没有 看你来得这么急 是有什么事要跟陈轩说吗 嗯 玉罗刹郑重地点点头 然后看向陈轩 是关于罪月夫人 以及隐氏协宗的事情 罪月夫人 和隐氏协宗 陈轩一听 我也微微诧异 玉罗刹快速跟陈轩解释了一遍 陈轩和邱三娘子 听完后 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看来 重建大下皇朝的阻力 不单单 是盗门那么简单 这时 苏玉成快步走过来禀报道 协地大人 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六大五朝已经开始集结兵力 并且有互相联合的驱使 盗门那边 派出大量高手 分批前往各大五朝镇守 那些奉盗门为尊的正道宗门 也纷纷从各个州域赶到中州 除此之外 如门已经明确展示出 听后盗门拆遣的态度 如此一来 我们作为根基的风潮 很可能反过来受到围攻 恐怕协地大人您 想通过温和方式降服各大五朝 是行不通了 陈轩听完苏玉成禀报 倒是不怎么意外 以天万剑宗分裂之后 盗门成为毫无争议的 山海界第一巨步 号召力极强 能够趋于儒门和正道各宗 也很正常 那么也正如苏玉成所说 无战而屈人之兵 这种方式几乎不可能达成 虽然陈轩的想法 是通过和平统一的话 各大五朝并成大夏皇朝后 就不会损失太大 随成 你和杨六营林敏 去调兵遣将吧 北面有七叶圣军率领的 原始魔工以及乌门 帮忙统一其中三个五朝 能给盗门很大压力 和风朝最近的圣唐五朝 有佛门高手坐镇 在原无风北宫赶到之前 我们先不和圣唐开战 所以第一目标 是汉兰五朝 听陈轩如此命令 苏玉成连忙点头称势 然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府邸 调兵遣将去了 风朝收编了三大五朝的参与兵力 这股兵力 绝不弱于现存六大五朝的任何一个 所以陈轩很有信心 先将最弱的汉兰五朝拿下 苏玉成前脚刚出去 唐丘陵后脚就进来了 他给府邸中的众人 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陈轩 我去云秦 见了第一大将白军朗 他表示 自己已经认可了你的大夏三皇传人的身份 并且愿意帮你说服陈轩皇帝 所以目前 云秦不会出兵和其他五朝围攻风朝 很好 陈轩露出惊喜之色 他没想到 对云秦皇帝 近乎于衷的中州第一名将 白军朗 居然愿意帮他劝降 看来他派唐丘陵过去 探听白军朗态度没错 唐丘陵之前就说过 白军朗最大志向 是重建大夏皇朝辉煌 绝不能容忍 中州被盗门 或者其他宗门统预 如今陈轩实力 比当年第一次来中州时 完全不同 白军朗看到重建大夏的希望 他当然一百个支持陈轩 席地大人 外面来了很多人 想要见你 刚刚养好伤的卓林峰 快步走进来禀报 好 出去看看 陈轩这句话 隐含一句期待 走出外面后 果然看到 他想看到的人 陈大哥 陈道友 云朝宪宗多位建修都来了 陈司镇 风仁宇和谭台静三人 走上来 和陈轩打招呼 自阵 你这么快就突破肚解期了 恭喜 陈轩含笑着 就要将三人请进去 不过下一刻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个熟悉 油腻的声音 战争 战争从未改变 哪里有战争 哪里就有我输不达 衬手兵器 灵丹妙药 盔甲战车 统统大甩卖楼 看在你们协地大人 可按老叔 交情匪浅的份上 全部八折 同走无期 绝对能让各位大爷满意呀 府邸内外的所有人 往天空上看去 只见一个红光满面的胖子 踩着白云 摇头晃脑地飞落下来 见人就说 恭喜发财 陈轩健壮 不由玩耳一笑 走得过去 原来陈老弟你 已经过来中州了 那正好 你这次统一各大武朝 重建大象 肯定要打很多场大战 所以安老叔 这次特地带了大量战争兵器 和疗伤丹药过来 又会卖给你 你说 安老叔够不够朋友 朱布达满脸 堆笑地说道 极品一仙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陈轩确实故意 满起脸色 以你的奸商本性 恐怕除了卖给我 兵器丹药之外 六大武朝的生意 也会做吧 没有 绝对没有 书布达猛地摇了好几下脑袋 做出一副炮心窝子的模样 陈老弟 安老叔敢摸着自己的良心 给你担保 如果安卖出一件兵器 得六大武朝 那安的名字就倒过来写 不信的话 等大战打响 你可以看看敌方兵器 上面绝对没有 我们东海天罗千宝城的标志 看来你终于 看来你终于长出良心来了 陈轩笑看了一句 哎哟 陈老弟 你怎么就这么瞧不起 安老叔啊 这种对不起陈老弟 你的战争才 就算送到安老叔嘴上 安老叔都不咬一口 书不达说着 挺直了胸膛 进去说话吧 陈轩笑呵呵地 把书不达 还有陈思震等 云朝建宗建修 请入府邸之中 一番招待 过了小半日 杨流营和林米 神色聪聪地 走进来禀报 协地大人 杨流营已经整顿好兵将 随时恭候您的命令 汉南武朝那边 和光明武朝 集结一支大军 在边境 蠢蠢欲动 似乎想先打 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 陈轩和府邸大厅中的 其他人一听 当即往身前 长桌上的 中州地图看去 中州北部 三大武朝殷商 雾黎和盛唐 有摩门和雾门大军 给予压力 我们暂时不用担心 他们联合围攻风潮 南部三大武朝之一 云秦 暗兵不斗 也就是说 我们只需对付 汉南武朝和光明武朝 走 去边境看看 他们到底集结了多少兵力 陈轩 请英如昧 坐镇风潮主城 自己带着逍遥宗高手 以及风潮兵力 前往南面边境 抵达边境后 陈轩站到城墙上 往远方眺望 只见前方 黑压压的一片大军 整齐的 集合成几十个方阵 并没有发动进攻 似乎是为了等他出现 守城的几个大将 上前报告敌方兵力响起 陈轩听完后 没说什么 让苏玉成 杨流盈 领你三人 率领兵将 随他出城 和汉南光明两大武朝兵力 摇相对脸 协地陈轩 你不过区区一黄口小儿 也敢狂言说什么 要统御中州 重现大下 哼 徒增孝儿 对方阵前有一大将 乘马 叫马 其他兵将 配合着 发出阵阵嘘声 和吃笑声 陈轩听了 丝毫不生气 只是淡定而道 让你们阵中 最强之人出来说话 你说的是我们 这句极具威势的 冷然话语 传过来时 对方阵前半空中 骤然飞起一个个 身穿同款道衣的修士 这些修士 并快而立 微风凛凛 散发出的气息 全部都有杜杰器水平 汉兰光明两大五朝 绝对凑不出 这么多杜杰器修士 那么 这些修士的身份 也就不知欲出 正是道门 派过来镇守的杜杰高手 居中一个 气语不凡的青年 往前飞出一阵 手中三尺清风 斜于右下 居高临下 得空傲视陈轩 冷然开口道 协地陈轩 你可敢 与我周图一战 周图 就是那个 道门杜杰奇第一高手 而且还号称 上海界地先之下第一人 陈轩身后的杨流银 惊讶开口 陈轩这段时间里 让杨流银 苏玉成他们 收集了不少 道门高手的情报 确实听说过 周图这位 曾是武修 之后败入太清神霄道 还不忘修炼武道的 道门高手 看到周图相关信息的 第一时间 陈轩想的是 此人没有忘本 骨子里 还把自己当成 大下武道传人 他说不定 可以 将其招收过来 因此 略微沉隐后 陈轩飞到两军阵前 同样高声说道 周图 本邪弟听说过 你的大名 那么 你可认得此剑 说完话 陈轩将通体 金黄色的轩辕剑 取出来横举身前 当然认他 周图深深地 看了轩辕剑一眼 这把曾经的 山海界第一名剑 承载着 他内心那个 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曾不止一次想过 如果自己得到 轩辕剑的话 一定会拼尽全力 以此剑 统于各大武朝 重建大下 哪怕背叛道门 与道门为敌 也在所不惜 而现在的陈轩 其实就是周图 幻想中的自己 所以当周图 看到轩辕剑的一瞬间 身后一排道门 杜结其高手 都能感受到 他说话语气 和身上气息的转变 既然认得 那你应该也听说过 得轩辕剑者 即为大下传人 而看到此剑的大下后裔 必须立刻臣服于持剑者 周图 你现在 当自己是大下午休后裔 还是道门弟子 陈轩这句话 简直是对周图 进行灵魂拷问 周图嘴巴一动 却没有回应 他犹豫了 周师兄 这邪弟陈轩 只不过 在用歪理邪说 蛊惑你 吴师祖 特地派你率领 我们过来 镇守两大武朝 你应该 不会让吴师祖失望吧 周图身后一个道门高手 声音微沉地提醒道 其他道门高手 也纷纷开口 周师兄 我们可是 都把你当成榜样 希望你 不会让我们 和吴师祖失望 听了众多 同门师兄弟的话语 周图内心 还是难以做出抉择 一边是他 败入多年的道门 一边是手持 轩辕剑的 正统大厦传人陈轩 他内心深处 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说 不出手 对付陈轩 就是背叛道门 而和轩辕剑 持有者为敌 就是背叛自己的根本 这该如何是好 之前门中 很多人私下讨论说 周师兄心怀大下 师弟我还不太愿意相信 毕竟你可是师兄弟们的榜样啊 现在看来 我们周师兄 果然还是没把道门放在第一位啊 刚才那个提醒周图的道门高手 再次开口 这回的语气中 却蕴含着浓浓击窍之意 这位道门杜杰奇七层高手 名为白浩 乃是道门中和周图同期的天才人物 但却始终被半路修道的周图 压了半头 当他突破杜杰奇七层的时候 周图已经是杜杰奇八层 所有的光芒都被周图抢去了 因此白浩很早就对周图兴生极度 只是道门规矩森严 不允许弟子对师兄弟有极度之心 至少表面上不能展现极度 白浩只能和其他极度 或者看不惯周图的师兄弟 组成小团体 常常私下议论周图的种种不适 这个小团体还真有不少人加入 因为周图性格比较刚齿 不懂得维护人际关系 道门每次弟子比斗 或者外出历练 周图都力争第一 当仁不让 自己能拿到手的奖励 从不会做人情 让给其他的师兄弟 不知不觉中 周图得罪了不少同期弟子 当然 敬佩他的人也有 只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周图表现出心怀大下的一面 那些之前敬佩他的同门师兄弟 自然也就对他转变看法 乃至产生质疑了 白师弟 我心里怎么想 可不是由得你 肆意揣测的 周图冷然回应白昊一句 不过听起来 并不是特别强硬 白昊似笑飞笑的道 那就请周师兄 给我们展现一下你的决心 这一战可是整个天下人都关注着 你身为咱们盗门杜杰奇第一高手 响当当的大名人呢 可不要让天下人 看了我们盗门的笑话 是啊 周师兄 快动手吧 只要你杀了谐弟陈轩 绝对能名留千古 登上我们盗门功劳榜第一位啊 在身后一排师兄弟的催促下 周图知道 自己已经没得选择了 但是在此之前 他还想确认一点 当即目光盯住 对面阵前的陈轩 冷声问道 鞋帝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正统大厦传人 为何要与大厦千年仇敌 魔门 还有妖巫两道勾引 你这样做 对得起自己手上的轩轩剑吗 我认为 你根本不配拥有 人皇轩轩的这把冥剑 本鞋帝和魔门 以及妖巫两道 只是互相利用罢了 他们想利用本鞋帝 来扳倒道门 而本鞋帝 则利用他们 捧御中州 降服各大五朝 等本鞋帝完成 大厦王朝的重建后 自会将五千多年前的血仇 报回来 陈轩毫不掩饰地 说出自己的计划 他本来就是要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地 收服各大五朝 走的是阳谋之路 根本不用藏着掖着 不过听到陈轩这话 周图身后的白号 当即 耻笑一声 鞋帝陈轩 刚才汉兰大将 说你是黄口小儿 果然没有说错呀 你实力不足 想法却十分简单幼稚 只会被魔妖巫三道玩死 还妄想重建大厦呢 简直是痴人说梦 周图也觉得 陈轩的想法太简单了 戒圣军 雾门三长老和神侯大王 又不是傻子 岂会这么简单的 被陈轩利用来对付道门呢 鞋帝 你觉得自己能重建大厦 那就用实力证明给我看 话音一落 周图手持道门剑气 向陈轩横飞而来 在飞顿过程中 左手剑指按在剑身上 刹那间 这柄长剑 迸发出耀眼夺目的 玄清光芒 陈轩剑没飞扬 只来得及 挥动轩原剑一挡 然后被玄清光芒 逼退竖杖 才将周图的第一次攻击化解 这就是你的实力吗 这种水平如何利用魔妖巫三道 如何与山海界第一巨波道门抗衡 周图神色似乎很愤怒 他左手剑指在剑身上 一滑而过 这柄剑裂了七轮的顶级剑气 瞬间爆发出更加猛烈的清光 要要清光直逼而来 但是那股浩荡之气 就能让山海界 百分之九十九的杜解机修士 败退 而陈轩在两军几十万将士之前 再次被周图的清光逼退 一世间 汉兰光明两大五朝的将士 喝彩声震天响 而风朝这边的士气 随之下降许多 周图那一身 精纯澎湃至极的道门法力 已经非常接近第先级 只是稍微爆发 就席卷方圆上白里 凌冽而又狂猛 大有无敌之姿 协弟 我还没动用任何道法神通呢 仅仅是法力爆发 你就抵挡不住 这就是你的全部实力吗 见陈轩两度飞退 周图再次怒声质问 说出来的每一个字 都震人心魄 要令大夏午休后 以心服口服 你就必须拿出大夏正统绝学来 你拿着轩辕剑 用的却是独孤夜 传给你的剑术 也配在我面前 自称大夏传人 人黄福西传给你的真武七师呢 使出来给我看看呢 在半空中稳住身性的陈轩 听周图这么说 他的双眸泛起一团火焰 在开打之前 陈轩确实想着 只靠大夏绝学射负周图 其他术法神通一概不用 但是周图这位道门杜解期 第一高手的强悍 超出了陈轩的预想 看来天下第一巨拨 出来的天才 没有一个是浪得虚名的 而且周图还是倒数 无法双修 肉身力量也是远强于 其他杜解期修士 这是一位不能轻视的禁敌 陈轩神色变得正重起来 深吸一口气 将训远剑交到左手上 然后握紧的右拳 迅速凝聚一道道 恐怖全力 远远看去了 陈轩右拳周围 形成了一个扭曲空气的 半透明立场 其中蕴含着 某种让人心计的力量 真武七师第一势 全震深海 真武七师第二势 全裂八级 陈轩猛然出拳 轰裂畅空 引起一连串空气暴响 和尖锐的嘶鸣声 脸带着 引动天穷风云变色 无助全力 海山倒海般 向周图压去 周图毅力半空 一步不退 神色冷燃 也将剑气交到左手 然后横举 右手双指 从容 傲然开口 谢弟 看看您所领悟的真武七师 能不能挡得住 我从大夏段式 玄器指尽残篇中 会演出的七杀截止 像周图这种超级天才 又是由道门栽培 能在前人创出的绝学中 会演出更上一层楼的法门 也很正常 这门七杀截止 便是从断世之绝中 领悟而来 面对陈轩的真武七师 前两师 周图从容不迫地 打出剑指 一股凝聚如龙 杀意莫测的气劲 和真武全意 瞬间碰撞在一起 竟是炸开天地之间的 万千契机 令天穷风云 消亡得无影无踪 观战者 只余下耳中嗡鸣声 每个人都为这场 顶级五休的对决 而深深震撼 当狂暴元气 渐渐平复下来时 陈轩和周图 都没受什么伤 显然 这一次对拼 两人打了个平手 你的肉身和法力 都催练得很不错 若是换作我道门 其他杜截器高手 与你对招 这一下 就要被你镇伤了 只可惜 你的真武七师 似乎还没学到家 只能与我的七杀截指 拼个不相上下 但我的七杀截指 只是一门杜截器武技 而你的真武七师 却是大夏第一神功 你这种水平 连我这关都过不了 如何重建大夏王朝 完成三皇一帜 周图的情绪 越来越愤然 他话音一落 周身突然 炸开一团元气 然后整个人 顺闪到陈轩面前 近距离点出一计 七杀截指 陈轩眼中一惊 下意识地 施展第二大神通 权益壁垒 一层淡金色护盾 在他面前形成 然后被七杀截指的 灵力止尽 压得出现层层波纹 啃啃娃娃 竟是有被贯穿之事 在山海界 见到崛起之前 大夏武修 号称天下 近身搏杀第一 你的近身搏杀手段 还比不过 我这个半徒 修道的武修 该如何面对 人黄福西 在天之灵啊 周图说完这句话 右手剑指 迸发刺眼光芒 将陈轩的权益 壁垒点出一个凹坑 陈轩第三次 被震得往后飞退 在半空中 划出一道 浅白色的元气线 大夏武道 曾经天下无敌 但最重要的 还是使用这些 无敌武技的人 真武七是由你施展出来 连我的七杀截指 都比不过 圈元剑在你手上多年 也抵不过我的道门剑术 协弟陈轩 你到底有何底气 要占身为中州新霸主的道门 周图言语咄咄逼人 拒拒诸心 更是听得两军武修将士 心中连连暗叹 他们期待的大夏新皇 不应该连道门的一个弟子 都打不过呀 协弟陈轩如此表现 让他们如何幸福 陈轩 瞧瞧我们周师兄 对你这个大夏传人 多么恨铁不成钢啊 白昊趁机讽刺起来 我看你啊 还是用古尘箫 或者独孤叶教你的法门 和我们周师兄打吧 这样或许还能 输得体面一点呢 他身边的其他道门高手 附和着一起哄笑 周图 你说得不错 最重要的 还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 但是仁皇福西 所创真武器事 绝不是杜劫器 就能完全领悟的 甚至当年的武仙 都做不到完全领悟 陈轩被连番压制 此刻反而心平气和 你施展真武器事 都无法打败我 又如何用其他大夏武器 设服我呢 周图认为 陈轩这是在找借口 因此 他更加愤慨了 邪弟陈轩 你可知道 我杜劫器领悟的 最强神通 和武道有关 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通过结合道法 误出的武道神通 情虚道德掌溢 此神通蕴含正直法则 世家对象若是心术不正 道性如邪魔 则掌溢未能加倍 邪弟陈轩 你若能用一门大夏绝学 挡住此神通 我便对你这个所谓的三皇传人 心服口服 听周图说的如此正宠 后方的白昊 等道门高手 都有点不敢相信 因为周图的情虚道德掌溢 威力极强 自领悟后 从未施展过一次 每次施展都要耗尽 法力心神 现在居然要施展出来对付陈轩 这足以证明周图确实对道门忠心耿耿 在白昊他们看来 陈轩面对周图 这门最强神通 别说能抵挡得住了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必死无疑 周图还有一个要求 陈轩只能用大夏绝学 抵挡他的最强神通 当然 陈轩也可以选择用人龙合一 但是如此一来 不管周图还是汉兰光明 两大五朝的五修 都不会对他心服口服了 逍遥宗众人 都很为陈轩担心 因为周图展现出来的实力 太强了 无愧山海界 杜杰其第一人之名 而且还是没用神通的周图 他们的邪地大人 如果不用独孤夜 所传剑道 或者自己领悟的大神通 该如何挡得住 周图的最强杀招 倒是陈轩的诸位红颜 并不如何担心 因为他们都知道 陈轩在这一个月中 又变强了不少 没错 在重返中周之前的 一个月时间里 陈轩都待在 八部浮屠第一层里面修炼 外界一个月 八部浮屠第一层里 就是三百天 陈轩这三百天 不但每天都在吸收 元气 淬炼肉身元神 还将之前一直搁置的 天脉神剑 修炼到了大成地步 天脉神剑和真武七室一样 都是大下顶级神功 真武七室前面四室中 第一室全震山海 和第二室全裂八级 都是进攻型武器 第三室 昏天造化 专门用来对抗天结 第四室 全封四壁 则是防御系武器 而后面三室的修炼难度 就比前面四室难太多了 起码要到地先级 才能领悟 天外神剑的修炼要求 则没那么高 度节期五修 亦能领悟大部分奥妙 更别说 陈轩得独孤业真传的同时 还在八部浮屠第一层里 日夜吸收那位神秘驻剑大师 凝聚成剑灵的剑意 要知道 那些剑意可都是神秘大叔 从高等剑与剑界 一味未见到大宗师那里 得到的 而陈轩修炼拳法 基本只能靠自己领悟 所以修炼真武七世 和天外神剑的难度 不在一个层级上 此刻周图双掌 缓缓合在一起 半空中出现一个近乎透明 如同水波般的 巨大掌印 给人一种 红重浩大之感 两边几十万观战者 都感觉这个巨大掌印 仿佛压在自己的心头上 产生了一种 想要跪地膜拜的冲动 而以往做过某些亏心事的人 则是内心惶惶不安 心魔蠢蠢欲动 全副身心都感觉很不舒服 这就是周图这门神通 情绪道德掌印的威力 虽然周图还未出场 但是所有人都想象得到 正面对上神通威势的陈轩 压力有多大 然而让他们无比意外的是 陈轩居然收起了轩云剑 两手空空的凭空而立 不知道要做什么 陈轩字号协地 这些年来邪路走得太多了 现在大概是在周师兄的 清虚道德掌印面前心虚了 该不会要跪下来磕头求饶吧 白号阴阳怪气的嘲讽 和他并排而立的道门高手 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邪修最怕周图施展的这种道门神通 可以说他们道门诸般神通 就是天下一切邪道的克星 而邪地陈轩毫无疑问 属于邪修之列 周图自己却不认为陈轩放弃了抵抗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刚才在和陈轩的交手中 其实并没有占到多少优势 陈轩只是表面上被他压制了而已 此子肉身原神都淬炼得十分强大 不应该被他的清虚道德掌印 威吓得道心崩溃 下一刻 周图双目一凝 不解的看着陈轩右手手势 此时陈轩右手双指 并做剑指 看样子是某种武器的起手势 万事玄器指尽 陈轩 你用这种大侠武器是绝不可能 不对 这不是玄器指尽 周图猛地想起来 大侠诸般武器中 有一种不需要用到剑气的 领级剑法 是天脉神剑 作为一个常年搜集大侠武学 残本的资深武修 周图一下就看出 陈轩这一起手势 究竟是什么武器 啊 天脉神剑 一世间几十万将士议论纷纷 战场上一片响起 一片喧哗声 和真武器是一样 天脉神剑是无数武修 梦寐以求的 大下失传绝学 陈轩只在击杀武梦瑶时 用过一次天脉神剑 当今武修没有一个人见识过 这门绝学的真正威力 所以几十万武修将士 全都露出七代神色 白昊等到门高手 却很不屑 就算是天脉神剑又如何啊 这个邪地陈轩 施展出的真武七师 都不是我们周师兄对手 难道天脉神剑 能比真武七师更强吗 白昊说着 转身冷逝 汉兰和光明两大武朝中 那些神情兴奋期待的武修 这些武修只能赶紧收敛神色 但心里多少有些不爽 毕竟山海界修炼武道的 往往是热血之辈 心中啊 都有一个大下梦 怎会甘愿 被道门修士齐在头上啊 但是他们也知道 白昊说得很有道理 天脉神剑当年虽然名传天下 却绝不可能比真武七师更厉害 而接下来周图说出的话语 更是彻底打消 几十万武修的期待感 陈轩 你的天脉神剑 充其量只修炼到小城 而小城的天脉神剑 绝对比不过同样小城的真武七师 你确定要这样 抵挡我的情虚道德掌溢吗 这位道门 杜杰奇第一高手 看似威势逼人 但是半空中的巨大掌溢 始终没有打出去 如果 是大成的天脉神剑呢 陈轩淡然回应一句 然后缓缓举起 右手剑指 刹那之间 灰红天地 剑光四起 旋距于陈轩周身 灵灵若神 所有人都能清晰感应到 陈轩身上有一道道力量 在各大药学中 爆发出来 一道 两道 三道 整整整爆发出五道强盛力量 传说人体中的经脉 翘血 气脏之内 隐藏着天地秘境 称之为 神脏 大下断世的天脉神剑 便是以人体内的各大神脏 为界脉 以此发剑 奥妙无穷 为力无边 陈轩初步领悟天脉神剑的时候 引动的是太渊学的剑脉力量 现在他将天脉神剑 修炼到大成 已经可以引动五大剑脉之力 后面只剩下一个剑脉 还未开封 六脉力量齐聚 变为天脉 在这个惊心动魄 万众瞩目的时刻 一道道剑脉力量 汇聚到陈轩右手剑脂上 陈轩身上气息 也随之 连续五次飙升 这一下 白昊等道门杜杰高手眼中 终于浮现 惊异之色 此刻陈轩的气息 飙升得实在太可怕了 而周土 更是神色凝重到了极点 他非常清楚 修炼到大成的天脉神剑 绝对比真武七世 前面两世要强 没想到 陈轩居然能将天脉神剑 修炼到这种境界 既然如此 他也无需保留 随着体内法力疯狂运转 周土头顶上空的 那个巨大掌印越来越清晰 仿佛印在天地之间 边缘处竟是运生出 传说中的道门太清之气 在所有人震撼净位的目光中 周土显得十分吃力地 缓缓缓推动震撼上空的巨大掌印 在他的区域 在他的区域下向陈轩横压而去 厚重围压 如同万丈山月 陈轩竟 being in control of the upper下 他右手剑指 猛地向前一扬 敌贺一声 虎脉神造 斩 这一刹那 天地间响起龙鹰虎啸般的剑鸣之音 如天河道观 却又大气磅礴的霸觉剑气 摧枯拉朽般横观地平线 剑气洪流与那蕴含着太清之气的 情虚道德掌溢 冲荡厮杀在一起 引动 大地震荡 天光瞬息出现数百次凝灭 震的每个观战者心惊胆战 面无血色 沉迅的天脉神剑与周图最强神通对拼 在一片炽烈耀眼的光芒奔发之后 天空上洒落一场绚烂 而又梦幻的剑雨 这场细密连绵的剑雨滴落下来 将周图的护身光照 剑出一朵朵由元气碰撞构成的水花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周图身上的气息正在急速下跌 显然就快支撑不住了 而他头顶上空的 那个半透明剧长 也是变得若隐若现 随时都有可能崩溅的样子 很明显 陈轩修炼到大成的天脉神剑 压制了周图的最强神通 清虚道德掌溢 陈轩剑指苍穹 璀璨剑雨连绵不断 灵力剑气贯穿天地 彻底击溃了周图爆发出的太清之气 眼看周图 就要被陈轩的武脉神葬建议灭杀 在两方将士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陈轩突然收起剑指 铺天改地的绚丽剑光 也随之消散于无形 周图双掌早已无力地垂落下去 整个人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连喘好几口大气 爆发最强神通 几乎耗尽了他的法力以及心神 这个时候 陈轩想取他性命 轻而易举 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要收剑 周图灭如死灰 咬牙发胃 陈轩带人回道 因为你骨子里 是一个正统的大下午休 当年我进入武魂殿时 仁皇抚西最后一次蚕食 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忍者之道 这也是为什么 仁皇抚西不晋升神主 而是志士之中都选择和他的子民在一起 此言一出 周图整个人都呆住了 而两军之中数十万武修 也是深感震动 并不是所有武修都能进入武魂殿 获得完美武魂的 而且就算进入武魂殿 也不一定能得到 仁皇抚西的接见 而陈轩竟然在武魂殿里 见到山海界所有武修 最为崇敬膜拜的人皇抚西 怎能不令他们心灵震撼 这说明 仁皇抚西已经 亲自认可了陈轩 看到汉兰光明武朝的将士 纷纷动用 陈轩拿捏时机 将邪武尊召唤出来 这是当年 仁皇抚西的武魂邪武尊 想必身为中州武修的你们 都听说过 仁皇抚西在武魂殿里 把他的武魂继承给我 众所周知 只有得到武魂认可 我才能和其定下心神契约 当一身狂邪气息的邪武尊 出现在两军之前时 再没有人敢怀疑 陈轩说自己 在武魂殿里 见到仁皇福西的话语 其中周图 是最为震动的 这些年来 他忍辱负重 败入道门 其实是利用道门资源 提升自己修为的同时 也在借着道门的名号 搜罗大夏武学残本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重建大夏皇朝 刚才他之所以 一直怒斥陈轩 没有资格成为大夏新人皇 是因为 他在陈轩身上 看不到重建大夏的希望 现在陈轩不但用大夏武学 堂堂正正地击败了他 还拿出自己 得到仁皇福西认可的 最有力证明 此刻的周图内心呢 十分惭愧的同时 也很是喜悦激动 对不起 姐弟 是我错了 周图在半空中 对陈轩半跪下来 表示臣服 如果你不配当大夏新人皇的话 这天底下 再没有一个武修能配得上了 周图对陈轩贵服的这一幕 再次让两军将士产生极大震动 毕竟周图可是盗门杜杰其第一高手 是盗门弟子在外界的代言人 现在居然当场倒戈 看得许多人目瞪口呆 不用道歉 重建大夏 正需要你这样的正统武修 陈轩其实可以杀了周图示威 但是 他要当着两大武朝将士的面 展现自己 身为大夏三皇传人的风度 而且陈轩已经注意到了 汉兰光明武朝的皇帝 就在敌阵后方观战 现在这两个皇帝 看到他的所作所为 内心不可能 什么想法都没有 鞋帝 从今往后 我周图 愿 周图刚站起身来 话未说完 就被后面的白号打断 果然 果然被吴师祖猜中了 我们的周大师兄 早就生出反骨 只是输给鞋帝一招 就立马倒戈当叛徒 简直丢尽我们道门脸面呢 听到白号的鸡刺 周图转过身去 坦荡而道 白师弟 还有诸位师弟 我周图自问 在道门这么多年 给道门立下多次功劳 从未犯过一次错误 可以说一句 问心无愧 近日我正式与道门断绝关系 恢复大下午休后裔身份 怎能算得上 你口中的叛徒 你这无耻叛徒还敢狡辩 以为我们诸位师兄弟 治不了你吗 吴师祖在出发之前 将他的晴天道火传给我 就是以防你倒戈背叛 让我用此顶级起火 来惩治你 话音一落 白号右手掌 拖起一团 天青色的奇异火焰 看到这团火焰的瞬间 众多午休 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都没想到 道门老祖之一 吴不孤 居然把山海起火榜 排名第十代 青天道火传给了白号 看来白号和吴不孤 关系匪浅 山海起火榜上 只要进入前十的起火 微能便远远不适 其他起火可以相比的 就算排名前十一的起火 都与青天道火差距极大 因此 看到这团起火 在白号手掌上浮现时 周图一一脸的 难以置信 吴老祖向来对我极其严厉 对我的要求 也比其他弟子高 没想到 我为他执行 多次纵门重要任务 他还是毫不留情 也罢 这样的话 我对盗门也没什么 可留恋的了 周图 你刚刚动用神通 现在拿什么 抵挡我的青天道火 受死吧 白号一脸冷立 聚首上天青色起火 幻化出大片火海 向周图笼罩过去 如此起火 被地仙级不能抵挡 周图又是耗尽了法力 连躲避都做不到 眼看就要被火海吞没 但是下一刻 一个身影出现在周图身边 幼长同样浮现一团奇异火焰 闪耀着紫蓝 湛蓝和橙黄 三种美丽艳色 正是由荒游灵雁 三千若水雁 还有黄泉幽火融合而成的 顶级真火 其中还蕴含着一丝火焰法则之力 陈轩祭出此融合起火后 一掌打出 刹那间烈火滔天 对上白号的青天道火 一世间火焰火 一世间火蛇乱舞 火星飞溅 照耀的天地之间 一片火黄雁光 很快 众人便发现 陈轩打出的三色起火 被青天道火 不断吞噬 天青色火海的威势 反而越来越猛烈了 哼 就凭你这三种起火 也敢和我的青天道火相拼 白号脸上 浮现一丝 得意之色 陈轩则是健眉威宁 持续往起火中注入法力 但还是无法阻止 天青色火海 渐渐破镜 邪帝 不用为我冒此性命之险 快收起起火后退吧 周图见陈轩的起火被压制 不由担忧地劝说一句 陈轩微微摇头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周图正不明所以 但是他很快发现 陈轩为什么面对山海起火榜 排名第十的强大起火 还这么笃定自信 只见白号区域的青天道火 自然不断吞噬陈轩的三色起火 但是渐渐的 白号脸上表情 显得越来越吃力 很明显 操控青天道火 对白号的法力消耗很大 而陈轩领悟了一丝火焰法则之力后 就算三种起火的融合 敌不过青天道火 但他能通过火焰法则 让手上起火 源源不断地再生 只要等白号法力耗尽 他就能反败为胜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刚和周图拼完杀招 怎么还有这么多法力 抵御我的青天道火 白号神色惊怒 心中生出一丝恐慌 因为再这样下去 他就要被青天道火 抽干法力了 陈轩细血而道 山海起火榜前十起火 最起码要第先级才能驾驭得住 你连火焰法则都没领悟 无不顾那个老家伙 就把青天道火传给你 以为你能凭此起火将我灭杀 看来他是太高看你了 我绝不可能辜负吴老祖的信任 白号说着 取出一瓶回复元起的丹药 吞进腹中 身前原本微能衰弱的天青色火海 又暴涨三分 火势猛烈惊人 陈轩健壮依旧不慌不忙 他可是在八部浮屠第一层里 吸收了整整七百天的元气 单论法力深厚程度 就是一般地先级 都不能跟他相比 就算施展完天迈神剑 体内法力还是浩瀚如海 完全足够应付 青天道火的威压 相反的 白号这边越来越没底气了 虽然他服用的是盗门的极品回旗丹药 可是这种丹药 每次服用数量也是有限的 否则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再加上驾驭青天道火 极其耗费心神 白号此刻只感觉自己的身躯 越来越炙热 脑子仿佛要炸开了一半 白师兄 身边的盗门高手 进阶惊异出声 他们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 只听得白号大叫一声 右掌上的起火精华 再也驾驭不住 好溢出他的法觉掌控范围内 同时身前的大片火海 瞬间崩解 陈轩当机立断 区域三侧起火 将那团婴儿拳头大小的 青天道火精华包裹住 任其不断吞噬 还是硬生生地 将此起火精华摄取过来 邪地陈轩 你敢夺取我们吴师祖的青天道火 你这是自寻死路 白号惊怒交加 气急败坏 却不敢过去抢夺 陈轩当然知道 这团青天道火精华 蕴含着无不孤的神念 他必须将此神念切断 才能炼化青天道火 不过他并不着急 既然领悟了一丝起火精华 等后面有时间 再进入八部浮图 慢慢炼化就是了 邪地大人 为我无双 邪地大人 为我无双 丰朝这边的几十万将士 高声喝彩 纵赞起来 听得白号等道门高手 面色难看之极 今天他们不但没有把握好 为道门立下大功的机会 反而道门杜解其第一高手周图 还有 无不孤的 青天道火精华 都被陈轩设复了 可真是 黑了夫人又折兵啊 反映到汉兰光明 两大武朝的武修 士气下降 陈轩当即 鸿声而道 汉兰皇帝 光明皇帝 我知道 你们在大阵之中 还有诸位汉兰 光明将士 今日本邪帝并不想和你们 兵戎相见 以致血流成河 只要你们愿意投入本邪帝麾下 随本邪帝统御中州 等大夏皇朝重建成功之日 本邪帝可将诸班大夏绝学 传给所有大夏午修 如为此诺 便让本邪帝受天道惩罚 似于天节之下 听陈轩说得如此郑重 两大武朝的数十万将士 不但动容 更是动心了 首先 这些武修内心 都不止一次幻想过 大夏皇朝重现辉煌 大夏午朝重新站在 山海界最顶峰的画面 所以当陈轩以实力证明 自己是大夏三皇传人士 他们那颗火热的心 已经悄然躁动起来 现在陈轩还立下天道誓约 说大夏皇朝重建成功后 可以将真武七世 天脉神剑等大夏绝学 传授下去 此言此举 怎能不令在场几十万武修 热血沸腾 连汉蓝光芒 君阵后方的 两位皇帝都觉得 陈轩成为大夏第四位人皇 之大事 已经有点不可阻挡 就在两大武朝 几十万将士 等着他们的皇帝表态时 白昊 骤然抱贺一声 谁敢忤逆我们到门 少射 说完话 他右手长剑 划出一道清光 打在下方一个 元英七士兵身上 将这个原本憧憬着 大夏辉煌重现的年轻士兵 打断一条手臂 周围的士兵 顿时吓得面色惨白 协弟陈轩 虽然给了他们一番 美好构想 但是当前冷冰冰的事实 就是盗门依然 是山海界第一霸主 单靠陈轩的逍遥宗 还有风潮 如何与盗门对抗 一时间呢 盼兰和光明午休体内的血液 全都冷了下去 还不快 下令重逢 白昊又冲着阵前一位位汉男 光明武将怒吓 这些武将敢怒不敢言 而且他们的皇帝也没表态 因此 他们只能高举令旗 命令大军发起冲锋 在一阵雷鼓声中 两大武朝数十万将士 阴沉滚滚地向陈轩这边的军阵 冲杀过来 看到这一幕 陈轩知道 不用武力射服两大武朝 是不行了 他当即转头 向苏玉成等人吩咐道 尽量不要伤了 两大武朝将士的性命 是 苏玉成连忙点头 然后骑着领马 率领前军 往前冲锋 陈轩一开始 就判断出 汉兰和光明两大武朝的实力 没有到门杜杰其高手 压阵的话 根本不堪一击 所以 在对战中 风朝这边 尽量不伤敌方性命 是做得到的 前提是陈轩和逍遥宗 众高手 先把白昊等盗门高手解决了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慕怀南 盖拉 眼看着陈轩杀气腾腾地横飞而来 白昊连忙退入 汉兰和光明大阵之中 想靠军阵来与陈轩周旋 而另外十几个道门杜杰其高手 也是跟在白昊身边 一副请陈轩入瓮的姿态 陈大哥 我来帮你 陈思震第一个跟上陈轩 从独孤叶剑鞘里 拔出自己的新剑戏 然后和陈轩一起杀入地阵 堆积白昊等盗门高手 与此同时 下方两军将士 已经冲杀在一起 由于陈轩交代 尽量不能伤了敌方将士的性命 所以 沈冰兰挥动冰雪强威剑 对上两大武朝的杜杰其武将和士兵时 只激发神通 将对方的长枪盔甲冻结 冰雪强威剑的极寒剑气 所到之处 下方大片大片的敌方士兵 都被冻成冰雕 成了兵麻友 而风朝这边的几十万将士 在风月战歌琴曲的加持下 战力暴增数倍 在不伤及对方性命的前提下 压着敌军打 毫无问题 秦飞雪 香蝶蜜 楚清秋 唐秋灵和姬无双 则是各自施展神通 用各种妙法 将敌方士兵 定身 或者困住 这样一来 这场几十万人的大战爆发之后 竟然没有出现一例伤亡 摇摇勤劲 将两具超大型战争 眼甲天起天离 召唤出来 两个角色美少女 进入眼甲驾驶室 操控眼甲 飞向敌阵大后风 专门对付敌方的各种大范围 杀伤战场兵器 比如光明武朝的红武精魂炮 除此之外 逍遥宗长老白颖 于清英 带着卓霖风 皇甲剑林等弟子 四处冲杀 将敌阵冲得七零八落 被陈宣诸位红颜压制的杜杰七敌将 根本分身不暇 开战没多久 战场上就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 大后方的汉南皇帝和光明皇帝 越看越是心慌 本以为盗门派出十几个杜杰七高手 就能帮他们两大武朝 抵御住邪弟陈宣 没想到一开战 就兵败如山倒 难道道门 真的就一点也不重视 他们两大武朝 否则怎么说 都得派出一两位帝仙过来 其实道门的帝仙 基本上都调到中州北部 对付七零圣军的原始魔宫 还有无门高手去了 有探子禀报说 七零圣军不知道 从北荒哪个大雄之地 挖出一头上古魔头 这只古魔 杀得道门高手连连败退 七位老祖不出 无人与之匹敌 所以道门帝仙级高手 根本不可能过来南部镇守 眼见败事已成 十几个道门杜杰七高手 都被陈宣 带着陈思震陆续击杀 两位皇帝不可抑制地 生出投降之心 而且协地陈宣 护杀他们两大五朝 一兵一卒 已经导致军心倒戈 这时被陈宣一路追着杀的白昊 右肩中了陈宣一道剑气 痛叫一声将各种极品护身法宝寄出来 抵挡陈宣的权益界为 但这些法宝 抵挡不了陈宣片刻 都被陈宣一一轰落 或者打碎 就在陈宣 想给失去护体元气的白昊 致命一击时 他心中突然猛的一沉 然后拖着陈思震的胳膊 施展人龙合一神通 化为电光 极巨飞退 在陈宣原先的位置 一道白色光柱 从天而降 将地面炸出一个大坑 然后极远方出现大量修饰气息 其中六道气息赫然是地先级别 陈宣这边的高手 纷纷飞退回来 神色惊异地向远方看去 只见六位外形年龄各异的地先 以顺一般的速度 出现在战场上 当先一位正是太玄教第一长老 玄化上人 而另外五位地先 都是当年和吴不孤一起 帮妖圣镇压寿神的南国正到顶尖高手 陈宣一看就明白了 这六大地先看样子 是来帮吴不孤和盗门的 他猜得没错 吴不孤不久前 隔空传讯给玄化上人 要求玄化上人和其他南国正到地先 一起过来中州 帮盗门镇守各大五朝 不过现在过来的就只有当年镇压寿神的六大南国地先 还有他们的宗门弟子 原来其他南国正到宗门 知道陈宣不但不是帮寿神破禁的元凶 反而是镇杀寿神的主力之后 他们就不再对陈宣是有偏见了 这些南国正到宗门 还有不少去龙颖宣登门道歉的 所以现在中州战火再起 这些南国宗门都是保持中立态度 但是有六大南国地先过来 也足以改变这场大战的局势 甚至可以说完全将战局扭转过来 试问 陈宣这边有哪位高手能与六大地先抗衡 虽然这六大地先在镇杀寿神之战中消耗极大 都被寿神打伤了 现在还没恢复过来呢 但也不是地先以下的修士 能够相比的 一时间呢 几十万蜂巢将士 人人惊恐 士气大将 六大地先的威压 对他们来说 实在太可怕了 更别说 还有几万南国正到修士 往这边飞来 陈宣看到带头者 就有被他打得半废的 泰宣教天才柳浩 还有柳浩的师兄 岳阳 携帝陈宣 就凭你身后这群修士 也敢与 盗门抗衡 玄化上人 见战场上除了他们六人之外 没有一位地先 于是 也不急着 灭杀陈宣 先是言语 微冷的 讥讽一句 陈宣却是没有一丝畏惧 玄化老儿 真没想到 你还有太玄教 甘愿给盗门当狗啊 哼 我们太玄教与盗门均为正道 同气连之 肘望相助 岂是你这个 妖邪小辈 可以轻辱的 玄化上人 沉声呵斥 一身地先元气 随之爆发 席卷全场 令两军将士 心惊胆寒 但陈宣在半空中 窥然不动 并没有被 玄化上人的 元气爆发所生 下一刻 他的身边 浮现一个 淡淡的影子 一位黑群女修 凭空出现 气势 瞬间压过 玄化上人 殷如妹 你果然来了 玄化上人 没想到 殷如妹来得这么快 不由小小地吃了一惊 不过 和当初在 缥缈群山相比 现在的玄化上人 力气十足 因为他身边呢 还有另外五位 正道地先 殷如妹虽然号称 山海界第一鬼先 但玄化上人 让他绝不可能 三平一人 就可抗衡他们南国 六大顶尖强者 玄化 你可真是 越来越不要脸了 殷如妹一到场 便毫不客气地 帮陈轩讥讽回去 玄化上人文言 冷人 冷人而道 殷如妹 你应该很清楚 这场大道之争的重要性 道争面前 什么宗门利益 个人名声 都不重要 鞋帝陈轩 想改天换地 那就必须 过我们正道大宗 这一关 本上人之前 已料到你会来 中州帮陈轩了 只可惜呀 靠你一个 远远不够 就凭你一个地先 如何挡得住 我们六大地先 山海界支持陈轩的 可不止我一个地先 英如妹说完这句话 转而看向身边的陈轩说道 记把你的九幽圣体神通吧 陈轩刚才 就已听到英如妹的传音 此刻他心领神会 神念一动 柔身不断爆发出 狂暴至极的九幽鬼气 这小子 想做什么 玄化上人和另外 五大南国地先 都顾名所以 为什么英如妹一句话 陈轩就激发出 九幽圣体神通 难道凭此神通 还能和他们地先起 一战不成 战场上其他人 也是看不懂陈轩的举动 毕竟啊 激发神通 可是要耗费不少法力的 而且两边实力悬殊 单靠一个英如妹 和激发神通的陈轩 还是无法和六大南国地先一战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迷惑的时候 他们突然往自己的脚底下看去 有不少人一看之下 被吓得立马施展 顿法飞上天空 这件方圆几十里的地面 竟是浮起大片大片的九幽鬼迹 一瞬间 仿佛整个战场都变成了阴明之地 阴气森森让人不寒而栗 玄化上人等六大南国地先 眼中进渐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即便陈轩突破到杜杰其六七层 还是无法完全发挥出 九幽圣体神通的威能 不可能 通过九幽圣体 将这么大量的九幽鬼迹 从深达亿万里的阴明之地中 召唤上来 当前的场景 很不对劲 大大的不对劲 陈轩 殷如妹 你们难道还和阴明之地势力勾结了 玄化上人 压住惊异 各问一句 然而不管陈轩还是殷如妹 都没有回答他 只是神色泰然地 往下方地面看去 紧接着 地底下传来一阵又一阵 沉闷的轰鸣声 游远极近 就好像有百千道雷电 在地底下来回滚荡一样 震得每个人的心脏 普通 普通 越跳越快 然后在所有人震惊无比的目光中 一道道裹挟着 浓浓久悠鬼气的黑影 从地底下 冲天而起 刹那间 重重鬼影 铺天盖地 将整个战场 彻底变成了 森罗鬼域 看到这成千上万道鬼影 从地底出现 玄化上人等六大地仙 比普通修士更加震惊 因为他们觉得 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英明之地的 轨道势力 竟然会从深达亿万里的英明世界中 来到中洲 当看到地面上 泛起一圈圈 神秘的轨道符文时 玄化上人 终于反映过来 这是传说中的 轨道顶级 挪移大阵 必须有顶级鬼仙 轨道神主级 亲自发动大阵 才能将成千上万的鬼羞 从英明之地 挪移到中洲上来 这下 玄化上人终于明白 英如妹 为什么让陈轩 激发九幽圣体呢 英如妹肯定是让 英明之地的 那位至高神主 通过感应陈轩的九幽圣体 确定陈轩所在位置 然后将大量英明之地 鬼羞 挪移上来 鞋帝陈轩 你竟然转头 至高神主鬼帝坐下 玄化上人一脸的惊怒 之前英如妹 肯定带你去过英明之地 让你见到英明鬼府中的鬼帝了 本上人猜得对不对 不得不说 玄化上人毕竟是 地先级人物 一下就将其中英友 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只不过猜错了一点 陈轩是自己 下去英明之地的 而英如妹来到中州后 施展鬼道秘法 与幽明鬼府中的鬼帝 建立新神联系 鬼帝由于从至高神主境界跌落下来 必须从头重修神主之道 因此无法上来帮陈轩 但是他却能通过陈轩的九幽圣体 精准锁定陈轩道标 并联合各大鬼王 发动轨道 超级挪移大阵 进行精准挪移 此举对现在的鬼帝来说 消耗极其恐怖 所以鬼帝本人 没有亲自上来也很正常 而且他还要留在下面 再次激发大阵 接应坐下高手回去 六大鬼王 加上另一轨道顶级强扯 幽云一移上来 清幽色的浓浓阴气 弥漫整个战场 七人的气场 瞬间盖过玄化上人等 六大南国帝先 看到这七大鬼道强扯 带着数万阴兵出现 玄化上人不由 瞪大眼睛 心中生出 深深忌惮敬畏之情 虽然七位鬼道强者 和英如妹一样 都是重伤未愈状态 需要休养千年 才能完全康复 但是 他们一起出现的这股气势 已经足以震慑 六大南国帝先了 而陈轩从英如妹传音中得知 几位鬼王 即便重伤状态 都愿意上来帮他 他看到鬼王们现身后 便向他们投去 表示谢意的目光 之前陈轩下去 一名之地 还没见到鬼帝的时候 六大鬼王 之二 阎冤鬼王和罗锋鬼王 就对陈轩表明过 臣服之心 现在这两位鬼王上来 看到陈轩的一瞬间 率先来到陈轩面前 跪下 必恭必敬地 低头道 参见九幽殿下 其他鬼王和鬼仙 幽云翼 紧随其后 和数万阴兵同时 面向陈轩 神色恭敬至极地 跪了下来 参见九幽殿下 数万阴兵齐声开口 声阵云霄 盖押四方 这一场面 震撼得在场所有人 目瞪口呆 谁也没想到 鞋帝陈轩居然 还统御着 这么一股强大的 轨道势力 整整七大轨道 顶级强者 都沉浮于陈轩 战局第二次 发生了惊人反转 加上第一鬼仙 阴汝妹 陈轩这边的 顶级强者 和玄化上人 他们相比 人数上 是压倒性的 8比6 感应不出 阴汝妹 和各大鬼王 都受伤严重的 玄化上人 等六大南国地仙 立马没了 刚出场时的威势 反而内心呢 开始打退堂鼓了 但是山海界 第一鬼仙 阴汝妹 就让他们忌惮 非常 现在出现 七位鬼王级强者 这仗 还怎么打 玄化上人 此刻非常后悔 他觉得 自己 向吴不孤 主动请命 对付陈轩 是无比错误的决定 但见 七大鬼王 及强者 拜见陈轩后 站起来 转身 冷逝 玄化上人一方 看得玄化上人 即一众正道高手 背后发寒 九幽殿下 这些 就是阻碍 您重建 大下皇朝的敌人吗 阎冤鬼王 谨慎问道 他当然要问清楚 免得待会儿 打起来误伤了 他们九幽殿下的 大下子民 主要是 这六大正道地先 及他们带来的 宗门高手 陈轩说完话 如见目光 还特意 扫过柳号 白号两位 看得两人 心中一个机灵 他们终于意识到 自己即将背靠 超级大宗 和陈轩相比 依然不是一个 谅解的 能令英明之地 七大势力 臣服的陈轩 俨然已有一代 霸主之姿 九幽殿下 我们明白了 严渊鬼王点点头 旋即 目光瞪住 喧哗上人 敢阻碍我们 九幽殿下 统御中州 那就是与我们 英明之地 七大势力为敌 你们敢离开 英明之地 率领这么多 鬼羞入侵中州 道门绝对会把你们 打得灰肥烟灭 撂下这句狠话后 全化上人转身 袖袍一挥 我们走 他此刻只想立马 带着宗门高手 飞往殷商武朝 去寻求太清 神霄道的庇护 身为一个活了 大几千年代 山海界老地仙 全化上人 对形势的判断 非常准确 他可不认为 自己和五位南国地仙 加一起 能够和山海界 第一鬼仙 阴如魅 还有 英明之地 七大鬼王级强者 相拼 就算 陈轩这边的顶级强者 和他们数量相同 他们 也是处于 绝对劣势 更别说 还多出两位顶级强者 全化上人 话音已落 立马和另外 五大南国地仙 施展群体 顿法 带着几万宗门高手 往太清 神霄道所在的 殷商武朝方向 飞去 刹那间 方圆百里的天空 都被闪耀的 顿光 所遮掩 对地仙级来说 带这么多人 飞顿 完全没有难度 而且还是六大地仙 但是后方 有同级别的 追击者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陈轩也是没想到 玄化圣人居然 如此果断 说逃就逃 他当即 举起轩辕剑 震声高呼 所有人听令 随本邪地 追击逃敌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英如魅丢云意 还有六大鬼王 已经同时施展神通 减缓玄化上人 他们飞顿的速度 然后陈轩召唤出小兰 随着小兰化为电光 笼罩陈轩全身 人龙合一神通 又一次被陈轩当成顿法使用 整个人 如同惊雷闪电般 往前方击射而去 而一众逍遥宗高手 蜂巢将士 还有数万阴兵 也是纷纷施展顿法 紧随 陈轩身后 浩浩荡荡地 向前追击 天与地之间 亮起一片片五颜六色的顿光 声势极为浩荡 把汉兰和光明两大五朝的将士 都看呆了 玄化上人 快护住我 白昊感应到 陈轩蕴含杀意的目光 他第一时间 就往玄化上人身边飞 寻求玄化上人的保护 玄化上人正想说 你这个道门 杜劫其高手 居然连稍微抵挡 陈轩都做不到 还要靠他庇护 对他一点尊重都没有 但是 当玄化上人 想施展一招 小护身术 罩住白昊时 却被一道 凌厉的阴气打散 然后身后 爆发出一阵阵 恐怖气息 显然是六大鬼王 发动杀招了 玄化上人心中 深深惊异之下 也顾不得白昊死活 只能全力运转法掘 先护住自己再说 另外五位南国地先也是 在不知道 英如妹他们受伤的情况下 都被吓住了 完全不敢回身接招 只能采取最为保守的防御手段 抵挡 几位鬼王的阴法轰击 炸的半空中 爆开一团团元气风暴漩涡 有些被波及的正道高手身体 瞬间爆成血花 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陈轩施展 人龙和一神通 很快追到白昊身后不远处 白昊惊恐之下 转身立鹤而道 鞋帝陈轩 我乃无不顾老祖 坐下真传弟子 你若是敢对我出手 回应白昊的 是一道裹挟 湛蓝电光的剑气 陈轩在人龙和一状态下出剑 剑气之中 包含着太古真雷的威能 地先以下 但应接的人 整个山海界绝对找不出五个 白昊进陈轩长发 剑眉 皆被太古真雷的光滑 渲染成蓝色 整个人如同天上雷神一般 气势凛凛 激发出的剑气 更是摧枯拉朽 锋芒绝世 他还没接住这剑 道心就被吓出了裂痕 我给你拼了 白昊惊骇之下 各种神通法宝进出 这才抵挡住陈轩的第一剑 他好歹是道门杜解级高手中 最强的那几个人之一 还是无不顾真传弟子 是绝不可能被陈轩轻易秒杀的 但是随着陈轩不断激发剑气 在半空中划出一道道 携带雷电的剑痕 刚刚因为区域青天到火 而消耗极大的白昊 哪里还能抵挡得住啊 再加上没有玄化上人保护 他的护体神通和最后几件护身法宝 都被陈轩剑气击穿 最后陈轩一道剑气 击中白昊胸口 只听呢白昊惨叫一声 如断线风筝板往下方摔去 还没落地呢 就被太古真雷威能 化为虚物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其他逃顿的盗门杜杰奇高手 看得白昊惨死的这一幕 全都被陈轩吓破了胆 现在这个雷神状态的陈轩呢 实在太可怕了 而且看样子 还能维持一段时间 六大南国地仙又自顾不暇 无法保护他们 再这样被陈轩追击下去 他们一个个都要和白昊同样下场 各位师兄弟 我们联手 把邪帝陈轩杀了 他追得最深 我们有很大机会 其中一个盗门高手叫贺医生 他的十来个师兄弟 齐齐答应 竟是施展出一种盗门绝妙杀阵 朝着陈轩冲杀过来 陈轩瞳孔萎缩 不断舞动薰原剑 道道果斜 碍舞真雷的剑光奔发之处 围住他的杀阵 被打得前窗百孔 然后又在十几个盗门杜剑戏高手的 法力催动下 迅速修复 与此同时 这些盗门高手 还各自施展杀招猛攻 陈轩短时间内 无法彻底破解此杀阵 而人龙和一神通 渐渐衰弱 眼看就要维持不住 陈轩 姐妹们来助你了 只听得香蝶蜜 那酥媚弱骨 令人心神摇曳的声音 从后方传来 然后又是一声娇笑 浓浓腰气横贯长空 速度如同迅雷 十几个盗门高手 刚刚反应过来 才去法宝挡住那片妖气 就看到八条疯狂摇动的白色虎尾 出现在视线之中 然后他们的眼前 出现一位身材火爆 不断变换出 角色美女面容的天地打摇 之前香蝶蜜和陈轩 还有其他姐妹多修士 也常常变换不同 角色美女的脸 为陈轩增添情绪 但是 现在香蝶蜜动用 千灭妖狐一组 只有八位圣狐 才能施展的 这种幻术神通 其恐怖威能 可不是平时和陈轩玩的时候 能相比的 就算是专修道法 特制天下妖邪的道门高手 中了香蝶蜜阵门幻术神通 也是一瞬间 精神恍惚 差点被破了道心 这样一来 他们联手施展的杀枕威力 就减弱了许多 紧接着 又是一连串的极寒兵器 铺天盖地而来 天边更有万丈霞光照抖 与此同时 一片深沉鬼雾中 窜出一个浑身气血 缭绕生腾的 鹰气女武修 正是沈冰兰 秦飞雪和楚清秋 配合唐丘陵 发动了狂猛攻势 有五位红颜相助 陈轩继续激发 轩辕见光 轻而易举破掉 十几个道门 杜劫其高手的杀阵 接下来的战局 变成了一面倒的杀戮 很快 陈轩和五位红颜 联手解决掉 无不孤派过来的 所有杜劫其高手 除了投诚的周图之外 再往前看去 鹰汝妹和几位鬼王 已经停止了追击 放任玄化上人等 六大南国地仙 带宗门弟子 逃往殷商方向 陈轩明白 鹰汝妹和几位鬼王 为什么不继续追 因为再追下去的话 玄化上人和五位南国地仙 又不是傻子 肯定看得出 身后的轨道强者们 其实是外强中干 他们呢 根本没必要逃 只要转过身来 施展最强神通 就能反败为胜 哼 玄化上人这老家伙 倒是逃得挺快 可惜了 唐秋林 看着玄化上人 消失的方向 有点不爽地说道 陈轩倒是不怎么在意 就让这些老家伙 多活一段时间 他们既然选择当道门走口 那就注定活不过 这场大道之争 说完这句话 陈轩带着几位红颜 飞回原先的战场 只见逍遥宗高手 蜂巢将士和鬼王们 带上来的数万阴兵 将汉兰光明两大五朝的大军 还团围住 不过并没有 对他们做什么 沈兵兰相迭密 飞回来后 立马解除了 冰冻之术和魅惑之术 陈轩一眼 锁定两大五朝皇帝 锁在位置 然后率几方重要人物 往那个方向飞去 汉兰光明五朝的将士 无一人阻拦 甚至还给陈轩 让出了一条路 陈轩落地后 走到两位皇帝身前 以圣者之姿 庄重开口道 汉皇 明皇 二位是否已经对本邪帝 心服口服 愿意追随本邪帝 重建大小皇朝了 两位皇帝 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出非常复杂的神色 主要 情绪 就是犹豫和不甘 毕竟啊 他们可是各自 武朝最顶峰的存在 虽然陈轩展现出 大侠第四皇的实力和风采 几方的将士 也很明显地表现出 投诚之意 但是 要让他们立刻放弃 手中掌握的至高权势 臣服于陈轩作响 两人一时半会儿 还是过不了 自己内心这一关 皇上 答应携帝吧 旁边有一位 神情激昂的 汉兰武将开口 然后整个战场 几十万汉兰光明将士 起一声 呼喊起来 追随邪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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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 两位皇帝都看得出 人心已经不在他们这边了 就算他们拒绝陈轩 回去后 也不会再得到 麾下将士们的拥护 又是犹豫一番后 汉皇率先 叹了一口气 哎 罢了 这中州之主 终究还是能者居之 见汉皇泄气 明皇也只能摇摇头 叹息一声 然后又低头咬了咬牙 显然 逼自己做出决心 随即明皇抬起头来 目光如火 瞪住陈轩 邪弟 要我们两大五朝臣服于你 当然没问题 毕竟 你已经用武力征服了我们 但是只要道门盘踞中州 我们便永远无法完成 打下皇朝的重建 一切都要等你和七叶与道门的约战 决出结果 明皇 你说的没错 如果不搬到道门 中州不可能 是我们大下午休的天下 陈轩承认 这位光明皇帝所说 都是事实 不过他话锋一转 接着说道 现在只要你们愿意归顺 我和七叶便能没有后顾之忧地 前往太清神霄道洞天 完成最后的道争之战 所以 我需要二位给一个表态 汉皇和明皇听陈轩这么说 心想 如果陈轩和七叶约战失败的话 他们提前表态 后面肯定会被道门秋后算账 但是现在不表态 又如何获得陈轩的信任 证明自己是真心愿意 追随陈轩光复大夏的 好 没有过多犹豫 两位皇帝重重点头 然后齐齐对着陈轩跪下 我汉兰光明两大五朝 从此不复存在 我二人及两国将士 子民 愿誓死追随 协地陈轩 完成光复大夏为业 赴唐导火 久死无悔 赴唐导火 久死无悔 战场上 几十万将士 齐刷刷的 朝着陈轩跪下 场面畏畏壮观 请起 陈轩露出一丝微笑 将汉堂和明皇 扶了起来 两位皇帝也露出一丝笑意 心中的一切顾虑 执着 在此刻都抛之暖后了 接下来 就请二位率领大军 回去各自的五朝 等待道争之战结果 一定不能再让我们大夏的子民 受到损失了 陈轩露说出 早已想好的决策 这场道争之战 终究还是有顶级修士主宰 几大五朝的兵力 决定不了最终结果 只不过陈轩露趁着七夜那边 和道门顶级修士 形成对质 先把能收服的五朝 收服了 再说 是 明皇和汉皇 再次点头 然后陈轩露 又看向几位鬼王 多谢你们上来救场 辛苦了 鬼帝圣上 对他自己无法上来帮你 感到十分惭愧 希望九幽殿下 你能原谅他 延远鬼王上前 传打鬼帝心意 陈轩露微微摇头道 没关系 光复大夏 终究还是要靠本邪帝自己 诸位鬼王 请率领兵将 到丰巢休息吧 他并不打算 让英如妹和诸位鬼王 去对付道门顶级修士 因为 这些鬼道强者 都身怀重伤 但是让几位鬼王 暂时留在中周 可以起到 很好的 威慑效果 延远鬼王当即 心领神会 退下去 整顿自己手下去了 随着汉皇明皇 班师回朝 陈轩露 陈轩也率领众高手 返回风潮 第一场光复之战 就此结束 一进入风潮主城 苏玉成便上前禀报 贤弟大人 七夜圣军那边传来讯息 说 就快攻破 北部三大五朝的 联合防线了 预计三五日内 就能与我们会合 好 陈轩对于这样的战局进展 毫不意外 因为七夜圣军和乌门三长老 和道门老祖 形成隔空对峙 没有一人出手 所以比拼的 就是魔门乌门和三大五朝 儒门 还有道门高手 双方的战力 七夜圣军请出一头骨魔 是道门完全意料不到的事情 单靠这头骨魔 就能扭转战局 而如果吴不孤等老祖 想出手对付这头骨魔的话 七夜圣军也会出手 那便违背了约战规则 苏玉成退下后 御罗岔走到陈轩面前 说出自己的提议 既然七夜圣军那边没什么问题 你只剩下一个五朝需要设复 但是你请的顶级战力 要么没到 要么状态不佳 无人能与镇守圣堂的望尘师太 也就是你的范师娘抗衡 因此 我提议你亲自去劝说范秀兵 让他改为中立态度 我去劝说范师娘 陈轩没想到 御罗岔会给出这种提议 他之前并没有想过这样做 而是打算等北宫县 袁无风到了中州 再进圣堂五朝 但是这两位啊 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 而且袁无风要遵守约战规则 再一个就是 陈轩不希望 北宫县和范秀兵大打出手 不错 你可以告知你的范师娘 关于古尘骁为何离开山海界的真相 只要他知道 你能和古尘骁联系 他就会改变想法 从他的法号和安明就能看出来 他根本没有斩断 自己和古尘骁之间的情思 对入空门 只是逃避罢了 御罗岔姨父 对范秀兵了如指掌的语气 说出这番话语 御师娘 我相信你所说是对的 望尘师太 无尘安之名 确实是很明显的自欺欺人啊 陈轩玩耳一笑 同时也做出了 前往圣堂禅音寺 说服范秀兵的决定 等等 既然范师娘加入了佛门势力 她代表佛门前来中中和道门交好 应该自己做不了主吧 万一她不答应的话 陈轩你去圣堂劝说 岂不是很危险吗 沈冰岚提出自己的担忧 陈轩倒是不觉得范秀兵会对她下杀手 因为御罗岔见过范秀兵之后 回来跟她说了范秀兵的态度 明显不像罪月夫人那样 增恨她的师尊古陈轩 然后陈轩顺便和玉罗岔透露了 古陈轩为何离开山海记的隐秘 玉罗岔因此给出提议 陈轩觉得是值得采纳的 陈轩放心吧 范师娘还念着师尊呢 现在禅音寺是她做主 她的修为比那三个玄自辈的老秃驴高得多呢 我去到圣堂禅寺 范师娘不会对我怎么样 禅音寺高手 就更不敢对我出手了 更何况我又不是一个人去 听陈轩这么说 在场包括沈宾兰在内的 纪尾红颜 想想也是 那你把几大鬼王都一起带过去吧 秦飞雪说出了 其他红颜想说的话 陈轩微微摇头 不用 也不能 现在范师娘是佛门中人 和阴明之地 肯定是敌对势力 更别说 鬼佛不久前 死在阴明之地里 吉西佛国那边 肯定感应到了鬼佛之死 如果 我带几大鬼王过去 说不定 范师娘会极度反感业务 不能让几大鬼王保护你的话 我们这边 可就暂时没有其他地先级高手了 难道 你要请七叶圣君过来和您一起去禅音寺吗 唐秋灵不解问道 陈轩略为陈颖 很快有了决断 殷如妹前辈虽为鬼仙 但不属于英明之地势力 就请她 陈轩要去禅音寺吧 再带上玉师娘和秋师娘 好让范师娘降低戒心 听陈轩只打算 请殷如妹陪同 诸位红颜多少 还是有些担心 一旦打起来的话 殷如妹肯定会暴露自己的状态 不过既然陈轩这么有信心 沈碧兰他们也不再劝说什么 玉师娘 你和秋师娘没意见吧 陈轩看向玉罗叉 还有正好听到自己名字 往这边走来的秋三娘子 绿罗叉摇了摇头 秋三娘子爽朗一笑道 当然没意见 我好久没有见秀兵了 从年龄上看 古尘霄的几位红颜 范秀兵和秋三娘子 岁数差不多 都是大姐头 只不过秋三娘子 修炼天赋 不如范秀兵 专门经营南国五湖钱庄 而范秀兵前往 吉西佛国取经成功 两人的修为 因此拉开了很大差距 什么时候去 在府邸大厅 某处闭目仰身的音如媚 淡淡一问 丁前辈 你刚才追击玄化上任他们 应该有所消耗吧 等你调戏完毕后 再去也不迟啊 陈轩语带关心地 问了一句 我的上是和几大鬼王一样 没有几百上千年的事件 难以完全康复 这点时间调戏也没用 随时都能和你去圣堂 听英如媚这么说 陈轩还是决定 让这位山海界第一鬼仙 调戏一天时间 而且 他自己也消耗不小 需要稍作休息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 所有人都进入调戏状态 陈轩进入自己的房间后 便顿进八部浮屠第一层中 如此一来 他就有十天的调戏时间 可以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外界过去啊 一天之后 陈轩收起八部浮屠 然后和英如媚 玉罗刹 还有邱三娘子 一同飞往圣堂产音寺 与此同时 中州北部某处 极其辽阔的 大平原上 一场激烈的大战 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摩门 乌门 和盗门的大量高手 在这里交锋多次 还没完全分出胜负 和三大超级门法的力量相比 下方列阵的五朝大军 就显得可有可无了 高空之上 七叶圣君旗站 便为原形的 炼狱子同龙师 和少殿大帝 一同督战 两人左边不远处 则是坐着两只 极品飞顿蛊虫 飞云蛊上的 乌门三长老 还有乌凤 张志成母女 此时乌门三长老的神情 显得有点不耐烦 他们当初答应约战 可没说 要帮陈轩降服 中州五朝 但是现在是张志成 当乌门门主 张志成命令乌门高手 前来中州 他们也不好反对 否则他们和陈轩 七叶的合作 说不定就此终止了 既然已经立下了天道誓约 乌门三长老 就打算一条道走到黑 这时候 绝不能后悔 只是七叶和张志成 都下令在战斗中 不能杀死一个午休 这才是乌门三长老 最不爽的地方 魔门和乌门 本可以动用许多大规模秘法杀阵 将前方的殷商 圣唐 不离三大五朝联军 图露得血流成河 如此便能更快地结束 这场对乌门来说 无关紧要的战争 乌门三长老 内心一点都不想帮陈轩 统一中州 但还是出于同样的顾虑 三大长老都不好反对 张志成和七叶 张志成和七叶 这样下命令 肯定是陈轩的意思 于是三人 只能一直忍着火气 在这中州北部高空之上 观战好几天 同时心里想着 等进入太清神霄到洞天 各自一对一 战胜一个道门老族后 就能夺取 被道门封印的 介于本源力量 那时候 他们三人同心协力 肯定比七叶圣军 和神侯大王 各自为战 略取得多 那么 从今往后 他们乌门 就是山海界唯一的主宰 想怎么屠路 大侠午休 就这么屠路 当然 前提是必须 打赢道门老族 对此 乌门三长老 都有很强的信心 因为他们不久前 瞒着乌缝和张志成 举办了一个祈祷仪式 得到了乌神的回应 看前方那头 凶器滔天的古魔 单凭强悍魔虚 将道门派过来 防守的几个地仙 打得连连败退 原本乌门三长老 还很担心 这头古魔的实力 会对他们 造成很大威胁 因为原始魔宫啊 本来只有七叶圣军 和他们是同个级别 转头魔门的 少点大地 少弱一些 所以乌门 可以压过原始魔宫一头 但是有这头古魔的话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三位长老想到这里 觉得他们幸好得到了 乌神的回应 否则现在 肯定没那么大底气 其中 乌相山长老 还不经意地 贴了专心观战的 七叶圣军一眼 然后内心冷哼一声 暗讽一句 也只有陈轩那个 黄口小儿 才会被你七叶利用 我乌门和你魔门 同样拥有一位 至高神主 真以为有乌神大人在 我们三人会被你 玩弄于股掌之中不成 感应到乌相山的目光 七叶转头 微微疑惑地问了一句 怎么 七叶圣军 你从北荒兄弟 划出这头 被封印超过万年的骨膜 应该耗费了很大力气吧 乌相山试探性地问道 另外两位长老 乌卫乌红 也一起看了过来 三人之前讨论过 都觉得七叶破开封印的时候 应该会和这头骨膜 大战一场 有所负伤才对 但是看起来 七叶一点受伤的痕迹都没有 周身流转的淡淡魔器 还是那么完美无瑕 听乌相山这么问 七叶淡淡答道 有少典大帝帮忙 老师不怎么费力气 看样子 三位长老 猜出这头四臂战魔的来历了 你们魔门近万年来 肯定没有人 能修成四臂魔区 传闻你出生之前 在网上几万年 曾诞生多位 远强于普通地仙的四臂战魔 但是这些超级魔头 对原始魔主 生出了叛逆之心 因此被原始魔主 封印在北荒地底下 数万年 没想到啊 你居然还能找到 其中一头 更难得的是 能将其敘服 将来应该是你额头上的 那个圣痕发挥的作用 乌相山 谈侃而道 你们乌门 不愧和我们魔门 做了上万年的邻居 连这一件魔门密闻 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谢圣君嘴上表示讶异 眼底却略过一抹 不为人知的含义 乌相山说的一点没错 当年那群四臂战魔 确实是因为 反抗原始魔主 而被封印在北荒地底 任何魔修 或者魔兽 修炼到高阶静静 都会意识到 自己最终 只会成为原始魔主的 一具分身 或者化身 永远不得超脱 这就是四臂战魔 反抗原始魔主的 真正原因 而数万年前 谢圣君还没转世之前 曾命令魔门高手 大规模寻找封印痕迹 但是当时啊 只找到一点线索 直到七叶转世回归之后 此事才有了重大进展 哼 不知根知底 怎么和你们魔门 做这么多年邻居 乌相山 不客气地自捧一句 随即又到 不过 你既然找到一头 四臂战魔 为何还要限定 和盗门老祖五对五 就算只限定五人对五人 有这头骨膜在 你也不用让陈轩 请神侯大王袁无风帮忙 老夫 可是听说 袁无风在南国秘境 镇杀兽神时受了伤 他有把握 打赢一位盗门老祖吗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他们屋门不但听说 寿神在南国秘境 破除封印后 被震杀的消息 连盗门两位老祖张三丰 王重阳 表态不插手道争之战 这一消息也知道了 而袁无风 答应帮忙和两位盗门老祖 保持中立 最重要的原因 都是陈轩 确认陈轩的作用 真有那么大之后 乌门三长老 才会任由张志成 统于乌门高手 前来中州 并帮陈轩对付中州五朝 七夜早就料到 乌象山会这么问 他神色平静地答道 三位长老难道看不出 这头四壁战魔身上 有被原始圣火灼伤的痕迹吗 虽然现在的他 依然能够立敌 好几个普通地仙 但是对上盗门老祖的话 他身上的伤痕 就是一处致命破绽 哪里比得上三位长老 乌法圆满 法身无瑕 听七夜这么说 乌象山和乌卫 乌红 往前方战场看去 只见那头浑身魔气缭绕的 四壁战魔 其中一条魔壁上 果然 有一个火焰烙印 而所谓的原始圣火 就是原始魔主 通过降临意志 产生的顶级火焰 远强于山海起火榜上的 所有起火 在原始魔主意志的加持下 原始圣火 会直接烧到目标身躯 山海就修士 不管躲到哪里 动用何种神通 都无法避开圣火焰身 七夜找到的 这头四壁战魔身上的 圣火烙印 就是原始魔主 对背叛者的惩罚 被圣火烧中的四壁战魔 承受了长达数万年的 极致灼烧之痛 大部分战魔 都在这个过程中 意志崩溃 化为虚无 得到七夜的解释后 屋门三长老 也不再问什么 只能耐着性子 继续观战 却说陈勋和鬼仙 依辱妹 还有两位师娘 玉罗叉 秋三娘子 来到禅音寺所在的 玉龙山上 照例 被一大群和尚 拦在寺门之外 除了带虚真 返回极西佛国的玄海外 禅音寺四大圣僧之三 玄空 玄觉 玄境 从寺中 齐齐飞顿而出 落在陈勋面前 修为最高的 禅音寺住持 玄空 看到陈勋一瞬间 老脸立马沉了下去 邪弟陈勋 你还有胆量 来我们禅音寺 本邪弟有一位师娘 范朽斌 听说是住在 你们禅音寺内 带本邪弟 进去见他吧 陈勋毫不客气地命令道 当年 他还只有 玄音寺修为时 被玄海抓到 禅音寺 困了整整十七年 历史 无论徐真 还是四大圣僧 都是能够 随意秒杀他的存在 但现在不同了 四大圣僧的修为 还是停留在 渡劫期 只突破一两层小晶景 就算一起上 都不是陈勋对手 听陈勋称呼 望尘师太的俗名 并喊其师娘 这是对他们佛门 极大的不敬 玄空当即 怒声赤道 携帝 现在望尘师太 乃是我 吉西佛国 吴尘安之主 早与你师父 古尘骁 断绝关系 你真当他 还会看在 古尘骁的份上 接见你吗 废话太多 陈勋冷冷摇头 握住右拳 虚空一阵 刹那间 整座玉龙山 狠狠颤动 仿佛要崩塌一般 而正面对上 陈勋权力的玄空 更是心中一惊 只来得及 施展一门 佛门护身法抵挡 师兄小心 旁边的玄爵 玄境反应极快 运转功法 帮玄空一挡 三位杜解其高僧 何力 却是接不住 陈勋这随意的一拳 被震得往后倒飞 撞在禅音寺围墙上 一时间 碎石纷飞 布置了十几重 静置的墙壁 就这样 被震塌了 鞋帝陈勋 你 玄空惊怒飞城 惊的是 陈勋实力惊飞西比 怒的是 陈勋居然 敢对他们 禅音寺出手 虽然陈勋背后 站着一位 帝仙级人物 但他们禅音寺 也有佛陀级坐镇 在玄空三人眼中 望尘师太 也极是范修兵的修为 足以盖压 东方修行界 绝大部分帝仙 这也是为什么 极其佛国 派望尘师太 前来中州 而不是派 其他佛陀 正当玄空 想请望尘师太 出来 教训陈勋士 寺内深处 正好传出 范修兵淡淡的声音 玄空方丈 让陈勋进来吧 听到范修兵这句话 玄空玄境和玄觉 均是一愣 然后三位老僧 也没说什么 只是冷着脸 白手 让手下武僧 退开 给陈勋四人 让出一条路 陈勋毫不犹豫地 往里面走去 殷如妹 邱三娘子 和玉罗叉 一起跟上 最后玄空三人 带着弟子 鱼冠而入 走到范修兵 发生的源头 陈勋才发现 原来范修兵锁住安堂 居然就是当年 关押他的内奸 只不过现在 被改造得 焕然如新 和当初的破落古旧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样了 一位踢着光头的 绝色女泥 盘坐在安堂正中的 胡团上 千年岁月 只在他脸上 留下浅浅痕迹 且还增添了 几分成熟韵味 两边站着 十几个从十来岁 到五六十岁 不等的尼姑 他们身上的衣衫 一尘不染 有一种庄严 圣洁的气象 陈勋看到 坐在葡团上的 那位角色女泥 心中便认定 他就是师尊 胡陈骁 曾经的红颜之一 望尘师太范秀斌 不得不说 这位范师娘的气场 比其他师娘都要强 陈轩单凭 自己的直觉判断 连罪月夫人和素银 都不一定比得过范秀斌 收敛心思后 陈轩从容淡定地 走进安堂 与带一丝尊敬地 问候道 范师娘 弟子陈轩 带玉师娘 邱师娘 还有殷如妹前辈 来见你了 贫妮已和你师父 再无任何干系 你不必如此称呼 范秀斌始终十分寡淡 没有蕴含一丝个人情绪 这让站在外面的 玄空三人 彻底放下心来 范秀斌明显是真心诡议他们佛们的 如果心有陈念 不可能修成女佛陀 秀斌 我很清楚你的性格 问偏执 你不在苏婉之下 我不信你真能完全看开 邱三娘子上前一步 语气中 蕴含着几分 久违之意 范秀斌看了 邱三娘子 这位昔日姐妹一眼 目光仍旧没有任何波动 邱师主 你低估了佛法的力量 佛修令我心诚如尽 反照空明 前尘往事 于贫尼而言 皆为虚妄 唯有看破我像 妄能成就佛陀 贫尼的修为境界 便是看破红尘的最好证明 他这句话说出来 无论邱三娘子 还是玉罗刹 都完全无法反驳 是啊 如果没有看破红尘 如何成就山海界佛门 最高境界 陈薛也觉得 面对这种境界的范秀兵 他估计 很难靠古尘骁这层关系 劝说成功了 这时 殷如昧语意清冷地 说了一句 望尘师太 我很清楚你们佛门修行体系 即便修成佛陀 也无法完全超脱 应该说山海界 所有顶级修史 都不可能达到超脱之境 只要你一日还在山海界 就一日受之于此界 于天地法则之下 殷师主 天尼很认可你这份说法 这也是佛门派贫尼前来 与道门交好的原因 佛道联合 或可破山海界万古之治古 范秀兵对于 殷如妹说出的见解 还是颇为讶异的 但她心思应变极快 当即顺着殷如妹的话 说下去 既然贫尼已和道门达成联合 为天下苍生破除智果 乃是极大功德 如此 贫尼怎还会答应 邪帝陈轩 为她改变立场 陈轩见范秀兵 已经猜出她的来意 而且这位范师娘 所说每一句话 都近乎无懈可击 看来她只能拿出 最后的杀手锏 心念一定 陈轩改为传音 和范秀兵说话 范师娘 只要你答应 我不帮道门 我也有办法 让你和师尊她 建立心神联系 听到陈轩这句话 范秀兵 那宛若平静湖面的眸光 终于泛起一丝 淡淡涟漪 而察觉到 这一变化的玄空三人 面色也随之一变 他们看得出 陈轩在和范秀兵传音 而传音内容 肯定和古城 肖有关联 玄空方丈 立马语气沉塑地 开口道 望尘师太 这小子心思狡诈 诡计多端 当年还是元英七 就曾以一己之力 蒙骗魔门 师太 你多年未曾 踏足东方修行界 不了解 他这些年 所作奸恶之事 万万不可轻信 他的蛊惑之语啊 听了玄空的 严肃提醒 范秀兵 眸光瞬间恢复如成 淡淡地 看了陈轩一眼 你师父的音讯 生死 皆与我佛门无关 请你立刻离开 否则贫尼 便要为道门出手了 范秀兵此言一出 英如妹和秋三娘子 都站前一步 随时准备保护陈轩 范秀兵 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会不帮道门 陈轩仍不放弃 眉宇间的那股 执着之意 让范秀兵 依西间 回忆起某些往事 玄空在外面 冷哼一声 望尘师太不出手 已经算是给你师父 虎陈霄最后一次面子 你还不诉诉 滚出我范秀兵 陈轩无视玄空所言 目光灼灼地 定住望尘师太 依父非要她 给出一种 解决方法的样子 旁边的英如妹 再次开口道 望尘师太 你若不答应陈轩 我们大可将 范秀兵闹个天翻地覆 到时候 你只能挡得住我 还有一力阻止陈轩 和你的两位昔日姐妹吗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虽为重伤状态 但英如妹展现出来的威慑力 却是连望尘师太 都不得不忌惮 毕竟 山海界第一鬼县的名头 实在太响亮了 略微沉隐后 望尘师太 做出了一点让步 好 只要陈轩 你能破得了我这六位弟子的 佛门法阵 便你便不阻碍你重建大侠 望尘师太 你怎可答应陈轩呢 他 可不是一般的杜剑琪高手 玄空顿时急了 天宁与古尘销 陈远遂断 却仍有一份因果 今日正好借此机会 将最后一份因果斩断 范秀兵给出了一个十分充分的理由 随即又讨 玄空方丈 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佛门 须弥祥摩阵的威力 我这六位弟子 均有杜杰其修为 他们同步修炼枯叶长工五百年 心意相通 法力相连 神魂相接 六人如一人 共同施展 须弥祥摩阵 能抵挡得住三十六名 杜杰其高手的围攻 甚至连帝仙级都难以破阵 谢帝陈轩再强 还能强得过三十六名 同阶修士吗 听范秀斌说出阵法名字 玄空玄觉和玄境 眼前大亮 他们当然知道 须弥祥摩阵的威力 只要望尘师太的六名弟子 能完美步出此阵 那就意味着 陈轩必败无疑 须弥祥摩阵 听范秀斌说出 这个佛门阵法的威力 陈轩健美 威威扬起 如果此阵威能 真的如此厉害 那确实不是她一个人 能够抵挡得住的 只能说 这位范师娘 彻彻底底 和古尘消断了情缘 故意用此阵来刁难她 和玉罗刹 邱三娘子的担忧 神色不同 三位圣僧 脸上均浮现一丝 期待兴奋之色 当初禅音寺四大圣僧和虚针都在世 古人曾和寺中另一合道旗五僧 尝试过修炼虚弥香魔阵 但是这种阵法必须六名佛修同步修炼五百年 期间不能修炼其他功法 所以悬空六人修炼失败了 不过也由此领悟到了 此阵的一些精妙之处 其中重点就是虚弥二字 在佛门构造的宇宙观里 虚弥是诸山之王 是大千世界的中心 位于中央世界的中心点 周围围绕着七重山 七重海 因此只要将虚弥霞魔阵 推演到极致 就能模拟出一个小世界 来困住敌人 六名布阵者 法力相连 近乎无穷无尽 别说三十六名 统阶高手 就是数量再翻一倍 无法勘破阵法奥妙的话 只能永远被困在 虚构出来的小世界里 自取灭亡 除此之外 降魔二字也是此阵的核心 佛门和道门术法一样 都是十分克制天下邪魔 而虚弥降魔阵 对付妖魔鬼怪的话 威能还会倍增 这就是为什么三位圣僧认为 陈轩对上此阵 毫无胜算 因为在他们看来 陈轩修炼的都是邪门术法 曾经还是魔门圣君 最怕的就是佛门道门的 诸般术法神通 望尘师太如此提议 很明显是不想让陈轩活着 走出陈子 这下三位圣僧对望尘师太 彻底放心了 既然对旧日情人的弟子 这般很绝 望尘师太肯定不可能背叛佛门 此阵威能 文安主已经讲明 你若不敢接 便请离开查阴寺 范秀斌言语淡漠 想让陈轩知难而退 而邱三娘子的目光 也在暗示陈轩不要接 没必要 让自己置身写地 倒是性格较为偏执的欲罗刹 还有期待陈轩 有朝一日成为第二个人皇福西的 殷如媚 并没有劝止陈轩 认真的思虑一番后 陈轩郑重开口 好 那本邪弟 先来试一试 这须弥降魔阵的威力 范秀斌没想到 陈轩真敢答应啊 他可是将此阵的威能 说得一清二楚 陈轩心里有分寸的话 就知道 绝不可能获得了此阵 但既然陈轩答应下来 他也想见识下 古陈轩的唯一传人 到底有几斤几两 于是他从蒲团上站起身 带着两排弟子 走到外面的院子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 看向陈轩 就在这个院子布阵 说完话 范秀斌走到一旁的松树下 做出观战姿态 而他的其中六名弟子 神色沉塑地走到院子中心 六人对视一眼 从厨带里 取出各不相同的佛门法宝 有念珠 有墓语 有经书 有佛像 全都散发出淡淡 庄严宝光 然后六人各自踏出 极其玄妙的一步 周遭元气 隐隐波动起来 竟是瞬间 形成了一个独立介于的雏形 就像沈冰岚的 奥含心界一样 将普通天地元气 完全隔绝在外 不过陈轩一眼就看出 此独立介于雏形 蕴含的空间法则之力 远强于沈冰岚 缘因其领悟的小神通 奥含心界 好在他得到八部浮屠 在八部浮屠第一层里 领悟了一丝法则之力 才不至于毫无把握 佛阵之力依然形成 六位杜杰奇尼姑手上 佛宝华光更加逼人 散发出一道道 无形玄妙之力 以他们的身躯为根基 渐渐完善 须弥小世界雏形 陈轩 快破阵 等此阵完善后 就不好破了 秋三娘子赶紧提醒一句 陈轩点点头 走到六位尼姑面前 右手掌心处 金黄光芒一闪 轩辕剑被他握在手中 全力一剑 斩向挡在面前的 独立介于屏障 这一剑斩出啊 迸发出无数道摧探金光 和佛宝光华 交织在一起 照耀的观战之人 都觉十分刺眼 下一刻 陈轩和六个尼姑 原地消失 只余下院子中心 不断悬绕地 介于屏障之力 玉罗刹和秋三娘子 看得心中一惊 正想问 范秀斌发生了什么事 殷如妹淡定开口道 陈轩只是被拉进 六个女尼构造的 须弥小世界去了 还在这个院子里 没有离开 我们只需在此 等他破阵 陈轩连继出轩辕剑 施展独孤叶传授的剑法 都斩不破介于屏障 他被拉进 须弥小世界后 智慧不断 被里面独立形成的 天地法则 消磨法力心神 还怎么破阵呢 玄空语气冷然地 给陈轩的两位师娘 泼了一盆冷水 但是既然陈轩答应 范秀斌接了须弥小魔阵 玉罗刹和秋三娘子 也只能像阴汝妹那样 选择相信陈轩 却说陈轩一箭斩中 介于屏障 却被一股极强的犀利 吸入一个 类似秘境的 小世界里 放眼望去 只见六位女泥 屹立于前方一座 宝光灿灿的高山之上 此山又被重重 山巒海水围绕着 海浪 海济山崖 发出刷拉拉的巨响 其中隐隐蕴含某种 撼动人心的伪力 而站在海中 一块孤石上的陈轩 和浩瀚大海 以及巍峨高山相比 显得十分的渺小 到新深处 不由自主地产生 一种人不可与天斗的 无力感 这种强烈的无力感 让陈轩只想立马 跪在前方圣山之前 顶礼膜拜 但是下一刻 道行中 生出一股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让陈轩 幡然醒悟 意识到 这是须弥霞魔阵的威力 在悄然 撼动他的道行 惊醒过来后 陈轩虽然感觉 这个小世界的天地法子之力 对他有着极强的束缚 但还是奋力举起 手中的轩辕剑 朝着站在前方圣山顶端的 六位女泥 隔空展去一道 金黄剑光 陈轩身前 立马涌起一片 高达上百丈的 好天巨浪 威势无比惊人 轩辕剑气 斩在巨浪之上 虽然轻易将其斩破 但剑威 也被消融得一干二净 在对方构造出的世界里 陈轩和六位女泥 发挥出的战力 是完全不对等的 只见须弥圣山之巅的 六位女泥 手持六件佛宝 不断往其中注入法力 六件佛宝 迸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宝光 使得这方须弥小世界 更加的宏大庄严 陈轩连连出界 却仍是被不断涌起的巨大独子 内心的无力感 不由越来越重 不过 他就不信 六位女泥的法力 真能无穷无尽 形成涌动 除非 六位女泥 接通了传说中的极乐西天 从西天中 源源不断地摄取佛力 要破此阵 就必须找出 这个须弥小世界的破产 或者说漏洞 陈轩斩破重重巨浪的同时 运转同力 迅速扫射周遭环境 只看到大海浩瀚无边 七重高山紧紧为处 似无一丝瑕疵 当下陈轩拔地而起 飞到半空中 斩断道道水珠冲击 往前方圣山急顿而去 速度如风驰电车 前方的圣山看似很近 但是陈轩瞬间千里的顿索 居然还没飞到山前 这让陈轩内心 生出很不对劲的感觉 又是空间法则之力 立马判断出 自己被空间法则之力 困在半空中 始终停留在 原来的位置飞顿之后 陈轩再次出剑 斩破周身 一丝丝无形毅力 然后身形 骤然往前 窜出一大段距离 显然周遭的空间之力 已经被他破掉 圣山之巅 一个女泥健壮 微微皱起眉头 此人竟然领悟了 一丝空间法则之力 看来我们无法将他 一直困在海中了 发动上海附魔圈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六位女泥中 年龄最大的那位 沉生一鹤 将手中的佛宝 横起 刹那间 宝光照耀小世界天地之间 和另外五件佛宝的光芒 交相辉映 激发出 须弥强魔阵的最强威能 陈轩下方的海水 立马幻化出 十几只 由水灵力构成的 半透明巨掌 如同传说中 佛祖的大掌那般 向陈轩压了过来 与此同时 陈轩前方的 一重重巍峨高山 竟然朝着陈轩的方向倾倒 这股极强的压迫感 还裹挟着 一种镇压邪魔的 无上福利 任何进入 此须弥小世界的 妖魔鬼怪 面对圣山威压 都会瞬间崩溃 陈轩全身骨头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四面八方挤压而来的 无形距离 想要将她的肉身挤爆 但是 她这具肉身 淬炼得极其强悍 身躯强度 比佛门护法金刚 厉害得多 任由七重山势压迫 还是硬生生的 屹立在半空中 纹丝不动 随着轩辕剑 激发出 横扰八方的 五匹剑光 下方压迫过来的 十几只水灵巨掌 全部被陈轩斩破 化为 一滩滩海水 跌落下去 此时正好 前方的七重 威厄高山 压到头顶 陈轩双眼一瞪 眼中满是褐色 她呼而大喝一声 全身爆发出 滋滋滋的 雷电之音 和主人心灵相通的 太古雷龙小兰 瞬间 和陈轩完成融合 发动人龙合一神通 原本陈轩的身躯力量 就堪比远古凶兽 再加上 太古雷龙的力量 也是龙族中 一等一的强 二者结合 爆发出的力量 更加恐怖 陈轩双手托举 硬是将压在 头顶的七重高山 托住了 青岛之势 为之一缓 不可能 中心圣山上的 六位女泥露出 无比震惊的神色 这七重高山 可是蕴含了 无上佛力 陈轩居然 能够托举得住 这绝对不是一个 人族修士 能做得到的事情 即便 地先级别 也不行 但事实摆在眼前 他们再难以置信 也得接受 好在陈轩看上去 只能勉强 托住七重山势 六位女泥 都认为她 已经是强弩之末 再无余力了 陈轩很清楚 这七重高山 并不是真实的 而是须弥祥摩镇 幻化生成的假山 但其中蕴含的 无上佛力 却真的不能再真 这无上佛力 不但能压制 她的肉身力量 还能撼动 她的道心 如若道心 藏匿邪魔之念 必被无上佛力 念为积分 该如何破局呢 陈轩心念急转 全身电火花 不断建设 又冒出一道道电弧 发出 叽力啪啦的爆响 下一刻 她突然感应到 龙地之界里的 八步浮屠 产生一丝异动 然后竟然激发出 一丝奇异的佛力 融入她拖住 七重高山的霜掌中 这一丝 佛力的强大 远超陈轩欲想 居然瞬间吞噬掉了 七重高山中 蕴含的佛力 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 压在陈轩头顶的 七重高山 就此消失得 无影无踪 现出前方中心圣山上 六位女泥的身影 且六位女泥 各自手上的佛宝 不断颤动 里面的气灵 好像十分害怕 导致佛宝的威能 大幅度下降 六位女泥 惊异非常 陈轩趁此机会 飞上圣山之巅 朝着六位女泥 轰出真武七世 那个年龄最大 看上去 有五六十岁的女泥 面色一沉 上前一步 派出 世辰如山的一掌 虚弥山掌 国门珠般 顶级绝学之一 出掌 犹如山岳崩倒 力大无穷 而且六位女泥 心意相通 法力相连 神魂相接 一人出掌 凝聚了六人的掌力 这一掌发出 又石破天惊之威势 只可惜啊 他们遇到了 陈轩施展的真武七世 其中全镇山海这一世 蕴含的山海伟丽 可不是须弥山掌能比的 就算陈轩面对的 是六重虚弥山掌 他这一拳轰出的 还是催枯拉朽 瞬间破掉了 六位女泥的掌力 六位女泥惊叫一声 往后摔去 手上的佛宝 纷纷掉落 六人这一摔 直接把虚弥小世界 给摔没了 陈轩又回到了 原县的院子里 看到六位女泥 摔在院子 其中一面墙角下 脸色都很苍白 看到这一幕 玉罗刹和邱三娘子 脸上的担忧之色 立马转为惊喜 而另一位师娘 范秀斌 却是美目微瞪 不敢相信 陈轩这么快 就破掉了 须弥小魔阵 玄空玄觉和玄境 更是目瞪口呆 脸上满是震惊 其实陈轩自己内心呢 也很惊讶 他没想到 八部浮屠会在关键时刻 帮了他一把 虽然这件天地至宝 看上去是佛家之物 但是八部浮屠第一层的 那位神秘驻见大师 特意说过 此物并不属于佛家 所以陈轩才会对 八部浮屠激发佛力 帮他感到惊奇 当然他表面 并没有露出 什么异样情绪 只是从容自若地 走到范秀兵身前 微笑而道 范氏娘 我已破掉 须弥小魔阵 希望你能履行承诺 不再为道门 镇守圣唐五朝 等安州自不是 言而无信之人 范秀兵说着 不由深深地看了 陈轩也 望尘师太 这 玄空玄觉和玄境 没想到 范秀兵真的 答应陈轩 三人再次愣住 他们本来还以为 陈轩必定死在 须弥霞魔阵之下 其实就算没有 八部浮屠的佛力帮助 陈轩也不会死 一来 因为范秀兵早就传音 这六个弟子 一旦陈轩在须弥小世界中 支撑不住 就立马解除阵法 只是范秀兵自己都没想到 陈轩的实力 居然强大到可以单人 破掉须弥霞魔阵 实在大大超出 他意料之外 二来 则是刚才陈轩托举七重高山时 六位女医的法力 就快渐渐支持不住了 而且陈轩 还有其他底派没出 有范师娘这句话 我这就告死了 陈轩虽然看不出 范秀兵是否真的 和古陈霄断了旧情 但他内心深处 有一种直觉 那就是这位范师娘 并不是真的 要置他于死地 只要范秀兵 和古陈霄存在理论上 再续前缘的可能性 陈轩就不会把范秀兵 当成生死仇敌 只是目前 两边立场不同而已 山海街大道之争 本来就是你死我活 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这可是关乎 佛门 道门 魔门 巫门 妖国 大下的万世基业 怎可儿戏般改变立场 没错 范秀兵提出陈轩 只要破掉须弥项魔阵 就能让他改变立场 此举在这场大道之争面前 就是形容儿戏 但范秀兵还是这样做的 只是给自己 找了个充分的理由 与古陈霄断绝因果 实际上 这对于一位佛门中 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来说 是非常错误的决定 势必会让佛门和道门 对他改变看法 三位圣僧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范秀兵的监督人 想到深处 陈轩更觉得范秀兵这一举动 非常难得 因此临走之前 陈轩又特意传音给范秀兵 范师娘 如果你以后改变心意 随时都可以找我联系师尊 虽然 我无法时刻跟师尊 建立心神联系 但等他安定下来后 就好联系多了 听到陈轩这句传音 范秀兵内心 微微一动 安定儿子 由不得他不多想 但陈轩却没有过多 透露古尘销 即将抵达某个 高等介遇的信息 范秀兵最终也忍住了 没有追问 只是面色平静的 目送陈轩和英如妹 玉罗刹 还有秋三娘子 离开禅音寺 等陈轩走后 玄空语气沉诉地 对范秀兵说道 汪辰师太 你不帮道门镇守圣堂 岂不是违背了佛门 害你前来与道门 交好的使命吗 你这样做 可是对我们佛门 入主东方修行界 有很大不利啊 玄空方丈 你也看到了 鞋底陈轩 本不可能破除 须弥想摩阵 但他还是成功破阵 本安主只能信守承诺 范秀兵淡淡回答 可是 玄空方丈还想再说点什么 却被范秀兵 羽翼微冷地打断 三位圣僧刚才都听到 殷如妹那句威胁之语 一旦两边打起来 本安主只能和殷如妹 打个平手 你们禅音寺全寺上下 能抵挡得住鞋弟陈轩 还有玉罗刹 邱三娘子吗 三大圣僧被范秀兵这句话 问得哑口无言 别说玉罗刹和邱三娘子 恐怕陈轩一人 就能将他们禅音寺 全部高手 普路殆尽 刚才他们三人 可是连陈轩的一拳 都险些接不住 所以玄空 也不敢再质疑 范秀兵是否对 古尘孝的弟子 有私心 望尘师太 是老纳欠缺考虑了 玄空双手合十 欲待歉意地说道 然后轻叹一声 都怪道门使大 我们佛门不能派太多佛陀过来 否则会被道门视为挑衅 范音寺只能仰仗望尘师太 你一人庇护 老纳 甚敢惭愧啊 本安主累了 还要帮启卫弟子疗伤 就不耽误三位圣僧 修复禅音寺禁止了 范秀兵这句话 听得玄空三人脸上 都有点火辣辣的 刚才陈轩一拳 不但震退他们 还把禅音寺的禁止 也震出一个大裂口 如果不是望尘师太 在此坐镇的话 后果难以想象 很快 望尘师太改变立场 不再庇护圣堂的消息 传到圣堂皇城中 听到消息的 圣堂皇帝李隆渊 坐在金鸾殿 龙椅上一声叹息 站在殿中的皇子大臣等人 皆是面如死灰 和明皇汉皇一样 李隆渊很不舍得 交出手上的至高权势 当然 这位雄心壮志 极重尊严的圣堂皇帝 也不甘心 永远臣服于道门之下 但是选择向道门臣服 大概率永无翻身机会 而把圣堂交给协弟陈轩 还能看到一丝渺茫的希望 道门在中州盘踞五千年 各大武朝对他的敬畏 都已深入骨髓 当这些武朝听说 协弟陈轩准备 重建大小皇朝 要与道门正面抗衡时 中州所有人都认为 陈轩毫无胜算 必败无疑 这就是为什么 李龙渊听说望臣失态 改变立场后 依然十分犹豫纠结的原因 皇上 不好了 协弟陈轩带着 山海界第一鬼仙音如魅 还有玉姬娘娘 以及南国五湖钱壮女掌柜 邱三娘子 进宫来了 突然间 一个小太监 跌跌撞撞地 跑进来禀报 金鸾殿里所有人 瞬间变了脸色 小太监话音刚落 大殿门口 就出现几个身影 当前一人 赫然正是陈轩 看到陈轩 灵灵如神的出现 圣堂舞修高手 还有儒门高手 纷纷护在李龙渊身前 陈轩看到 这幅阵场 却是不以为意 只是泰然而道 李龙渊 我们又见面了 协地陈轩 你真的一次又一次 让朕刮目相看 李龙渊言语 有些苦涩 闲话少说 陈轩踏入大殿 龙行虎步 逼得一众圣堂高手 纷纷后退 随即他定住步伐 目光穿过人墙 锁定 李龙渊一人 再度开口 自本邪地 重返中州以来 不过短短数日 汉南光明两大武朝 已选择归顺 云秦那边 中州第一名将 白军浪 主动劝说秦皇 很快就结果 北部三大武朝 除了太清神骁道 所在的殷商外 另外两大武朝 必然抵挡不住 魔门和雾门 联合进攻 李龙渊 你现在还有什么 好犹豫的 李龙渊越听 神色越是灰败黯然 这时群臣之中 走出一位老扯 拱手而道 皇上 追随邪弟陈轩 重建大夏皇朝 还是 永远臣服于道门 我想 任何一个流淌着 大夏皇族血液的 五朝皇帝 都知道该做出 何种选择 陈轩向这位老者看去 认出此老者 是圣堂一神葛洪后 当即 微微点头质疑 唉 李龙渊 长叹一声 然后摆摆手 让护在身前的 圣堂高手 全部退开 邪弟 在交出圣堂之前 正想再看一看 这万里江山 说完这句话 李龙渊 又深情地 看向御罗刹 玉姬 你能否 陪着一起 李龙渊 你已经不在是朕了 御罗刹 冷淡地回应道 李龙渊 自嘲 一笑 哈 是啊 我已经不在是朕了 现在 我质疑 普通人的身份 请求你 听李龙渊 这么说 御罗刹 却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转头 看向陈轩 见陈轩点点头 表示没意见 御罗刹 便施展顿法 和李龙渊 一起飞出金鸾殿 随即传来 李龙渊的声音 协地大人 请随我一关 听到李龙渊这句话 所有人都知道 这位圣唐皇帝 已经心甘情愿地 臣服于陈轩了 当陈轩也飞出大殿的时候 看到李龙渊和御罗刹 在半空中等他 三人就这样 飞上高空 俯视下方 恢弘大气的圣唐皇城 随着三人身形 不断上升 视线也逐渐拉高 可以看到 越来越辽阔的 圣唐江玉 协地大人 玉姬 这万里江山 可真是美如画卷啊 李龙渊深深地感叹一句 陈轩表示深有同感 这万里如画江山 乃是我们每一个大厦后 已共同拥有 李龙渊 你有何必哀叹自伤呢 鞋地大人说的没错 整个中州的辽阔江域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大厦的 五千多年前 大厦不但统御整个中州 影响力甚至覆盖各大州域 镇压一切 要挟消消 连道门当年 也要仰仗我们大厦鼻息啊 只是 大厦分裂成十几个武朝后 才反过来被道门压制 身为武朝君王的我们 全都要看道门脸色 此乃我李龙渊一生 最大的屈辱 无奈 大厦皇朝分崩离析 大厦三皇 及诸位武帝纷纷轰落后 中州再也出不了顶级武秀 道门 又一日比一日势大 我们各大武朝 若是敢反抗 必死无疑啊 葛红神医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今日一死 举大计一死 能死 死国可乎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还是无法下定决心 因为举大计 必然迎来亡国灭主的结局 正是邪地大人 你重返中州 加上说服望臣师太 改变立场 我才决定 逼自己放弃手上的权势 唉 说来真是惭愧啊 李龙渊这番 吐露真心之语 说出了一位千年帝王的无奈 陈轩不由想到 华夏历史上 那些不得不像一国 一族低头的汉人君王 因此 他多少能理解 李龙渊的心情 也就不对起 施加惩罚了 李龙渊 只要你是真心诚意 追随我光复大象 之前的恩怨 都可以既往不咎 而且大夏一统后 圣唐区域 依然可以由你管想 陈轩这句话听得 李龙渊虎去一阵 他没想到 陈轩居然如此宽宏大度 但他可不敢真的答应下来 反而跪在陈轩面前 诚皇诚孔地道 协地大人 大夏一统后 只有一位仁皇 那就是您了 我李龙渊 只求能谋得一个臣子之位 为大夏子民 鞠躬紧脆就足够了 李龙渊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虚伪 玉罗差轻飘飘地 击刺了一句 别人不知道 他可是对李龙渊的帝王心术 清楚得很 现在李龙渊呢 肯定也以为 陈轩这句话 是用上了帝王心术呢 实际上 陈轩确实没有多想 毕竟大夏一统后 原先的各大武朝 还是要由最熟悉的人 来掌管 至少短时间内 要这样做 在邪地大人面前 我哪敢玩弄全数啊 如若邪地大人不信 请废掉我一身武功 李龙渊瞬间 全身冷汗沉沉 陈轩健壮 微微摇头道 我若是废掉你一身武功 让其他武朝皇帝怎么看呢 起来吧 多谢 邪地大人 李龙渊暗暗喘喘了一口大气 决定从此 忘掉运用了上千年的 新术手段 做个普普通通的 大夏子民 就在陈轩准备下去之时 远处突然 飞过来一张传讯符 陈轩接住后 注入神室 眼中立马浮现 愤怒之色 邪地大人 怎么了 李龙渊小心翼翼地问道 陈轩没有回答 只把传讯符递到李龙渊手上 李龙渊和御罗刹 同时往传讯符上 注入神室 脑海中立刻响起 苏玉成的传音 协地大人 您前往圣堂不久后 我打探到最新消息 由于云秦皇帝和第一大将 白军浪 没有和汉南光明武朝 一起出兵 镇守云秦的道门高手 非常不约 杀了几千名云秦禁军 和几位皇子 又将白军浪打成肉伤 然后抓了白军浪 和皇帝飞往阴伤 准备让两人去道门领罪 现在 您的诸位道旅 已经出发去拦截 那群道门高手了 他们没有让几位鬼王一起去 因此 我特意传讯禀报 协地大人您 听完传音后 李龙渊和御罗刹 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两人都没想到 道门修饰 居然如此狠了 以前道门做事 可不是这样的 对待各大五朝都很温和 这也是为什么 各大五朝 互相反抗的原因 道门崇尚无为而至 不插手各大五朝内政 因此李龙渊 这些五朝皇帝 平时都当道门不存在 至于为什么 现在道门突然如此狠绝 李龙渊不用想 都知道原因 他不由叹气而道 看来我们想毫无损失地重建大厦 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场大道之争 注定是要流血要死人的 协地大人 请您息怒 至少云秦的反抗 让我们看到了云秦皇帝 和白君浪的决心 李龙渊 你待在圣堂 安定民心 本邪地 这就去和诸位道理会合 陈轩并不担心 沈宾兰他们打不过 那群道门高手 只是 他亲自过去的话 会稳妥一些 是 李龙渊连忙点头 很快 陈轩和玉罗叉 英如媚 还有邱三娘子 化为四道顿光 消失在天际深处 在云秦和殷商相隔的 某片天空上 一场杜杰奇大战 正陷入了僵持阶段 陈轩的诸位红颜 虽然天赋卓绝 且都领悟了 顶级大神通 但是面对道门 杜杰奇高手 还是不好打 这些杜杰奇高手 都是道门派出来 能够独当一面的 成名人物 其中步伐 有周图白号这种奇品 好在有刚刚从南国 赶过来的水晋先生 确定几乎双位置 来到战场后 才将道门高手压制 几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水晋宗修士 本就不擅长战斗 经过天地大截之后 除了几无双外 水晋八起 基本上 都跌落修为了 这也很正常 各道宗门同样 有不少跌落境界的修饰 而水晋八起 数千年来 多次泄露天机 不被天节 重点打击 反而不正常 不过水晋先生境界 还能勉强维持在底线 只是实际战力 大概只有杜杰七七八侧 所以和抓走云秦皇帝 还有白军浪的道门高手 形成僵持局面 水晋先生 你身为南国正道之首 现在竟然 帮协地陈轩对付我们道门 你心中道义何在 一个中年人长相的道门高手 在战斗中历声质问 各位道门的道友 你们屠露云秦数千五休 还抓走云秦五朝的皇帝 和第一大将 这又岂是正道所为 水晋先生 与器中满是痛惜之情 哼 吾不孤师祖 早就给这场大道之争定调了 不屑流成河 如何捍卫我道门尊严 和至高地位 那中年道休 每一句说出来 都是冠冕堂皇 义正言辞 水晋先生 你选择站在 邪地陈轩那边 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邪地陈轩 获得这场大道之争的胜利 魔妖巫等邪道势力 卷土重来 以致山海界正道崩坏 变成一个妖魔鬼怪 横行的世界 到那时候 你忏悔都来不及啊 我相信陈宗主 不会和邪道势力 同流合污 只是暂时 和他们互相利用罢了 水晋先生的回应 一直很理智客观 不过 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场大道之争 注定是你死我活的结局 道门在中州 布置了上万年的根基 不可能因为陈轩 要重建大夏皇朝而撤走 否则 那么多极品洞天福地 还有道门老祖 收集封印起来的 介域本源力量 都无法带走 只能白白便宜陈轩 但陈轩这边 也不可能和道门和谐共处 因为中州气韵 以及天地灵气 都凝聚于道门之中 如果道门不让出 中州之主的地位 就算陈轩重建大夏 也无法重现 当年的武道盛世 水晋先生 你可真是老糊涂了 陈轩才修行多少年呢 那些邪道势力 又存在多少年呢 他们岂会轻易地 被陈轩利用 现在你和水晋宗 秉持正道 和我们道门并肩作战的话 我还能在几位老祖面前 帮你求情 否则等我们五位老祖 打赢最终决战 你们水晋宗 便在清算名单之上 中年道修建水晋先生 如此信任陈轩 与其更加 陈力地威吓起来 不好意思 我们水晋宗 不会当墙头草 另一旁的姬武双 帮水晋先生回了一句 展现出 十分强硬的态度 那便只能 绝出生死 中年道修话音一落 手中长剑激发出 更加璀璨的清光 将水晋先生 和其无双一统逼退 两边又相斗了上百回合 突然间 所有人都感应到 极远的天边 有四道强盛气息 往这边急剧飞来 很快 陈轩和英如妹邱三娘子 还有玉罗叉的身影 出现在空中战场 各自施展神通 瞬间扭转战局 重伤状态的英如妹 对上这群盗门肚解其高手 还是像虎入羊群一般 无人能挡 当然 冲入羊群的虎 不止英如妹 还得加上陈轩 进入战场后 陈轩一句话不说 只是带着一身浓烈杀气 或挥斗薰原剑 或轰出真武七神 剑气 权力 左道之处 翠库拉朽 一位为盗门肚解其高手 要么飙穴 要么在惨叫声中 往下跌落 这群盗修手上 沾染了云情 数千五修的鲜血 所以陈轩出手时 毫不留情 和英如妹一起 很快将对方杀得 精神破胆 刚才和水晶先生 激变的那个中年道修 最终也死于 陈轩的轩辕剑之下 然后陈轩接住 全身有多处伤痕的白军浪 还有一脸屈辱挥败的 云情小皇帝 当年那位老皇帝 已经在天地大解中 陨落了 继位的小皇帝 非常年轻 所以才会听 白军浪的劝口 邪帝大人 多谢你 前来相救 重伤的白军浪 依然想对陈轩 下跪道谢 白大将军 辛苦了 接下来 你只需跟本邪帝 为风潮要上 陈轩当即将跪到一半的 白军浪扶起 白军浪看了小皇帝一眼 又道 云情那边无人做主 我是不是该和秦皇回去啊 Will 现在云情那边 已经没有当门高手危险 我让唐秋林 还有一些校遥宗高手 带你们小皇帝回去 稳定明星即可 陈轩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当年转世的唐秋林 也曾是受到云情子民 崇敬的成名武将 听陈轩这么安排 白军浪和云齐小皇帝 都无意见 安排完毕后 陈轩便和众人 返回风潮主城 而接下来的一天事件里 捷宝连连 张芷成和七叶那边 镇守北部三大五朝的道修 已经顶不住了 全部撤回道门大本营 所在的殷商五朝 不离五朝和圣唐五朝 都表示归顺 也就是说 短短数日间 陈轩便征服了 六大五朝其中五个 随着苏玉成写出的战报 被舒布达 用他的独门传讯手段 传遍各大周域 整个山海界 都极其轰动 各大周域的万千宗门 无数修士 都看出来 协地陈轩光复大夏 这一历史大事 浩浩荡荡 不可阻挡 原来道门 并不是完全 不可撼动的 中州战事的进展 震撼了所有人的内心 而五大邪道高手 和道门五位 老祖的约战 更加让人期待了 至于道门五位 老祖 为什么不出来 镇守各大五朝 那也是有原因的 此时整个道门 人心惶惶 道门双子丝冲楼 周白双 待在太清神霄道里 不断听到外面 传来的坏消息 两人越来越心惊 和其他师兄弟 一同飞到道门 第一禁地 神霄敬天之前跪下 请求五位老祖出关 在某座先锋上 看戏的张三丰和王重阳 却是非常清楚 五位老祖 暂时肯定不会回应 徒子徒孙 因为他们正在禁地里 强行吸收 一道道 介遇本源能量 为即将到来的 大决战 做准备 老王 你猜猜 一枚他们各自 能吸收多少道 介遇本源力量啊 张三丰饶有兴趣地 问出这句话 王重阳 认真思考了一下 然后才开口回答 山海界 地仙 吸收 介遇本源力量 是有极限的 否则一枚老祖他们 也不会把多余的 介遇本源力量 封印在 神霄敬天里 若是强行 吸收的话 除了 一枚老祖 能吸收两道 另外四位 最多 只能吸收一道吧 老王 我也和你猜的一样 张三丰说着 目光透过云海 望向太清神霄道 最高点 第一境地所在方位 继而又道 哎呀 到了我们这个级数 已经无法再吸收 介遇本源力量 但是不吸收的话 又难以进入超脱境界 无法像独孤业那样 得到上界接应 只能啊 靠自己的力量 强行 破碎虚空 这种情况下 我们无法选择 自己飞升道的 高等纪律 还有 很大可能 被虚空之力吞噬 化为虚无 修为越高 就越能深刻体会 大道之艰险呢 这番话语 说出了道门七祖 为什么几千年前 就修炼到地先巅峰 却迟迟不飞升 离开山海界的 真正原因 七位老祖 都不想拿自己的性命 去冒险 这万年中 道门离开山海界 出去探寻外遇的地先 并不是没有 但是至今 没有一个人 传回音信 说自己已经抵达了 某个高等界域 也没有一个人 探寻不得 安然回归 同样的 以天万剑宗 也有几位剑仙 出去探寻外遇 没有归来 连道门剑宗的顶级修士 探寻外遇 都九死一生 更别说 其他宗门的地先 水晶先生是个例外 这位山海界 相树第一的 最强相师 在外遇中 历尽艰险 最终放弃寻找 高等界域 凭借占卜之道 进行几千次定位 才找到了 山海界的道标 然后靠着水晶八旗 另外七旗 在水晶宗 同时施展 像术 互相定位 最终有惊无险地 将水晶先生 接应回来 道门实力 虽然远强于水晶宗 七位老祖 也都有感应 天心流转 未卜先知的神通 但是 无法做到 像水晶宗那样 精准入微 这就是 所谓的 树叶有专攻 这几天时间里 谁也没想到 道门派出去 镇守各大武朝的高手 兵败如山道 受伤回来的高手 和各大周狱 支持道门的正道修士 全都聚集在 太清神霄道洞天里 有人慷慨激昂 信心十足 有人惶恐不安 如坐针毡 王重阳和张三丰 在先锋上一起时 将这些修士的众生像 尽收眼底 两位滑下飞升上来的 道门大能 都知道 最终决战 很快就要开场了 这股山雨欲来 丰满楼的架势 不单单导致 道门内部 十分紧张凝重 整个山海界 无数修士的目光 都向中周 汇聚而来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 制作播出 主播 穆淮南 盖拉 随着道门高手 收缩防御 放弃各大武朝 携帝陈宣一方 宣告 初步重大胜利 而意识到道门 不再无法撼动的 中周五休 紧接沸腾起来 还有许多 想看热闹的 旁门左道修士 也如同潮水般 向殷商方向贿拂 似乎 万年以来 东方修行界 从未出现过 这种牵连各大周域 无数宗门 亿万修士命运的 超级盛惠 热闹 太热闹了 舒布达坐在一艘 拖越灵州甲板上 看着天下修士 熙熙攘攘 皆为道争之战 赶来中周 这个胖子艰商 从中看到了 无限商机 这时 舒布达身后 走过来一位 蓝山修士 和舒布达同样 跳往前方 一道道五彩顿光 面挂一丝微笑 的结化道 确实很热闹 没想到当年 还是个小年轻的 陈老弟 时隔短短百年 就能搞出 这么大场面 陈老弟 听到蓝山修士 这么说 舒布达好奇地 转过头去 感觉此人 有点熟悉 这位道友 你说的陈老弟 该不会是指 鞋帝陈轩吧 不错 蓝山修士 没有否认 他始终挂着 如和煦春风般的笑意 身上那种淡淡的贵气 让天底下最顶尖的修士 都不敢轻视他 舒布达瞬间 有点看呆了 不过 他很快堆起笑容 调侃而道 道友 陈老弟 可不是谁 都能这样叫的 现在的陈轩 俨然已有 大下新人皇之姿 就是地先级看到他 都得尊称一声邪弟呀 哦 是吗 蓝山修士 微微玩耳 嘴急淡淡一笑 我以前和他见面时 一直都是以性命相称的 哦 为请教 道友尊姓大名啊 舒布达听蓝山修士的语气 感觉此人身份很不一般 蓝山修士丝毫 没有故作高深的样子 如实回答道 我叫北宫县 其实你之前见过我 只是我现在已真身出现 所以气息啊 有点不一样 你就是北宫县啊 舒布达立马瞪大了眼睛 一副看稀奇宝贝般的神色 胖子心想 这个贵气修士 怎么越看越熟悉 原来 就是陈轩加入那个 神秘组织认识的高手 快看 七夜圣君和协弟陈轩 同时出现了 北宫县的一句话 把舒布达拉回现实 两人和脱越灵州上 数十万修士 一同向前方的太清神霄道 洞天山门看去 果然看到 陈轩和七夜 并肩飞行 而且陈轩的气势 一点也不弱于 境界远高于他的 七夜圣君 而在位列山海界 艺术榜第一 第二代 两位超级名人后面 更有多位强者 登临长空 每一位强者的名字 都是如雷贯耳 令各方修士 心生敬畏 只敢远视 不敢进观 比如屋门三大长老 这是和盗门老祖 同个级别的存在 又比如山海界 第一鬼仙音如魅 在隐居之前 又曾是 名造一时的大人物 再往下 则是摩门 巫门 还有各大邹门的 成名高手 这些高手无一 不是大名鼎鼎 屡历辉煌 站在山门上的盗门 迎客弟子 以及初来称场的 玄化上人等正道地仙 都被天空上的盛大阵容 给压得气势 削减气氛 看到陈轩和西叶同时出现 玄化上人那张老脸 要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就在山门上的正道高手 战战兢兢时 望尘师太范秀兵的出现 让这些正道修士 稍微松了口气 虽然范秀兵 没有阻止陈轩 统御圣堂 但是范秀兵 作为佛门代表 毅然算作 他们道门的盟友 当前这种局面 道门也不计较 范秀兵 对陈轩 有没有私心了 请这位 望尘师太正常 绝对是正确的做法 加上天下正道 多位帝先 也为道门称场 正道一方的架势 倒是不算输给陈轩这边 直到神侯大王 袁无风的登场 当身穿 龙纹黑金甲 头戴 凤士子金冠 妖气霸道冲天的袁无风 飞到陈轩身边时 不管天空上 灵州上 还是站在太兴神霄道 山门山道上的修饰 都为神侯大王的气场 所震撼 这位万妖国之主的气势 实在太强了 和七叶对比 丝毫不落下风 袁无风作为 陈轩这方的 绝世强者出现 让两边气势 又一次产生清醒 然而这还没完呢 东边天际三道 锐不可当的绝强见光 鸡舍而来 再次震撼所有人的眼球 东海太白山 纵行剑宗 三位剑仙 陆凤阁 龙香 白志玄 竟然全都来了 三位剑仙一现身呢 就对陈轩 含笑点头质疑 看呆了 在场无数修饰 而道门高手和玄化 上人他们 脸色 却更加难看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三位剑仙的名字 不在战书上 此次千来中州 只是作为观战者 但三位剑仙 绝对是站在 陈轩这边的 他们的出现 使得陈轩这边的高手阵容 更加豪华梦幻 北宫道友 你刚才说得真对啊 山海界诸位顶尖人物 皆因协地陈轩而来 这场道争之战 能够促成 陈老弟绝对位居首功啊 嗨 当初安老叔 第一次见找陈老弟时啊 便为他能将化龙草 培育成太古勒龙 纯穴后裔 而败福不已 当时安就觉得 他呀 有天人之姿 看来安老叔的眼光 还是不赖的 看到天空上的盛况 书不达笑嘻嘻的 马后炮一句 旁边的北宫听了 只是微微玩耳 贵宗于山海界中 行商之道 首屈一指 识人之能 令人佩服啊 嗨 俺也就自吹自擂一下 北宫道友 莫要捧上俺 书不达拍了拍 自己三层肥肉的后脑勺 继而略带好奇的道 北宫道友 陈老弟他 都快飞到太清神霄到山门了 你怎么 不下去跟他会合呀 不急 不急 北宫一脸云淡风轻 向来低调的他 不打算现在 就下去凑热闹 跟着各宗各派的看客 一起进去就行了 却说陈轩这边的高手阵容 气势如虹 宛若千重山岳板 压得下方的一众正道修饰 难以抬头直视 个个 君爵脸上无光 身为天下第一具 破门法的道门 还是头一遭被这样压倒的气势 这时玄化上人冷哼一声 陈丽开口道 何必如此畏惧 对方顶尖高手数量再多又如何 双方已根据战术 立下天道誓约 谁也不能违背约战规则 只要五位老祖胜出 任他协地 请来再多强者 也得灰溜溜地 离开中州 山门上的众多正道修饰 听到玄化上人这句话 这才稍稍定下心来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道门五位老祖 绝对是必胜无疑的 最多只会输掉一两局 那么正如玄化上人所说 不管陈轩带多少高手来 也要遵照约战规则 老老实实地认输 所谓的重建大厦 也就如美梦消散了 想到这里 正道众高手 齐齐昂首挺胸 以赴无畏强敌的姿态 迎接陈轩这边 一位为强者的飞落 陈轩和齐叶 袁武丰三人 落到太清神霄道山门之前 周围的正道修饰 立马如潮水般往后退开 让出一大片空间 山门上站着的 几位道门帝先 居中那位年龄最长者 沉联走出 白手而道 不畏老祖已在洞天里面 等候多时 请吧 虽然做出请的姿势 但谁都看得出 这位道门帝先 丝毫没有待客之意 陈轩也不在乎这种小结 和七叶员无风 对视以后 三人率先 走进山门之中 然后就是乌门三长老 逍遥宗众人 乌门摸门高手 陆丰阁 白志玄和龙香三位剑仙 走在最后面 摆明了 是来给陈轩兜底的 虽然三位剑仙 不参与道争之战 但如果道门胜出 正道高手 想对陈轩不利 那么 就到了三位剑仙表演的时刻了 等陈轩这方的高手 全部进入山门后 玄化上人等 支持道门的正道修士 也陆续走进去 最后才是 书不达等等 看热闹的各方修士 首次进入太清神霄道洞天 陈轩内心 会有感叹一句 此洞天不愧是山海界 一等一的极品修行灵地 完全不输给他的龙隐轩 放眼看去 只见千锋敬秀 万鹤蒸流 草木朦胧其上 若云星霞位 完美吻合 世俗诗人 对仙家圣经的一切想象 前方一道道 五彩斑斓的天地灵光 汇聚成一个 玄妙古朴的道符 自在引领 陈轩他们往前飞行 陈轩一行人 当即随着一个个 光滑闪耀的道符 在太清神霄道洞天 一座座先锋之间飞行 将这个仿佛 自成一界的 超级洞天奇景 静收眼底 飞过其中一座先锋的时候 陈轩感觉半山腰上 有两道善意温和的目光 向他投来 于是他转头看去 只见张三丰和王冲阳 正站在半山腰 一颗苍松下 向他微笑质疑 陈轩点头回礼 紧接着 发现前方豁然开朗 原来 他们已经被道符 引领到一处极为广阔 流云飞散的道场之前 这处道场灵光耀耀 每一丝契机 都是遵循某种 玄傲规律游动 中心处 刻画着一个巨大的太极图 让人看上一眼 便有迪荡心灵 顶礼膜拜之感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道场周围 还有一座座 以极品美誉 铸造而成的 小平台悬浮着 每座小平台 缓满移动 其移动规律 也蕴含着道之真意 陈轩飞进之后 星某微微一宁 往道场中心处看去 只见五位身上 灵气流转不息 修为高深莫测的老道士 站在中心处 中间一位 留着一字长眉 气息浑厚沉宁 俨然是五人之首 而最左边那位 面色沉塑之人 就是已和陈轩 有过交集的 其中一位道门老祖 吴不孤 面对五位道门老祖的 无上为压 陈轩还是从容不迫地 飞落下来 紧接着 他的身边 身后 也落下一位位 气息强弱不一的大人物 五位老祖就这样静静地 等候所有人飞落 其中道门高手 和支持道门的正道修士 如玄化上人他们 纷纷落在五位老祖身后 而像舒不达这样 凑热闹的各方修士 则是落在道场周围 一座座悬浮小平台上 望尘师太 东海三剑仙 这种重量级人物 也是落到观战平台 表示中立态度 等所有人都到齐后 五位老祖居一的 一枚老祖 淡淡开口道 今日这场关乎 大道之争的万言圣会 能以我道门动天为主场 乃是各方同道 对我道门的认可和尊重 本老祖在此 先感谢天下同道的支持 一枚 收起你们正道的做派吧 你们有再多的支持者 决定道争之战的 也只有我们十个人 乌门三长老之一 乌相山 不客气地讥讽一句 一枚老祖 看了乌相山一眼 却是丝毫不着脑 玄己 他那深邃睿智的目光 扫过陈轩 夕夜 和原无风三人 最后定在 陈轩一人脸上 邪弟陈轩 久仰大明 当年我们道门 观测天星流转 断定你有仁皇之姿 而你与我道门 在未来 也必定有一场纷争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一枚老祖 中州之主只能有一个 既然你们道门阻碍我 重建大象 那本邪弟 便只能联合各方势力 发起这场道争之战 陈轩面对此界 最强的几个人之一 并没有露出半分巨异 此次大道之争 亦是中州 天命之争 鞋弟陈轩 你做的没有错 只是 四两拨千斤 一小博大 若是驾驭不住 反噬后果 可不是现在只有杜杰西修为的你 能承受得了的 一枚老祖所说的这句话 陈轩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是既然走到这一步 他不可能再后退 也没机会后退 随即 一枚老祖 又看向约战的 五个对手 切圣军 神侯大王 还有乌门三大长老 我们都是山海界 这万年以来的 绝对主宰者 多年来 井水不犯河水 今日 却要以死相拼 届时可能被萧小阴邪之辈 趁虚而入 坐收渔翁之力 诸位 可考虑到这一层结果了吗 一枚 废话少叙 我们若是没考虑好 怎会尽你这太清神骄到冻天呢 乌象山 语气阴沉 大战之前 显得很暴躁 也很不耐烦 他们三大长老 可没考虑过 什么天下苍生 只要自己能超脱飞升 离开山海界后 哪管洪水滔天 最好他们离开后 山海界越乱越好 什么道门大小王朝 建宗邪宗 互相厮杀 这样 陈轩这小子 和七夜圣君所做的努力 就全都白费了 建护门三长老 都一副准备好决战的神态 一枚老祖 轻轻点头 正要让身后的正道高手 退到观战台去 却听七夜圣君 冷然开口 等等 在决斗之前 本圣君有几句话 要说给天下人听 陈轩听七夜圣君的语气 好像赴死之前 准备说些 好言壮语似的 给他一种不祥的预感 七夜圣君请说 一枚老祖并没有阻止七夜 妖言祸众的意思 无不孤 还有身后等正道修士 都有点不紧 因为他们都猜测 七夜圣君肯定会说些 不惑天下修士的歪理邪书 七夜先是看了陈轩一眼 见陈轩也没意见 于是扫视全场正邪两道修士 及众多看客 最后目光 急述到道门五祖这边 微微扬眉 盯住一眉老祖的双眼 山海皆自古以来 皆遵循弱肉强食之理 数万年前 本圣君得原始魔主垂青 率魔门纵横四方 横扫正到强敌 后 人黄扶西横空出世 坐镇中州 虎世八荒 大夏皇朝璀璨要事 尔等正道各宗 得以借大夏之事崛起 自此 山海界大事 便是邪不压正 诸多邪宗 只能退避蛮荒之地 不敢窥视 寄予任何繁荣昌盛的 修行周遇 而在本圣君沉沦七时期间 大夏先与我摩门开战 拼得两外巨伤 巫妖两道趁虚而入 加速了大夏的灭亡 然乌神妖圣成就神主之后 即可离开山海界 由此道门和剑宗再无敌手 崛起成为这五千年来的超级巨拨 领先正道诸宗 掌控修行界绝大部分资源 这倒也没什么 把时间长度拉到几万年 几十万年 便能找出山海界正邪两道 轮流坐庄的规律 又有每万年一次的天地大劫 抵挡世间 改天换地 正邪两道一晚修士 都有出头得到的机会 你们道门 有句话叫做 变动不拘 周流六须 正是这千万年来 时时刻刻变化流动之力 令天下修士 正邪诸宗 从中误得大道奥妙 成就各自的道合 一枚老祖 你可认同 本圣君这番道理 面对七叶圣君 气势极强的一问 一枚老祖略带赞赏的 淡淡回道 圣君果然看得通透 所有人都没料到 一枚老祖的赞同 反而被七叶回以冷横 紧接着 七叶转变为质问口吻 既然你道门知晓此理 为何还掠夺天下 诸多资源积元 并封藏万年 为何将此界本圆力量 封印于自家洞天禁地之中 不让天下各道顶尖修士 超脱飞升呢 你们道门及正道诸宗 确实做到了维持天下稳定 并完善了诸般修行体系 然而你们也堂而皇之地 霸占天下十支七八的活水 导致修行界越来越僵化 最终只会成为一潭死水 而山海界也终将沦为一个 腐朽败露的死亡界 哼 笑话 无不辜 忍不住怒声驳斥 他站前一步 和一枚老祖并肩而立 怒视七夜 继续说道 天下资源 能者得知 岂能怪我们道门霸占太多 更何况 我们道门行事 还轮不到你们这些 邪魔外道来指摘 七夜 你们摩门当年和巫妖两道 祸害天下 若是再让你们得到 更多的修行资源 和介于力量 山海界 必然打乱 到时候 才是真正的沦为死亡界域 七夜 你后面所说 便全是谬论了 一枚老祖摇了摇头 在各方修士的注视下 缓缓 缓缓剖析道 你说我们道门 让山海界变得一潭死水 本老祖非常不认同 不管是万年前 还是这万年来 山海界都不乏超脱飞升之辈 我们可没抢走这些飞升者的活水 倒是你七夜 天下人人视你为山海界第一大魔头 怎么你今日却悲天闽人 如此为天下苍生着想 你若是想当真正的圣君 就不该连同协弟陈轩 与我道门开战 阁下这套说法 可谓自相矛盾啊 不 一枚老祖 你错了 七夜同样 微微摇头 看了身边的陈轩也后 把目光 转回 一枚 本圣君回归之后 便想破除这万年僵化之举 而邪弟陈轩被天下正道 是为离京叛道 邪狂冷傲之辈 不受你们正道制定的一切 条条框框束缚 他与本圣君志同道合 正是本圣君真正的道友 我与他联手 方能将这一潭死水 叫他个天翻地覆 七夜圣君 你说了那么多 其实却保藏私信 本老祖认为 你绝不是为天下破局的那种人 你骗得了陈轩 却骗不了本老祖 一枚那双深邃睿智的眼眸 仿佛能够看穿一切 他说话的语气 从一开始的赞同七夜 到现在十分强硬 因为他和七夜的这番论道 天下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这和当年太白山上 钟南天 独孤夜 争论大道有情或无情 有一曲同工之妙 若是代表天下正道的一枚老祖 不坚持他们正道的理念 那就是在否定自己 届时会对道心造成极大影响 导致在战斗中 导致在战斗中产生破绽 到了他们这种级别的战斗 工薪手段防不胜防 所以一枚老祖反过来说 七夜包藏私心 且言之凿凿 这也是一种工薪言论 其实陈轩也是第一次听 七夜说出这番道理 他内心是很认同的 只是没想到 七夜此行 不单单为了自己和魔门 还是有着更深远的目标 至于一枚老祖 说七夜有私心 陈轩倒也没有将其 完全当成挑拨离间之语 他内心对于七夜 有其他意图的预感 越来越强烈了 就在众人都以为 七夜被一枚老祖说重视 他们都没想到 七夜居然会坦坦荡荡地承认 不错 本圣君确实藏有私心 但是这份私心 亦与本圣君联合陈轩 破除万年僵局有关 之所以说出 这番死水理论 只是想让天下人看清 今天的政邪大道之争 只是表象 至于敢不敢舍生忘死 踏出破除桎梏的那一步 就与本圣君无关了 听完七夜 左说 各个悬浮平台上的观战者 却没多少人理解 他们当中 很多人只希望正道胜出 或者只是单纯过来 看热闹的 从未把自己的命运 和山海界的大势变化 联系在一起 唯有北宫县 范秀兵 东海三剑仙 张三丰 王重阳等爵士强者 听完后 各自露出 一副若有所思的深情 这时急于破除自身质骨 以求在此战中 超脱飞升的 乌门三长老 已经彻底不耐烦了 七夜 本长老不想听你那些 狗屁理论 战胜道门老祖 夺取他们封印的 介于力量 才是本长老 唯一在意的大事 这第一战 也由本长老来打 幻影已落 乌象山全身气息飙升 一股无形的威势 扩散开拳 震慑的一个个观战者 后背发寒 看乌象山 和另外两位乌门长老乌卫 乌红的架势 三人是准备率先上场的 三人只想着 在这场五局三胜的大战中 全部胜出 那样就用不着等 齐叶和袁无峰的 对战结果 直接按照战书上 写的约战协议 进去盗门禁地 摄取介于本元力量便是 七夜圣军建乌象山准备打第一战 他不再说什么 和陈轩元无峰 一起飞到 后方一座较高的 悬浮观战台上去 站在太极道场上的 双方高手 也各自飞上去 找观战位置 一枚师兄 就由我 来接乌象山这一战吧 一枚老祖 身边一个身穿天罡道衣的老祖 主动请迎 一枚老祖微微点头 何无不孤 还有另外两位老祖 飞到陈轩对面的 最高观战台上 然后四位老祖 连师法掘 激发太极道场上的 尚买到尽致 看到道场边缘 泛起一层层斑斓滑光 观战者们 进阶赞叹 重养不已 很快 这些滑光交汇构造出 四面 半透明光墙和顶盖 其中不断变化 流转的神庙尽致 能够承受两位 顶级地仙 短时间内的交锋 本来像道门老祖 户门长老这种 差距微乎其微的 顶级强者 双方交战最快 都要十天半月 才能分出胜负 甚至 打个几年时间 都不是不可能 但是 在这个 泰极道场上决战 四面上下都是尽致 双方闪转腾挪的空间 都非常小 这种必无可避的死斗 很快就能 绝出结果 乌相山还未开打 便展现出一副 胜券在握的 傲然姿态 他召唤出一只只 极贫古虫 双手指觉变坏 加上口中 不断默念乌咒 刹那间 太极道场 被一股绝强的凶煞之气 充斥肆虐 悬浮平台上的观战者们 隔着上百层进尺 都能感受到 顶级乌法爆发 前奏 都是那种 恐怖威压 而站在乌相山对面的 那位道门老祖 则漫条斯里的 寄出各种道门质宝 张法有度地 施展猪斑顶级辅助道术 身上亮起一道又一道的 灼灼清光 就在包括顶级修士在内的 观战者们 都认为两边威势旗鼓相当时 乌相山身前 一只黑色蛊虫 突然爆发出 一股令人震撼心迹的 神圣无力 年道门老祖 东海三剑仙 这些绝世强者 感应到这股力量后 都变了脸色 一枚老祖微微皱眉道 乌相山这只本命骨 竟然得到了乌神的 一丝神力加持 怪不得他如此自信呢 第一个上场 还不挑对手 乌神如此舍得 是看中了乌门 这三个老不死的乌吏吧 看样子 乌神离开山海界后 找到和原始魔主一样 童话座下 顶级乌修的神法了 吾不孤 不由冷哼一声 说出自己的猜测 下一刻 下方太极道场中 爆发无数道璀璨灵光 显然乌相山 已和那位道门老祖 交上了手 看出两人会有一小段 势军利益的阶段 袁无风转头对七叶说道 七叶圣君 由我来压咒 打最后一战吧 不 本圣君 来打最后一战 七叶一副 不容辩驳的口味 对方压咒的 很可能 是一枚老祖 还是由我来对付他 你摸门功法 多多少少会被盗门克制 袁无风 坚持自己的决定 七叶摇了摇头 眼神比袁无风 还要执着 一枚老祖 应该是对方五人中 唯一在大战前 吸收两道 借于本元力量的 人道友 你最多只能和他 打个平手 而本圣君 有魔门秘法 可以压他半手 袁无风 极为好胜自傲 还是不愿意 把压咒 让给七叶 于是他看向陈轩 协弟 你来决定 我们两个 谁最后出场 陈轩一时间 有点为难 毕竟啊 选谁最后出场的话 多少有点看不起 另一个的意思 这时耳中流出了 少顶的传音 陈轩 让七叶最后出场吧 陈轩听得微微诧异 似乎最后出场 对七叶来说 非常重要 虽然不明白其中原因 少顶大帝也没解释 但陈轩还是选择 相信少顶 袁无风 很抱歉 我选七叶 听陈轩这么说 袁无风当即 笑马一句 这么瞧不起我 待会儿说不定 屋门三长老先赢两场 我再打赢第四场 七叶他 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哦 最好如此 陈轩回忆一笑 转头继续观战 就在北宫线 往陈轩这边 观战台飞来的时候 七叶突然传一句 陈轩 北圣军回归魔门后 才发现之前 窥眼出来的逆魔策 并不完善 还存在致命漏洞 陈轩一听 面色立马就变了 他正要问问 是什么漏洞 北宫线正好飞落到他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感应出北宫线气息变化 陈轩惊喜而道 北宫 你 好久不见 陈轩 北宫线知道 陈轩想说 他终于已真身出现 当即微笑打断 并且下一句话 转为非常严肃的传音 听着 窃盛军 好像有点问题 待会儿如果发生什么 不对劲的事情 我可能会出手 陈轩听到北宫线 这句传音 加上刚才七夜的传音 他一时间 有点呆住了 下方太极道场 法术轰鸣 暴响连连 然而陈轩全然 没了观战的心思 不管是窃盛军 还是北宫线 都是陈轩非常信任的人 之所以相信七夜 是因为少典大帝的背书 而相信北宫线 则是北宫线 多次不求回报的出手相帮 但陈轩仔细想想 少典大帝 已经被原始魔主亲自磨染 而窃盛军 更是重新得到 原始魔主垂青 只要原始魔主一个念头 就能知晓 两人内心全部想法秘密 当然 绝大部分情况下 原始魔主的意志 都不会关注 山海街的魔修 因为原始魔主 已经被福西打出一道 境界裂痕了 若是再 再一坐下魔主们 则有可能导致境界跌落 道尊和佛祖 是从来不会在任何界域降临意志 或者写灵的 山海街的道门和佛门 就算彻底覆灭 这两位至高神主 也是完全不在意 这就是为什么 道尊和佛祖 比其他至高神主境界更高的原因之一 原本原始魔主 也不会在意 山海街魔门的生死 但是他想和道尊 佛祖 齐平 又必须靠培养 各大界域的极品魔种 来提升自身神力 魔道神法 让原始魔主 成就至高 却又对他 走完最后一步 造成极大阻碍 这是原始魔主千万年来 都无法解决的矛盾 陈轩又想到 七夜圣君自创的逆魔策 整个自创过程 肯定也被原始魔主关注着 现在 出现致命漏头 更加让陈轩怀疑 七夜圣君和少典大帝的话 还能不能相信 当然北宫县一直不求回报的帮忙 也不是陈轩能够 完全无条件相信他的原因 一时间 陈轩陷入了巨大的迷惑 如果立马要他做出选择的话 他还是选择相信北宫县多一些 毕竟 七夜圣君和少典大帝的思想 有可能受到了原始魔主的潜在控制 就在陈轩想问问 北宫县如何看出 七夜有问题时 旁边的原无风 略带好奇地问道 陈轩 这位是 七夜圣君也向北宫县看了过来 只不过他和原无风一样 一眼都看不出北宫县秀为深浅 陈轩当即简单介绍了一番 并没有说出北宫县的星罗成员身份 对于陈轩结交了这么一个神秘莫测的地仙朋友 七夜和原无风内心不由更加好奇了 他们算到东海三建仙 回来观战 却没算到北宫县的出现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当然按照战书上的规则 双方请来再多的高手 也不能下场帮忙 由于是初次见面 北宫县和七夜 原无风 只是简单客套两句 然后又把注意力放回太极道场 陈轩一边观战 一边心念急转 片刻后 他分别传音 给七夜圣君和北宫县 七夜 你刚才说 逆模测有致命漏洞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北宫 你刚才说 七夜圣君可能有问题 能不能详细说说 两人分别听到陈轩的传音 同时传音给出回复 陈轩 很抱歉 之前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甚至直到我上场前 都不能说出来 因为你一旦产生那种潜意识 就会被那位的意志所关注 无论如何 请你相信本圣君一次 七夜的回复还是相当于什么都没说 但陈轩却能够理解 因为原始模主这四个字 是被下了神咒的 哪位修士提及原始模主之名 就有可能被原始模主的意志 感应他 特别是七夜 还有陈轩自己 对原始模主来说 更是极为重要的模主 陈轩脱离模染后 已经不受原始模主掌控 但是听七夜提起 他的某种秘密 陈轩就会下意识的 不断联想到原始模主 那样就出现极大风险了 然后就是北宫县的传音 陈轩 我只是单凭自己的直觉 判断 七夜圣君有点不正常 具体到底哪里不正常 还得等到 还压轴出战 才可能看出来 总之 你要多加留意啊 陈轩听完 两人的传音回复 顿时有点无语 这种谜语式的交流 是让人非常难受的 但是此时此刻 他也只能耐心等待 随着下方太极道场 一阵阵元气轰鸣声 穿透重重进尺 乌象山和那位 道门老祖的战斗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随时 都有可能决出胜负 陈轩谋光 聚焦过去 只见两位爵士强者 军士全身多处负伤 法力消耗 也是肉眼可见的快 乌象山召唤出的 多只极品骨虫 都被倒树轰烂 而那位道门老祖身上的 极品道衣 有多处破裂 已经起不了护体功效了 所有观战者都没想到 这位老祖能顶得住 受到一丝乌神意志加持的 乌象山本命骨 并且拖到乌神意志消失 反倒是乌象山的本命骨 因为承受乌神意志 负荷太大 当乌神意志消失后 骨虫屋里大紧 渐渐进入衰弱状态 看到这一幕的乌门高手们 脸上的兴奋激动神色 被惊惧担忧取代 他们怎能想到 自家长老大人 会输给道门老祖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呢 那位道门老祖 以极其精湛扎实的倒数 逐渐反过来压制乌象山 最终将乌象山的本命骨 打得乌力全消 迅速变小 并缩毁乌象山体内丹田 此举宣告着乌象山的落败 没有本命骨帮忙 乌象山再站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这位乌门大长老 只能面色僵硬 难看至极的认输了 观战的正道修士们 爆发出震天响般的欢呼声 而陈轩这边 一个个高手 全都面色沉重无比 因为乌象山第一个出战 说明他很可能 是乌门三长老中最强的 现在却输掉第一场 如果另外两位长老也输了 切胜军和袁武峰 甚至都没出场的机会 那么陈轩之前 统御各大武朝所做的努力 也就附读东流 乌象山黑着脸 飞上另外两位乌门长老 所站的观战御台 看都不看 陈轩这边一眼 对面最高点平台带 乌布姑 恰到好处地 讥讽一句 我们以为师兄还没出场 你们就输掉了第一战 看来协弟你好像请错人了 还不如请三位被你长期当成靠山的剑仙 各个御台上的观战者们 听到乌布姑这话 一时间议论纷纷 都觉得乌布姑说的有道理 众所周知 山海界功伐最强的就是剑修 虽然陆凤阁 白志玄和龙香 这三位剑仙修行时间 比乌门三长老要短两三千年 但是实际战力 真不一定比三长老差 随着乌象山落败 各方看客都很好奇 为什么陈轩不请三位剑仙帮忙呢 丁如昧 各大鬼王 已经被道门看出身受重伤 陈轩没请他们帮忙 可以理解 但是陈轩连自己的几位师叔都不请 确实很让人费解 从某种意义上讲 尊独姑业为师兄的三位剑仙 就相当于陈轩的诗书啊 各方看客对陈轩的想法很不紧 而正道这边就觉得陈轩愚蠢至极了 居然把这场至关重要的道争之战 寄托在曾经大下的仇敌身上 导致一招走错 全盘皆输 没错 在玄化上人等正道地先眼中 乌象山落败 意味着这场决战再无悬念 另外两位乌门长老 也是必败无疑 陈轩自己也是觉得后面两战胜率不高 他不由拧起一双剑眉 其实陈轩心知肚明 三位剑仙知道他的傲气性格 为了照顾他的尊严 只在背后关注他 而没有站到明面上帮他统一各大武朝 也没有主动提出要帮他打这场道争之战 此种做法就是为了 不在天下人面前落下口实 说邪弟陈轩重建大下 靠的不是自己 而是像以前那样遇到麻烦 就要倚仗三大界限 至于陈轩请来的魔门 乌妖鬼道四大势力 全靠陈轩自己能力 可以另当别论 此时太极道场上 又出现了两个身影 正是乌门三长老之一 乌弘和另一位道门老祖 由于刚才乌象山输掉第一场 乌弘开打前 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因为他看得出 站在对面的这位道门老祖 实力很可能不在第一位之下 他对于自己能否取胜 没有半点把握 不像刚才乌象山自信满满 极为宽广的太极道场 因为剧烈的第一站 地面上出现不少裂痕凹坑 等一枚老祖修补完 地面禁之后 第二场决斗 才正式开始 和第一场一样 两边也是一开始 势均力敌 你来我往 先是试探性的对攻 还没祭出最强杀招呢 不过 两个山海界绝世强者交手 即便是试探性的对攻 还是打得惊天动地 许多数法都是各方看客 从未见过 无法理解的 看得他们呢 目瞪口呆 震撼无比 道门老祖 强行吸收融合的 介于本源力量 虽然在战斗中 一开始步入 乌门长老 本命股 激发的一丝 乌神意志 但是道门公爵 盛在持久 源源不绝 且克制天下一切邪功 对手 若不能速战速决 一旦陷入持久战 道门老祖 便能反败为胜 北宫县轻描淡写带 道出了这两场决斗的 关键之处 七叶和袁无风听了 都对他偷来一丝 钦佩的眼神 陈轩则是听得 谋光一沉 北宫 依你这么说 乌门三长老 岂不是一场都赢不了 若无意外的话 应该 就是三战全败 北宫县实话实说 虽然 他知道这样 很打击陈轩 袁无风不由 怒从心起 若是如此 我们三长老也好意思 跟我还有七叶圣军合作 是本圣军 高估了乌神 对山海界乌门的重视程度 乌神成就 至高神主后 越是关注 坐下乌修 越是对自身境界提升 无力 所以才只给乌门三长老的本命骨 注入一丝神主意志 七叶圣军 似乎对这样的结果 不怎么意外 陈轩建七叶还怀有信心 他便耐心地 继续观战 半个时辰后 第二场大战 决出胜负 果然胜出者 还是盗门老祖 虽然两边都是 拼得快到游进登窟的地步 和第一场一样 实力差距微乎其微 但是盗门老祖 就是赢得了 最后一招半使 全场顿时爆发出 震耳欲聋的欢呼喝彩声 正到一方气势爆场 反过来压到陈轩这边 和刚才陈轩 携各方高手 进入洞天时 完全反了过来 连输两场 便是那些看热闹的 各方修士都看得出来 陈轩这边 希望渺茫了 那些顶级修士更绝如此 比如殷如媚 张三丰王重阳 东海三剑仙他们 无一不绝的 陈轩这边 再无机会翻盘 站在远处先锋上的 张三丰摇头而道 哎呀 陈轩这小子 被自己的傲气害了呀 不想借三位剑仙的人情 而是靠自己的能力 逼迫屋门三长老合作 虽然此举确实 非其他人所能为 但是乌门这三个老家伙 步步自封几千年 毫无掌机 怎么和一枚他们打呀 看来陈轩光复大下 还不是时候啊 他还是太急了 应该等到自己 踏入地先境界 再重返中州的 黄重阳亦是觉得 今日之事已不可为 只能看看 谢圣君能不能搞点 意外之举出来 反正咱俩就是看戏 保着陈轩那小子 不死就行了 张三丰仍旧 一副悠哉姿态 他早就料到 陈轩借助他人力量 光复大下 没那么容易 正如一枚老祖开场时 所说的那样 借力打力 自量拨千金 一旦失败 反噬后果会很严重 第三站很快开打 第三位雾门长老雾卫 对上的那位道门老祖 修行近万年 不若于雾不孤 只烧讯一枚老祖半仇 因此 雾卫一上来 无法像刚才两场那样 率先压制 只能靠着 乌神意志 加持的本命鼓 和对方 勉强打平 看到这种场面 陈轩这边的高手 人人面色灰暗 失去了之前的光彩 沈宾兰风月他们 还有逍遥宗的弟子们 也是心中阴霾笼罩 军爵陈轩 光复大下 毅然无望 见陈轩面色沉宁 身边的北宫县 为缓和气氛 微笑传音道 若是第三战也输了 你就暂时撤出中州 先帮我 去探寻一个秘境 届时另一位 星罗成员 金赫兰也会去 现在啊 你的实力勉强足够 让我们压榨了 没问题 陈轩毫不犹豫 答应下来 毕竟啊 这是自己 欠北宫县和星罗组织的 只是如果此番 光复大下失败 功亏一篑 对他来说 还是非常遗憾的 本以为 屋门三长老 再不计 都能赢一场 而陈轩对 七叶圣军和袁无风 抱有百分百的信心 没想到 最终的结果 确实连一丝 翻盘机会都没有 熬过极为漫长的 半个时辰 屋卫长老最终 还是败下阵来 而且对方那位老祖 还没受多少伤 只是法力消耗比较大 看到屋卫认输 观战台上的乌象山 脸色黑到了极点 也僵硬到了极点 今天 他们屋门 可是丢脸丢到 全天下人面前来了 这场道争之战 竟然变成了 他们屋门的 耻辱之战 而三位长老 超脱飞升的遐想 也就此破碎 原本站着几乎 虚脱的乌象山和乌虹 感觉自己身上 最后一次力气 都被抽干了 与此同时 正道一方爆发出 前所未有的欢呼声 起声高呼 邪不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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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欢呼声 稍微下去后 作为正道一方 代表人物之一的 玄化上人 高声喝道 邪地陈轩 七眼魔君 滚出中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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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道万千修士 嘴之呼喝 气势壮盛 海山倒海 声震云霄 就在此时 一道宛若雷霆的声音 压盖全场 令正道一方的欢呼声 瞬间消失 谁说道门已经胜出了 发言者正是七夜圣君 一瞬间 无数目光刷刷刷的 定在七夜脸上 呼不孤 当即嘲弄道 七夜圣君 战书是你亲自下的 怎么 今日你堂堂摩门圣君 要当这天下人的面耍赖吗 战书上 可没有写明五局三圣啊 七夜冷冷回应 听得所有人当场愣住 双方各派五人 进行一对一决斗 这是战书上所写规则 七夜圣君 本老祖可不认为 你是那种如小孩般 玩文字游戏的人 一枚老祖正色开口 七夜听了 却是微微摇头 不错 战书上是写着 各派五人一对一 但是本圣君 还在后面补充一局 双方轮番上阵 直到某一方最后一人 获得最终胜利 这条补充的意思 就是说这场道争之战 只看最后一场结果 现在你们到门派出的第三位老祖 站在场上 还可以接第四战 消耗神侯大王的法力 但神侯大王 若是能接住你们 剩下三位老祖的车轮战 最终就是我方胜出 啊 这 听完七夜的解释 全场一片哗然 原来这场决战 表面上是一对一 实际上 却可以接力 进行车轮战 可谁能想到这一点呢 因为前面三场 都是双方战至法力见底 无法接力 也就相当于一对一了 毕竟两边实力差之毫里 怎么可能胜出后 再接一战呢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战书上 到底有没有写明 五局三胜 就在正道一方 骂七夜圣军无耻耍赖 玩文字游戏的时候 一枚老祖 却神色沉着地 对一脸愤怒鄙夷的 吴不孤说道 吴师弟 你把战书拿出来 给所有人看看 七夜下的战书 由吴不孤保管 且上面的文字 只有吴不孤一人看过 然后由他 传达给其他老祖 所以一枚老祖 并没看过这份战书 吴不孤忍住怒意 将战书 取出来 交给一枚老祖 一枚老祖打开后 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到战书上面 果然没有看到 五局三胜的字眼 全场再次一片哗然 然后正道修士 骂得更凶了 因为他们都觉得 七夜圣君 故意耍赖 看到一枚老祖 白手时宜安静 正道一方的骂声 才渐渐停歇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枚老祖淡定而道 七夜圣君所言 皆是战书所写 并无半分曲解 就依照规则 进行第四战 什么 刹那间 全场轰然 谁也没想到 一枚老祖居然 会同意 七夜圣君的说法 但是战书上 笛笛确确 没有写明五局三胜 七夜的说法 也就没有漏洞 更算不上耍赖 只是合理地 利用的规则 哼 就算按照 七夜圣君 你说的规则来 现在只剩下 你和袁无风两人 又如何与我 道门一战 吾不孤 压下怒意 取而代之的是 极度的自信 因为第三位老祖 还可以再战 如果能和袁无风 打成平手的话 那么七夜 就要面对他和一枚老祖了 就算不能 被第三位老祖 消耗的袁无风 也绝不可能 是他无不孤的对手 其他人都是这样想的 第三位老祖 还站在太极道场上 摆明了 等着袁无风下来 现还有翻盘机会 袁无风看了 陈轩和七夜一眼 我眼睛筒中 迸发出代表 自信自傲的神采 然后飞临太极道场 将他的本命法宝 至尊生龙棍 取出来 握在手中 看到这根雕刻龙纹凤传的黑金色橙棍 观战的修士们 勿约而同的瞪大眼睛 山海街修士 虽然大多数没见过至尊生龙棍 但很多人都听说过他的鼎鼎大名 不久前 神侯大王更是一贯 将兽神打得灰飞烟灭 虽然当时陈轩 才是压制兽神的主力 还有吴不孤 等顶级帝仙 共同出手 兽神还是极度虚弱状态 但是 至尊生龙棍 能毁灭兽神法身 也算非常辉煌的战绩了 至尊生龙棍 山海界顶级法宝榜 排名第四 果然了得 一枚老祖淡淡发出赞叹 然后提醒场上那位 到门老祖一句 充和师弟 你元气消耗师之七八 与神侯大王对战 不必勉强 一枚师兄 我自有分寸 充和老祖 中气沉稳 并没有露出虚弱之象 他修道近万年 领悟大小神通数十门 其中就有好几门大神通 专门对付妖魔一道 而元无风 一点都不打算 占对方连番激战的便宜 因此 握住至尊生龙棍之后 便站在原地 先让充和老祖出招 充和老祖可不会因此 和元无风客气 只见他那布满岁月 沧桑的脸庞上 浮现郑重之色 莫得竖起指绝 一身道袍 顿时无风自古 一缕缕 悬门倒立 汇聚在他周身 其中蕴含的恐怖威能 看得各方高手 面色皆变 稍微有眼力见的高手 都看得出来 充和老祖这一招 用上了他剩下的全部法力 看样子 想和元无风 一招定胜负 下一个瞬间 充和老祖面色 猛得战红 如怒涛汹涌般的法力 汇聚在他右手指绝上 然后一直 遥遥点向元无风 在众人看来 元无风想躲开这道指力 非常容易 但元无风 似乎被什么束缚住似的 定在原地一动不动 就这样 毫无挣扎地 被冲和老祖指力点中 一身胸利腰气 削减大半 同时身上黑金甲 头顶紫金棺 还有手上的黑金棍 被一层灰光笼罩 竟是出现了实话现象 定夭指 点金城市神通 道门弟子 有不少人经其教导 然后其他揍门的高手 才反应过来 原来冲和老祖 一次性动用了两种大神通 不愧是道门七位 最强者之一 要知道 当世强者 在消耗大半法力的情况下 是绝对无法动有 两种神通的 而冲和老祖 却能做到 另一边的神侯大王 还大意地中了招 也就意味着 冲和老祖 连胜两场 就在元无风身躯 和法宝逐渐实话 正道这边 即将爆发欢呼声势 突然间 众人听到 咔嚓咔嚓的声音 定睛看去 元无风身上 那层灰蒙蒙的奇光 黯淡下去 石化现象眨眼消失 一股爆裂至极的 绝强妖气 冲天而起 紧接着 元无风手上的 至尊生龙棍 迸发出极其璀璨的 黑金色光芒 冲荡的道场边缘 上百重禁止光滑流乱 冲和老祖看得目光一沉 法力消耗殆尽的他 只来得及运转一种 护体术法 紧接着 整个人 就被至尊生龙棍 打飞出去 撞破百重禁止 往道场下空跌落 连带着 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线 一枚老祖长眉一皱 兜了一下宽大的长袖 将施压在冲和老祖身上的 无助妖力化解 然后冲和老祖的身躯 被一股无比柔和的力量 捞上来 鼓不鼓 连忙将其辅助 袁无风 你下手好狠哪 剑冲和老祖重伤 鼓不鼓 转头怒瞪袁袁无风 极品一仙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本王已让他先出招 难道还不够吗 袁无风神情冷傲 右手长跪一甩 发出呼呼风声 吴不鼓 可敢下来一战 就让本老祖 来治一治你这套妖元 吴不鼓飞身 直落 站在太极道场上 和袁无风 咬香对视 大战一触即发 随着一阵 稍显喧嚣的天风 掠过宽广道场 袁无风和吴不鼓 同时爆发气势 只见吴不鼓 祭出一件八卦镜法宝 里面有三团起火 沿着顺势针 互相追逐流动 袁无风 你天生火焰金猴之体 具有极强火焰 既精细抗性 可任由山海起火榜 海民第二时候的起火 灼烧身躯三日三夜 而丝毫不伤 今日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抵挡得住 本老祖融会三种顶级起火 并祭炼一千七百年的 道家三昧真火 听到三昧真火这个词 不仅普通观战者们 面色大变 就是殷如魅陆凤阁乃至七夜圣君 这些顶级强者的面色也变了 传说三昧真火 不入山海起火榜 只能由道门顶级秘法 祭练而成 而且无法像起火那样 只要火焰精华 完好无损 就能再生 属于消耗性火焰神通 既然是道门出品 自然对天下妖魔鬼物 有极强克制之力 正好适合 对付袁无风这种 天地大妖 陈轩剑无不孤 手上那件八卦镜法宝里 流动的三种起火 其中一种 赫然就是被他掠夺一丝 起火精华的 晴天道火 于山海起火榜上 排名第十 唯能极强 这让陈轩不由 为袁无风 暗暗捏了一把汗 无不孤 将三团起火 从八卦镜里祭出 引起全场 一片精华之声 原来 除了青天道火外 另外两种起火排名也很高 分别是排名第十一的 苍森之炎 和排名第十四的 古炎地火 传说道家三昧真火 就是由石中火 木中火 和空中火 融合而成 无不孤 拥有的这三种起火 正好对应上了 山海界修士 拥有三种顶级起火的 就无不孤 独子一家 陈轩原本 还有些惊奇 但是仔细想一想 道门垄断山海界 大部分资源 无不孤 拥有三种顶级起火 也不奇怪 眼看着三团起火 在无不孤身前 交汇流传 很快幻化成 一团蕴含恐怖 微能的三色火焰 原无风 那双火光耀耀的腰桶 只是微微毅力 手上的至尊生龙棍 便爆发出 比刚才还要狂烈凶暴的腰气 本王也要看看 你的八卦镜 能否扛得住 以至尊生龙棍推动的 惊天舞技 妖族绝学 向来和大夏舞蹈相近 因为妖族肉身力量 远强于人族修士 适合修炼 提升肉身力量的法门 原无风乃是 洪荒一种 火焰金猴 纯血后溢 其肉身力量 更不是普通妖族能比的 他随意回动成棍 便能带起万军巨力 引起周遭真空一连串的暴响 无不孤 刚刚区域三昧真火 激发火势 原无风便凌空跳起 回动至尊生龙棍 打出 惊天舞技 一道震天动地的暴鸣声 自太极道场中心发出 经常强烈云波 往四面八方扩散 震的道场边缘 上百重静置形成的光墙 发出破罗般的嘶鸣声 站在平台上的观战者 更是感觉原无风 这一棍落下来的一瞬间 仿佛整个山海大地 都狠狠地震颤一下 把他们的心脏 震得差点跳出喉咙 陈轩压住 喷喷狂跳的心脏 双筒紧缩 盯住场中战局 只见无不孤的三昧真火 接了原无风这一棍 炸开无数火花 又迅速会拢成一大片 形成滔滔火海 附下原无风 果然是盗门老祖 无不孤稳稳稳地 顶住了妖族顶级绝学 惊天舞姬第一级 不过 这时候的无不孤 已经无法开口嘲讽了 他神色凝重至极 连连打出主板神庙道术 配合三昧真火发动猛攻 反而将一击无功的原无风 逼得不断飞退 虽然原无风抗性极强 但也不可能硬接无不孤的三昧真火 只能靠山海界顶级法宝榜排名第四的至尊生龙棍 将三昧真火打散 只是无不孤 法力深厚 如大江大河 源源不绝 使得三昧真火形成极强的凝聚力 一棍打散 富有巨拢 极难对付 再加上盗门诸多数法 都很克制妖族 所以在观战者们看来 此时无不孤 已经对原无风 形成压制了 再次打散三昧真火后 原无风 找到无不孤 回气调息的一瞬间 再次施展惊天舞姬 以第一棍力量 更加恐怖的第二棍 搅动场上层层气旋 最后以石破天惊之势 红落下 又把正天大地 打得猛然一颤 无数修士 连忙捂住自己的耳朵 太极道场的上百道禁止 已经无法阻隔 至尊生龙棍 轰击地暴响了 惊心动魄的威势 令无数修士 面色发白 有不少人 只想立刻逃离 这还是两大爵士 强者大战 被百重顶级禁止 隔绝后的余威 实际上 无不孤和原无风 放开了打 不被限制在 这个小小道场里 爆发出的威势 会可怕几十倍 道门术法虽然 是山海界一等一的墙 可是道门修士 同样不擅长炼体之术 无不孤 用多种道术神通 配合三昧真火 伤到原无风腰身的同时 也接不住 原无风肉身力量 全然爆发的一棍 这一下 打得他脸上 瞬间毫无血色 整个人踉枪一下 往后倒退 抓着八卦精的右手 唯唯颤抖起来 原无风手握 至尊生龙棍 毅立半空 居高临下 冷适无不孤 身上被真火 或者倒数 伤到的部位 迅速修复 下一刻 这位九节妖人 再次奋起一棍 带动一连串真空撕裂 发出的惊人震响 随着原无风 惊天五级第三级红出 太极道场 又刮起一阵 猛烈造狂的元气风暴 其中还夹杂着 道道妖光 闪耀地让人 难以看清 场中战斗形势 便是同力极强的陈轩 也暂时看不到 双方第三次 爆发神通的结果 这时身边的北宫县 淡淡说了一句 神后大王 应该要省出了 这句话刚说出来 陈轩就看到 太极道场风暴消散 从中显出 原无风和无不孤 两人的身形 虽然看上去 还是一次不分上下的对拼 但是眼尖之人 就能看得出来 鼓不孤手上那个八卦镜 出现了一条 极为细微的裂痕 这对一件顶级法宝来说 是非常致命的 相比之下 原无风身上 那套黑金战甲 多处被三妹真火烧穿 反而影响没那么大 关战的顶级高手们 都看得出 接下来 一两个回合 就是决战时刻了 这第五战 打得反而比前面三战快 不是因为无不孤 和原无风实力差距过大 而是原无风 打法和屋门三长老 完全不同 屋门三长老 都是动用各种屋法 与道门老祖对攻 而原无风打法 就简单粗暴多了 几乎 纯以一身霸道妖气 和肉身力量战斗 这样 反而逼得无不孤 只能用最强神通接招 其他道数最多 只能作为辅助 完全没有施展 其他顶级神通的机会 陈轩很欣赏 原无风这种 一力破万法的攻击方式 和剑修五修打法 又一曲同工之妙 再看另一边 本命法宝八卦镜 被打出一道裂痕的无不孤 眼中满是心痛和愤怒 他周身悬门 清光不断流传 一掌一锁 显然又是新一轮爆发的前奏 半空中的三昧真火威势 随之暴涨 发出烈烈之音 再度向原无风席卷而去 原无风展开妖族盾法 一边调息 一边与三昧真火周旋 将一片片火焰打散的同时 又被烧到一部分战甲 极致灼烧之痛 并不能让原无风 皱一下眉头 这位神侯大王 每次都能强忍剧痛 将烧到身上的真火打灭 双方法力 此消彼长的短暂时间 要力回复过来的原无风 瞬间七尽无不孤身前 手上的至尊生龙棍 幻化出千虫幻影 朝着五不孤横扫过去 一连串节奏极快的法宝交击上 传遍整个太清神霄到洞天 妖光和清光交缠奔发之处 想起一道轻微的法宝破裂上 当众人看清场上情形时 原无风和五不孤已分出胜负 在复出被三昧真火灼烧 整条右臂的代价下 原无风将五不孤的八卦镜 打出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痕 导致这件操控三昧真火的法宝 威能大将 连带着身为主人的五不孤 也失去了和原无风再战的实力 我 我认输 鼓鼓鼓雨带惊异地喊出口 然后直往一枚老祖所站的观战台飞去 原无风这一棍便没有落下 按照规则 一方认输 另一方便不能再出手 即便原无风起了杀心 一枚老祖也会出手阻止 见神侯大王打赢第四战 陈轩这边各大势力的高手 爆发出震天喝彩 终于轮到他们扬眉吐气一回了 神侯大王 神永无双 飞回一枚老祖身边 一副狼狈修奋模样的无不孤 紧紧咬牙 他自从当上盗门老祖后 几千年来从未如此失态丢人 而玄化上人等正道高手 刚才的意气风发之色 全部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僵冷尴尬 不过有一枚老祖压咒 他们倒也不太担心 会输掉这场道争之战 此时原无风全身多处烧生 虽然恢复能力极强 但还是无法快速修复 三昧真火造成的伤痕 然而是如此 他还是单手举起 至尊生龙棍 指向最高观战台上的 一枚老祖 下来与本王一战 田道友 你已连胜两场 消耗极大 这最后一战 还是由本圣君来吧 七夜圣君飞落到 袁无风身边 带着极大的敬意说道 一枚老祖 则落到两人的对面 神色自若的 消补太极道场 被打破的禁止 袁无风看向西夜 与戴一丝傲益开口 你转世重修 还未真挚巅峰 让我先消耗他几回合 袁道友 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这种极数之间交战 某一方稍微状态不佳 便会极大影响战局 更别说你现在的状态 总之你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就交给本圣君吧 七夜还是不希望 袁无风再负伤 那样他会心生愧疚 然而袁无风性格固执 且极度好胜 并没有因为 七夜圣君的劝说而退场 这时观战台上的陈轩 出声劝道 吴风兄上来吧 我们要相信其业 听到这声 吴风兄 袁无风无奈一笑 收起至尊生龙棍 飞回陈轩身边 正好一枚老祖 将太极道场禁止 修复得差不多了 所有人不知不觉地 屏住呼吸 因为最终决战即将到来 除去中南天外 一枚老祖和七夜圣君 可以说是山海界 正邪两道的最强者 所以最后一战 必然是最大焦点 两人远远对视 并没有第一时间激发神通 或者祭出法宝 一枚老祖 还是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态 圣君 你若是数万年前 第一世的巅峰状态 本老祖会自动认输 但是你辗转七世 重返魔门之后 只过了百余年时间 十二重天魔诀 最多不过重修到第十重吧 这最后一战 你没有丝毫胜算 是吗 七夜圣君没有否认自己重修天魔诀的进度 他只是不紧不慢地将炼狱自同龙狮和四臂战魔召唤出来 即便在极为广阔的太极道场上 这两只魔物还是占据了不少空间 他们势力于七夜圣君左右 给这位魔门之主停天三分气势 观战者们亦是纷纷倒抽冷气 他们都没想到 远强于普通地仙的四臂战魔 居然会甘愿和七夜圣君签订契约 称为七夜的魔仆 但这两只强大魔物 还是不能让一枚老祖眼中出现一丝惊意 炼狱自同龙狮 在五千年前大下魔门之战中受伤 从九阶跌落到八阶 至今仍未复原 这头四臂战魔 成为你的魔仆 随你出战 随不算违反规则 但他身上 那个被原始圣火灼烧过的伤口 乃是致命缺陷 圣君 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仪仗 恐怕这一战结果 还是没有任何悬念呢 一枚老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平衡 完全没有高高在上轻视七夜的姿态 但是这位道门第一高手 自然而然散发出一种极其强大的自信 感染到了每一位正道修士 使得他们百分百坚信 一枚老祖能够赢得最终胜利 点评完七夜召唤出的两只强大魔 一枚老祖右手袖口 吹起一阵凌风 然后一座布满道夫的小塔 被一枚老祖拖在手掌上 看到这座小塔 观战者齐齐瞪大眼睛 这件大名鼎鼎的道门至宝 许多修士只听闻过 其镇压邪魔外道之威极其强大 但今天还是第一次 见一枚老祖把他祭出来 紧接着 一枚老祖一身道袍 缓缓流动 现现出层层叠叠的选号纹路 此变化再次震撼所有人的眼球 原来此道袍 也是山海界十大顶级法宝之一 混缘一气袍 一枚老祖祭出这两件质袍 一宫一房 其中这魔塔还是专刻魔修的宝物 点燃以令他立于不败之地 陈轩这边的高手 原本都对七叶圣君抱有极大信心 毕竟七叶圣君 数万年前就是威震山海界的存在 比一枚老祖的名头还要下亮 可是刚刚听一枚老祖说 七叶还未重修到第一世时代巅峰状态 现在一枚老祖又拿出两件质袍 这下认为 七叶必胜的观战者全都心里没底了 陈轩也是微微拧起了剑眉 七叶自己看到 这魔塔和混元一气袍 脸上倒是没什么神色变化 他右手虚空一握 一柄魔器缭绕 雕刻道道魔纹的漆黑长刀 被他握在手中 全场立马响起一片哗然之声 一枚老祖看到这里 魔光彩微微一动 略带压抑地赞叹道 没想到 圣君你居然找到了 数万年前一落北荒的天罪魔刀 此刀可在顶级法宝榜上 派到第二 确实压得住本老祖这两件法宝 众人听到这把魔刀的排名 心想排名第一的质宝 应该就是轩辕剑了 只不过现在轩辕剑灵 硬龙还没完全恢复 所以占据第一宝座的 说不好是天罪魔刀 还是钟南天炼著的无极杀剑 看到天罪魔刀重新现世 且还被最能发挥出 他威力的魔门圣君得到 陈轩这边的高手 信心回掌不少 不过一枚老祖画风一转 天罪魔刀凶鸣赫赫 万兵皆聚 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以一敌二 抵得住本老祖另外两件法宝 话音已落 一枚老祖袖口中又飞出一件 宝光熠熠的奇物 此物形似炼丹炉 但里面却没有炉火 而是有黑白两道奇特灵气 在缓缓流传 宛若犹 宛若犹 相互交融 给人一种大和谐 大圆满的玄妙感 当场就有一位帝仙 将此奇物认了出来 是盗门之宝 阴阳炉 阴阳炉 很多人不知道 它的存在 所以一脸疑惑 其实 这是一枚老祖 耗费数千年光阴炼制的宝物 从未寄出来一次 所以 扶上山海界 顶级法宝排行榜 但是它实际上 可以排得近前十 紧接着 众人又听到一阵 滋滋滋的 细微电流声响起 只见一枚老祖右手 也是虚空一握 握住了一条 紫色雷电 暴躁传动的长边 紫雷边 这一下 很多人认出来了 因为此边和中南天 配件天心 以及独孤夜配件 太白一起 并列顶级法宝 排行榜利斯 可以说 是山海界 盗门极具代表性的 一件至宝 同样又克制 妖魔之神威 现在一枚老祖 同时祭出四件 排名前十的 顶级法宝 引起全场 一阵又一阵的轰动 与之相比 七夜圣君祭出的 天罪魔刀 虽然也是名头大的下人 但是无奈 人家盗门收藏的 质宝更多 这一战 恐怕确实 如一枚老祖说的那样 没什么悬念了 七夜圣君脸上 首次浮现一丝 认真的神情 他从来没有低估过 一枚老祖 一枚老祖能拿出 四件顶级法宝 也在他意料之中 至此时刻 他心中唯有如 烈火焚烧的 炽烈战役 这股战役 不断飙升 使得他整个人 磨微凌凌 宛若修罗 这是七夜圣君 回归以来 第一次准备 激发权力 一枚老祖 虽然祭出四件质宝 但脸色同样凝重 他法度严谨的 连食指绝 先是激发 镇磨塔的威能 这座小塔 飞到半空中 散发出一片片 玄门太清正气 向七夜 和他身边的 炼狱子同龙师 还有四臂战魔 笼罩过去 炼狱子同龙师 和四臂战魔 同时抱吼一声 狂烈的魔器 肆虐整座太极道场 震得上百重 禁止光滑 明灭不定 一瞬间 闪烁上千字 然后两大 强大鬼物 扛着能够消失 他们魔区魔魂的 太清正气 扑向半空中的震磨塔 并爆发出 一道道强横魔光 向震磨塔裹挟而去 震磨塔一边激射 太清正气 一边不断变大 然后以万军之势 砸向两头魔物 在气灵的操控下 和两头魔物 站成一团 与此同时 一枚老左 默念一句法诀 手上的紫雷边 细微电流声 立马转为 霹雳啪啦的 雷电爆响 他一甩长鞭 向七夜圣君 隔空打去一边 平地骤然 抱起一条 粗硕的紫色电弧 如同恶龙般 张牙舞爪 似要将七夜圣君 撕成两半 七夜圣君 冷哼一声 天醉魔刀上的 道道魔纹 一一亮起 然后七夜眼中 宛若惊鸿一瞥般 掠过一抹寒芒 他手起刀落 整个太极道场 瞬间被一道 漆黑如幽明的刀光 横斩而过 那吞没一切的黑暗 连紫雷边 激发出的恐怖雷电 都遮掩得无影无踪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慕怀南 盖拉 是魔门 顶级绝选 十方祭灭刀卷 北宫县雨 带一丝惊讶的 脱口而道 他说 十方祭灭刀 和斩天拔剑术 并列魔门 两大魔武绝技 今日一剑 果然名不虚传 陈轩听北宫县 这么说 不由详细 自己已经融会贯通的 斩天拔剑术 本来 这门魔武绝技 要地仙级 才能完美施展出来 但陈轩剑道理解不输于剑仙 所以 他才能提前领悟 七叶十方祭灭刀 一出往 一枚老祖的紫雷鞭 微能 立马被压制 太极道场上 炸开一圈圈 凌乱狂暴的紫色电弧 和汹涌奔流的魔潮 这场终极决战 只是刚刚开始 就如此惊心动魄 大有天崩地裂之威使 紫雷鞭排名不如 天罪魔刀 更何况这柄魔刃 还有十方祭灭刀法的加持 因此 一道道紫色电弧 很快被狂乱刀萌压过 看场面 是七叶暂时 占据了上风 但所有人都看得到 一枚老祖屹立于 滔滔魔潮中 如定海神针 窥然不动 右手握着紫雷鞭 拿出道道夺目电光的铜石 另一只手掐了一个指掘 漂浮于身前的阴阳炉 嗡的一声轻响 从中飞出一道黑色灵气 和一道白色灵气 在半空中互相盘旋一圈 然后借着紫雷之威 刷向七叶圣君手上的 天罪魔刀 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黑白二气居然 无视灵力刀萌 直接刷在天罪魔刀的刀身上 这柄魔气腾腾的 绝世凶兵力量 瞬间减弱一丝 虽然仅仅是一丝 却足以让七叶圣君心中凛然 他右手一振将黑白二气震散 同时心中立马反应过来 因为老祖的这个阴阳炉法宝 竟然可以刷掉对手法宝的力量 并且还有一种强行炼化的威能 也就是天罪魔刀这种顶级质宝 才不至于被黑白二气一刷就变成废铁 但是一枚老祖连续不断地激发黑白二气 这对天罪魔刀来说是一个大麻烦 七叶眸光一沉 左手微微脱去 手掌上一粒小小的黑色光点 眨眼间 长大成一个高速旋转的黑色光球 里面流动的狂暴魔器 看得观战者们心惊胆战 真魔领域 陈轩一眼就将七叶圣君这一杀招认了出来 这一招只有获得圣狠的魔门圣君 才能施展 当年陈轩曾在北荒秘境里用过一次 只不过那时候的陈轩只有原因起 激发出的真魔领域微能有限 而现在的真魔领域 可是由七叶圣君施展出来的 随着七叶圣君眉心间 那个古老火焰图案 亮起宛如烈阳般的虎光 左手上的黑色光球 瞬间占满整个太极道场 将一枚老祖笼罩进去 并挤压的四面静置光墙 不断发出不堪重负的元气爆裂声 一枚老祖身前阴阳炉法宝 耍出了黑白耳气 在真魔领域里 如同被无形的海水包裹震了一样 再也靠近不了七叶圣君的天罪魔刀 而让陈轩感到惊奇的是 一枚老祖身处真魔领域中 居然没有丝毫损伤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枚老祖身上 那件混元仪器袍 起了作用 只见此袍 散发出的一层层悬傲元气 将狂暴魔瘤 阻隔在外 虽然 被冲击的灵光闪烁不已 但无论如何 他都能帮自己的主人 稳稳抵御住了 真魔领域爆发之危 七叶圣君动用圣痕 专属神通后 整个人的气质完全变了 不再像平常那样 只是个温和青年 而是散发着 一身邪狂凶利气息 给人一种 极其邪恶的感觉 陈轩看得双瞳微缩 心中那股 原本还很模糊的不祥感 越来越清晰 在所有人震撼惊骇的目光下 七叶圣君平举的左手 轻轻一握 将填满整个太极道场的 真魔领域引爆 此圣痕神通的威能 瞬间激增十倍 一枚老祖处于爆炸中心点 他那苍老且并不高大的身躯 仿佛被什么东西 压得缩小一圈 银白色的长发长眉和长须 随风凌乱 身上的混元衣气袍光芒变得暗淡许多 所有人都以为一枚老祖快顶不住了 但这位盗门第一强者还是稳稳地站在原地 中宫稳如磐石 丝毫不乱 他双手连石只觉 口中念念有词 晦瑟庄严的道门咒法 传入每个人耳中 仿佛是一种神圣的洗礼 神肖止轩 古雷正法 神魔屁翼 万鬼灭形 雷来 骤然间 一枚老祖一声抱贺 升阵八方 好似在所有人心头 踢下一道雷霆 只见一枚老祖 仰手一抓 天空中便响起 轰隆隆的恐怖雷鸣 紧接着 一道宛若银龙般的硕大电光 照着七夜圣君 挡头披露 这一瞬间 所有人的呼吸 心跳 仿佛都停止了 眼前的一幕 何等璀璨 何等宏大 何等震撼 刚刚引爆真魔领域 处于元气回落点的七夜圣君 刹那间 被灭视雷光吞没 道门神霄真雷 传说只在你那只 太古雷龙进阶完全后 激发的太古真雷之象 七夜 恐怕危险了 北宫县感叹般的声音 在陈轩耳边掠口 陈轩没有说话 只是紧紧盯着七夜所占位置 梯里啪啦的雷霆爆响 还在持续 倾天而下的浩浩电光之中 缓缓显现出一个由黑色魔气构成的 半透明光照 逆反魔源 陈轩立马想起 第二种圣恨神通 这一神通 能够吸收各种强大灵气 化为己用 并反弹回去 就是不知道 七夜激发 逆反魔源 能不能吸收 道门神霄真雷 蕴含的 强大雷灵之气 渐渐的 所有人都能 看清魔气光照里的七夜 这件七夜神色冰寒至极 一头长发 稍显凌乱 维持 逆反魔源的同时 右手上的天罪魔刀 也在阻断 神霄真雷的轰击 七夜 撑住了 正邪两方脸上的表情 一变再变 哼 中了一枚师兄的神霄真雷 我看七夜你还能撑多久 吴不孤 看出七夜此时 是在强撑 他趁机发动言语攻势 神霄真雷 克制魔道的威能 可与阵魔塔全然不同 此真雷 能够引发魔道中人 心中种种魔念 使其自取灭亡 七夜 你想借此 战锤 练魔心 提升魔功 以为我们一枚师兄 看不出来吗 可惜你的天魔诀 只重练到第十层 根本不可能 是我们一枚师兄的对手 听吴不孤这么一说 其他人也看出来了 原来七夜败事已现 七夜那双宛若星空寒星的魔童 缓缓缓抬起 带着极尽试杀血腥之意 他的目光 先是扫过场上 另一边的炼狱子铜龙狮 和四臂战魔 两头魔物 依然和阵魔塔 难解难分 再看对面的一枚老祖 虽然驾驭 神霄真雷 渐渐有些吃力 但还是稳稳操控雷霆 将他压制得无法动态 并不断勾起他心中 入伴摩念 最后 七夜把目光转向陈轩 在这一瞬间 这位魔门圣君眼中的 骇人杀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极其复杂的神色 其中 似乎有一丝隐隐的愧疚 但很快 全部转化为绝取 陈轩和七夜目光相对 脑海中瞬间一空 他仿佛从七夜的眼神中 看出了邀请之意 七夜到底想做什么 下一刻 七夜放下手中魔刀 并解除了 逆反魔源形成的护体光照 他在干什么呀 所有人第一时间 冒出一个疯狂念头 难道七夜想自杀 蕴含 惶惶惶天飞的神霄真雷 终于毫无挚爱地 轰在七夜身上 七夜身躯一阵 一身狂乱魔气被电得 化为阵阵黑烟 顶级真雷对魔秀的伤害 是毁灭性的 这一下 没有人在怀疑 七夜真的是在自寻死路了 只是连一枚老祖都狠不紧 你打不过可以认输吗 为何要放弃抵抗 承受真雷之威呢 难道真的被神霄真雷 勾动内心磨念 失心疯了 就在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的 这一刻 几乎被电光雷柱 消融得不成人形的七夜 缓缓对陈轩隔空伸出一只手 并露出一抹难以言喻的微笑 陈轩 我们都被选中 你可愿意与我一同破除宿命 七夜的声音是从陈轩心底响起的 只有陈轩一个人能听得到 天空中的神霄真雷 还在源源不断地劈响 震耳欲聋的雷霆轰鸣声 盖过其他一切声音 无数修士眼睁睁地看着 七夜被神霄真雷 劈成飞灰 尸骨无存 他们呆呆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一枚老祖收起法觉 深邃的双眼 定住七夜身躯 被劈成飞灰的位置 那里什么都没有 堂堂七夜圣君 摩门十万年来低强者 就这么死了 下一刻 天上奔流窜动的雷霆消失了 天风也停歇下来 周遭的天地灵气不再流动 一切声音进阶消失 人们连自己身边 修士的呼吸声都听不到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定格了一般 唯有陈轩还能听得到自己的心跳什么 那是一种奇妙的韵力 下一个瞬间 天地间凝聚出 一道道磅礴魔流 自四面八方向七夜化为飞灰的位置 混聚而进 如万川归海 其间还夹杂着刺耳尖锐的恐怖魔效 在场修士人人色变 但是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就感觉到天穷深处 有一股射人心魄 藐视万物 让人只想跪地臣服的意志 降临在太极道场上 融入无数魔流 汇聚而成的超级灵气漩涡之中 一个缠绕层层魔气的身影 缓缓于漩涡中站起 一头火红长发 迎风乱舞 眉宇间浮现一道 散发荒谷神秘气息的火焰图案 七夜圣君竟又复活了 在场修士看到 出现在魔潮漩涡中 黑发转为红发 仿佛变了一个人的七夜 无不胆寒心惊 一枚老祖 更是惊怒到了极点 静呼抱贺的怒声道 七夜 你放弃抵抗神肖真雷 竟是想以自毁方式 引原室魔主一支降临 以此 覆灭天下正道 众人听得心头巨震 谁能想到七夜的手段如此很绝 不对 北宫县的声音再度响起 但语气很轻 只有同个观战台的陈轩和袁武峰 能听得见 谢圣君借用陈轩你的能量 引各方强者齐聚 中周到门 是想让这些爵士强者 帮他断绝 原室魔主一支 北宫县这番猜测 已经非常接近事实真相 陈轩听完后 面色反而很平静 北宫 你眼力真厉害 上海街定机修士 对原室魔主来说 都是不止一提的小虫子 陈轩 我还是保护你离开吧 你应该是被七夜利用了 北宫县冷静提议 因为他已经看到 被原室魔主意志复活的 七夜圣君 正在酝酿一次 毁灭性的 魔威爆发 这场道争之战 已经变了兴致 由此终止 一枚老祖召集 其余老祖 还有正道顶级高手 同时施展绝强神通 隔空 轰向七夜圣君 连张三丰 王重阳 范秀兵 东海三剑仙 等绝世强者 都纷纷出手 将合力将七夜 灭杀于刚刚复活的 这一刻 毕竟 这可是得到原室魔主 意志加持的 七夜圣君 再多人数的 绝世强者 联手震杀 都不为过 否则灭世危机 很可能就要出现了 然而这些 绝世强者的攻击 轰到七夜周身时 全都被一股 无形力量 瞬间吞噬 紧接着 七夜身上 层层目光 由暗转明 显然 已在爆发前兆 陈轩立马传言给 殷如妹 还有各大鬼王 让他们护送 诸位红颜 及逍遥宗弟子 立刻离开 太清神霄到洞天 丁如妹原本还想问 陈轩为什么不走 看到陈轩的一瞬间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当下强行 带走不愿意离去的 沈冰兰他们 此时此刻 诸位红颜只能选择 相信陈轩 就在洞天之中 全部绝世强者 同时激发 物体元气的一瞬间 一股暴虐凶狂的魔器 大潮 席卷四面八方 将这个极品 洞天的天地灵气 冲击得荡然无存 好在各大绝世强者 联手抵御 因如妹和各大鬼王 才能将沈冰兰他们 还有逍遥宗弟子 安全送出洞天之外 至于逃得慢的 正邪两方高手 还有各方看客 基本都被这次摩潮冲击灭杀的 一干二净 陈轩 为何还不走 刚刚护注陈轩的北宫县 不解问道 这是我和七叶的共同宿命 我现在终于明白 他的真正意图 陈轩这句话 带着一丝嘲弄 又好像蕴含着一丝怒意和不甘 北宫县和远无风 同时转头 向陈轩看过去 只见陈轩眉心间 缓缓 缓缓腾起一团 宛若某种古老符文的火焰 和七叶圣君 眉心间的圣痕 几乎一模一样 留下来的 诸位爵士强者 全都注意到 陈轩的惊人变化 一时间 众强者都震惊不已 是双生圣痕 原始魔主 如此不舍得两个极品魔种 难道真不怕跌落境界吗 一枚老祖这句话 是带着深深震惊 说出来的 胡不孤 更是在最高点 观战台上 怒斥陈轩 好啊 原来你根本没脱离魔道 伪装这么多年 最后就是为了和七叶圣君联合 覆灭天下正道 为此不惜沦为 原始魔主 坐下魔谱 好你个邪弟陈轩 既然如此 进入我道门 便为天下除魔未到 陈轩没有回应 无不孤的怒骂 而是脚下一空 向太极道场飞踏而去 北宫县和原武风 当即出手 按住陈轩肩膀 因为两人都认为 陈轩被原始魔主意志操控了 却见 太极道场上的七叶圣君 唇角勾起一丝邪魅冷笑 身形舒然出现在陈轩面前 就要抓住陈轩右臂 原武风向七叶圣君打出一棍 七叶圣君随意一掌 将原武风连人带棍阵退 远处观战台上的三位剑仙 当即向七叶展来三道 五匹剑仪 连同王重阳张三丰的顺发神通 一起合攻七叶 抑郁阻止七叶抓住陈轩 与此同时 北宫县另一只手 去挡七叶抓向陈轩的五指 两人纯以本源力量 对拼数计 宛若无尽星空浩瀚的 原始魔主意志运转之下 北宫县首长如遭累击 不得不收了回来 三道五匹剑仪 和张王两人的神通 全都被这股无上意志吞噬 七叶圣君顺利抓住陈轩的胳膊 在无声冷笑中 将陈轩带回太极道场 然后扫尸半空中 一个个绝世强扯 魔童中满是 视苍生为蝼蚁的 但莫无情之意 陈轩被七叶抓住胳膊 带到太极道场上 没有半点挣扎 因为他知道 七叶想做什么 可以说现在 他和七叶就是心意相通的 彼此想什么都知道 陈轩猜想 这很可能是两人同时激发圣痕 所带来的一种基础神通 七叶很早就说过 自己和陈轩呢 都是山海界最极品的魔种 而且 八部浮层第一层那位神秘 祝剑大师也说了 陈轩和七叶 两人能排得进 万界天命榜前五百名 看似不高 但是要知道 无尽星空中 光是中等界域 就有十万 更有三千高等界域存在 也就是说 陈轩和七叶的天资 比三千高等界域的 大部分天才都要高 这样的话 被原始魔主选中 也就不奇怪了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山海界这种中等界域 没有大能可以阻止原始魔主 强行磨染陈轩和七叶 除非福西还在 而原始魔主的意志 想随意降临 高等界域 可没那么容易 那么陈轩和七叶 几乎就是 全部界域中 最适合原始魔主 磨染的极品魔主 为此 原始魔主不惜 冒着跌落境界的风险 让自己的意志 再度降临山海界 帮陈轩和七叶 对抗一众强者 而七叶 就是要趁机将原始魔主 拉下水 只要原始魔主 跌落境界 他就有极大机会 完善逆摩测 帮自己和陈轩 彻底摆脱 原始魔主的掌控 读懂七叶新生的陈轩 和七叶对视一笑 然后两人背靠背 面对各个方位 蓄势待发的 正邪两道地先 两人这一笑 在一枚老祖 无不孤 玄化上人等正道地先看来 明显是阴谋得逞之后的 得意表现 这让他们更加的愤怒 而袁无风 三位剑仙他们 虽然不理解 陈轩为什么要这么做 却不会因此 就决定立刻灭杀陈轩 北宫现见陈轩身上 魔气不断飙升 他眼中的惊奇之色 反而渐渐消减了 暗自道的一声 原来如此 今日我恳请诸位天下同道 与我们道门共同除魔 镇杀七叶魔君 及邪弟陈轩 否则 让两人谨声无上天魔 则山海皆休矣啊 一枚老祖 这句话说完 也不管袁无风他们 答不答应 目光扫过其他道门老祖 尘速庄严至极地 命令道 结阵 此言一出 七位道门老祖 纷纷脚踏纲步 念诵法诀 神色肃母 摆出各自不同的捕捉姿势 仿佛在引导 某种古老玄妙的力量 七人都是山海界一等一的存在 虽然有四位老祖 在刚才的战斗中消耗极大 但一枚张三丰和王重阳 战力皆在 因此阵法眨眼形成 刹那间 悬绕于陈轩和七叶周身的天地灵气 为之一缓 一枚老祖 低贺一声 七星风魔 乾坤大阵 这是一门 由七位老祖 共同钻研出来的超级风魔阵法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对抗魔门出现的超级魔头 今日正好用上了 此阵一形成 苍穹天地 日月星辰中 蕴含的正术性灵气 都被抽调出来 齐齐望太清神霄道 动天会拢 极品一心 由红水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穆淮南 盖拉 陈轩和七叶还没做出反应 就感觉身上有无穷俱力压下来 就算两人都有原始魔主意志加持 还是被压得无法动弹 诸位可看到了 原始魔主的意志并不是无敌的 只要我们摧毁七叶和陈轩的肉身 原始魔主的意志并不能无限修复 现在两人已被七星封魔乾坤大阵锁住 请快快动手 因为老祖力声大喝 面色凝重至极 光是这样压制陈轩和七叶身上的 原始魔主意志 七位老祖就有些吃力了 毕竟其中四位都是虚弱状态 听一位老祖这么一喝 玄化上人和正道诸位帝先 立刻动手 各施杀招 向太极道场上的陈轩和七叶红杀过去 七叶随意挥动天罪魔刀 将这些正道地线的攻击轻易打住 同时不断运转原始魔主意志 冲击阵法之力 而陈轩得到原始魔主意志加持后 此刻的他短暂飙升到地线战里 祭出轩原剑后 同样毫无压力地抵挡住各大地线的狂猛攻势 看到这一幕 北宫县转头对袁无风说道 袁道友一起出手吧 不要留力 为什么 我可是把陈轩当成朋友 虽然他身躲魔刀 我还是出不了手 袁无风一脸 心痛愤慨 他痛恨原始魔主的存在 就如同痛恨巫神和兽神一样 因为这些至高神主 都能随意操控山海界修士的命力 强如七叶这等级别 也只是原始魔主的一颗棋子 正因为你把陈轩当成朋友 才要相信他 发挥权力 帮他彻底斩断身上的原始魔主意志 北宫县说着 将自己的本命法宝 八荒火龙戟 取在手中 这柄造型刚冷 画杆上 雕刻一条荒谷火龙的长戟 北宫县曾在北荒秘境中 祭出过一次 但上次拿出来的长戟 只是从本体抽取的一丝 火灵之气所化 威力远不如真正的八荒火龙戟 如今北宫县的真身 加上真正的八荒火龙戟 只不过稍微注入法力 长戟上火煞之威便弥漫开局 将整个太清神霄到冻天的温度 瞬间拔高好几个层次 感应到八荒火龙戟的 炽热火煞 各方高手终于发现 陈轩的这位朋友 居然是一位隐藏的巅峰地先 这一下 他们也终于重视起 北宫县刚才对袁吴峰说的话了 望尘师太范秀兵 还有三位剑仙等高手 眸光微变 似乎领会到了 北宫县画里的意思 再看王重阳和张三丰 是位陈轩的华夏老乡 之前曾庇护过陈轩 今天本来也是为了保护陈轩而来 现在却全力维持风魔大阵 这两位很可能和北宫县一样 早就看出陈轩和七叶的真正用意 因此他们不再犹豫 各自激发杀招 攻向被风魔大阵 锁住的陈轩和七叶 玄化上人等普通地先 伤不到原始魔主意志 加持的陈轩和七叶 范秀兵等绝世强者出手 却又不一样 一道佛光和三道剑光 打穿真魔领域和逆反魔源 护体光照 直接 红在陈轩和七叶身躯上 将两人身躯 轰烂一大半 陈轩断了一条手臂 而七叶左肩 全部没了 看到这一幕 正到一方精神大阵 陈轩和七叶的肉身 果然没有被强化到 无法摧毁的地步 再攻 密集如雨的神通攻击 覆盖整座 太极道场 淹没陈轩和七叶两人的身影 虽然有猎狱子同龙师 四臂战魔和少殿魔帝一同抵挡 但是 被急火的陈轩和七叶 还是瞬间 炸成 道道碎片 两人的肉身 并没有远强于 其他巅峰地先 所以 被这么多绝世强者围攻 身躯承受不住强压 也很正常 但是 那股蕴含星空伟丽的 无上意志 只是稍一运转 陈轩和七叶 便能以魔器 重铸肉身 完好无损 见两人瞬间恢复原样 半空中的一个个地先级人物 全都面色一变 袁无风 这回终于看明白了 不把笼罩在陈轩身上的 原始魔主意志 彻底去散 陈轩是无法回归正常的 作为近身搏杀的宗师级人物 袁无风手持至尊生龙棍 向太极道场 飞冲下去 撕裂空气的一棍 狠狠打向陈轩头顶 甩出一片元气漩涡 陈轩 如果真把你打死的话 只能对不住了 听到原无风这话 陈轩无声一笑 举起轩辕剑 迎击这一棍的狂猛妖力 只听得轰然一声爆响 山海界两大绝顶骑兵 横撞在一起 互相上下 原本原无风这一棍 可以将陈轩身躯震成碎片 但是 一来 他在和五不孤的大战中 消耗过大 二来 陈轩受到原始模主意志加持 因此两人拼了个平手 随着兵器交接声 以每秒上千下的频率响起 陈轩和原无风 一瞬间交手千百次 将太极道场 打得地面崩裂 禁止溃散 与此同时 北宫县也动了 他的目标 赫然是七叶胜军 由于七叶和陈轩 都暂时被道门七位老祖的 风魔大阵 困在太极道场上 当北宫县飞落下去时 七叶只能在原地等待 龙岩破神机 这一次出手 北宫县毫保留 直接施展杀招 刹那间太极道场上空 卷起一道狂烈的天火 随着八荒火龙脊 往七叶红杀而去 七叶扬起天罪魔刀 对上赤裂狂烟 和八荒火龙脊 对拼一击 北宫县 沐浮烈火之中和七叶四母相对 两人同时发动本源力量 周身骤然炸开一大团磨气和烈焰 从高空看去 仿佛一圈圈脸衣波纹 迅速盛开扩散 半空中的顶级高手们受到冲击 各自运转护身法照 同时眼中浮现浓浓 惊奇之色 七叶圣军本来就是魔道第一高手 按照最新排名的话 周南天第一 还没恢复巅峰的七叶圣军和一枚老总 差不多并列第二 并且和周南天差之好理 但是获得原始魔主意志加持的七叶圣军 肯定是毫无悬念的山海界第一强者 而陈轩的这位神秘朋友北宫县 居然能和这种状态下的七叶对拼 怎能不让在场的爵士强者们震惊啊 眼见北宫县将八荒火龙几 五的漫天遍地都是滔滔烈焰 七位主持风魔大阵的道门老祖物精神大阵 更加不遗余力地催动法力 帮北宫县锁住七叶周身元气流转 北宫县和七叶激斗上百回合后 把七叶身躯烧得残缺不全 无法再战 而另一边 陈轩以轩人舰激发玄傲至深的建议 却将原无风逼退回半空中 不过陈轩也受到八荒火龙几 散发出的恐怖火煞灼烧 又被风魔大阵锁住 很快就和七叶消失在熊熊烈火中 成功了吗 全化上人将同力提升到极致 提心吊胆地看着太极道场上的情形 北宫县飞到半空中 将八荒火龙几憋在身后 神色有一丝凝重 下一个瞬间 覆盖太极道场的八荒龙岩 被一股雄伟俱力炸散 一团团磨气在道场中心凝聚 又将陈轩和七叶两人的身躯 修补完好 而且两人眉心间的圣痕不断吞吐火芒 反而比刚才更加赤裂狂躁的 众多高手进阶面色一沉 原始魔主的意志果然不是妖圣 巫神还有鬼帝意志可比的 毕竟原始魔主乃是星空万界公认的至高神主 而妖圣巫神和鬼帝 只是被山海界尊为至高神主 其实和原始魔主差距极大 这三位打引号的至高神主 放到高等界域中 说不定只是普通神主机品 众强者知道 更加艰难残酷的战斗要来了 因为陈轩和七叶身上的气息 又飙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天苍苍兮地茫茫 天罪气息战十方 谢圣君横举天下第一名刀 施展十方祭灭刀终极杀招 同一个瞬间 陈轩一手举剑指天 另一只手做古老法印指地 语调即为忧寒摄人 如同幽冥之音 以天为敌 以地为风 天上地下 唯武独尊 斩天拔戒术 两人各自激发 摩门刀剑绝技 并不是那一招合击之法 但是贯穿天地的 灵灵刀芒和灿灿剑光 其微之胜 其微之胜 世不可挡 不好 一枚老祖 面色瞬间沉了下去 因为他们如果不收起风魔大阵的话 西叶和陈轩这两招根本无法抵挡 于是七位老祖 十分默契地 撤掉风魔大阵 并运转护体神通 抵挡刀芒剑气 如此可不凌厉的刀剑威能 他们只能做到自保了 而玄化上人等实力不足的普通地仙 几乎在陈轩和七叶的斩击之中 全军覆没 玄化上人惨叫一声 身体被刀芒剑气 分成四块 并且被其中蕴含的恐怖魔威 瞬间摧毁成无数碎片 极品一仙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慕怀南 盖拉 还有之前在南国 和陈轩有过愁戏的地仙夜市 进阶被斩成虚无 和一枚老祖一起 勉强抵挡住 斩机的无不孤 面色惨白 心中惊惧不已 他在和原无风的交手中 消耗极大 心之弱是再战下去 恐怕下一个陨落的 就是他 乌门三长老 和他情况差不多 三人因为觊觎道门 封印的介域本源力量 想趁着七叶陈轩 被原始魔主意志 操控这段时间 寻找机会 因此留在太清神霄道洞天中 可是抵挡几波 魔体冲击后 三人终于快坚持不住了 乌象山冲着一枚老祖 所在的方位大喊道 一枚 至此山海界存亡之计 你再不打开神霄敬天里 封印的介域本源力量 让我们吸收 今天就是你到门 覆灭之日 听到乌象山这句话 一枚老祖 神色阴沉 没有回应 其实他何尝 没这么想过呢 只是没到最后关头 一枚老祖还是不想 把辛辛苦苦积累万年的 介域本源力量 白白送出去 一番犹豫后 一枚老祖向 范秀兵和东海三界仙 看了过去 现在这四位爵士 强者战力 都相对保存完好 不像他 还有北宫县 已经消耗过一轮 王山师太 三位界仙道友 此事不显杀招 更待何时 话音已落 一枚老祖 联合另外六位老祖 再度推动 七星风魔乾坤大阵 强行封住 整个太极道场 范秀兵 听一枚老祖这么说 他神色变得 庄严肃穆起来 然后双手合十 默念佛门至高密咒 随即背后 竟浮现出一座 十分巨大的 金色观衣像 并且 这座屹立于 苍穹上的观衣像 还长出了 无数手臂 佛门大神通 牵手观音法相 一位地仙惊叹出声 在范秀兵神念区域下 半空中的金色观衣像 挥动无数只巨掌 朝着太极道场 硬落下去 发出一连串 震耳欲聋的爆响声 每一掌都蕴含着 镇压邪魔的绝强佛力 瞬间把炼玉子同龙狮 和四臂战魔 碾成鸡粉 而少典魔帝 也是难以抵挡 被佛光 吻没身形 陈轩和七叶激发的 刀王剑光 打中这些金色巨掌 只能将其中 几百只斩断 然后两个人就被剩下的剧长 压得魔气飙散 消失在众人视线中 感应到 降临在陈轩和七叶身上的 原始魔主意志 减弱了 梅老祖眼前一亮 探向范秀兵 并由衷地赞誉一句 望尘师太所修大成佛法 果然是邪魔可幸啊 他话音刚落 压在太极道场上的 无数金色巨掌 骤然被一道道黑色射线洞穿 范秀兵感觉 自己的神通 隐隐被一股 无上魔为反噬 他立马将神通收起 半空中的金色观音像 瞬间化为乌有 众人惊愕之下 再往太极道场看去 一缕缕魔器 又构成了陈轩和七叶的身躯 你们太弱了 七叶 言语淡漠 富含一丝情感的开口 陈轩则举起薰原剑 剑指陆凤阁 白志玄和龙香三位 绝世剑仙 与戴一丝机翘地说道 三位的建议 就只有这点水平吗 听出陈轩故意嘲讽 想让他们不用留守 只管使出权力 陆凤阁 白志玄和龙香三人 对视一眼 微微点头后 激发手中长剑微上 然后在半空中 踏出三个玄傲方位 三位剑仙 各自展开剑舞 宛若游龙 引动天地风云 四面八方 渐渐凝聚起 浩大飘渺的剑意 天地人三才剑阵 此剑阵 由独孤夜的逆天舞剑 推演而成 因苍穹浩瀚之势 借大地磅礴之力 再以人之七情六欲为催动力 阵法一经展开 犹如风卷残云 骑势苍苍 回红大气 陈轩 我们可不会看着独孤师兄 唯一真传弟子 落入魔道 揭招 陆凤阁高 贺一声 神采飞扬 和白志玄龙香 自三个方位 激荡剑气 闪耀天地 展向太极道场 站在太极道场中心的 陈轩和七夜 只感觉浑身一沉 仿佛周遭的万千契机 都被剑意 搅得死死的 令魔器难以运转 三位剑仙联手 施展东海纵青剑宗 最强剧学 为的 就是斩断陈轩身上的 原始魔主意志 陈轩和七夜 面对绝强剑意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只是各自举起轩辕剑 和天罪魔刀一挡 整个人 就被浩瀚无尽的剑意 斩得身心一空 虽没有化为积粉 但体内那颗 遭到原始魔主意志 磨染的道心 有那么一瞬间 产生了空明 清澈之感 只可惜啊 在原始魔主意志的 横压下 陈轩和七夜 生生受的绝强剑意之后 还是被层层魔系 修复得完好无损 还不够 七夜运动低 陈轩和七夜两人 以兴生交流 刚才 就是我们运转一目测 寻找漏洞的最佳时机 不错 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压力 必须让原始魔主 产生第二道境界裂痕 他的意志威力 才会降低 七夜此时已经不在意 新生被原始魔主知晓了 反正也掩饰不了 毕竟他和陈轩 都被原始魔主的意志笼罩着 去盗门禁地掠夺 介于本源力量 既然借不了外力 我们就自己破局 陈轩说着 毅然决然地 朝着远处某个方位飞去 由于战力大幅度提升 他能够清晰感应到 太清神霄道 洞天某个位置 蕴藏着极其强大的力量 那个位置必然就是 盗门封印 介于本源力量的所在 而原始魔主的意志 也没有制止陈轩的意思 因此 陈轩和七夜 立马化为两道黑色顿光 飙向盗门低近地 神霄敬天 原始魔主 果然堕落了吗 连中等介于的本源力量 都要掠夺 也不对 他的意志不能一直维持 想保住陈轩和七夜 两颗极品魔主 只有让陈轩和七夜 去掠夺介于本源力量 这样 才能让他们活下来 北宫宪将想着 第一个 追了上去 然后就是一脸惊怒的 一枚老祖和五不孤他们 其他爵士强者 纷纷跟上 前方传来 一阵惊天动地的爆响 正是陈轩和七夜 激发剑气刀芒 破坏神霄敬天的 重重禁止 各位道友 绝对不能让他们 进入此境地 否则大祸降临 不等皆要灭亡啊 一枚老祖精益出声 并不断发动神通 通向陈轩和七夜 跟上来的乌相山 冷哼一声道 刚才我叫你解开封印 让我们吸收介于本源能量 你又不做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在原始魔主意志加持下 即便是山海界最强风劲 依然被轩原剑和天罪魔刀 斩得重重崩毁 糟糕了 看到风劲被斩出一个大缺口 连一直沉着镇定的张三峰 都不由浮现惊异深色 陈轩和七夜对视野 毫不犹豫地飞入禁地之中 来到了一个满天星辰 不断流转的小宇宙中 星空上流动着 一道道璀璨耀眼的玄奥之力 正是被道门老祖掠夺封印至此的 界域本源力量 陈轩和七夜同时伸手 在原始魔主意志的驱策下 开始隔空 汲取其中两道 介于本源力量 这种对山海界 定级修士来说 都无比强大的力量 普通地先身躯 是承受不住的 连道门老祖这种级别 也只能吸收一道 若是吸收过多 就会暴涕而亡 但是原始魔主 想在自己境界不跌落的情况下 彻底掌控陈轩和七夜 就不能过度动用神主意志 只能让两人强行吸收 一道界域本源力量 来对抗外面的顶级地先 随着陈轩和七夜 进入神霄静天 后方追兵 也是紧随其后的飞顿进来 一眼看出端倪的北宫县 立刻激发八荒火龙体 火煞 向陈轩和七夜横扫过去 袁无风则是让至尊圣龙棍 定为晴天巨棍 打出雷霆万军的一击 七位道门老祖和范秀兵 同样各失审通 都想阻止陈轩和七夜 吸收界域本源力量 唯有雾门三长老 看到上方星空中 流转的十几道 界域本源力量 顿时移不开眼睛了 冒着暴体陨落的风险 局长强行吸收 有缘是模主意志加持 陈轩和七夜 很快吸收了一道 借于本源力量 两人身上气息 再次大幅度飙升 一圈如同怒潮的魔气 以两人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爆发 冲击得一众爵士强者 连连后退 雾门三长老 同时吐血 可还是硬生生地 站在原地 不顾一切地 吸收上空的 界域本源力量 壮如风魔 而这次得到 原始模主意志 以及一道 界域本源力量 加持的七夜 还有陈轩 可以说 人党杀人 神党杀神 两人转身施展 斩天拔剑术 和十方祭灭刀 杀相中强者 将一件件 顶级法宝 斩裂 或者斩成无数碎片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小魔头 竟敢吸收我道门 封存万年的 界域本源之力 拿命来 吴不孤 把界域本源力量 探得比自己的性命 还要重要 见陈轩冲上来 他还以为 现在的陈轩 不足以和他一战 同时也高估了 自己的状态 陈轩激发 轩辕剑光 打得吴不孤的 护体清气 自下剑射消散 在灵力霸绝的建议威逼下 吴不孤 身为堂堂道门老祖 却被陈轩死死压制 身上出现道道剑痕 另一边 左向无敌的七叶 压制了其他绝世强承 根本没人过来帮忙 最终 吴不孤 惨叫一声 极其耻辱地 被陈轩刺入胸膛 一身精纯元气 迅速流失消亡 写地陈轩 你投入原始魔主座下 有朝一日 道尊必定显灵 将你毁灭 在不甘 愤恨 惊惧 等种种情绪浮上心头后 吴不孤 被轩辕剑气 斩为无数细碎清光 当场陨落 陈轩本来 与这位道门老祖 差距极大 但在原始魔主意志加持下 以及强行吸收 一道介遇本源力量的情况下 成功复仇了 虚弱状态的吴不孤 只能怪吴不孤 运气不好 敢和现在这种状态的陈轩对抗 不行 快退出去 一枚老祖那边 也顶不住 七叶的惊天刀势了 带着其他几个老祖 退出境地 半袖兵 北宫县 袁武峰和三剑仙 同样退出外面 眼看着七叶 又要吸收第二道 介遇本源力量 再这样下去 陈轩和七叶 都将沦为原始魔主 在山海街的化身 将整个山海街 变成妖魔横行的魔狱 看来 只能动用最后的手段了 一枚老祖这样说 其他人都没法不认同 连北宫县 也觉得陈轩和七叶没救了 山海街顶级修士 果然还是远远无法 和原始魔主对抗 这还仅仅 只是原始魔主的意志降临 而不是法身出现 一枚道雄 难道 真要那样做吗 王崇洋面色凝重 这一回 张三丰出人意料地 同意了一枚老祖的决定 老王 现在只能以永久损耗 我们几个到门老家伙的 本源为代价 合理引爆 神宵敬天理的 借玉本源力量 只有这样 还有可能 完全灭杀两个极品魔主 否则让原始魔主 彻底掌控陈轩和七叶 两人就会被他 用去修复当年 伏羲打出的那一道 境界裂痕 这样的话 陈轩和七叶 反而生不如死啊 几位道友请退开 就由我到门牺牲 灭杀两个极品魔主 一枚老祖说着 庄长合在一起 轴身气息暴涨 简然准备施展到门秘法 其他老祖也是纷纷 双手合十 一副为苍生复死的 肃穆神色 六大到门老祖同时施展 自毁根基的道门 至高密法 凝聚一层层道斧 将神霄敬天这个小世界 强行封死 然后在轰隆隆地震般的巨像中 整个太清神霄道洞天 开始天摇地动起来 这就是洞天崩塌的前兆 神霄敬天里的一道道 介遇本源力量被接连引爆 灭世纪的恐怖能量 扫过屋门三长老的身躯 瞬间让三人灰飞烟灭 三大长老临死之前 还是眼神狂热贪婪地 看着上空 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而陈轩和七叶的身躯 在一瞬间产生无数次生灭 刚被毁灭性的爆炸力量 炸成虚无 又在原始魔主的意志作用下 以浓浓磨气 重铸肉身 极短时间内经历成千上万次生死 且得益于介遇本源力量的催化 陈轩和七叶脑海中灵光大放 从中悟出了许多悬傲智力 陈轩 本圣君明白了 七叶在狂暴地毁灭元气之中 对陈轩微微一笑 小宇宙里不断崩塌 跌落的日月星辰 都为这一笑而失色 你已经补完了 你摩测 陈轩一眼独斗 七叶笑意 他也露出淡淡微笑 没错 但这还不够 谢圣君说着 取出一把雕刻着 道道古朴纹路的褐色长弓 陈轩 其实你对原始魔主意志的抵抗力 比我还强 所以 靠补完的逆魔侧 就能脱离原始魔主掌控 而我修炼天魔诀太久 魔心几乎无法转化正常 要取出轻视我魔心的原始魔主意志 只能靠逆魔侧 暂时压制魔心中的那一丝意志 然后 你以午休之神 太古真雷之力 拉动这把无极凤魔弓 将我魔心射穿 这样 才能将其中的原始魔主意志灭杀 陈轩接住长弓 摇了摇头 我这样做 你很可能会死 如果 本圣君死了 你就帮我 把逆魔侧 传给那些 想脱离原始魔主掌控的魔修 让他们 开辟新的魔道 就好像 孤孤先生那样 开辟新的剑道 如此 本圣君也就死而无憾了 七夜含笑着 说出这句话 俨然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或许 还有其他办法 陈轩看着手上的长弓 却是无论如何都下不了决心 七夜当即 按住陈轩的双肩 不这样做 我们 要一起涌轮 原始魔道 彻底失去自由 被原始魔主 化为他的一部分 拿去修补那道 境界裂痕 不然 你以为原始魔主 为什么 冒着跌落境界的风险 降临意志 因为我们对他来说 就是星空万界里 最极品的两大魔种 陈轩知道七夜 说得一点没错 他要是很不下心 七夜这么久的精心图谋 就全部化为一场空了 咬了咬牙之后 陈轩握紧了 手上的无极风魔弓 缓缓 往后退开 七夜露出一丝 欣慰笑容 也往后退去 一头红色腰一长发 在狂暴的虚空中乱舞 陈轩眼神决然 奋力拉动攻险 同时激发 人龙合一神通 黑色长发 被激荡元气卷起 并一节一节的 铺盖上绚丽蓝芒 然后双眉双眸 也泛起了梦幻般的 蓝色电光 无极风魔弓 非五仙不能开 山海界已有五千多年 无人净身五仙 因此 陈轩是拉动这把 极品宝弓的最佳人选 来吧 借雨掉平静 眼神淡然地 看着陈轩的双眼 这并不是安然迎接 死亡的姿态 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才有的云淡风轻 陈轩全身力量 瞬间凝聚于双手之上 简仁龙和一神通 将力量再度提升数倍 以杜杰七五休之神 硬是拉动了 无极风魔弓的弓弦 这一过程 虽然缓慢 但是足以让七叶 露出赞叹神色 随着陈轩 缓缓拉开弓弦 无极风魔弓的弓壁 和弓弦之间 形成一支白金色的长剑 陈轩周身 狂风大作 灵朝汹涌 仿佛他拉开的 不是一把弓 而是混沌未开始的天地 切 陈轩低贺一声 将弓弦拉满 扣在手指间的长剑 随之 迸发出空前璀璨的 白金华光 看到这一幕的七叶 眸光变得深沉起来 整个人 安然从容地迎接这一剑 下一个瞬间 陈轩松开弓弦 残破坍塌的 神霄静天 静地中 亮起一道白金射线 贯穿两极 精准无比的 射中七叶 那颗魔心 七叶身躯猛的一阵 双目微微瞪大 在这一瞬间 停止了呼吸 陈轩看到射入 七叶胸膛的剑间 被一团极致浓黑的魔器 包裹着 这一团魔器 正是原始魔主意志所化 这一剑 显然并没有立刻将 原始魔主的意志射杀 双方坚持了一小段时间后 长剑穿过七叶身体 将那团魔器 驱除出去 七叶闷哼一声 半跪在地 陈轩立马将他扶了起来 然后两人齐齐 向前方看去 只见散发白金色光芒的长剑 还在往前突进 但是 只突进几十丈距离后 就停了下来 接下来让陈轩和七叶二人 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那团包裹着剑间的黑玉魔器 竟然幻化出一只黑手 一把握住剑柄 将长剑捏成 无数道白金光芒 挑散 我预料的情形果然出现了 没有子武破魔剑 搭配无疾风魔弓的话 还是无法彻底射杀 原始魔主这一丝意志 可惜 我只找得到 无疾风魔弓了 七叶说话间 前方那团黑色魔戏 迅速幻化成 一个浑身魔流交汇的 纯黑人影 这个全身仿佛 被魔眼灼烧的人影 没有无关 可陈轩却感受到了 他极致冰冷的注视 全身不由为之一寒 同时心底 窜起一股不可抑制的 战力感 这是原始魔主一丝化身 听陈轩脱口而出 对此情形早有预料的 七叶沉静道 不错 这个化身 和之前降临在你我身上的 那一丝意志不同 那是原始魔主 控制我和山海借魔道的 一丝本源 只要我们将其杀死 本圣君和山海借魔修 皆能摆脱原始魔主掌控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陈轩听得双眸一领 怪不得这个黑影 带给他的压迫力 你以往见过的 所有神主级强者 包括月神 鬼帝 等等 都要强 原始魔主一丝本源 意志的化身 竟然都如此可怕 区区楼椅 岂敢 黑影开口了 声音仿佛从无尽星空 最深处传来 温然不似人类发声 其中蕴含大恐怖 大悬傲 令听者产生自己 置身于遥远太古混沌之中的幻想 好在陈轩和七叶 都不是意志力薄弱之人 才不至于被这荒谷魔音震伤 但陈轩内心更加的震意了 因为 这很可能是原始魔主 万古以来第一次显灵发音 以往每次显灵 原始魔主 都会保持最纯粹的神秘感 和至高无上威视 今天居然因为陈轩和七叶 而做到这种地步 足可见 陈轩和七叶对原始魔主 有多重要 死 魔影骤然吐出这个字 朕的陈轩和七叶耳鸣不断 脑子里温温作响 差点倒心失手 暴体而亡 陈轩 坚持住 我们使用斩天拔剑术 和十方寂灭刀的合击剂 七叶艰难开口 缓缓举起手上的天罪魔刀 并激发刀身上的道道魔纹 陈轩点点头 同样举起悬远剑 和七叶齐声低沉 念诵魔门至高刀剑绝技心诀 刀斩风 剑流云 纷纷扰扰 断风云 刹那间 残破的神霄静天中 风起云涌 灵巢狂暴 无数气流 或形成飓风 或凝聚流云 以轩较剑和天罪魔刀为中心 狂舞飞旋不休 陈轩和七叶各自发挥权力 施斩刀剑合击绝技 第一式 斩向前方魔影 正所谓云从龙 风从虎 两人激发出的刀器剑光 如龙虎交汇 张牙舞爪狂笑奔腾 将魔影吞噬 从中迸发出 一道道细碎魔光 和云龙风虎般的刀剑绝势 缠绕绞杀在一起 一时间难解难分 但是很快 凛然魔威 震散风云席卷之势 又显出那个 完好无损的魔影 蝼蚁的抵抗 魔鹰灌尔之刻 那魔影缓缓平举右掌 凝聚出两颗 高速旋转的黑球 如同炮弹般 飞射陈轩和七夜二人 两人连忙举起刀剑一挡 被远远地震飞出去 全身筋骨内脏 仿佛没一处 属于自己的 体内元气 更是极致紊乱 此时没了 原始魔主意志加持 陈轩恢复杜绝其修为 而七夜承受一剑后 陷入虚弱状态 因此两人战力 大幅度下跌 远不如之前 对抗各方爵士强者的时候 受了原始魔主 本源化身这一击 两人十分艰难地站起身来 眼中信念依然无比坚定 刀绝光 剑绝影 削削杀杀 灭红尘 刀剑合击第二式施展开来 轩辕剑和天罪魔刀 与两人身前盘旋翻飞 有种物分化千刀万剑 刀光剑影照耀天地 明灭闪烁 包含着一股莫名的 肃杀悲凉之意 仿佛最决绝的刀 最苍凉的剑 都汇聚其中 神大于行的刀剑决意 向魔影 剥鞋而去 那魔影瞬间 被千刀万剑 穿体而过 一身魔器破灭 修复无数次 倒到魔流 四下击散 看样子 就要被陈轩和七叶 这一合机淹灭了 只可惜 两人还没高兴呢 那魔影 又将千刀万剑打散 魔虚恢复如初 天地间 那股肃杀悲凉之意 又随之消失 几乎耗尽身心力量的情况下 陈轩和七叶 仍旧没有绝望 两人对视一眼 刀剑合击第三势 强行推动 刀无相 剑无形 苍苍茫茫 碎乾坤 天地之中 疏然爆发出 无穷无尽 似要湮灭万物的刀剑之气 轩辕剑和天罪魔刀 五动间 其招 大开大合 其事 刚猛绝伦 其意 反普归真 陈轩和七叶同时 进入空鸣 进入空明成彻状态 两人手上的刀剑 隐没于虚空 令前方那道魔影 无从感应 刀光剑芒骂骚人消失 可这方残破秘境里 仍有无数道细密 凌厉的刀剑之意 充斥着 仿佛陈轩和七叶 将整个天地都斩碎了 无处不是刀锋 无处不是剑 那原始魔主本源意志 所化之魔影 右掌试图凝聚黑球 双脚试图向前踏行 但是 他身上稍有轻微动作 便发出扑扑 类似血浆崩流的声音 全身上下 被无形无影的刀剑绝翼 战的魔气不断渐散 每一道从魔区分散出去的魔流 都能看得到 被刀剑斩中的痕迹 魔影 被刀剑绝翼 瞬间斩灭千百次 聚散不定 意志衰减 由此可见 魔门刀剑合击 最强绝技之威 神意难挡 陈轩和七叶身上 精传元气不断被抽掉 轩元剑和天罪魔刀 合力 抑郁将那魔主化身 斩碎于虚空中 但 两位万古异术 真能成功吗 肉眼可见 那魔影 陷落于刀剑斩出的虚空中 寸步难行 横压天地的无上魔威 逐渐消散 自是败王之兆 看到这一幕 陈轩和七叶终于 有时间松一口气 两人仿佛虚脱板 放下驾与刀剑的手 可是一道无上魔威 骤然于前方爆开 震破虚空 令此方秘境 元气暴乱 那魔影竟又回来了 虽然缠绕于其中 作为核心的魔主意志 威压大不如前 可几乎耗尽心力的 陈轩和七叶 还能如何抵挡 绝望的因子 弥漫整片残破空间 两人再也无力施展 刀剑合击绝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原始魔主化身走近 然后伸出两只魔掌 扼住两人阴侯 缓缓提起 窒息感 让陈轩和七叶凶腔 有种爆炸的感觉 覆盖陈轩全身的太古真雷 便忙渐渐暗淡 和七叶对视一眼 陈轩不由想到 莫非这就是 自己和七叶 身为极品魔种的悲哀宿命吗 现在被原始魔主意志化身 扼住命运的喉咙 很快 就会被他用去修补那一道 境界裂缝 终究 还是败了 一败土地 就在两人意识 逐渐模糊之时 外界 不断崩塌的 太清神霄道洞天入口 飞进一位杜杰西剑修 这让准备离开洞天的 众强者们十分意外 北宫县 见来人是陈轩的好朋友 当即劝阻道 陈轩 已死于神霄境天中的 剑狱本源力量大爆炸 小兄弟 还是快离开吧 陈导哥不会死的 此杜杰西年轻剑修 言语十分肯定 他腰间挂着的那把剑鞘 迸发出战战剑光 令北宫县和原无风 惊其不已 而拥有这把奇特剑鞘的 正是云朝剑宗第一天才陈思震 北宫县一瞬间仿佛意识到什么 我护送你 去神霄境天 陈思震简单道谢一句 然后在北宫县和原无风的护送下 穿过不断崩塌的洞天先锋 在其他强者不解的目光中 来到行程爆炸黑洞的神霄境天前 刚到这里 陈思震腰间的剑鞘 便以电闪雷鸣的速度 穿梭虚空 进入早已破碎不堪的道门 第一禁地内 这把剑鞘直接飞到陈宣手上 陈宣握住后 心中惊喜之情 难以用言语形容 剑鞘上激发的剑鞘 轻易斩断原始模主化身一条手臂 陈宣摔下来后迅速退开 并召唤熏人剑回到自己手中 原本已经绝望的七叶顿时眼前一亮 他也和陈宣一样感应到了 剑鞘里储存的是独孤叶的剑鞘 没错 当初独孤叶飞升之时 特地留下一道剑鞘 储存在太白剑鞘里 虽然不知道独孤叶是不是早就算到 陈宣还没完全摆脱磨染 有朝一日 还是会被原始模主意志 亲事同化 因此才留下一道剑鞘 无论如何独孤叶留下的后手 恰到好处地救了陈宣 切 坚持住 你以后也会成为独孤先生那样的人 陈宣鼓励七叶一句 然后把轩原剑插进太白剑鞘里 剑身和剑鞘完全贴合 没有一丝缝隙 七叶听到陈宣这句话 左眼眼角 微微泛起一丝泪光 他红发一阵 稍微脱离原始模主化身的恶质 从喉咙里发出不屈傲觉之音 原始模主 我永远不会屈服于你 你这一丝本源意志 深藏我心万念 虽然只差一点 就能彻底通化我 但同样的 这一丝本源意志 已经和我自身意志 不分彼此 只要我不放弃 就能影响到它 此言一出 扼住七叶喉咙的摩影身躯 微微一震 似乎真的 被七叶意志影响到了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其实七叶也就是 不抱希望的 尝试一下而已 毕竟自己的意志 和原始模主意志 相差太大 没想到这一刻 真的成功了 或许就是因为 自己的意志 在和陈轩经历 千万次生与死的瞬间 得到生化 而陈轩那句 石破天惊 震撼心灵的言语 宛如当空 一道闪电 披散七叶心头上的迷雾 解开了七叶 冥思万年 辗转七世 仍无法破除的枷锁 你原始是魔 我七叶意是魔 听什么 要本圣君 屈服于你 七叶声震长空 令身前魔影 更加难以动弹 且缠绕周身的魔影 变得紊乱起来 在这次意志的 正面对抗中 七叶终于不落下风 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 七叶立刻提醒陈轩 我暂时定住了他 陈轩 接下来全靠你了 没问题 太白剑翘的出现 让陈轩重新找回自信 当他握住轩轩键 插入剑翘时 深深感受到的 独孤叶所留 那道剑翼的强大 此剑翼 还激励了 原本被原始魔主意志 压制的硬龙剑铃 还有太古雷龙小兰 在嘶嘶嘶嘶的 雷电爆响中 虚弱的小兰 又和陈轩合为一体 使得陈轩整个人 电光缭绕 蓝芒闪烁 所谓雷神将士 不过如此 而陈轩自身剑翼 和独孤剑翼 融会在一起 注入熏云剑中 插在剑翼里的长剑 瞬间击射出万丈金光 照亮残破的道门秘境 电光一闪 陈轩飞跃到半空中 做出拔剑之事 展天拔剑书之精髓 就是在拔剑的一瞬间 此刻神威灵灵 电芒璀璨的陈轩 依稀有当年 独孤夜在东华山上 剑斩三千大道 成就一代绝世剑神的影子 斩 一道响彻云霄的傲笑声中 陈轩从太白剑翼里 拔出绚远剑 带出无限金黄光辉 无匹剑芒 斩向原始魔主意志化身 天地于此瞬间 被斩为两半 破碎的虚空光影 都消失了 只余下浩瀚无影 宛若无尽星空的剑翼 被齐夜意志定住的魔影 在浩浩金黄剑光中 彻底消散于无形 横压天地的无上魔威 彻底消失了 外界 方圆几十万里的 太清神霄道洞天 随之一阵 仿佛定格在这一刻 看到神霄镜天里 迸发出的金黄剑芒 北宫县袁武丰和陈思镇 目光一同亮起 而一枚老祖张三丰 范秀斌三位剑仙 等绝世强承 全都呆住了 禁地内 斩灭原始魔主意志化身的陈轩 无力衰落下去 旋即被一颗纯白色的圣洁光球包裹着 周身锁处 即十分柔软 陈轩 谢谢你 斩断了我身上的万年智库 七夜此刻竟完好无损地 坐在陈轩对面 一脸淡淡笑意 陈轩一下就看出来 七夜已经得到了升华 就和当年独孤夜化繁升华一样 只不过两人的升华之路 不同 当年仁慌福西 一拳轰重位于无尽星空深处的 原始魔主法身 使其出现一道境界裂痕 如今你斩灭原始魔主 降临在山海界的本源意志 使其法身出现第二道境界裂痕 原始魔主已经跌落境界 不再和道尊佛祖平起平坐 虽然还是至高神主 但是 对星空万界的魔修掌控力 被进一步削弱了 不但山海界 星空万界的魔修 都要感谢你 当然 还有独孤先生 七叶一边说 一边调控 本源力量 修复陈轩身体内外的损伤 如此神奇的举动 陈轩却不觉得意外 他和七叶于魔道中 同出一缘 所以七叶的本源力量 能够修复他的损伤 却不能修复属于龙族的 硬龙和小兰 除了道谢之外 我还要向你道歉 和解释 直到最后时刻 我才通过心声传达给你 我的真实想法 你 不要怪我如此大费周章 因为只有聚集各方强者 才能逼原始魔主意志降临 至于为什么 我在道争之战前 以自会行事 引下原始魔主意志 反而令其中一些强者 提前消耗 那是因为 不这样做的话 道门根基就无法撼动 在镇魔之战中 一枚等道门老总 最多耗尽法力 而不会伤精动骨 太清神肖道 几十万里洞天 依然存在 如此一来 你既无机会杀死无不孤 而大下皇朝光复后 道门还是一缕中周 成为大下 难以拔出的钉子 关于原始魔主 为什么只降临一丝一致 强行塑造双生肾痕 而不动用他的无尽伟力 直接让我们 转化为他的一部分分身 也不直接灭杀我们 这是因为 他不想冒险 第二种做法 很可能会导致 他境界跌落 也就是 所谓的着相 要知道 道尊和佛祖 是从不展现本相的 也正是因为 原始魔主不想冒险 最终 却让你斩出第二道 境界裂痕 现在你和我一样 都成就自在真魔 你想修魔 还是走自己的道路 都可以随心所欲了 最后本生君要解释的就是 当原始魔主 一直降临 我们的身体后 我们也无法自我毁灭 所以 必须要各大强者 一起出手 希望 你不要怪我利用了原无封 还有你那位朋友 被贡献 七夜言语中的歉意 十分诚挚 陈轩微微摇头 当我们共同激发圣狠时 我与你心意相通 便明白了你的用意 自然不会怪你 多谢 七夜微笑着 再次道谢 说到圣狠 你我此次联手 破除魔道质骨 踏出了属于自己的魔道 也就相当于 拥有了自己的圣痕 我们要做大自在之魔 随心所欲 如同 你的逍遥宗 所以这圣痕 可以保留下来 以后不管你我身处何方 都能通过激发圣痕 感应到对方存在 七夜说完这番话 梅心间原本是一个古老图案的火焰 幻化成天罪魔刀的形状 陈轩会心一笑 自己梅心间的圣痕 幻化成一柄金黄色的小剑 燃烧着金黄色的圣火 离开之前 还有两件事 要请你帮忙 一是请你帮我 把逆魔策 传给山海界不愿臣服于 原始魔主的魔修 包括 少典大帝 四壁战魔 还有炼狱子同龙师在内 听七夜这么说 陈轩不由露出 误解之色 他们 不是已经 现在山海界魔道 有本圣君掌控 只要我激发本元意志 他们就不会死 七夜说完 陈轩第一时间 还有点不明白 但很快想通 原始魔主掌控山海界的时候 他和七夜 被各方强者 打烂肉身多次 更是在这 神霄静天中 被介于本元力量 炸毁千百次肉身 但是 在原始魔主 本元意志作用下 两人还是一次又一次的 恢复如初 而超脱升华后的七夜 夺得山海界魔道 掌控权 他要让山海界魔修 复活 也就不难办到了 第二件事 当年 我接大烟武朝后裔 慕容锦之身转世 曾答应他的四大家臣 要帮他完成遗愿 但你重建大厦后 不可能再让大烟武朝存在 因此我希望 你能设立一座城池 作为烟城 陈轩没想到 七夜要他帮忙的第二件事 是这种事情 当即毫不犹豫地 答应道 没问题 多谢 七夜到了第三次谢 然后右手轻扶 残破的神霄静天 在一道无形伟力下 迅速消散 陈轩惊讶地看到 四周围出现一根根 魔气凛凛 雕刻种种妖魔恐怖之像的 晴天俱重 总共有十二根 屹立于天地之间 极尽宏伟而神秘 如果仔细看去的话 会发现十二根巨柱 其实都是虚影 并不是真实 存在于山海界中 就好像当初啊 陈轩前往彭营海州时 被魁牛跨界 一吼震晕 当时的洪荒异兽魁牛 也是处于 另一个界域 只有一片 淡淡投影 这是 见陈轩神色不解 七叶淡笑达到 这十二根魔柱 是真魔界接引下界魔修时 才会出现的异象 以后你若是选择 飞升到真魔界的话 也会出现此象 这时破碎的神霄境天境地 已经被七叶的意志驱散了 外界的一位位强者 都看到眼前出现的 天地异象 又看到陈轩和七叶 面对面 盘坐于半空中 一时间 有人惊喜 有人惊喜 薛圣君 难道你已经成就魔主之身 一枚老祖 十分惊异地问道 可以这么说 七叶回答一句 又遥遥对着 太极道场方向 随手一招 三吕黯淡的魔光 被他招到身前 迅速凝聚出 炼狱子通龙狮 四壁战魔和少殿大地的身形 只不过炼狱子通龙狮 变成了小猫咪状态 宛如神迹般的一幕 再次看待 在场诸位强者 接下来 在七叶的意志运转下 方圆几十万里的洞天 停止了崩塌 天地灵气 不再紊乱 如此伟丽 足以证明七叶 进入超脱升华之境 从此星空万界 不止只有原始一条魔道 还有陈轩和七叶 共同开创的 另一条魔修大道 几品一新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慕怀南 盖拉 山海界 又诞生了一位神主啊 一枚老祖 深深感叹一句 魔主也算是神主的一种 只不过七叶成就魔主的上限 比普通神主要高 山海界修士 见识太浅 巫神妖圣和鬼帝 在他们眼中 和佛祖道尊原始魔主一样 都是无敌的 所以共尊为六大之高神主 其实巫神妖圣和鬼帝 与前三位相差太远 放到高等界域 就只相当于普通神主级别了 以及月神这种 上位神主 所谓的上位 也只是山海界修士 自己划分出来的 这就好像 地先巅峰和杜杰奇 都能秒杀反虚奇 但杜杰奇秒杀不了何道奇 而地先巅峰 能够秒杀杜杰奇前几层 只是在地先修士眼中 地先巅峰和杜杰奇 都是所谓的顶级修士 所以别看山海界诞生 这么多位神主 其他中等界域 同样能够诞生这么多 而且也被那个界域的修士 视为至高 其实真正的永恒 至高只有三位 当然 现在出现两道境界裂痕的 原始魔主 只能算半个永恒至高 当洞天停止坍塌后 七夜扫失在场 诸位强扯 经过少殿时 微微点头质疑 最后目光回到陈轩脸上 西边的强敌结束 就靠你自己 敬升地先后解决吧 本圣君等着你未来 与我联手撼动 原始魔主至高神位的那天 七夜说完这句话 十二根晴天魔柱 各自射出一道目光 在七夜周身 形成一个宛如 黑色银河般的 巨大光圈 一股绝强的接引之力 将陈轩和七夜 隔绝开来 七夜最后看了 东边一眼 眼中浮现一抹 放下新来的神情 然后对陈轩淡淡一笑 神影消失在光圈之中 十二根晴天巨柱 随之隐没于无形 陈轩看着七夜消失的方位 失神良久 熟悉的一声 陈大哥才让他回过神来 陈大哥 你没事太好了 陈思震说出 这句庆幸之语的同时 河北宫县原无风 一起飞到陈轩身前 没有飞过来的 张三丰和王冲阳 则露出一丝 欣慰效应 虽然两人和其他 盗门老祖一样 都因为引爆 借玉本源力量 而损伤根基 需要修养千年 但两人并不在乎 不管张三丰 还是王冲阳 都是心性豁达洒脱之辈 山海界绝大部分地先 都修炼不到 可以飞升的境界 而张三丰和王冲阳 是属于早就可以飞升 却不想飞升的那种 两人都拥有 无险悠长的寿命 在山海界 过得自由自在 根本不想上去 什么高等介遇 自寻烦恼 自阵 多亏你送来太白剑锹 帮了我和七爷的大马 陈轩见陈思震飞过来 当即含笑着 把剑锹交换给他 陈思震不好意思地 摸摸脑袋道 我哪里有帮到陈大哥你啊 还是独孤前辈厉害 居然还在剑锹里 留下一道建议 怪不得啊 我平时修剑时 若有神助 见到境界毫无平静 一旁的北宫县和袁武峰 都听得笑了起来 然后两人都给陈轩道歉 陈轩 最后我们被逼出神霄境天外 没有阻止盗门老祖 引爆介于本元力量 是因为 我们都觉得你和七爷 已被原始魔主彻底摸然 所以还不如 让你们两人得到解脱 而不是 被拿去修补原始魔主的境界裂痕 一晚年 胜不如死啊 北宫 武峰兄 我能理解你们 不用跟我道歉 陈轩对此 一笑置之 和陈轩这边 大难不死 谈官相庆相比 存活下来的盗门高手 就有点 愁云惨淡了 人人脸上 皆是 沉重颓败之色 首先几位老祖 全都损伤根基 不再具有 统治纪的实力 其次就是太清神霄道 洞天 基本全毁了 封存万年的 介遇本源力量 也一道不胜 最引以为傲的 极品修行福地 从此 无复存在 而之前逃出外面 现在洞天稳定 又飞回来的 一个个道门弟子 看到此情此景后 也不得不接受 道门五千年辉煌 就此终止的残酷事实 老王已经决定 去我的太极真武宗住了 你们这些弟子 可以随他一同过来 我宗 来者不拒 张三丰一副 轻松自在的样子 当场收起人来 末了 不忘补充一句 不过 你们要是有谁不承认 协地陈轩的大夏皇朝 那我太极真武宗 也不会欢迎你 惊他这么一吆喝 还真有不少太清 神骁道弟子 飞过去 表示愿意跟随 王冲阳 前往太极真武宗 中州大事已然明朗 道门败落 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这时候 道门弟子最聪明的做法 就是报警和陈轩 关系好的 两位老祖大腿 一枚老祖 毕竟是得道高人 也很快接受了现实 带着剩下几位老祖 还有一群徒子徒孙 飞到陈轩身前不远处 神色庄重地开口道 谢弟 我道门在此次 道争之战中 一败涂地 以后心甘情愿地 遵你和大夏皇朝 为中州支出 现在我一枚在此 诚恳请求你 能为我道门 在中州留下一个 容身之所 希望你宽宏大量 不对我等 赶尽杀绝啊 陈轩略微 陈影后 点头答应了 不单单 是给同为道门老祖的 张三丰和王重阳面子 也是陈轩自己 遵从内心的决定 虽然道门不久前 还和他是死敌 且几位道门老祖 联手引爆介于本元力量 让他和七叶 差点死在神霄境天里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不让原始魔主 得到两颗极品魔种 修补境界裂痕 张三丰和王重阳 也有帮忙引爆 这一点情有可原 更何况从重建大夏的角度上讲 让道门臣服 比赶尽杀绝更好 多谢谢弟 一枚老祖率一众到门弟子 鞠躬道谢 并立下天道誓约 表示永尊大夏为主 就在所有人 以为这场大道之争和阵魔之战 到此画上据点时 洞天入口处 突然传来一道戏谑 而又带着一丝阴冷的清笑 谁说邪弟陈轩 已经成为中州之主了 众人一听 齐齐往洞天入口处看去 只见那里出现六位气息 极其强大恐怖的人影 其中两人 正是吉乐宗宗主 罪月夫人和山海界唯一女剑仙 宿赢 另外四位气势非凡的男子 各个邪气凛然 明显是和罪月夫人 关系匪浅的隐士邪宗宗主级 或者长老级强者 陈轩这边的顶级强者 看到六人出现 面色紧接一沉 连北宫县都觉得 棘手的大麻烦到了 除了北宫县自己 没受什么伤之外 陈轩这边 能和罪月夫人六人抗衡的强者 基本各个身受重伤 无力再战 而北宫县也是 法力几乎耗尽 最多只能稍微挡住 其中一个对手 四壁战魔和少典大帝 刚刚复生 还处于虚弱状态 至于护送沈彬兰他们 离开的阴如魅 各大鬼王 就更不用说了 在幽冥鬼府里 受的重伤 还远远没有恢复 所以只要罪月夫人 动了杀星 她和宿赢 还有四位邪宗强者 就能把陈轩这边 吐露殆尽 除了山海界 唯一一位女剑仙素 以外 罪月夫人 带来另外四位 一身邪气的爵士强者 在场修到年龄稍小的 或许不认她 但是 一枚老祖等几位 活了超过五千年以上的老地仙 却是一眼就认出 七七八八 一枚老祖 先是看向最左边那位 全身血气缭绕 双眼星红的冷意男子 与戴以思惊怒地叫道 薛惨人 你当年乃是大夏皇朝 杜杰其武修 后来撕炼血迹武学 为大夏所不容 与大夏与魔门开战前叛逃 消失五千多年 没想到 真让你修成了血迹邪功 一美 你这个老家伙 居然还认得本散人 不错 不错 那血腥气极重的男子 微微压抑 嘴挤嘴角 勾起一抹戏血 说起来 你这个老家伙 当年给大夏扶堤作响 后来大夏覆灭 你趁势而起 成为中州之主 可真是讽刺得很呢 不过现在拥有 大夏纯正血脉的本散人 且来接管中州 接下来就没你们这群 道门老家伙 还有邪地陈轩之流 什么事了 陈轩听得双眸冷色一闪 其他人也是纷纷沉下脸来 包括洞天内外的一种高手 由于太清神霄道洞天 崩塌大半 入口破裂 毫无折挡 所以殷如魅各大鬼仙 逍遥宗众人 陈轩的诸位红颜 还有舒布达等各方修士 都看到了 罪月夫人六人的现身 一时间呢 进阶惊异不已 本以为这场道争之战 就此结束 没想罪月夫人 帅几大邪道隐师帝仙 坐守渔翁之力 这一下恐怕难以善了了 特别是听一枚老祖说出 那个血腥男子的修名史 听过血散人相关传闻的一些修士 更是面色大变 似乎想起什么很不好的事情 现在这位血散人 在陈轩面前 好称自己也是大夏纯正后裔 扬言要接管中周 表明了 就是冲着陈轩来的 而且还经过了罪月夫人 和另外三位强大邪秀的同意 一枚老祖被血散人 这么一番嘲讽 脸色很不好看 他转而看向血散人旁边那个 凌空而立 鹤发童颜 但表情有点猥琐的老者 如果本老祖没认错的话 阁下应该 就是山海界第一用毒高手 不毒宗宗主 天毒老怪吧 一枚 你这静万年倒不是白活的 本宗主 好几千年没出来走动 今天看在罪月的面子上 前来中周 你还能认得出本宗主 看来我们古独宗当年 毒杀你们那么多正道高手 和大下午休 给你留下很深印象嘛 鹤发老者 笑嘻嘻地说出 这番让人背脊发寒的话语 在场许多修士 听到古独宗和天毒老怪的名号后 全都一脸惊骇 和血散人相比 天毒老怪和古独宗 修明更加可怕 毕竟血散人杀得正道休士 远没有古独宗多 陈宣建这个天毒老怪 也和大下皇朝有仇 他的眸光 会有更加忧愣了 不过他没有说什么 还是由一枚老祖 道出另外两位 邪道地先的名号 这是因为陈宣知道 一枚老祖说这么多 是为了拖时间 好让几方高手 能多出一点点时间调息 接下来 一枚老祖看向一个 和罪月夫人靠得最近 凭空立在罪月夫人右手边 身穿华丽衣袍的美艳男子 勾美宗宗主语文无欢 你和极乐宗宗主罪月夫人 并称山海界 两大最为荒淫无度的顶级存在 传闻罪月夫人勾引古尘骁之前 宇文无欢 你早已和罪月夫人走到一起 只是当时你们二人尚未成名 便满天过海欺骗古尘骁 为的就是盗取他自创的顶级多修功法 九阴颠链 吞扬真经 本老祖说的对不对啊 哼 你这老家伙 知道的隐秘还挺多的 罪月夫人当即轻笑一声 听得在场修为不足的修饰 心头血液翻有 难以自制 而罪月夫人身边 一直神色清冷淡漠的宿吟 听到一枚老祖说出的隐秘时 眼眸深处 似乎闪过一丝不为人知的微光 但罪月夫人却是一副 完全不在意 被宿吟知道这件隐秘的样子 毕竟宿吟愿意 离开以天万剑宗 跟她混在一起 就表明了宿吟 也是对古尘骁阴暗深恨 而看 勾美宗宗主语文无欢 脸上阴晴难分 且没有半句回应 显然她和罪月 还没将古尘骁自创的那本 顶级多修功法得手 所以陈轩一下就明白了 这位语文无欢呢 大概是以为古尘骁的功法 放在他这个独传弟子身上 因此趁正道强者进阶众生 便前来抢夺 最后一位 一枚老祖 把目光转向那个 看上去不喜和另三位 邪道弟兄混在一起 有点孤僻的 高大修士 此修士除了一身邪气外 腰气也很重 身穿灰色衣袍 屹立在半空中 整整有三米高 气场不是一般的强 在脑海中搜寻一番 天地大腰的信息后 一枚老祖 还是无法确定 四人的身份 陈轩当即看了身边的 袁无峰一眼 袁无峰也是天地大妖 或许知道 对方那位 要求的身份 昆蓝妖王 你在你的东海老巢 归缩上万年 怎么也喝上了 罪月夫人的迷魂汤 出来给他卖命啊 不嫌丢你先祖昆蓬的脸吗 袁无峰 毫不客气地讥讽一句 众人一下就看呆了 原来罪月夫人 请来的这位顶级妖修 居然是山海界 五大妖王之一 和神侯大王 袁无峰 齐名的 九节天地大妖 昆蓝妖王 怪不得一身妖气 如此可怕 而且气场 还隐隐压了 另外三位邪道强者半头 这位昆蓝妖王 很可能就是罪月夫人 请得最强帮手 得知昆蓝妖王身份后 陈轩这边的顶级强者 一颗心 彻底沉到谷底 他们都知道 这短短时间的调息 根本不可能 让他们能够抵挡得住 四大邪道强者 更别说罪月夫人和素银 也是山海界最为顶级的存在 罪月 别跟这些半残的家伙废话 老子只想要那臭猴子的腰单 赶紧动手 昆蓝妖王阴策策地开口 语气显得十分不耐烦 罪月娇笑一声道 大王别急嘛 我还没跟古尘消的 独传弟子叙叙秀呢 当年东华山一别 小家伙都成长为 山海界人人景仰的 邪弟大人了 陈轩 你成长的速度 可真是让师娘 我意外的很呢 罪月夫人 你作为害我师尊 流落外遇的罪魁祸首 你好意思在本邪弟面前 自称师娘吗 陈轩此言一出 罪月夫人 神色骤然意冷 因为陈轩这句话 就意味着 他肯定和古尘消取得联系了 当年古尘消 被罪月夫人 联合多位邪道地县为杀 最后以陨落三位地县的代价 把古尘消 混在一个超级大阵里 并挪移到碧落天穷上 被困住的古尘消 受九天刚风吹拂 飘进外语星空中 如此 罪月夫人她们 才算勉强解决掉 古尘消这个大麻烦 此事乃是罪月夫人 最大的隐秘之一 绝对没有一个外人得知 所以罪月夫人 立马断定 是古尘消 通过某种方式告知陈轩的 至于什么时候告知的 罪月夫人猜测 应该在不久之前 古尘消之前没说 肯定是要在陈轩成长起来之前 保护的 否则 陈轩贸然去找其中几个师娘 古尘消可无法确定 哪个师娘像宿银这样 被罪月夫人蛊惑了 而且陈轩没有实力的情况下 说出这件隐秘 又有谁会相信呢 更何况古尘消得罪的 不止罪月夫人一伙 还有其他一些 地义先级强者 所以之前不告诉陈轩 反而能让陈轩更安全 此时 陈轩道出真相 全场所有人的神色都变了 包括范秀斌在内 其中宿银的神态变化最明显 她当即对罪月夫人 投去质问的野神 罪月夫人之前 已经预想过这种情况 因此 她不慌不忙地 给宿银解释 银儿妹妹 陈轩这小滑头挑拨离剑 你也信她吗 你仔细想想 我哪有本事 把陈轩逼出山海界呢 岁月 既然你能请出 这四位邪道地仙 那么请他们围杀古陈轩 肯定也没什么问题 这件事情的真相 是古陈轩自己亲口告诉陈轩的 你还能怎么狡辩 玉罗刹冷声开口 苏银小妹 我可以佐证此事 邱三娘子也站了出来 而张旨成身后的乌缝 也随之附和 还有我 见曾经的三位姐妹 都开口作证 苏银看向罪月夫人的目光 其中质疑之色更深 罪月夫人还是丝毫不慌 三位姐妹和陈轩 她自己都是口述 这样的话 本夫人同样可以说 陈轩也曾亲口告诉我 她是自己想去探寻外遇的呢 本来今天我带颜儿妹妹过来 就是为了跟陈轩她唯一的弟子问清楚 既然陈轩能和她师父联系上 那就告诉颜儿妹妹 陈轩现在是什么情况吧 看出在场爵士强者们都受了重伤 或者法力耗尽 罪月夫人认为自己牢牢掌控大局 因此并不急于动手 而且她这样做 也是为了进一步蛊惑苏银 让苏银相信她 作为山海界唯一一位女剑仙 苏银的成仙之路 不像别人那样经历千难万险 她天生乌银之体 这是一种极品修仙体制 但也有着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道心缺失 不管修炼还是平时 所想所做都容易陷入极端和偏激 一个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 堕落而不自知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体制 上天给了她最好的补偿 让她这种特殊体制 还拥有被男性强者 呵护联系的特征 所以苏银败入倚天万剑宗后 得到以中南天为首的 诸位剑仙疼爱 师兄们从小到大 都是对这位小师妹呵护有加 没有让苏银 接触修仙界的险恶 之后随着独孤夜的前世 李若白加入倚天万剑宗 以及古尘骁拜访倚天万剑宗 展现风采 掳获 素银芳心 这位奇女子获得了福西允落后 天底下最为耀眼的三个男人的宠爱 古尘骁把自己的至真领英分裂出一半 以一道至高密法 帮素银补完 替之缺陷 中南天不惜宗门资源 培养素银 并和李若白强行顶着他人相帮 则未能加倍这条杜劫法则 一次次为素银抵挡天劫之威 让素银成就地仙 所以即便素银成仙后 还是一如既往的单纯 他不解 古尘骁为什么不告而别 离开山海界 随着素银内心的忧怨质疑越来越深 逐渐陷入偏激 岁月夫人便在中南天 及各大剑仙驻剑这段时间 趁虚而入 以极乐宗顶经魅惑法门 一步步诱导素银堕落 才让一开始 只是想出来散散心的素银 走到今日这个地步 听了罪月夫人一番话 素银便把目光转向陈轩 淡淡道 我想见你师父 他到底在哪里 素银师娘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是罪月夫人 便和多位携到强城 把我师尊逼出山海界 有在场几位师娘作证 只要你相信我 我就有办法 让你和师尊去得联系 陈轩耐心地再次解释一遍 为等素银说点什么 罪月夫人便冷笑起来 陈轩 你那点小心思 骗得了你素银师娘 还骗得了你罪月师娘吗 可明显 你根本无法让你师父 回来山海界 现在 你们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可惜你的罪月师娘 已经算透了 接下来 不会有任何高手过来救你 包括东华山上 那位天下第一剑仙 几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慕怀南 盖拉 话音一落 罪月夫人 转向素银 言语中 带上一丝 独门魅惑邪功 银儿妹妹 我们把陈轩带回去 慢慢问清楚就行了 你放心 陈轩她肯定会来见你的 就算有什么麻烦 姐姐我也会尽力帮你 素银不再说话 显然已经默认了 罪月夫人的决定 罪月夫人和四大邪道强者 血散人 天独老怪 语文无欢 还有昆蓝妖王 对视意 五人眼中 同时浮现阴冷杀意 就在五大邪道强者 准备动手 陈轩这边 高手进阶心中一尘时 东边突然出现 三道绝顶强横的气息 速度快如闪电 眨眼之间 三道强横气息 已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得陈轩这方 转睛为喜 而罪月夫人 即四位邪道强承 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眼中满是惊意 和不敢置信 来者正是以天万剑宗宗主 天下低剑仙中南天 还有他的两位剑仙师弟 陈轩和周南天的 两次见面 周南天都是从 山海界第一强场 变成第二强场 上一次是独孤夜升到第一 这一次是七夜胜君 胜到第一 但是两次都非常短暂 两人飞升后 中南天又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了 再一次 剑道身材高瘦 形象轻取的中南天 陈轩发现 这位大剑仙和上一次剑道士相比 似乎苍老了不少 原本只有双鬓发白 现在头上有一大半是银丝 连三缕长须也白了一切 大概是因为宗门发生重大变故 最疼爱的小师妹 又受罪月夫人 顾获离家出走 之后还要稳固 被劈成两半的东华山 以及镇压无节杀剑的 绝世凶性 又经历了天地大劫 才让中南天老得这么快 但是他再次现身 依然风采绝世 中大剑仙 众人惊喜交加 毕竟中南天 在正道中的威望 比一枚老祖还要高一点 也就是因为东华山论剑 而稍有下跌 钟师兄 东海三剑仙 看到中南天出现 也是欣喜非常 虽然他们更崇拜独孤业 但中南天在三人心目中 同样是无敌的化身 中南天一到 他们就觉得一切都稳了 罪月夫人眼角 跳了几跳 语气阴寒 且惊异地开口 中南天 你怎么可能 醒醒地被你发现了 罪月 若不是谢令凡师弟 他昨夜偷偷解开 无节杀剑的风镜 老夫还发现不了他 竟然早就受你魅惑这一点 当年你在老夫闭关铸剑期间 多次潜上东华山 与素银优惠 原来谢师弟 并不是不知道 只是故作不知 你这一手藏得好深啊 无怪乎当年 古陈骁被你骗了 中南天 严厉而道 众人一听 顿时明白了什么 陈轩也是露出 恍然之色 怪不得当年 那个剑仙谢令凡 对他十分针对 原来居然 也受了罪月的蛊惑 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手段实在太厉害了 此时罪月 反而一脸淡定 嘴角又勾起 标志性的媚然笑意 不愧是中大剑仙啊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过你那谢师弟 也真是个废物 床上顶不住 老娘几个回合 给老娘犯件 小事都搞不定 我建议中大剑仙 你还是一剑 把他杀了 谢令凡对你的 以天万剑宗来说 就是不折不扣的 宗门之耻啊 谢师弟 已被老夫关在禁地内 面壁思过 不劳烦夫人费心 钟南天知道 罪月想激怒他 但他岂会受急 当即拔出佩剑天心 激发出横绝天地的 浩大剑气 然后看向陈轩 谢弟 老夫今日 便为你光复大夏 助威一番 钟南天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向陈轩 看了过去 眼中有着无限的羡慕 钟大剑仙这句话 可是给足陈轩面子了 没有把陈轩当成小辈 而是尊称邪弟 直接表明了 以天万剑宗 对陈轩重建大夏的态度 罪月夫人 听到脸上的笑意都没了 只余下一脸阴寒冷厉 四位随我抓住陈轩 话已落 罪月夫人 以顺一般的恐怖速度 向陈轩掠杀过去 血散人 天独老怪 语文无欢 和昆蓝腰王 犹豫一下 同时跟上 并展开 神通杀招 四大邪道高手 对钟南天 还是非常忌惮的 只不过仗着 几方人多 钟南天只带了两位剑仙过来 其他高手 又无力再战 他们才敢出手 否则就此离去 心有不甘 五大邪道高手 对上三位剑仙 其中昆蓝腰王 战力最强 只略训 缘无风 因此这位顶级大腰 默契地和修炼血迹武道 擅长进展 且全身部位 紧接血化 不怕剑一斩击的 血散人 联合顶住钟南天 语文无欢走的是 魅惑幻术之道 天独老怪 专攻天下各种奇毒 两人分别 对上钟南天的 两位剑仙师弟 这样一来 罪月夫人便能去抓陈轩 像殷如媚这些 顶级强者 重伤后 能稍微抵挡普通地先 但和同级的罪月夫人 交手一个不慎 就有可能当场雨落 想挡住她 是不可能的 然而罪月夫人 又怎能想到 困难妖王和血散人联手 还是压不住钟南天 她还没飞到 陈轩身前 钟南天的一道剑气 便斩了过来 罪月夫人心中恼怒 却被迫卷入 钟南天的剑圈范围内 只能和困难妖王 血散人一起 围攻钟南天 素银 你还不动手 我想见你的陈霄大哥了吗 听到罪月蕴含 怒意的叫声 素银凭空 立在原来的位置 一动不动 一点动手的意思都没有 四大邪道高手 全都恼怒不已 罪月 你让钟南天的一个师弟 和一个师妹 参与计划 现在不是坑害了我们吗 被四位同伙这么一质问 罪月根本没法解释 她只能压住 心中的不甘 与其阴冷至极地 说出一个字 撤 随即自己 率先退出 钟南天的绝强剑圈 飞到素银身边 拉起这位女剑仙的手 强行拉着她 逃离 四大邪道高手 重骂一声 硬扛了一轮剑威 也各自施展 顶级密盾 速度极快地败逃了 几乎一瞬之间 并和罪月素银 一起消失在天边 钟南天没有追击 她知道 罪月这女人 阴险狠毒 很可能留有后手 万一被罪月 来个调虎离山 就不好了 沙腿斜到强者后 钟南天来到陈勋面前 与带欠一带 开口道 姐弟 很不好意思啊 昨夜我谢师弟 私自解除 无劫杀剑封印 老夫和两位师弟 耗费一些时间 才将无劫杀剑的凶行 镇压下去 一直来晚了 这百年来 无劫杀剑的凶行 是一年比一年强啊 钟大剑仙 你能及时救场 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怪你来晚呢 陈勋微笑表示感谢 钟南天 还是一脸惬意 老夫当年 受福西前辈恩惠 一直无以为报 如今 只能为你重建大下 尽一点绵薄之力 甚感惭愧 今日钟大剑仙 为我杀退邪道势力 本邪地光复大下 再无阻碍 我们理应不及小节 不天同庆啊 陈勋说着 早是全场一众高手 一众支持陈勋的修士 起身欢呼起来 其中 那些午修 又为激动欢喜 时隔五千多年 大下皇朝 终于又能重现 当年荣光 一个全新的武道盛世 即将到来 经此一战 各方势力都认为 邪地陈勋 得道多助 引多位爵士强者 前来中州相邦 又令天下第一巨拨 道门拜服 如此 陈勋光复大下 成为大下第四位人皇 众望所归 再无意义 一时间欢呼声 连天阵响 不管是逍遥宗高手 前来相帮的 各方修士 还是数以百万计的 中州将士 都无比兴奋地 迎接这历史性的一刻 陈勋看着 地面上 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高呼携地万岁的 中州将士们 他的眼中 又战战神光在闪耀 这一天 他终于完成了 仁皇伏夕的遗志 重建大下皇朝 接下来 便能专心修炼 帮北宫县完成之前 答应他的事情后 等修为提升到地仙境 再将最悦夫人 等新旧仇敌灭主 此时此刻 陈勋不由回想起 七叶飞升前的神态 和所说话语 当时七叶看了东边一眼后 露出放心的神情 显然是提前感应到 钟南天会来救场 但七叶说 西边的强敌 交给陈勋自己解决 陈勋却不觉得 七叶说的是最悦夫人 首先最悦夫人她们 不是从西边出现的 其次七叶 话语里的意思 明显说的 是东方修行界 以外的西边 特术学生 一位位红颜飞过来 沈冰兰 风月 张志成 秦飞雪 姬无双 唐秋灵 香蝶蜜 楚清秋 遥遥情境 陈勋俭之位 绝色红颜 美眸中 泛起淡淡窝光 看得出 她们内心都有 无限喜悦 和大多数 重养羡慕陈勋的 各方修饰相比 红颜们 才是对陈勋这些年来 经历诸多艰险 感受最深的人 所以 当大局已定的这一刻 她们高兴地 机遇喜极而泣 感动欣喜之情 无法用言语描述 陈勋和一位红颜的目光 相对过去 嘴上没说什么 但一切 尽在不言中 极品一心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然后她把表示 真诚感谢的目光 投向每一位 倾力相帮的修饰 北宫县 袁武峰 陈思震 丁如魅 东海三剑仙 逍遥宗高手 各大武朝将士 各大鬼王 及他们的阴兵下属 钟南天 和她的两位师弟 等等等等 我协弟陈轩 非常感谢诸位 先来中州相邦 此分恩义 勇气于心 现在我们先找个 安全一点的地方 谢谢刘商 一面隐士协宗 卷土重来 但我大下皇朝 光复庆典之日 还要请诸位 作为上座宾客观礼 陈轩这么一说 四面八方 无数人应和 无一人反对 这时苏玉成 飞到陈轩面前 一声禀报 协弟大人 小人建议 去殷商皇朝 再歇吧 正好我们只剩下 殷商没有接管 而且中大剑仙 和他两位剑仙师弟 肯定还会一路庇护 岁月夫人他们 应该不敢去而复返 陈轩听了 苏玉成的提议 略微沉吟后 点点头 让他带着 没受伤的 江瑶宗高手 安排邀请各方修士 去殷商皇城 此时的陈轩 具天下大势于一身 各方修士 巴结他都来不起 哪会有什么意义 因此大伙便 欢天喜地地 跟在陈轩 及一众爵士 强者身后 往殷商皇城 方向飞去 天空上划过 无数道 五彩斑斓的顿光 声势浩大 场面壮观至极 令远方观者 无不震撼感叹 陈轩和北宫县 并肩飞顿 当即问起之前 北宫县所说之事来 北宫 你之前说 要陪你 还有另一位 星罗成员金赫兰 探寻一个秘境 到底是什么秘境啊 那是一个 北宫县 谋光空远 传音语气里 带着一丝 神秘感 那是一个 雷电枯竭 恢复徘徊之地 陈轩听得 微微一正 他想起 自己以前似乎 也听说过 类似的描述 或者说 经历过 类似的场景 确切地说 他曾经有一次 在脑海中 出现这样的幻想 那个幻想中 出现了代表 枯萎 衰竭 充满 死亡气息的场景 仿佛整个山海界 都成了一片 如噩梦般 可怕的永恒死欲 当时陈轩 并没有把这个 一闪而过的幻想 放在心里 毕竟会影响 他的道心 现在仔细想想 可以说一句 细思口疾 他发现 即便只是一个 中等界域的山海界 似乎还隐藏着 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猛然反应过来后 陈轩立马取出 三片还没恢复 百分百生机的 沧海灵树之夜 给北宫献看 北宫 我第一次看到 这三片 沧海灵树之夜时 三片灵液 都是枯萎状态 他们让我一瞬间 产生了整个山海界 都是死灰色的幻想 当时 我没细究 三片灵液 为什么会沾染 这种死灰色 也忘了问 那位仙羽帝国修士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我把当时的幻想 和你描述的 灰雾徘徊之地 联系起来 难道 只说想多了 哦 还有这种事情 北宫献仔细 端详三片灵液 伸手触碰一下 却没什么特殊感觉 不过他并没有 否定陈轩的联想 微微一笑说道 陈轩 也许你的直觉 没有错 当我们修为 提升到一定境界后 就会把以前 许多看似 毫无关联的事情 联系起来 你当初看到 三片枯萎灵液时 产生的幻想 必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 也就是说 三片灵液 不是被抽干灵气 才枯萎的 他们很可能 曾经被某些 蕴含死亡天地 法字的东西 触碰过 至于和我说到的 那个秘境 有没有关联 这还不好说 因为我只掌握 那个秘境 片灵半爪的残缺信息 连那个秘境危险程度 有多高 都无法确定 所以 关于你产生的 死亡幻想 我建议你 问问殷如妹 她是轨道大家 对死亡相关的事物 隐秘 涉猎较多 陈轩听完 北宫线所说 点了点头 当即传音给殷如妹 请她过来讨论 殷如妹飞过来后 听了陈轩的描述 当场凝撕起来 过了片刻 殷如妹才传音 给陈轩和北宫线两人 我曾经在一个 即将崩溃的 殷属性秘境里 接触过类似的 死灰色气息 这种气息 很可能不是诞生于 山海界 而是来自 无尽星空中 至少 我从未在山海界 见过同样的 顶级死亡之气 可惜我当时 没机会捕获 一丝死亡之气研究 那个小秘境就崩塌了 后来 再也没有遇到过 类似的气息 陈轩和北宫线听完 两人对视意 眼中神色 我又更加好奇了 只不过殷如妹 还是重伤状态 且北宫线完全没有邀请 其他人一起探寻 秘境的意思 所以陈轩 只能打消 心中的想法 对音如妹表示 感谢后 陈轩和北宫线 继续单对单 传音探讨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听陈轩这么问 北宫线代小回答 不急 等你重建后的大小王朝 相对稳定下来后再说 我在这一战中 消耗也比较大 需要时间调息 还要等另一位 新罗成员金贺兰 总之 你先完成自己的事情 好 陈轩当然不会 和北宫线客气 同时他也决定 把龙帝之界 隐秘 吐露给北宫线 还有一件事情 我很久之前 在一个仪器之地里 得到这枚 酷似星罗之界的戒指 你看看 是不是和星罗戒之手 紫微地心戒很像 陈轩取出包裹着 一层隔绝 神石灵光的 龙帝之界 北宫线神石探进去后 眼中立马 浮现浓浓的 惊奇之色 确实很像 不过 你这枚戒指灵器 非常微弱 不如最低阶的法器 也许 是紫微地心戒的 仿制品 也不能完全说是仿制 因为法制法宝 大多形似神不死 而这枚戒指 却有星罗戒的精髓 所以 你能不能确定 龙帝之界 就是紫微地心戒呢 陈轩略为期待地问道 北宫线思考了几秒后 才开口回答 如果这枚戒指 没有星罗戒的各种功效 那么它只能初步 鉴定为 紫微地心戒的 纺织品 你也知道 星罗戒来历 非常古老神秘 连我们十几个星罗成员 都不太清楚 虽然掌握了 星罗戒的用法 但 还没摸清 它的全部秘密 所以这个问题 我无法给出 肯定回答 看来 只有等我们 到了高等界域 才有机会探知 星罗戒的来历了 陈轩这样应了一句 心中犹豫一下 并没有把龙帝之界 能吸入八部浮屠这件事 说给北宫线听 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秘密 虽然陈轩现在 非常相信北宫线 连龙帝之界 都拿出来给他看 但是 八部浮屠 可以说是目前 陈轩最大 也是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除了诸位红颜 可以毫无保留 对其他人 再信任 也要保留几分 而且北宫线 也有自己的秘密 比如之前 为什么 一直以分身出现 他的来历又是什么 有没有自己的 私人目标 加入星罗 真的纯粹 出于兴趣吗 以上种种 北宫线 都没有和陈轩聊过 但两人之间 不会因此而互相怀疑 因为怀有秘密 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正常的 结束这段私人交谈后 陈轩看到 一枚老祖 飞到他的身前 神色恭敬地 请示道 协地大人 阴伤之前 一直是我们太清 神骁道的总之所在 要不要我提前 去通知阴伤皇帝 几种阴伤高手 出来迎接您呢 不用了 我们直接进去 皇城便是 实际上 不用一枚老祖通知 阴伤全部重要人物 都在皇城外 成皇成孔地 跪拜恭候了 得知 道门臣服的那一瞬间 阴伤皇帝便立刻 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此当陈轩率众人 来到阴伤皇城前时 完全不需要 说什么招详的话语 看到眼前这位 战战兢兢的商皇 陈轩能够理解他的为难 之前处于道门高压下 这位商皇 也是身不由己 他只能 整日饮酒放纵 装作刘阿斗一样 把自己吃得 胖乎乎 傻愣愣的 看上去还有点滑稽可爱 和书不达有得一比 一番简单续话后 陈轩便和众人 进入阴伤皇城中 许多修士都为这座 宏伟繁华的大都城 而赞叹不已 看得出来 商皇和阴伤贵族 在享乐方面 还是很有品味的 且下了很大功夫 打造皇城 这让陈轩生出 就把这座皇城 定位大夏皇朝 皇城的想法 走在陈轩两边的 诸位红颜 也是这样想的 就算身为高阶修仙城 女孩子 对奢华艳丽的事物 还是无法抗拒 接下来 陈轩亲自安排 钟南天 等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进入皇宫休息 其余各方休士 则由苏玉成 还有热心的书布达来安置 一切都有条不紊 至于光复庆典 等众高手 稍微调息过来再提 先由苏玉成 还有各大武朝 负责典礼的专业人士 制定计划 安排得差不多后 陈轩和心爱的女人们 终于有了难得的私人空间 在商皇的提议下 陈轩携朱美 进入皇宫后院中 一处极为金碧辉煌 华丽奢侈的所在 这个看上去 极尽宏伟堂皇的摇台穷殿 之前只有商皇自己 还有皇后妃子们 可以进入享乐 其核心 是一座以高浓度灵酒 为池水的温泉灵池 池底共有三十个灵泉之眼 都是从天南地北 各个极品温泉中 搬运而来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温泉池周边 放着各种美酒佳肴 情色乐器 西式珍宝等等 令人赏心悦目 迷醉不已 看到这处后宫穷殿 陈轩和朱卫红颜 都由衷地感叹 这个胖子商皇 太会享受了 只不过 现在成了他们的疗伤圣地 这座温泉池 有极佳的疗伤功效 而且每日都会换一次水 根本不会出现 灵气稀薄 或者受到污染的情况 商皇命宫女 送来一应 喜玉之物和灵丹妙药 在告知陈轩如何开启 穷殿近日之后 便非常识趣地 待人退出了 虽然这位皇帝 常年麻醉自己 但他关键时刻 还是很清醒的 对过往的奢侈 荒唐生活 绝不留恋 他知道 从今日起 这座穷殿 便不再属于他 陈轩按照商皇 所说的法诀 向穷殿四壁和大门 打去一道道灵光 开启几十道禁止 这些禁止 经过精心布置 连地先级的神识探查 都能完全割绝 殿门一关 禁止一开 里面发出再大的声音 外面人也听不到 一丝一毫 此时相谍密他们 轻松地谈笑着 开始宽衣解带 下水泡温泉 今天还是难得 这么多位姐妹 齐聚一趟 而且一起泡温泉 像沈冰岚 秦飞雪这样 平时都较为矜持的 当着其他姐妹的面 宽衣 还有点不好意思 更别说 还有陈轩 在池子另一边 看着 对于陈轩来说 眼前的场景 就实在太过赏心悦目 美不胜收了 水烟鸟鸟鸟 热气腾腾的温泉池边 一味味美人 宽衣入狱的动作 极具视觉冲击力 便是人间仙境 都不过如此 这段时间 精神持续紧绷 陈轩这一放松下来 欣赏着眼前的人间角色 又笼罩于淡淡水蒸汽中 整个人瞬间 放松了许多 当下陈轩也除去 自己的衣衫 大步跨入池中 看得其中几位红颜 面目耳赤 不敢多瞄 下来温泉池后 陈轩和朱卫红颜一样 都躺靠在池边 一开始 大家都不说一句话 静静享受着 这种全身毛孔放开 舒爽放松至极的状态 不知不觉 陈轩眼睛微眯 进入半昏睡状态 战斗太久 经历多次生死 她实在太累太累了 朱卫红颜也没有打扰她 让她先恢复一番精神体力再说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轩醒了过来 只感觉前后左右都是温暖 睁眼一看 原来是香蝶蜜和杨耀勤气 帮她舒缓筋骨 而且还不是用手 一下子 陈轩心中的火焰 就窜上来了 再看其他红颜 坐在另一边泡温泉 聊天的时候 时不时瞟一眼这边 他们惹火妖娆的身材 在温泉池中 若隐若现 更让陈轩难以自意 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 即使度过两次天劫 加上天地大劫 就是三次 陈轩看到容颜爵士 身材火爆的红颜们 雾灼片里聚在一起的一幕啊 还是十分的热血沸腾 更别说 还有三位 正在卖力地服侍着她 此情此景 夫妇何求啊 终于在香蝶蜜 和双胞胎姐妹花 高超的手法技术下 陈轩忍不了了 也不管其他红颜 一直偷看 先和身边三位 极品游物 大战一番 拜拜火器 一个时辰后 陈轩又和其他几位 或逢颜 或娇羞 或欲聚还迎 或四点四称四月 或药不够 喂不饱的红颜们 连番熬战 多修场面 亦是花样繁多 或于池中 或在池边 或秦王绕柱 或墙角壁东 捉队人数 则是陈轩和红颜们 或二对一 三对一 四对一 或红颜们自己 两两三三自娱自乐 交替作战 这一场场 私缠绞杀 直战的天昏地暗 求饶声连连 不知外界 天光几何 不知过去多少时辰后 陈轩左拥右拦 和诸位红颜 套在温泉池一边 享受战后的温存 沈冰岚一头长发 湿漉漉的 套在陈轩肩头 悠香芬芳 她轻咬欲齿 娇羞难当地 低语道 陈轩 虽然我们每次和你 没有任何保护 也不会怀上 但是日后 你率先飞升高等介遇 有没有想过 欺让我们那个 冰岚 那个什么 香蝶蜜一脸坏笑 明知故问啊 沈冰岚咬着背齿 不回答了 秦飞雪楚清秋 等几位容易害羞的红颜 瞄懂沈冰岚话里意思 脸上红侠 不又更加娇艳了 陈轩呵呵已笑道 我也有想过 让你们像雨柔那样 给我生一个孩子 但是你们还未成仙之前 境界不算圆满 生孩子的话 有可能会损失本源力量 导致以后 无法修炼到大到极致 所以我们可以等 境界圆满后 再要孩子 反正我们都不会老 寿命悠长 不急于一时 朱月红颜都对 陈轩这样的想法 没什么意见 修签之后 他们的心态 已经完全转变了 而且陈轩也说得 很有道理 谁不希望自己 生出的孩子 是完美的呢 如果自己修炼到 境界圆满 孩子一降生 就是各种先体 道体 和现在生 完全不一样 说起雨柔 光复庆典的时候 要不要把他 还有我们大家的父母 接到山海 进来观礼呢 靠在陈轩 另一个肩膀的风月 提议道 反正有中大剑心 还有各封高人保护 中周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且以我们的修为 接反人过来上海界 也没什么问题 陈轩 你觉得怎么样 月儿 你这提议很好 我也是这样想的 陈轩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无论如何 他都要在和北宫县 去探寻那个生死难料的秘境之前 见一见自己父母和顾宇柔 对此 其他红颜 当然也无意见 陈轩想了想又逃 我还打算在光复庆典那天 同时举办一场盛大婚宴 这样的话 在我前往高等介遇之前 就能给你们一场完美的婚礼 到时候整个山海界的修士 都会前来中州祝贺 你们说好不好 诸位红颜都没想到 陈轩毁考虑到这件大事 这让他们惊喜交加的同时 亦是感动幸福至极 其中几位还留下了心细的泪水 好 太好了 风月激动地连连道好 陈轩哥哥 我们爱你 瑶瑶和琴琴 更是凑上来 亲了好多下陈轩的脸颊 太棒了 香蝶脸直接把陈轩脑袋 捂进她沉甸甸的怀中 可惜 殷重华姐姐不在 不然也让她参加婚礼 风月十分大度地补充一句 陈轩和其他红颜听了 都觉得可惜 不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穷殿里待了三天三夜 元气恢复得差不多后 陈轩便和诸位红颜出来 安排一应事宜 其实招待各方修士 准复光复庆典 整合各大五朝这些事情 都有苏宜成 以及各朝专业人士去做 陈轩只负责 一个大体的方向 最主要的是将父母 顾与柔 还有诸位红颜的家人 接到山海街 当然 还有华夏那些 和陈轩交好的人物 只要他们愿意 通通接过来 参加庆典 一切大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没有半点差池 隐士协宗 自那天之后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望尘师太范朽兵 则表示 自己参加完庆典后 就返回集西佛国复命 大约一个月之后 各项事宜基本上 安排妥当 大夏皇朝光复庆典 如期举行 山海街各大周域 万千宗门 无数修士 纷纷赶来中州 远殷商五朝皇城 不能来的 也托舒布达 转送贺礼 这倒让舒布达 又从中大赚一笔 一时间呢 整个中州 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 大有当年 以天万剑宗 寄见大殿时 万宗来朝之事 应该说 比当年东华山的场面 还要盛大壮观 毕竟连中大剑仙 都亲自来贺 更有道门诸位老祖 神侯大王 缘无风 英如梅 范秀斌 等等重量级人物 哪是寄见大典 能比得上的 站在皇城某处城墙上的 张三峰和王重阳 看到城中络绎不绝 鱼贯而入的 各方名人 不禁感叹 多若福西在世 看到此番场面 必然十分欣慰 自己没有托付错人 这一天 陈轩带着 自己的父母 还有顾宇柔 加上其他红颜 带着他们的父母家人 一同游历 皇城盛景 经过详细的解释后 陈轩父母 还有其他 从华夏接过来的人 对山海界 有了大致的了解 不过 亲身经历 还是一次次被震撼 此时顾宇柔 肚子里的孩子 又差不多六个月大 陈轩一眼就看出 是个男孩 健康 且灵气十足 等出生后 便能直接修炼 带着父母游玩一天后 到了第二天 宏大的光复庆典 正式开始 苏玉成 还有 各朝文武 原本希望陈轩穿上 天子龙袍 但陈轩最后 还是决定不穿 他的本性 是追求逍遥自在 如果不是因为三皇 对他有再造之恩 他可没什么兴趣 当这个大厦四皇 但是这个位子 也只能由他来坐 少典大帝多次表示 自己只愿意辅佐陈轩 而陈轩还没将真武七事 修炼圆满 无法轰开星空深处 荒谷神之大战之后 海辟遗留的战场 荒谷神虚 将十三大夏武帝 接回山海界 所以陈轩也就 勉为其难地 当上了大夏皇朝 新人皇 这天 叶阳之下 高高的皇城 主城楼上 陈轩左右两侧 站着诸位红颜 及原先各大武朝 重要人物 少典大帝 李隆渊等等 都赫然在列 而皇城内外 则是无数午休 及各方宾客 密密麻麻的人群 直接排到了城外 极远的地方 不过官吏者 都是修士 同利远强于普通人 排在最后面 也没什么要紧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陈轩看向下方 最前排的官吏人士 其中有他的父母 有沈宾兰他们的家人 有华夏的老熟人 也有钟南天 北宫县 渊武峰 阴如梅 这些顶级修士 不得不说 这是一幅非常奇妙 且又和谐的画面 让陈轩心中 感慨世事之起 难以预测 收起 如潮般的心绪 陈轩看向更远方 他能感受到 无数午修 崇敬 期待 兴奋的目光 这些大夏后裔 都在等着他说出 那句梦莹千年的话语 各位大夏后裔 各位午修同道 各方官吏来宾 今天本邪地再次宣布 我大夏皇朝正式光复 重新统御中州 新的武道盛世 即将到来 皇城内外唱一肩 掌声雷斗 锣鼓喧天 无数午修 欢呼雀跃 激动的热泪盈眶 然后百万将士 齐声高呼 携帝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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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彻云霄的欢呼声 仿佛从中州 远远传开去 令更多各方修饰 内心为之震动 直到百万将士的高呼 稍微回落下来后 陈轩才摆摆手 示意安静 各位午修同道 无需喊五万岁 当年仁皇福西 从未把自己当成 高高在上的万岁帝皇 大侠的每一位子民 都能万岁 才是仁皇福西的宏愿 今后本邪帝 与诸位同道一起 既往开来 令大侠重现五千年前 辉煌盛世 相信 大侠人人如龙的那个时代 很快到来 好 好 好 百万午修将士 齐声呼应 钟南天等大人物 发自真心地 再次鼓掌 接下来 本邪帝还要宣布一件大事 那就是 趁今日庆典 本邪帝决定 和诸位道理完成大婚 庆典宴席 亦是婚宴 请各方同道 进城观礼 陈轩公布完后 两边的一位红颜 进阶俏列飞侠 熠熠生辉 感受到一种 莫大的荣幸 恭喜邪帝 恭喜邪帝 恭喜邪帝啊 下方又有无数修士 发出游动的祝福 这时书布达 拿出一个 可以扩大声音的小法器 扯开大嗓门 叫道 恭喜各位皇后娘娘 恭喜各位皇后娘娘 众人听了 一顿哄堂大笑 然后还真有不少人 跟着书布达一起喊 恭喜诸位皇后娘娘 恭喜诸位皇后娘娘 陈轩和诸位红颜 不又露出一抹笑意 虽然被尊为 大侠皇朝新人皇 但陈轩并不打算 立什么皇后贵妃之类 对她来说 每一位红颜 都是她心目中的皇后 她绝对不会厚此薄彼 一阵欢呼后 如朝人群涌入皇城 兴高采烈地 进去皇宫 参加婚宴去了 皇城容纳不了 那么多修士 所以婚宴从皇宫里 摆到皇城外 整整摆了几十万桌 陈轩和诸位红颜的父母 这辈子都从未有过 像今天这般荣耀的时刻 他们数九桌 都快数晕了 几十万桌 这是什么级别的婚宴规格 回到皇宫主殿里 陈轩写沈冰岚 风月 秦飞雪 张志成 唐秋林 姬武双 楚清秋 香蝶蜜 顾雨柔 摇摇琴庆 共十一位红颜 登上殿堂 按照传统婚礼仪式 进行拜堂 此时陈轩和一位红颜 都换上了大红婚衣 一摆天地 二摆父母 最后夫妻对拜 完成这一从古至今 最为神圣的仪式 幸福喜庆的气氛 洋溢着皇城内外 这一天 无数将士和各方修士 都喝得鸣顶大醉 连陈轩的父母陈轩和林玉夫妇 也和亲家们 喝了个尽兴 毕竟自己的儿子 已经不单单在华夏 在地球上出息 都出息到山海界来了 陈轩和一位位华夏熟人 以及山海界修士敬酒 一路敬出皇城 最后赢得城外 众多午休 及各方宾客的贺彩 回头看向城头上 张三丰和王重阳两位 在自饮自啄 也飞上去 一起进来 这场庆典 持续了整整七天七夜 最后送入洞房环节 当然没人敢来闹 陈轩的动法 看到十一位红颜 坐在床边 一脸寒情默默 陈轩一一揭去红盖头 看到了每一位红颜 幸福至深的眸光 陈轩 谢谢你为我们举办的 这场盛世婚礼 当年我自私地和你成婚 幸好被无双破坏了 要不然 我可真是对不起其他姐妹 沈冰岚幸福感动之余 会由回想起当年往事 继无双太太笑道 冰岚 今天大喜的日子 我们就不要提 当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我们能够在一千四百万 零六百零五分之一的概率下 转世重聚 就是最大的信誓 从此以后 还有什么能阻碍 陈轩和各位姐妹的呢 听姬无双这么一说 众姐妹都想起 当年受春秋轮回宴 灼烧转世前的那一片刻 姬无双 算出他们转世重逢概率 正是这个 几乎无限接近零的绝望数字 如果存在平行宇宙的话 那就有一千多万种失败结果 但是谁让陈轩 是万界之中 排名前列的天命之人呢 或许万界天命榜 就能解释这个概率 为什么能成功 这一夜 陈轩和诸位红颜 共度春宵 然后持续了整整 三十个日日夜夜 可惜美好时光总是过得飞快 不知不觉 又过去一个月时间 这段期间 陈轩当然有进入八部浮屠 第一层修炼 但是在第三次天结平景之前 他只靠短短一个月时间 是不可能有太大突破的 就算八部浮屠第一层里的时间流速 和外界十比一 陈轩也不可能靠这三百天的修炼 进阶地先 这还是在他和七夜 共亢原始模组化身 获得诸多大道感悟的前提下 总的来说 陈轩修炼速度 已经算超级妖孽 既然短时间内无法突破 陈轩决定和北宫县出发 前往位于极南地带的南沿之州探秘 没错 北宫县所说的那个古老秘境 就在传说中 不老权所在的南沿之州 通过新罗界传讯 陈轩得知 那位新罗女成员亲贺兰 已经先他们一步出发了 大小皇朝重建完成后 中州有道门老祖 殷如魅等绝世强者镇守 虽然这些强者 伤势还未复原 钟南天和袁无峰他们 都要返回各自的地盘 但是陈轩并不担心 罪月夫人 会带着隐氏邪宗势力 再次侵入中州 毕竟这回 可没有破镜的无节杀剑 耽误钟南天赶路时间 只要伤势已经稳定下来的 中州强者 稍微拖住 罪月夫人他们 钟南天和他两位师弟 就会赶到中州 这是钟南天 这位天下第一见仙 给陈轩的一个承诺 交代完大体事项后 陈轩便和北宫县 踏上旅程 前往南沿之州 南沿之州 据山海奇谈记载 那是一个比南满十万大山之外 万妖国还要遥远的地方 万妖国距离东方修行界 南国周域已超过亿万里 而通往南沿之州的路线 介于万妖国和南海之间 那是一条极其隐秘 涉及虚空的路线 山海界还有修士得知 山海奇谈中 记载自然也是不清不楚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修士来说 南沿之州 就是如同天方夜谭般的存在 虽然它并不比 横营海州遥远 可是一般 没什么修士 有兴趣前去探寻 包括地仙级在内 陈轩和北宫县 此去亿万里外 要赶好几个月的路 正是去时路长 回来容易 只有到了南沿之州 布下奴役镇 返程才能不耗世间 至于关于南沿之州 存在布老泉的传说 就更没什么人得知了 北宫县也只是听说过 布老泉的存在 但是详细信息一概不知 他并不觉得 布老泉会在他想要去探寻的 那个秘境里 毕竟世间之事 不可能如此巧合 当陈轩问出 既然不是为了布老泉 那是为了什么的时候 北宫县没有给出具体回答 还是和以前一样解释 说是只为单纯地 探寻山海界 这个中等介余的秘密 神侯大王袁无风 返回万妖国 准备飞升 顺路和陈轩北宫县一起南下 倒是给陈轩说了 不少关于南沿之州的传闻 比如南沿之州啊 气候极其炎热 存在大量火系妖兽 又比如南沿之州 存在大量火火山 且经常爆发 每次都是天摇地动 如同末日降临 所以万妖国的大妖 从来不会去寻找那条 通往南沿之州的 隐秘路线 因为 到了南沿之州 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 万妖国曾经啊 有几位八阶和九阶天地大妖去过 没一个活着回来 南沿之州 是一个死亡区域的传闻 在万妖国中 并不是危言耸听 袁无风表示 自己从未去过南沿之州 他也建议 陈轩最好考虑清楚再去 但陈轩既然已经答应了北宫县 自然不可能临阵退缩 更何况 由北宫县和金贺兰 两位帝先巅峰 作为同伴 山海街的秘境 对他来说 不至于实死无生 虽然北宫县说 他们要去的那个秘境 危险程度 完全无法确定 到了东方修行街 南部尽头 也即使南国和南蛮十万大山的交界处后 陈轩北宫县便与原无风分别 两人按照北宫县获得的路线信息 往南海深处飞去 几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几个月时间里 两人在南海上遇到不少厉害妖物 不过 基本上 都毫无压力地解决掉了 只有一次出现三只九阶海妖 追杀陈轩和北宫县好几天 这三只顶级海妖 顿速极快 还精通隐匿妖法 北宫县不得已激发神通 和他们斗了大半天 才将三只海妖杀死 算是耽误了一些时间 至于那些没有自爆的妖单 都被小兰和火叶叉分赃吃掉了 现在小兰一身伶俐 远强于任何八戒大妖 包括其他 洪荒异种在内 而火叶叉 也晋升了八戒妖兽 控火水瓶 也领悟一丝火焰法则之力的陈轩 还要稍强一些 毕竟啊 这种妖兽 是天生的控火大师 陈轩辛辛苦苦 领悟的火焰法子之力 人家一进阶就自动获得 根本陷不来 连火法造诣极高的北宫县 都不止一次称赞过 陈轩的火叶叉 说火叶叉后面 活得什么火系大积元 能够突破到更高的层次的话 有可能出现蜕变 或者说变异 这个更高层次指的不是九阶 而是九阶网上 如果没有任何大机缘的话 火叶叉的上限 就是九阶天地大腰 山海街万归以来 突破九阶的火叶叉 都是寥寥无几 如果再往上进阶的话 陈轩只能把希望放在高等界域了 说到高等界域 陈轩在皇城修炼的一个月时间里 又和八部浮屠第一层中的 那位神秘助剑大师聊了不少 首先是关于龙帝之界 被北宫县暂时鉴定为 紫薇地心界纺织品这一点 神秘大叔直接否定了 大叔认为龙帝之界 肯定不是什么艳品纺织品 只是失去灵历太久 大部分修士都无法鉴定出 他的真实品级 其次则是北宫县提到 代表死亡的会晤 神秘大叔对此的解释中 包含了惊人的信息 原来高等界域 也有所谓的死亡挥物存在 而且连高等界域的修士 都谈之色变 静而远之 不敢主动去探寻其来历 虽然不确定 高等界域的死亡挥物 和北宫县提到的 是不是同一种 但神秘大叔提供的这一信息 足以让陈轩内心震惊连连 也因此确定 北宫县说 那个秘境危险程度 无法判断这一点 并不是说说而已 再就是七夜飞升前往的 那个真魔界 朱建大叔说 这个高等界域里 有许多臣服于原始魔主 坐下的厉害魔头 也就是说 七夜想在真魔界 开辟自己的魔道 非常难 而幽冥界 反而一直处于混乱无序状态 这个高等界域 属于无主之地 鬼地还没跌落境界前 都没完成对幽冥界的征服 更别说 现在殷重华 有可能前往的 这个幽冥界 终于 在第五个月的最后一天 陈轩和北宫县 结束了海上的枯燥旅程 进入一片 炎热至极的神秘海洲 这片海洲的高温 连高阶修饰 都难以忍受 陈轩感觉 河道真人在这里 最多只能抵御 高温五六天时间 杜姐奇 根据度过几次天节 来划分的话 能抵御十天 到半个月左右不等 只有元气 回复速度极快的地先 才能扛得住 这种时刻不断的 炙烈灼烧感 不过某些修炼水系 兵系功法的地先 在这里待久了 也有可能根基受损 好在陈轩和北宫县 都掌握了一丝 火焰法则之力 两人对火焰高温的抗险 远强于一般修饰 所以 进入这片极热区域后 体表的灼烧感 和刺痛感 才没那么强烈 这里 就是所谓的南岩之州吗 陈轩运转护体元气 一边飞顿 一边打亮着前方景物 入木处 皆是光秃秃的 火红色海山 还有一些长得非常奇怪的 粗大植物 这些植物 没有半点绿色 反而都是深红色 或者红褐色 这陈轩一种 随时都会燃烧起来的错觉 视线拉远 可以看到极远处 有着淋淋落落的 巨大黄褐色虚影 看上去 好像都是没有植被的山峰 按照古籍中的描述 这片海州 应该就是南岩之州无误了 北宫县嘴上这样说 语气却有点不太确定 顿了顿 又补充道 不过 古籍上 还描述了不少 生长在南岩之州的 火系妖兽 我神石放开后 并没有扫探出来 这一点 颇为奇怪啊 也许 古籍记载有些偏差 陈轩应了一句 心想 他和北宫县 应该不会来错地方 毕竟到了这个位置 可以说已经处于 山海界最南端 来到了世界的边缘 再没有其他明显的 海州出现了 就按照金赫兰提供的倒标 深入陆地看看吧 北宫县说着 激发右手中指上的 贪狼之界 这枚新罗界 立刻照耀出 一颗微型小行星般的光芒 其中映照出 一小片淡淡虚影 指明了某个方位 金赫兰发送过来的 这个倒标 距离必须缩短到 一定位置 才能变得清晰 这是因为南沿之洲的倒标 无法完全确定 单纯从山海界 地理上判断 根本锁定不了 它的具体位置 而进入南沿之洲后 受到炙热高温的影响 星罗界激发出的倒标 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真 所以北宫县想靠着这个倒标 找到金赫兰也没那么容易 于是陈轩只能跟着北宫县 靠着一个大致的方向 深入南沿之洲 大约半日之后 两人终于遇到了 所谓的火系妖兽 那是一群浑身冒火的红蝎子 每一只都有猫狗大小 而且还都拥有八戒妖力 几百只加起来 足以在山海界 大多数地方横行无所 但是陈轩和北宫县亲眼目睹 一只同样红褐色的巨蝎 竟然长蛇一卷 就将上百只八戒妖蝎 吞入腹中 下得剩下的妖蝎 施展土盾 远逃千里 那巨蝎吞食上百妖蝎后 还未保护 强大的神念 瞬间锁定陈轩和北宫县两人 然后那条长满稻刺的长蛇 以闪电般的速度 急射过来 北宫县面色微尘 打出一道灵光 将长蛇挡住 随即带着陈轩 往另个方向飞去 显然这只巨大妖蝎 对北宫县来说 都是颇为棘手的九阶妖兽 并不是北宫县打不过 而是他不想浪费时间 在这只巨蝎身上 之后的路程 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要是不小心 撞上几只九阶火系妖兽 两人别说探寻秘境 很可能就要陨落在 这危险重重的南岩之州里了 赶路两天后 陈轩和北宫县 终于有惊无险地 抵达金赫兰船来的 那个倒标所在位置 这里已经算是南岩之州的 最深处区 气温比外围还要高上三个层级 空气被灼烧扭曲的光怪陆离 视野稍微拉远 便是一片扭曲模糊 如果是河道七以下修士 进入这里 方圆十丈外 就看不清任何东西了 只能看到四面八方 都是火焰在升腾燃烧 温度高得吓人 陈轩修仙之后 很久没流过汗了 进入南岩之州最深处后 只是一瞬间 额头上便满是细汗 北宫县也不是完全没受影响 他拿出两件 极品兵器护体法宝 一件给陈轩用 但激发出的兵器护照 还是难以抵挡高温 被烧出 一重重水蒸汽 就在陈轩想飞到前方 一片丘陵地带时 北宫县拉住他的胳膊 道了一句 小心 陈轩在北宫县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就感应到周围不远处 出现一道道陌生气息 这些陌生气息都在小心翼翼地 往丘陵方向接近 并且还感应到了 他和北宫县两人的存在 多方神念在半空中 瞬息之间 完成一次试探 彼此都能探出对方的不善之意 原来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其他人 来探讯南炎之中秘境吗 陈轩有些恶然 北宫县却不怎么意外 山海界有不少隐士帝仙 千万年来 从不在修行界现身 只为获得大机缘 潮脱飞升 而独自探寻 某些只有帝仙级 才能进入的秘境 所以南炎之洲 聚集这么多帝仙 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和金贺兰 能估算出 秘境大概开启时间 其他帝仙 若没有得到信息的话 他们能在这附近的海域 耐心等个八百一千年 直到临近秘境开启之日 才路头 原来如此 看来 这些帝仙 都看不上东方修行界的 各大秘境了 不惜冒着陨落风险 进入南炎之洲 陈轩微微恍然的同时 内心会有感叹一声 修仙之间 像他这样 机缘不断的 都有多次差点陨落 就更别说 这些几千年 无法超脱飞升的帝仙了 他们又不像 盗门老祖那样 甘心留在山海界 只能一次次 冒着陨落风险 探寻山海界 各个危险程度极高的秘境 看前面 北宫线一指 陈轩顺着看过去 只见前方 淡红阳光照射到的 那片区域 有着一重重 暗灰色缓缓流动的云层 云层之下的光影 支离破碎 似乎被什么锋利的东西 斩碎虚空一样 让人忘之 便不可抑制地 产生一种心悸感 稍微飞近一点后 陈轩还能看到 灰色云层下方 偶尔有巨大气泡 滚荡翻涌 由此可见 云层里潜藏着 某种诡异恐怖的力量 那就是 秘境入口所在处吗 陈轩这么一问 北宫线微微点头达到 我也是第一次见 那云层下方 应该就是秘境入口的 看样子 被某种伪力 撕裂了虚空 又吸取了大量死亡气息 如此可以推算 这个秘境 必定残破不堪 很不稳定 入口开启的那一刻 能否安然无恙地进去 都不好说 一个不小心 很可能被虚空缺口爆发的 空间法则之力撕碎 还没探寻秘境 便提前陨落 看来 这个秘境 比我和金赫兰预料的 还要危险得多呀 陈轩听得 不禁皱起眉头 这么危险的秘境 连进去入口的时候 都要拿自己的命去赌 陈轩不明白 已经可以飞升的 北宫线和金赫兰 为什么要来这里玩命 要说秘境里 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宝物机缘 而两人都难以飞升 那还可以过来赌一赌 但是无论北宫线 还是金赫兰 都没有掌握 这个秘境的任何信息 此次探秘 实在太冒险了 当然 陈轩不会因为 听北宫线说 这个秘境极度危险 而就此离开南岩之州 他已经下定决心 舍命陪君子 自然不可能临阵退缩 南映到金赫兰位置了 我们过去他那边会合 北宫线说着 率先往左前方 某个粉红色光芒 闪耀的方位飞去 陈轩当即跟上 很快 两人就来到一个 身穿浅粉衣衫的女修之前 那女修周身 灵光阴晕 形成一个独立小区域 高温似乎 对独立小区域 毫无影响 因为陈轩看到 女修一点流汗的痕迹都没有 北宫 陈轩 你们来了 女修淡淡开口 直呼陈轩和北宫线的姓名 这是兴罗成员的习惯 陈轩一听就感觉 这个拥有风机之界的 兴罗女成员 金贺兰 是个人狠话不多的 冷艳女强者 陈轩点了点头 和金贺兰简单打了招呼 然后三人直切主题 明镜开启时间 就在这两三天内 我们在此等候即可 金贺兰说着 看了一眼前方暗灰色云层下的破碎空间 北宫线略带凝重地说道 看起来入口很不稳定 我们需得做好完全准备才进去 既然这个秘境 对你们地间巅峰来说都十分危险 那只有杜杰奇修为的我 进去后会不会拖累你们 陈轩提出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北宫线微微摇头 不 你非但不会拖累我们 反而很可能 是我们三人中的第一主力 因为这个秘境 残破不堪 承受不了地先巅峰级的元气爆发 所以我和金贺兰进去后 必须控制自己的气息 否则就会自取灭亡 你没发现 其他地先 也带着杜杰奇修士过来吗 这就是 我为什么一定要你陪我 冒着陨落风险 前来难掩之洲太密的原因 我确实感应到了 其他杜杰奇修士的存在 看样子 应该都是杜杰奇七层以上 实际战力 也肯定比同杰修士强 而我们这边 只有我一个杜杰奇 进去灭镜后 恐怕会陷入劣势 陈轩冷静地分析道 金贺兰却对陈轩 怀有很大信心 你一个也够了 人数太多 一旦眼睹秘境 虚空破裂 那就是自取灭亡的结果 陈轩 你好好调戏一两天 我和金贺兰 准备一些 能够稳定入口虚空波动的 法宝级术法 希望到时候 我们进去后 不会被虚空乱流冲散 北宫县显得十分谨慎 陈轩还是第一次 看到他这么认真 于是陈轩便自己 调息起来 养精蓄锐 等着秘境开启的那一刻 一日之后 随着前方秘境 入口虚空波动 越来越剧烈 周遭各个方位的影师地仙 及杜杰奇高手面色 也越来越凝重 又过了大约五六个时辰后 前方暗灰色云层中 骤然冲起 一道道灰色余渡 直上万里高空 震动大气 又传出一阵一阵的 云气笑名声 十分的惊心动魄 坐落在秘境入口的 一座座火山随之爆发 浓浓火烟 冲天而起 覆盖方圆千里的大地 其中伴随着层层灰色烟雾 不断往入口处的破碎空间 狂涌而去 仿佛一张犀利极强的大口 在吞云土一般 陈轩北宫县和金贺兰三人 看得眼中惊异连连 其他方位的影视高手 也是神情振意 心中毫无底气 有两个高手 甚至就此生出放弃之心 掉头就走 往南沿之州外围飞去 大道之艰险 连地仙级的道心都能摧毁 忠然间 极远的高空深处 降下一道道赤红雷电 往那秘境所在方位轰落 炸开一大片灰色云气 轰的秘境入口处的破碎虚空 震颤不已 变得更加的不稳定 而且赤红雷电 还在源源不断地轰击 一副不把破碎虚空 彻底轰烂不罢休的威势 这一下又看得不少影视高手 心声退意 眼看着秘境入口 都要被轰烂了 成功进入秘境的概率 变得更低 让早有万全准备的他们 所做努力都成了无用功 北宫县和金赫兰 神色也是有点不好看 陈轩嘴角浮现一丝苦笑 说好的雷电枯竭呢 灰雾倒是看到了 但这比天节雷威 还强的赤红雷电 也不知道 是从哪个虚空中运生 居然连第一千级 都深深忌惮 这是连小兰 都吞噬不了的顶级真雷 秘境入口已被雷霆哄开 进去的时机非常难以把握 我们只能凭天命赌运气 陈轩 准备好了吗 北宫县严肃问道 陈轩点点头 将一切顾虑 抛之脑后 无法把握时机 只能硬冲进去 跟紧我 金贺兰寄出一件 裸散外星的法宝 绽放出无数契机 角直成网 互助周身 而北宫县 则寄出一张火红色符路 同样有万千契机 从中激发出来 形成一圈圈红芒 连在金贺兰的契网之后 如同 彗星尾盲 这两件奇异法宝 带着金贺兰 北宫县和陈轩 顿入前方 秘境入口 在即将进入 那个破碎空间的一瞬间 三人齐齐 激发星罗之界 以此为耻 互相之间的 契机联系 这样 有一定概率 不被虚空乱流冲散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三人互相之间 契机稳定坚固 可周边的契机 瞬息之间 却能诞生百千次 狂暴转变 又有其他影视强者 争抢这个极难把握的 最佳时机 多方气息不断形成碰撞 导致所有人 都无法以最安全的方式 顿入秘境 陈轩在光速 往后飞退的虚空流彩中 转头看去 一瞬间 可以看到 起码有五六名影视强者 连惨叫声都发不出 就在虚空乱流中 法身爆裂 化为一抹耀眼的死亡红光 那是鲜血的颜色 紧接着 陈轩还没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 而北宫县和金贺兰 也无法开口提醒 三人只感觉 周身乱流 变得狂暴好几倍 硬生生 撕裂了三人之间 交连的契机 星罗之界 微能 就此消散 在一连串 极其刺耳的虚空 爆裂丝鸣声中 陈轩两眼 一黑又一灰 最后又变成 琢磨的灰白 这让他脑海中 产生了死亡的窒息感 因此陈轩不由产生 一个念头 难道自己陨落的原因 竟然是脑死亡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未免太过憋屈了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立刻就被周身 剧烈的元气波动打消 陈轩身形 不受控制地往下方跌落 他想运转元气 施展顿法 却感觉周遭灵气 如同一潭死水 形成一个宛如深海般 压力极强的极端环境 于是陈轩最后 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 感觉全身骨架 都要散开一般 忍住剧痛感 陈轩放眼看去 发现前方的世界 一片暗淡灰白色 紫气沉沉 没有一丝生机 四面八方 都是淡淡的神秘挥晤 在徘徊 站起身来后 陈轩又往天空上看去 视线穿过淡淡挥晤 居然可以看到 点点星光 在这处古怪秘境的外层空间 一颗颗大小不一的星辰 隐约可见 只不过 秘境的空间极度扭曲撕裂 连星空都被折射出 千奇百怪的光影 又透不进灰雾 看上去有一种奇妙的疏离感 难道 这个秘境竟然位于星空某处 而不是在山海街中 陈轩内心 莫名地生出 这个奇特想法 正常来讲 秘境的位置 肯定是在南岩之洲最深处 可是秘境上空 起码一大半 看上去和武警星空连为一体 就好像这片星空 入侵了秘境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虚空之力 甚至有可能 连虚空中的怪物 都飞顿进来 起码陈轩认为 这种可能性不小 极品一线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根据山海界 古籍记载 碧落天穷之外 还有一些神秘怪物的存在 这就是所谓的 星空异族 他们能在修饰 无法生存的星空中 自由飞行 寻找那些弱小的中低等戒鱼 进行入侵吞噬 将那个戒鱼 变成死境后 便悄然离开 什么也不会流下 山海界从未受到这些 星空怪物的光顾 因此 他们对山海界修饰而言 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 现在 陈轩有机会印证 这个传说是真是假了 提高十分警惕力的前提下 陈轩缓缓放开神念 探寻周边环境 由于神秘挥舞的存在 他的同力 无法看得太远 而贸然放开神念 扫探千里的话 一旦扫到强大怪物 神念就有可能 被反正受伤 所以陈轩一开始 几乎是一步一驱 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 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并且他还是屏住呼吸前行的 周围徘徊的挥舞 不知道对人体有没有害 陈轩不得不这样做 目前暂时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挥舞没有对陈轩的体表 造成伤害 只是掠过陈轩身边时 有一丝丝阴冷 陈轩感应出 这些挥舞 并不是所谓的高级阴气 这个秘境肯定也和什么 阴民之地或者幽冥界 没什么关系 别想在这里遇到阴重华 如果阴重华能从 往生门里飞升的话 慢慢走了一刻钟后 陈轩前方视野 稍微明朗起来 可以看到 一片淡淡雾气笼罩的旷野 点缀着灵星几个土丘 一望无际 药无人烟 至于妖兽怪物 那是一只野无 陈轩不由怀疑起来 这个十分残破的秘境 是不是早就被人挖空 所有机缘了 只留下一个空壳在 让后来的帝仙们 白费心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陈轩会觉得 自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傻子 居然冒着 陨落的风险进来 又走了一小段路程 陈轩 骤然停下 全身气息 瞬间隐匿地 无影无踪 就算帝仙级 想感应出他的位置 都非常难 除非 接近他十丈范围内 不过在这个秘境里 帝仙级 都是束手束脚 反而不如 度解其轻松 毕竟要精准 压制一身帝仙修尾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个不小心 就会引发 秘境中的 虚空之力爆裂 从而产生 连环爆炸 将整个秘境 全部炸毁 陈轩之所以 突然停下 并联系 并不是他看到 前方出现 十几道 虚空裂痕 而是在前面 大约五百米左右的距离 有一个淡淡的影子 比人类身躯大一些 似乎 还有一条 长长的尾巴 不知道是什么怪物 正在那里 使劲跑土 好像在找吃的 至于这只神秘怪物的气息 陈轩根本无法判断出来 只感觉 他散发出的气息 不像妖气 不像鬼气 非常怪异 仿佛根本不是来自 山海界的妖物 陈轩心中凛然之下 正考虑要不要换个方向探寻 他突然感应到 左边三百米左右 一座小土丘后面 似乎有两道 非常微弱的人族 修饰气息 显然 这两个修饰 也动用了联系术 但是两人准备捕杀 前方那只神秘怪物 所以气息才会暴露出来 否则地仙级 杜结期的联系术 可不是陈轩那么轻易 能够感应到的 就好像那两个修饰 感应不到它的存在一样 这两个修饰可以确定 一个是地仙 一个是杜结期七层 两人盯上了 前方那只神秘怪物 施展法术的动作 要多轻有多轻 基本感应不到 什么元气波动 更没有法术灵光闪烁 不过 陈轩同力极强 还是能捕捉到 两人抛出的东西 是一张激进 透明色的大网 这张大网 被抛到半空中 无声无息地张开 然后在那个地仙的 神念区域下 缓缓接近前方的神秘怪物 就在大网上 刻印地重重静置 缓缓泛起微光 即将把那只神秘怪物 笼罩住的一瞬间 又有一变产生 陈轩没有转头 眼角余光 往右方远处撇去 看到十几个黑影 迅速往这边靠近 目标俨然 也是那只神秘怪物 不过 这帮莽撞的家伙 似乎一点也不怕 惊动神秘怪物 更不怕周遭 弥补的空间裂痕 居然无所顾忌地 顿数全开 眨眼就到怪物附近 不对 陈轩心中猛地一惊 反应过来 发觉这十几个修士之前 并没有在秘境入口出现过 当时秘境入口等待的 总共也就不到二十个修士 而且最多就四五人聚在一起 哪有十几人的探秘团伙呀 这帮子家伙 又是从哪里出现的 陈轩迷惑至极 细看之下 只见十几个修士 都身穿青铜色甲皱 当先一人 甲皱尤为华丽 将全身上下 裹得严严实实 看不清面容 而且每一块甲片 都雕刻着复杂符文 符文激发出的暗光 蕴含强大威能 竟然能让穿戴者 在经过虚空裂痕时 不受伤害 只是甲片和裂痕 摩擦出令人心悸的 电火花 看得陈轩眼中的惊异之色 又加深一分 虽然地仙级强者 应对虚空裂痕的手段 有很多 但陈轩还从未见过 像这群 披衣甲修士一样 简单粗暴的 那十几个修士 依然惊动神秘怪物 不过 那怪物 也没有逃走 低吼一声 和十几个怪物 站成一团 潜伏在小土丘后面的 两个修士 不得不收回凌王 心中瞬间 将十几个争夺者 骂了一百遍 那怪物虽然爆发出 相当于 九阶妖兽级别的实力 可还是被当先 那个身穿 华丽甲胄的修士 迅速压制 很快发出哀嚎声 摔倒在地 陈轩看得一惊 只见那首领修士 单靠近身搏杀 将神秘怪物击倒 双手上的青铜甲片 如同一节节龟壳 但是 比龟壳锐利得多 怪物的鲜血 从指尖低落 显得十分的触目惊心 只是在这个角度 陈轩看不清 首领修士的面罩 只能看到 那首领修士 将一只手插入怪物心脏部位 从中挖出一颗闪耀星光的金盒 这颗金盒就好像一颗小行星一般 散发出迷幻的光彩 其中蕴含的气息 同样不是来自山海界 陈轩能够感应到 一股澎湃精纯的奇特能量 这股能量 绝对比压缩十倍的山海界灵气 还要精纯 难道 这些影视地先 不惜冒着陨落风险 进入此秘境 就是为了 获得这种神秘能量吗 陈轩心念刚起 就看到那首领修士转头 早逝四方 这一下 他终于看清 首领所戴面罩 外形十分猙獰 刚了 如同某种异瘦的面容 看上去恐怖而又怪异 闷主大人 这只星空古兽的星河 好像刚刚成型 只能算最低级的 这个秘境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高级的 星空古兽存在 一个身穿青铜甲的修士 欲戴十分敬畏的开口 他们的首领 也就是此修士口中的 门主大人 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那双凌厉至极的目光 瞬间锁定右边的小土丘 然后 大步往小土丘方向走去 十几个青铜甲修士 齐齐跟上 都有多我猎物不够 难道还要杀我二人吗 小土丘后 两个修士飞断出来 其中那位帝仙 怒声开口 虽然青铜甲首领 带给人的压迫感非常强 而且杀死那只厉害怪物 也是非常轻松 但 开口质问的帝仙 并没有因此十分畏惧 毕竟他在山海戒中 也是顶级存在 可是青铜甲首领 完全没有打算 回应那位帝仙 而是对着帝仙 隔空抬起一只手 套在五指上的层层假片 迸发出多目清光 那位帝仙 早有预料 寄出两件顶级法宝 击法威呢 怎料两件法宝 还没完全运转 就被青铜甲首领 强行吸取过去 帝仙大惊失色 在远处观察的陈轩 也是一脸惊喜 青铜甲首领 将两件顶级法宝 吸到手中之后 竟然硬生生地 给捏爆了 但这一手 便让陈轩生出 绝对不可与之匹敌之心 别说他只有一人 就算和北宫县 金赫兰会合 也不一定 是这青铜甲首领的对手 山海戒力量最强的是武仙 但武仙想单手捏爆 两件顶级法宝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更别说北宫县 金赫兰 还受到这个秘境的极大限制 无法发挥权力 再一个就是 青铜甲首领 能够无视秘境中的 虚空暴力之力 这一点 就让他的战斗中 战尽优势 被捏爆两件 本命法宝的那位帝仙 连带着新神 一同受创 然而他的护体术 刚刚展开 青铜甲首领 就来到他的面前 用那只青铜刀刺手套 强行破开光盾 扼住他的喉咙 将他直接捏爆 而那位帝仙身边的 杜杰奇修士 吓得面色惨白 什么动作都做不出 就被青铜甲首领 随手拨爆了 如此恐怖的实力 令陈轩产生一种 强烈的窒息感 他发现 那个青铜甲首领 每次爆发力量时 甲咒上的反腐符纹 就会泛起暗清微光 显然这件甲咒 对青铜甲首领的提升 非常大 或许 这个青铜甲首领 也是一位帝仙 但是 有这身甲咒的加持 能够让他 无视秘境中的虚空之力 由此 对不得不压制修为的 其他帝仙形成的碾压 这样的话 青铜甲首领的真实战力 倒不算特别可怕 起码北宫县和金贺兰 能够应付得了 不过 这一切 都是陈轩 一厢情愿的猜测 无论如何 他现在处于一种 极度危险的境地当中 只要被这青铜甲首领发现 那就是死路一条 此时此刻 陈轩选择的是 留在原地不动 如果敢转身 逃跑的话 绝对会死得更快 但是不逃跑 也不意味着 他能等到这帮 青铜甲修士离开 那青铜甲首领 杀死两个修士后 又扫视一眼四周旷野 当目光扫过陈轩时 虽然陈轩觉得 自己并没有被发现 自己并没有被发现 可是 被这种 威压极强的目光一看 仿佛内心深处 所有秘密 都被砍穿一般 对方显然施展了 某种影响心神的铜树 陈轩不得不稍微运转铜力 以此避免受到对方铜树的影响 接下来糟糕的事情出现了 虽然陈轩的铜力 几乎不着痕迹 可还是被青铜甲首领 感应出来 眼看着青铜甲首领 气息沉冷地 大踏步走来 陈轩全身随之意了 就要激发仁龙河一 沈通陶盾 不过 这是他身边不远处 大约一百米左右的距离 先踏一步 亮起一道盾锅 原来旁边 还有一个修士 跟他一样 在暗中观察 这个修士的隐匿水平 也是极高 连陈轩都没有发现 但是此人的定力 却远远不如陈轩 明明青铜甲首领 发现的是陈轩 此人却被吓得 率先暴动 因此那青铜甲首领 停住脚步 朝着那个逃顿的修士 隔空张开五指 那修士 立马被一股 极强的吸力吸住 定在半空中 难以动弹 当然 此人也不是 全然无法反抗 他全身白光一闪 稍微震开 周身吸力 趁此机会 迅速祭出 一颗雕刻了 九个黑洞的宝珠 一番 念咒之后 九个黑洞里 窜出九条 黑色烟气 顺着无形吸力 眨眼就到 青铜甲首领身前 想钻入 甲咒缝隙 攻击首领身躯 与此同时 陈轩朝着青铜甲首领 隔空轰出一记 酝酿已久的 真武权益 并展开盾法急速 往另一个方向 飞盾而去 陈轩没有激发 人龙和一神通 是因为他想到 北宫县提过的 雷电枯竭四次 万一 在这秘境里 激发雷法出现什么意外 那就不好了 当陈轩瞬息之间 顿出十几里的那一刻 真武权益 正好印在 青铜甲首领胸口部位 只发出沉闷的 一声东响 足以轰爆一座小山的群立 就此化解得 无影无踪 而令人 动用密法 激发出的 九条黑色烟气 也被青铜甲首领打散 随着半空中 一声爆响 那个倒霉的修士 被隔空 捏爆神区 感应到 那个倒霉的家伙 气息消失 陈轩更是全力 运转顿法 在地平线上 化为一道细长的红影 这一顿 展现出它远超同级的根基 而且飞顿过程中 还要神识全开 不断探查 前方部规则分布的 空间裂痕 以及周围 有可能出现的 妖兽怪物 期间有好几次 陈轩都差点 和空间裂痕撞上 可谓是显之又显 不过 那青铜甲首领 完全没有追杀的意思 竟然就这样 放陈轩离开了 飞顿过程中 陈轩不由心想 这群青铜甲修士 不管身上气息 还是那一身强大甲胄 以及展现出来的 杀人手段 都和山海界修士 有很大不同 尤其那个青铜甲首领 其运用元气 和法则之力的手法 是陈轩从未见过的 在山海界 过了近两百年 陈轩也算对山海界 形形色色的宗门 有了大体了解 只要对方 稍微展现出一些 术法神通 陈轩就能将对方的来历 踩得八九不离十 当然 仅限于 明面上的那些宗门 而这个青铜甲 看上去 是来自一个神秘宗门 要说 是山海界的影视邪宗 其手段 却又和山海界修士 全然不同 这让陈轩内心 生出一个 惊人的猜测 那就是 这群青铜甲修士 有可能来自 其他界语 如此才能解释得通 为什么 他在秘境入口 没感应出 这群人的存在 按道理来讲 这群人如此高调 必然不会在 秘境开启前 掩饰气息 北宫县和金贺兰 也没感应到 那只能说明 他们有可能是 其他入口进来的 难道山海界 还和某个界语相连吗 陈轩觉得 这种猜测 有些荒谬 他只能压住 内心疑惑 确认对方 没追上来后 稍微放缓 顿速 很快来到一处 云雾缭绕的 山崖中间 然后他又感应到前方 出现好几道气息 这些气息 同样十分陌生 不属于当时 秘境入口前代 十几个修士 真有意思 陈轩感觉自己 发现了什么 了不得的大秘密 可惜北宫县 不在身边 这家伙 说不定比他 知道得多一些 星罗界也没有 任何反应 这就说明 两位星罗成员 离陈轩很远 稍微放开神石 感应一下 陈轩算出前方 山崖底部 无路口 站着六个人 这六个修士 共同围着一个石台 石台上雕刻着一圈 复杂的镇幅 而这圈镇幅的中心 摆放着一个 暗色金属火盆 盆中有鲜红色的火焰 灼烧跳动 里面还放着几块 不知名骨头 也不知道是兽骨 还是人骨 六个修士一边 往火盆中打去一道灵光 一边低语交谈 陈轩当即全神贯注地聆听 看来进入此处残破空间的 起码有来自五个 不同界域的修士 刚才被我们灭杀的 那个修士 好像来自什么山海界 估计和我们水火界一样 都是中等界域吧 不过 这什么山海界的修士手段 真是薄弱无力啊 对上我们 就是以卵即使 这说明 中等界域也有强弱之分 我看这个山海界 能够超脱飞升的修士 肯定寥寥无几 一万年都出不了几个 后面我们遇到山海界修士 不用谨慎忌惮 直接正面击杀就是 陈轩越听 越是惊喜 原来还真被他猜对了 这个残破秘境 还真有来自其他界域的修士 听起来 这个水火界 比山海界还要厉害一些 而且这几个修士 也精准判断出 山海界的实力 确实如其中一人所言 每一万年飞升的山海界修士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陈轩并没有听那位铸剑大师 说过这些隐秘 大概 那个铸剑大师出身高等界域 而且为人懒散 因此 对各个中等界域的情况 不太了解 接着 那六个水火界修士的话题 又转移到 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来 这些百年血骨 应该能吸引 三四只星空骨兽过来吧 他们喜欢进入这些残破空间 沐浴死亡之期 可难得吃上百年血骨 这种好东西啊 三四只足够了 虽然我们炼制的百年血骨有限 但靠血骨 慢慢猎杀星空骨兽 也能收集不少星河 够我们七个 六个人分的 也只有上古戒狱陨灭 造成的残破空间 才能诞生 吸引星空骨兽的死亡之气 现在就看看 我们的百年血骨 对星空骨兽的吸引力 有没有预料中那么大 陈轩听到这里 脑海中突然 重述一遍 倒数第二句话 刚才 那个水火界修士说的七个人 又改口六个人 难道是 想到这里 陈轩心中骤然一沉 反应极快地 往左边避开 下一个瞬间 他刚才所站方位 出现一团 碳上去腐蚀性极强的 惨绿色火焰 小子 小子反应挺快的嘛 一个 手持鬼头刀的修士 出现在陈轩右边的阴影之中 刀柄上的鬼头 不断吞吐着 惨绿色火光 陈轩心中 虽精 表面却无一丝恐慌 也没有逃走的意思 因为他知道 自己逃不了 在十台火盆那边 六个修士 已经迅速围了过来 每个人手上 都握着一把 奇形兵刃 一脸不怀好意地 盯着陈轩 原来只是区区一个 溯源静巴结 也敢在此偷窥我们做事 小子 你是哪个介遇的 那个握着鬼头刀的修士 自笑非笑问道 陈轩语气沉静地回答 山海记 哼 又是弱小的山海记 七个水火界修士 互相对视一眼 发出一声 轻蔑的笑意 陈轩则是心中 迅速思考 既然 这些水火界修士知道 溯源静巴结 也就是相对 山海界修士来说 对高等介遇的了解更多 极品一线 由红水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溯源静这种境界划分 是高等介遇才有的 溯源静巴结 相当于中等介遇的 度节期修士 而水火界修士 直接照搬 高等介遇的这种境界划分 说不定 这个中等介遇 能够和高等介遇直接联系 心中这样想着 陈轩不动声色地问道 难道你们水火界就很强吗 你们七人中 不也有人 五人是溯源静巴结 只有两个是九结 小子 你以为每个中等介遇的溯源静巴结 就没有差距吗 像你们山海界的溯源静巴结 那就跟 纸糊的一样 不堪一击 那鬼头刀修士说着 刀柄上的鬼头 发出一阵 圣人的音效声 不过下一刻 七个水火界修士 面色齐齐一变 转头 往石台火盆方向看去 只见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三只 身躯臃肿 背部一对肉赤 如同龙翼般的 神秘怪物 发现作为幼儿的百年血骨 吸引到三只星空骨兽 七个水火界修士 先经后洗 这三头怪物一出现 便围着火盆 吃得起劲 也不管盆源 烈火 灼烧嘴唇 肉身甚是强悍 那鬼头刀修士当机立断 把这小子灭了 我去捕捉三只星空骨兽 他这句话 明显没把陈轩放在眼里 说话间 向陈轩随意 斩了一道凶煞刀气 然后看也不看陈轩一眼 往火喷方向 飞盾而去 另外六个水火界修士 同时用手上骑兵 斩出一道光芒 随即 没有人再看陈轩一眼 都像鬼头刀修士那样 奔向火盆 其实也不是他们 瞧不起陈轩 七人一起攻击 其中两人 还是第一线 虽然在秘境里 必须压制自身修为 但是 基本上没有哪个杜截器修士 能抵挡 七大高手的合功 更何况七人之前 联手秒杀了一个杜截器修士 围杀一个地仙级高手 都是轻轻松松 他们又怎么可能 把看上去只有杜截器六层的陈轩 放在眼里 说时迟 那时快 面对七大高手联合攻势 陈轩早有准备 瞬间激发 第二次杜截领悟的防御神通 权益壁垒 在周身形成一圈 半透明的铜墙铁壁 七道兵器光芒 斩在权益壁垒上 眨眼之间 便产生上百次碰撞 和高速摩擦 下一个瞬间 七岛光芒蕴含的威能 都被权益壁垒 化解掉 陈轩只是消耗了一点法力 并没有受什么伤 诶 那鬼头刀修士 转头一看 发现陈轩没死 他眼神一冷 又反顿回来 如此 只有六个水火界修士 去对付那三只星空古兽 鬼头刀修士 也是地先修为 他有自信 能以最快的时间杀死陈轩 然后再过去帮忙 因此 他反顿回来的时候 叫了一句 你们想围杀古兽 我把这个小子料理了就过去 那三只星空古兽 都是最低级 不足为惧 话音一落 这个水火界修士挥动长刀 凶煞刀芒 再次向陈轩刷了过来 刀芒中 火界一缕缕 惨绿色火焰 但是这些火焰 没有什么温度 反而有一种 彻骨的阴冷 小子 我灵符祭炼的血灵蛊火 可不是杜劫其修士能抵挡的 你刚才那种防御神通 只能一段时间用一次吧 现在 我看你还有什么招数 林浮言语中满是灭意 但是他这句话还没说完 惨绿色刀芒 就被金黄色剑光给染散了 感应到金黄剑光中 蕴含的一丝火焰法则之力 林浮眼中 浮现一抹惊奇之色 他没想到 陈轩居然是控火高手 而且还拥有 不止一种厉害火焰 陈轩这一剑斩出 正是包含了 山海起火榜第十 青天盗火的威能 完成光复大厦重任后 陈轩在八部浮图第一层 修炼的这段时间里 和火焰叉 共同将此奇火炼化 所以此刻正好拿出来 对抗水火界高手 林浮的血灵蛊火 这林浮掌控的奇火威能 竟然也是和青天盗火 不相上下 如果陈轩只单纯 拥有青天盗火 那么刚才的一剑 就无法斩散对方刀吗 但是青天盗火 可是融合了数种 山海界奇火的威能 它的威力 当然要比血灵蛊火 强上一筹 加上林浮 虽有地仙修为 却不敢在秘境中 爆发地仙战力 接连两招 都被陈轩轻易化解 这家伙 又怎能不惊异呢 很好 看来你是山海界 废物中的佼佼者 我倒要看看 你能撑得住几刀 林浮 冷笑间 斩出道道道芒 刀柄上的鬼头 不断发出圣人音效 恭喜陈轩新神 令陈轩颇为难受 他的神魂 已经比绝大多数 杜杰奇修士 强大了 甚至可以和普通地仙相比 可是没有修炼 高阶神魂秘法 陈轩神魂再强 也有一个上限 要轻松抵挡 那个鬼头的心神攻击 是不可能的 心神依受影响 陈轩的剑意 也为之一致 每次出剑 都仿佛有些沉重 你这把剑很不错 老子就不客气地笑纳了 林浮说出这句话的瞬间 朝着轩云剑身 重重砍去一刀 刀剑相接 陈轩却没有林浮预料的 那样被斩得长剑脱落 只是剑身 微微一震 便抽离回去 并没有受到血灵蛊火的灼烧 这让林浮眼神彻底阴冷下去 心想 这小子不但神魂强大 剑意高超 连肉身力量 也是一等一的强 但此人既不是武修 也不是剑修 却能拥有这种顶级工坊水准 他们水火借待 武修剑修 可没一个这种水平的 陈轩哪里知道 林浮内心 一瞬间想了这么多 他见林浮攻势稍缓 当即毫不犹豫地 召唤出邪武尊 护灭剑狱和火焰叉 在铺天盖地的剑鱼掩护下 邪武尊和火焰叉 向林浮行杀而去 一个正面进攻 一个从旁施展火系妖法 牵制血灵蛊火 林浮没想到 陈轩还拥有两个强大的帮手 好在他也是底牌极多 身躯一晃 躲过邪武尊的无助权力 然后幻化出 三个一模一样的分身 陈轩定睛一看 这三个和林浮一模一样的修饰 其实并不算分身 而是傀儡 三个傀儡的气息 都有杜绩七七八层 散发出浓浓煞气 各自握着一把黑刃 挥舞出一大片无光 抵挡住不灭剑狱 所化的漫天剑狱 同时邪武尊和火叶叉 也被稍微逼退回去 一左一右 护在陈轩身前 小子 能逼出老子的底牌杀招之一 三具袁煞傻儡 你可以算是你们山海界 杜绩七第一高手了 召唤出三具傀儡后 林浮看着陈轩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因为他认为 陈轩已经完全没机会了 他这三具袁煞傻儡 每一具都有他真身六成实力 现在就相当于四个 杜绩七七八层的高手 围攻陈轩 林浮将自己的修为精准压制到 杜绩七八层 地先以下 基本没什么低手 因此林浮嘴上称赞陈轩是山海界杜绩七第一人 其实骨子里十分的不屑 这个所谓的山海界杜绩七第一人 在他手下 也不过支撑一刻钟左右罢了 这还是在他压制实力的情况下 碧水化岩刀绝 林浮嘀喝一声 和三具傀儡一同挥动刀刃 打出一片片黑色刀芒 如同海潮汹涌 隆隆作响 所谓惊涛拍案之音 也不过如此 水潮火岩滔滔不绝 围困陈轩周遭 陈轩眼神一领 剑意游走成圈 如风似壁 细细密密的剑芒 交织如网 将喷涌过来的刀芒 狂潮 挡在周身一掌之外 又有邪武尊 不断轰出全力 加强屏障 林浮这一刀绝杀招 短时间内 完全奈何不了陈轩 这让林浮内心的不屑 渐渐转为惊异 还没想到 陈轩的法力真元如此凶混 激发处的剑光威能 没有半分消遣 这哪是一位杜解极 修士能拥有的法力啊 别说杜解极 就是普通地仙 都不一定有陈轩真元 雄混 且回其速度飞快 此消彼长 林浮自己的元气 急剧下降 如果不能快速 解决陈轩的话 那陈轩对他们 这个猎兽团队来说 就成了大麻烦 哼 你小子还说 自己是山海界的 这种中等剑狱 怎么可能诞生 你这样的高手 林浮说话间 又打出数种厉害术法 可是都被陈轩 稳稳挡住 陈轩见对方再无后手 他将周遭的刀芒 浪潮稍微震开后 轩辕剑往前滑了一个半圈 剑尖处 奔发出一片扇形火焰 与此同时 不灭剑狱 收束到轩辕剑身上 燃起烈火 再化为千百柄剑 与陈轩身前 悬绕翻飞 每把常见的剑尖 都和轩辕剑一样 奔发扇形烈焰 几品一新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又是神通 林浮这回 彻底的震惊了 他知道 刚才陈轩抵挡他们 欺负攻 已经激发了 一种防御神通 现在 经过他多种杀招的消耗 居然还能激发出第二种神通 这小子体内的元气 到底还剩多少 没错 陈轩激发出的 正是三大神通之一 千节剑咽 蕴含一丝丝恐怖 竭力的剑咽 或许对状态完好的 第千级高手 造成不了太大伤害 但是 林浮接连 施展杀招 又不敢爆发 第千级元气 他的碧水化岩刀绝 瞬间被千节剑咽 冲得往四面八方溃散 从上空看上去 仿佛一朵朵扇形火花 冲开了一道道 激流狂潮 陈轩激发这一大神通后 终于反过来压制林浮 逼得林浮 使出数种顶级护身术法 但是他周身 刚刚形成的一层层光照 都很快被千节剑咽融穿 眼看着 整片山谷 都要化为火海 林浮惊怒至极 不断后退 他知道打到这里 只发挥出 杜节期八层战力 加上三具傀儡 已经奈何不了陈轩了 但是要他爆发出 第千级战力 来灭杀陈轩 那是他绝不愿意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话 极大可能引动 秘境中的虚空力量 令他自去灭亡 林道兄 你怎么搞的 还没杀死这小子 我们正等着你过来帮忙 快撑不住了 石台火盆那边 传来一道同伴的呼救声 林浮眼角余光一看 发现六个同伙 居然被三只星空骨兽压制了 其中两人岌岌可危 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啊 看到这里 林浮内心大骂一声 更是将陈轩 恨到骨子里去 小子 别以为你真能打赢老子 我使出顶级同树神通 立马将你灭杀 那你倒是用啊 陈轩机巧回应 他看得出来 林浮迟迟不发挥权力 就是忌惮 秘境虚空力量 这一点 北宫县之前说过 受陈轩这么一击 林浮终于忍不住了 冒着陨落的风险 激发同树神通 左眼瞬间 泛起一层湛蓝色 右眼 则是同同火光 其中激发的火焰法则 和水之法则 脆枯拉朽地 破掉陈轩的 迁结见焰神通 并陈轩心中 猛然一沉 紧接着 两种法则之力 并没有击中 陈轩的身体 竟是冲着 陈轩的神魂而去 显然林浮的这种 同树神通 专门针对修士的神魂 刚才林浮看出 陈轩的神魂 相比其他方面 算是比较薄弱的 因此他没有动用 其他大神通 就想用这招同树 将陈轩解决掉 就在生死存亡的时刻 陈轩毫不犹豫地 激发刘金妖童神通 和对方的同力 相碰在一起 勉强将两种法则之力 抵挡住 但是此举对陈轩的消耗 不可谓不大 另一边 林浮眼中浮现 深深的震惊之色 他没想到 陈轩居然也拥有一门 顶级童树 此子实在太危险了 山海界容不下 这种强人 好在此时 林浮爆发的是 地先级战力 所以两种顶级铜树想拼 他作为地先 能够稍盛伴仇 林浮爆发全部元气 一点一点地 推进两种法则之力 地狱侵入陈轩心神 对陈轩造成 毁灭性的打击 陈轩内心虽惊不慌 他毫无保留的 运转流经腰童 但金色的左眼束筒 变换出一抹玄青色 那是陈轩从 圆无风体内 吸取的一小部分 妖圣本源力量 有了这股 本源力量的加持 陈轩的同力 瞬间反过来 压制住 林浮的铜树神通 令林浮 大惊失色 林浮并没有爆发出 全部力量 这是为了避免 引动虚空之力 但是不全力爆发的话 自己的铜树神通 就要被陈轩内支 神秘强大的妖童 给破掉了 小子 老子要你死无全尸 林浮抱吼一声 更多的本源法力 往双眼畏惧而去 就在这一瞬间 他的周身 出现一个个 小型空间裂痕 如同死亡之花绽放 发现这一幕之后 林浮惊恐到极体 然而 他什么都做不了 周身的虚空之力 便被他的地仙气息 给引爆了 陈轩近距离看着林浮 和之前那些 在秘境入口死亡的地仙一样 身躯爆炸成 一团璀璨的红光 看得惊心动魄 急速往后退去 看来北宫县说 地仙爆发全部失利 有可能被 秘境虚空之力杀死 并不是危言耸听啊 林浮 另外六个水火界修饰 发现林浮自去灭亡 六人震惊非常的同时 看向陈轩的眼神 完全变了 他们没想到 一个山海界度节期修饰 能把地仙级的林浮 逼得引火自焚 然而此刻 他们根本管不了陈轩 当下 正和三只星空古兽 战成两败俱伤 处于非常关键的节点 哪里还有人 能抽得出手 去对付陈轩呢 再看陈轩双眼中的那一抹忧寒 六个人心中 同时咯噔一下 其中一位立马开口 这位道友 你杀死林浮之事 我们可以完全不计较 只要你 帮我们杀死这三只星空古兽 你就能拿走 其中一颗星河 有这一颗星河 足以让你晉升 溯源敬九劫 哦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 陈轩似笑非笑 一副十分异动的样子 你若是不答应 也没关系 不过有一件事 先提醒你 不管林浮 还是我们六个人 只要生命气息一消失 我们出身的水火界 就有其他高手感应到 你觉得得罪一个 中等界域的顶级势力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你说得好像 你们界域的顶级高手 能通过这个秘境 来山海界追杀我似的 陈轩这一句 半是好奇 半是坦听 那修士一边和星空古兽激动 一边 冷然解释道 看来你们山海界 果然是各大中等界域中 最弱小的那一批 你连这个秘境 是如何形成的都不知道 就赶进来探秘 你可知道 这个秘境 原本是某个上古大界的一角 那个上古大界 在一场灾祸中 分裂成几百个中等界域 流散星空之中 所以此秘境 才会有这么多 不同的界域的修士 尽来探秘 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觉得 没必要帮你们杀死 这三只星空古兽 现在我选择 坐收渔翁之力 不是更好吗 陈轩嘴角 勾起戏谑之意 你敢这样做的话 绝对会后悔万分的 我们水火界 是一百多个 受高等界域 沧原界统预的 中等界域之一 沧原界非常器重我们 如果你敢对我们不利 那么不但会受到 我们水火界高手的追杀 还会被沧原界盯上 就算你归缩在山海界 不飞升前往高等界域 也是迟早会死的 听到这样的危险 陈轩心中凛然的同时 并没有因此被吓到 他一瞬间就想清楚的 自己已经杀死了 对方一名地仙级高手 就算现在帮他们 猎杀三只星空古兽 难道这帮水火界的修饰 就会放过他们 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想办法 把剩下六个人灭杀干净 谁知道威胁他的这个家伙 是不是在编大话 说不定水火界那边 根本不知道杀死他们 介域修饰的人是谁 起码陈轩觉得 两种选择还是第二种更好 不过有一点 陈轩没想到的是 万界之中 那么多个中等界域 每个界域的差距居然这么大 山海界修饰连高等界域 是什么都不知道 而水火界却直接得到 其中一个高等界域 苍原界的统域 两个中等界域获取的信息 完全是不对等的 也怪不得水火界修饰 比同境界的山海界修饰要强 阁下到底考虑清楚没有 此刻六个水火界修饰 和三只星空古兽的战斗 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随时都有人会陨落 所以那个威胁陈轩的水火界地仙 又怒又急 陈轩看了一眼 富商不晓的三只星空古兽 又看出六个水火界修饰 法力消耗殆尽 他淡淡一笑道 当然考虑好了 就让我来送你们最后一程吧 话音一落 陈轩挥动薰原剑 施展天脉神剑 激发出浩瀚无银的剑影 又令邪武尊不灭剑狱和火叶叉 分攻其中三个水火界修饰 气得六个修饰 纷纷破口大骂 小子 你招死 六人嘴上尺码不停 却难以应付陈轩的杀招 毕竟他们被三只星空古兽逼的 就快支撑不住了 陈轩的加入瞬间扭转这场猎兽之战的局势 现在就相当于陈轩和三只星空古兽 联合对抗六个水火界修饰 强大无匹的天脉神剑建议 根本不是六个消耗极大 全身负伤的水火界修饰能够抵挡的 不过短短短时间六个修饰便先后陨落 无一幸存 陈轩又花费不小力气 将三只同样消耗极大的星空古兽猎杀 终结了这场战斗 看来便宜也不是那么好解的 看着一地尸体 陈轩喘了一口气 将轩人剑收起来 放开神使确认附近没有其他修饰后 才开始清点战利品 六个水火界修饰身上的宝贝 都在战斗中消耗得差不多了 法宝也是残破不堪 陈轩自然看不上 而且收走这些祸铜烂铁 万一被水火界和苍原界高手 当成追踪器就不太好了 想当初他可是在那个 青阳门女长老手上吃过亏的 虽然水火界修饰 身上没什么好东西 但是能得到三只星空古兽体内的星河 便算是一次极大的收获 陈轩现在非常肯定 所谓的星河 绝对是地先级 都十分垂涎的极品宝贝 说不定 北宫县和金贺兰 都是为了这种绝世珍宝来的 于是陈轩学着 之前那个青铜甲首领的手段 将三只星空古兽的心脏 所在部位挖开 从中摄取出 三颗星光熠熠的美丽金河 一握到手中 陈轩便感受到 一股极其澎湃精准的能量 这和他刚才感应到的一模一样 难道这种能量能够直接吸取 以此提升修为吗 陈轩很想现在 就原地尝试吸收其中一颗星河 但这样做肯定要耗费不少时间 整个过程中 难保出现什么变故 毕竟刚才这里的打斗声太大了 说不定会有其他修士 往这边赶来 这样一想 陈轩毫不犹豫地展开盾法 离开了此处山崖底部的葫芦口 果然陈轩离去不久后 就有三个神色英质的修士 飞落下来 不过三人只能看到 一片被烈火灼烧过的地面 陈轩离开之前 就把水火界修士和星空骨兽的尸体 烧个一干二净 不留丝毫的痕迹 大约飞顿半个钟后 陈轩突然抬头一看 只见秘境上层 与无尽星空相接的缺口处 出现一道道 粗术闪眼 往秘境中披落 然而披到半途 恐怖电芒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一丝挥舞都没有驱散 潘后刚才没有激发 人龙合一神通 以及召唤小兰作战 原来这个秘境 真的能让雷电枯竭 陈轩暗暗惊起 由此联想到 分裂成数百个钟等介于的上古大界 到底是什么存在 为何连星空中的顶级真雷 都无法侵入 弯弯绕绕地 飞出一段路程后 陈轩听到一阵低沉的地震声 紧接着 前方不远处出现一片灰白色的惨外建筑 像是城墙石柱之类 造型古老怪异 看不出这片建筑原先的样子 一块块不规则的巨大乱石群中 站着十几个身穿青铜甲的人影 那位青铜甲首领 站在一座通体灰白 妖客道道血纹的法坛前 自在喃喃自语 此法坛便是 暗星谷叶的线索隐藏之所吗 暗星谷叶 那是什么东西 听到这个陌生词汇 陈轩自然而然地 联想到他从彭尹海州那里 得到的一张黑色惨叶 这一联想 陈轩脑海中 骤然劈下一道闪电 令他将更多的事物 联想在一起 首先联想到的 就是彭来天宫的天位 也是和前方这十几个 青铜甲修士一样 全身上下都被重甲覆盖 看不出一点面容 而彭来天宫的盔甲 是由当年的 仙宫的天宫帝国打造 能够让一个毫无法力的凡人 提升到 令吉修士级别 尤其是那副天神战甲 更是拥有极强的力量 陈轩不由猜测 前方这个厉害的 青铜甲首领 是否真实修为 其实也不高 纯靠一身战甲 碾压其他修士 虽然青铜甲 和仙宇帝国的盔甲 没多少相似之处 可陈轩觉得 靠战甲提升战力 这个共同点 确实不可忽视 其次就是 那张黑色谷叶 是从仙宇帝国 遗址得到的 再加上 仙宇帝国修士都听说过 难掩之舟 存在不老权的传说 如果黑色谷叶 就是青铜甲首领 所说的 暗星谷叶 那么陈轩便能 由此推出 一个大胆的联想 当年仙宇帝国 覆灭之前 是否有修士 来过南岩之舟 且还曾进入过 这个秘境 虽然这种联想 比较生硬 可陈轩觉得 以仙宇帝国远超 东方修行界的 修仙黑科技 找到南岩之舟 秘境 并成功探秘 并不是不可能的 只是来过这个 秘境的仙宇帝国修士 和玉不是一伙人 所以玉才 对此不怎么了解 目前最关键的 就是陈轩 就是陈轩得到的 黑色谷叶 是否就是 青铜甲首领 所说的 暗星谷叶 所以陈轩冒着 被这伙 青铜甲修士 发现的危险 脸膝 折服在附近 静静观察 青铜甲首领的举动 只见青铜甲首领 沿着那个 神秘法坛边缘 检查一圈后 确认没什么问题 他的手上 灵光一闪 出现一个 小小的星盘 上面刻着 和二十八秀 完全不同的 古老星秀图 陈轩心想 这或许是 青铜甲修士 所在中等 戒鱼的星图 所以才会和 二十八秀对不上 毕竟每个 戒鱼观察到的 星空 是完全不一样的 眼看着 青铜甲首领 就要对着法坛 激发手中星盘 身后一个 青铜甲修士 欲戴恭敬的 开口道 门主大人 请您多加小心 这个法坛 好像隐藏着 某种巨大危险 走到这一步 我们无从选择 上界统育我们 圣甲门的那位大人 无法进入这个秘境 高等戒鱼的修士 一旦进入 再怎么压制 自身气息 都会引动此秘境 虚空之力大爆炸 导致秘境 彻底坍塌萎缩 最终化为虚无 所以只能靠 我们帮那位大人 找岸心谷业 而且不能被 其他人抢先 这次冒险之举 虽然很可能 导致我们陨落 但是只要成功 一切都是值得的 难道你们甘心 一直待在 修炼环境 比其他中等界语 恶劣极端 好几倍的乱经界吗 我们既然决定 跟随门主大人您进来 探寻这个星空秘境 早就做好 父子决心了 就算付出 我们十几个长老 全部陨落的代价 也要让门主大人您 最后安然地离开秘境 十几个青铜甲修士 齐齐表态 都退后一点吧 本门主要尝试 开启这个法坛 青铜甲首领说着 握紧手中的小行星盘 星盘上的星秀图 缓缓亮起星光 他身后的下属 十分恭敬 谨慎地往后退去 接下来 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陈轩稍微运转同力 将乱石群中 法坛之前的情形 看得更为清晰 他很想看看 这个来自乱金界的 圣甲门门主 还能展现出 多少他不知道的隐秘 随着圣甲门门主 手上的星盘 星光大放 照射在法坛上 和法坛鼓文 交相辉映 使得整座法坛 激发出更加璀璨耀眼的心力 直射上方星空 再次形成 一次交相辉映 紧接着 周遭的事物 出现了极大变化 陈轩肉眼可见的 一切秘境场景 都消失了 什么旷野古老残破建筑 乱石群 弥漫周遭的灰雾等等 进阶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条条美丽的星轨 以法坛为中心 往四面八方 扩散开去 最后头尾相连 相交成圈 最外圈的星轨 将陈轩眼囊括进去 乍看之下 陈轩仿佛置身于星河之中 来到了浩瀚无影的星空中心 场景 蔚为壮观梦幻 每一条 形成椭圆形长圈的星轨 都点缀着一颗颗 美丽的星辰 而且陈轩海发现 秘境上方和真实 星空接壤的缺口 扩散了很多 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这些星星和法坛幻化出的 星辰互相照应 显现出一层层 交叠迷幻 犹如海市渗楼般的景象虚影 陈轩仿佛看到了好多个 不同介域的景象 交叠在一起 都是他从未见过的场景 古老神秘 光怪陆离 很难看得真切 这让他产生一种 强烈的不现实感 周遭的秘境场景消失 十几个圣甲门修饰 并没有发现陈轩的存在 显然这些人 也被法坛幻化出的 起立景象 被深深震撼到了 上古大街的金法 果然比高等介域 还要神妙啊 圣甲门门主感叹一句 正要继续激发 手上星盘 彻底打开法坛内部封禁 突然 疑的一声 目光随之一冷 向陈轩所在方位 看了过来 然后他的语气 变得寒意森森 没想到外围 布置多重风绝阵法 还是有鼠卫 牵进来窥视 你们 去把他杀了 圣甲门门主说出这句话 显然已经感应到 陈轩的存在 十几个圣甲门修饰 齐齐爆发杀气 就要向陈轩 冲杀过去 下一个瞬间 他们惊异发现 自己居然无法施展顿法 身躯 被一圈圈星轨 限制得寸步难行 只能沿着自己 所在的那条星轨 缓慢移动 极品一新 由红薯网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播出 主播 沐淮南 盖拉 看到这离奇的一幕 陈轩马上镇定下来 他大概看明白了 神秘法坛 激发的星轨 俨然是一个厉害阵法 圣甲门门主 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当即 将手上星盘 照射出的星光 转移到手下 所站的星轨上 你们按照此星盘 指示一动 没走到 那个鼠背 所在星轨前 不要动用 任何法宝术法 那鼠背 也被星轨大阵 限制住了 他若不懂 古星秀 运行规律 那便只能 被困在原地 坐以待毙 是 门主大人 使几个圣甲门修饰 听他们门主 这么一说 倒也不心急了 其中几个 还冷笑起来 因为他们觉得 陈轩 在原地 等着他们过来杀他 是一种 巨大的折磨 虽然按照星盘 指示走 也只能缓慢移动 但起码 他们能动 只是不能隔空 施展杀招 所以杀死 陈轩需要一点时间 整个 模拟星河中 总共有 数百条星轨 陈轩位于 最外围的 那条星轨上 而十几个 准备过来 杀他的圣甲门修饰 则沿着核心处的 十几条星轨 缓慢移动 且看上去 每一条星轨 只能容纳一个修饰 若是有其他人 想横跨到 最近一条星轨 和同伴一起走 则会被星轨力量 排斥回去 几个圣甲门修饰 尝试之后 差点被星轨 直立阵伤 因此 再没有 那个修饰 但和另一条星轨上的 同伴 并行了 陈轩看着 十几个高手 按照星盘指示 缓慢地 向他靠过来 显然那个星盘 有解析 星轨运转 规律的功能 而他自己 对星秀运转 几乎一窍不通 更别说 神秘法坛 激发出的是 古星秀大阵 就算陈轩挠破头 都看不出所以然 要是武双在就好了 陈轩想到这里 当即取出传音竹 看看能不能和 姬武双 去得联系 随即 他无语地发现 传音竹在这个 虚空力量 扭曲凌乱的秘境里 完全用不了 这样一来 陈轩只能一边期望 北宫县和金赫兰 发现这个区域的意向后 赶过来 一边自己尝试在星轨上移动 看看能不能走出星轨大阵范围 按照那个圣甲门门主的说法 在星轨上动用任何神通手段 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极有可能受到大阵的力量反噬 所以陈轩一开始没有动用任何手段 就是尝试迈开脚步 看看能不能用他强大的肉身力量 以移动步法 不过 只是稍微尝试 陈轩就发现根本信不通啊 这个星轨大阵显然 蕴含着某种限制修士的法则之力 大概只能用星象一道 顶级密法破尽了 这就很麻烦了 陈轩嘴角划过一丝无声哭笑 他感应着周身流转不息的星力 心想着不尝试将这一节节星力斩断 用蛮法破尽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 可陈轩无从选择 他当机力断 直接将轩辕剑寄出来握在手中 激发高妙剑 斩在其中一道星流上 刹那间 一股极强的反阵之力 从剑身传来 把陈轩阵的长剑差点脱手 整条手臂都麻掉了 不能这样做 应龙在轩辕剑里发出警告 作为轩辕剑灵 应龙对刚才对星力反阵的可怕程度 最为深刻 要不是陈轩肉身强悍 刚才就被阵断一条手臂了 而且剑气也会被阵断 幸好轩辕剑是用山海戒顶级材料断造 加上应龙神魂加持 才不至于受损 若满法不能破镜 那我这种修剑修 以近身搏杀为优势的 岂不是只能被困死在星轨大阵中 陈轩看着 十几个圣甲门修饰 又移动一大段距离 且还眼神贪婪地看着轩辕剑 他内心不仅有点火燥 应龙却是陷入了沉默 没办法帮陈轩解忧 陈轩一瞬间 想过自己掌握的诸多手段 其中完全没有关于 星象一道的法门 若是动用真雷 起火或者真雾权益 恐怕结果就和刚才那一件一样 难道只能寄出八部浮屠 然后自己断入八部浮屠第一层 再看看八部浮屠 能不能飞出星轨大阵范围了 陈轩觉得 这个方法好像也不是很靠谱 八部浮屠第一层 那位神秘大叔跟他说过 这件神秘之宝的顺移功能 是有限的 用一次就消耗一次浮屠顶层 那位不知名强者的神魂之力 以及大量元气 所以当初陈轩在盗门禁地里 都快被原始魔主弄死了 八部浮屠还是没有自动出来救助 这就是八部浮屠顶层强者 把掌控权交给陈轩的弊端 平时用来对敌的猪斑厉害手段 对上这星轨大阵都用不了 陈轩左右一寻死 决定兵行写招 他再次挥动轩人剑 散发出一片奇异的剑光 十几个圣甲门修饰 仿佛看傻子一样 看着陈轩 他们都以为 陈轩又要干蠢事 自取灭亡 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用耗时间过来杀陈轩了 但是下一刻 他们看到陈轩 斩在周身星流的那一剑 并没有受到反针 当然也斩不出什么效果 圣甲门门主看到这一幕 眼中浮现一丝诧异之色 他感觉陈轩周身的星流 好像变了一点点 但又似乎只是他的错觉 当陈轩展出第二剑的时候 圣甲门门主的眼神彻底变了 不对 这鼠辈的戒意 很不对劲呢 乱金戒盛产各种极品 金属炼器材料 但是由于这个中等戒狱的修炼环境 非常糟糕 所以此戒修士 虽然使用的法宝非常好 却没有衍生出像山海界 那么丰富的修行门道 比如 剑修这一道 在乱金界是不存在的 只有用剑的修士 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剑修 因此圣甲门门主剑事再广 也无法判断 陈轩施展的是何种剑意 为何这种剑意 不会受到星轨大阵的反噬 其实陈轩展出第一剑的时候 心里也是没什么底的 但是他展完后 发现自己赌对了 石之剑过去一世 真的能削弱周身星流的束缚之力 虽然只削弱一点点 但是 只要不被星轨大阵反噬 陈轩就可以不断施展石之剑 将周身星流削弱几百次 这样 难道还不能突破此阵吗 接下来 就在十几个圣甲门修士 目瞪口呆的表情中 陈轩连续斩击 周身缓缓流动的星力 每次都能将星力削弱 一年份的威劳 大约削弱上百次后 陈轩终于可以正常走动 压住 心中惊喜 陈轩沉住气 继续出界 他要将周身星流 削弱到可以施展顿法的程度 圣甲门门主 当然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 陈轩这样斩击下去 他立马从法滩之前离开 沿着其中一圈星轨 大踏步往陈轩所在方位 走来 由手上罗盘作为辅度 圣甲门门主 虽然无法飞顿 但是行走速度 比一群手下要快上不少 而且他内身极贫甲咒 也能抵御星流束缚 所以很快就超过了 其他星轨上的圣甲门修士 然而圣甲门门主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 陈轩施展石之剑的手速 毕竟啊 这可是陈轩多修上百年练出来的 有那么多位红颜 陈轩多修时 双手当然没办法闲着 不过 最重要的 还是陈轩掌握了 石之剑的精髓 否则他手速再快 也无法斩出 数百下石之剑 这一顶级剑技 对剑修的负荷非常大 石之剑微能 蕴含时间和空间法则之力 而陈轩只分别掌握 基础法则而已 所以 他斩出几百剑 将心力削弱几百年份 已经是极限了 眼看着圣甲门门主快步走来 陈轩不慌不忙 斩出最后一劲 紧接着 全身骤然一清 不再有极强的束缚感 不得不说 石之剑 真是一门神迹啊 不管过去是 还是未来是 都十分妖孽逆天 陈轩不受束缚 当即展开顿法 沿着星轨快速遁形 划出一道弧形轨迹 他还是无法从星轨大阵范围离开 但是他也不打算离开 既然已经接触到 这个秘境的最大秘密 而且很可能和自己有关 陈轩当然不会轻易离去 当陈轩遁形到 两条星轨交接点时 圣甲门门主才走了一小二 现在 陈轩变了位置 圣甲门门主 又要随之改变方向 这样下去 根本不可能追上陈轩 蜀备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自哪个中等界域 见陈轩不离如风 圣甲门门主 内心轻怒连连 欲待威吓地问道 此时陈轩犹如 踏在璀璨心流上滑下 见圣甲门门主 暂时没办法追上他 心情就没那么紧风了 微微戏谑回应道 想挖小爷的底 然后请你们那位 上界大人来对付我 你当小爷脑子不好使吗 听到陈轩自称小爷 态度轻浮 圣甲门门主 更加愈呢 当然 他不会轻易被陈轩击地 失去理智 只是冷哼一声道 鼠辈 你既然知道我们乱金界 受高等界域统御 就应该意识到 得罪高等界域的强者 意味着什么 你们乱金界在高等界域强者眼中 也不过是大海中的一粒沙吧 无尽星空光 是中等界域 就有十万之多 少你们乱金界一个不少 不是吗 陈轩说话前 已经顿行到 第21处星轨交接点 只要通过这个交接点 进入另一条星轨 就能碰上其中一个圣甲门修士 没有任何犹豫 陈轩改变方向 滑入第二条星轨 很快来到 那个圣甲门修士面前 找死 那圣甲门修士激发甲咒威呢 一身气息 骤然暴涨数倍 然后伸出钢棱爪套 向陈轩抓来 这修士以为 蕴含第1先级 距离地一抓 必能将陈轩擒住 可没想到 陈轩一拳轰出 将他的爪套 震了回去 这仅仅是陈轩单手 随意轰出的力量 圣甲门门主看得眼神骤变 难道你是传说中的 炼体力修 乱经界没有剑修 也没有武修 但是 有炼体力士 只不过这种门道 在乱经界 只能归类于旁门左道 没多少人修行 因为他们单靠甲咒 法宝 就能爆发出强大力量 修炼体魄 不过是多此一举 但是圣甲门门主知道 某些高等界域 存在极其强大的炼体力修 不靠任何法宝 随便打出一拳一掌 就能造成天崩地裂的景象 可那是因为高等界域的修饰 天生体魄强健 又能轻易领悟天地法则 各种顶级功法 数不胜数 才能无限制地 发生肉身力量 哪里像中等界域那样 地先级经历千难万险 度过九次天界 也仅仅只能领悟 最基础的天地法则 有那么一瞬间 圣甲门门主都怀疑 陈轩是不是某个高等界域 跑下来偷玩的 万界天命榜超级天才了 他们乱金界 诞生时间超过百万年 都没出过一个 能上万界天命榜的天才 见陈轩将他的一个手下轰退 圣甲门门主 女带一丝忌惮的叹道 如果本门主没猜错的话 阁下恐怕不是来自中等界域 而是来自三千大界之一 实不相瞒 我们圣甲门受苍原界 大宗动玄宗某位长老级人物统预 阁下应该听说过动玄宗之名 你若现在离去的话 本门主绝不会禀报那位大人 但是你想和我们争夺法滩内部之物 那本门主可不会再考虑 你的大界天才身份 显示了这星轨大阵的禁止之力 比你更有资格得到法滩内部之物 你还好意思威胁小爷我呀 话音一落 陈轩轨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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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非常异 又急 他丝毫不怀疑 陈轩说自己 也是为暗星古叶 线索而来这句谎话 因为陈轩刚才 的的确确动用建议 破尽手段 解开了星轨大阵 束缚之力 没有得到高人 传授古星秀解析秘法的话 单靠一个 杜杰奇修士 可绝对做不到 这么轻松啊 眼见着陈轩速度极快的 顿入一条条星轨 圣甲门门主 立即对自己 十几个下属 发出命令 快拦住他 然后自己 转身往法坛方向走去 此时他距离法坛位置 并不是很远 只要能回到法坛前 陈轩就算破解了 星轨大阵 也要过他这一关 所以即便十几个下属 完全拦不住陈轩 圣甲门门主 也不是那么急躁 此时轮到陈轩做选择了 陈轩一秒就算出 自己和圣甲门门主 抵达法坛之前的时间 几乎相差无几 如果到时候被圣甲门门主 抢先一步 他就要正面对上 这个实力莫测的高手 虽然圣甲门门主受到了星轨大阵的压制 可陈轩想到此人之前 无视秘境虚空之力 硬生生捏爆一个地仙的画面 可见此人实力之恐怖 星轨大阵对其约束到底有多大 还真不好说呀 但是要让陈轩在这个时候放弃 那也是不可能的 他天生傲骨 得到邪衣传承后 性格逐渐转为邪狂 最喜欢挑战极限 寻求刺激 为常人所不能为之事 此刻天大的机缘摆在眼前 虽然未知性极大 陈轩还是选择赌一把 于是他全力飞顿 突破每一条星轨上的圣甲门修饰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法坛之前 与此同时 圣甲门门主大不留心赶到 伸出猙獰青铜爪 对着陈轩隔空一端 感应到圣甲门门主这一桩 蕴含地裂山崩般的恐怖巨力 陈轩体内每一条经脉 筋骨 翘血中 潜藏的力量 骤然炸开 凝聚成一条无形的巨龙 汇聚于右手之上 以此挥动轩辕剑 赶了过去 一声震耳欲聋的惊气焦鸣声响起 周遭的空气宛若一圈圈涟漪 波纹般扩散 两股强大力量的碰撞 形成了一股肉眼可见的元气爆炸冲击波 那圣甲门门主本以为这一抓能将陈轩隔空抓爆呢 却没想到陈轩爆发出的力量能与他这身战甲抗衡 且手上的金黄长剑更是强度不输于战甲 直接将他的爪套弹出一套浅浅的痕迹 陈轩毫发五伤 受反振之力而后退 右臂又是一阵麻木 几乎失去知觉 这一下 抵御圣甲门门主的爪击 还是显得太仓促了 而经过第一回合的交手后 圣甲门门主不再保留实力 双手所带争宁爪套 朝着陈轩不断出爪 一股股无形的爪力 撕裂虚空 将陈轩猛窜窜过来 陈轩眼神微冷 同样隔空出剑 凭借轩云剑的强度和自身剑一致高妙 硬生生挡住圣甲门门主的攻击 其实啊 陈轩原本最明智的决定 是立刻离开星轨大阵 放弃这个法坛内部的东西 因为圣甲门门主实力太强了 不但自身是帝仙级 还有一身极品战甲的加持 陈轩只能勉强抵御 根本没什么进攻制胜的机会 但陈轩用肉身力量 硬扛住圣甲门门主的猛烈攻击后 却不退反击 采取他最喜欢 也最刺激的净身搏杀方式 哼 不自量力 圣甲门门主见陈轩 向七净身来 他 甲咒上的道道符文 当即依次亮起 幻化出一堵厚厚的透明元气墙 将陈轩隔绝开来 然后另一只 握着星盘的手 继续激发星力 照应在法坛上 随着法坛上的古老雕文 泛气清光 这个高达数丈的法坛 竟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就好像陈轩一开始 听到的那样 在陈轩惊奇的目光下 整座法坛缓缓 分成两半 献出中间一条 通往内部的游道 圣甲门门主判断 自己无法顺杀陈轩 所以干脆 先把法坛内部打开 反正陈轩敢跟他进去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 但圣甲门门主没想到 陈轩居然还毫无退意 反而激发出金黄剑光 将无形元气墙 斩得气流暴散 紧接着 陈轩整个人 穿破其墙 持剑 斩在圣甲门门主肩上 鼠背 被斩得微微一震的 圣甲门门主 伸出另一只手 去抓陈轩的剑 但陈轩已经把轩门剑 从肩甲上移开 然后二度出剑 这一次施斩的剑影 更加凌厉消杀 且一剑斩出 剑身变换出 千百柄剑气的虚影 那时陈轩把不灭剑狱的威能 融入轩门剑中 一剑斩出 如万剑齐发 圣甲门门主 眼神骤变 原本想去抓陈轩 添灵盖的爪套 不得不转而 挡在自己身前 一瞬间 刺耳尖锐的剑气摩擦声 在两人中间响起 十几个圣甲门修饰 全都看呆了 他们都没想到 一个来自中等界域的 杜杰齐六层修饰 居然敢和他们门主大人 近身对战 而且还能做到 令他们门主大人 不得不采取防御姿态的地步 如果这个修士真如外表那么年轻 他们毫不怀疑 死子绝对是万界天命榜上的天才人物 这种人物又怎么会出身中等界域呢 却说圣甲门门主这一党 青铜甲护壁被千百柄剑气 斩击丝磨的出现浅浅痕迹 而轩辕剑间斩在这浅浅痕迹上 又让痕迹加深了一层 这身数千年 未曾出现一丝战损的极瓶甲州 终于被陈轩斩破外层防御符文 然而这还没完呢 轩辕剑上 莫得窜起一圈 天蓝色起火 烧在户壁上 将那道痕迹 烧出一条细微裂痕 找死 圣甲门门主激发手臂甲轴上 雕刻的符文 将轩辕剑正开 他另一只手 必须维持星盘运转 所以单手与陈轩战斗 导致战甲出现损伤 之后要修复的话 必须耗费大量时间 以及极品材料 暴怒之下 圣甲门门主 将陈轩稍微震开 紧接着 右臂甲昼 灵光一闪 激发出一圈灵符 高速旋转起来 在这圈灵符的加持下 右臂中注入更多的恐怖距离 圣甲门门主 改爪为拳 想近距离 一拳把陈轩轰成激粉 陈轩面色微变 轩门剑迸发 丝丝建议的同时 左拳猛然轰出 裹挟着脆枯拉朽的山海之力 其中还有一层淡淡的拳影 让陈轩这一拳爆发出两倍威能 那是处于半须空中 位置和陈轩几乎重叠的 邪武尊一同出拳 如同人龙和一神通 以及魔门刀剑绝技一样 陈轩和邪武尊 也有这种简单粗暴的合击技 肉拳对钢拳 陈轩毫无拘异 只有一颗以弱胜强 绝不退却的心 当然 他并不是急于送死的蠢货 这一拳轰出 还不足以抵挡圣甲门门主的权势 所以陈轩以轩缘剑意 幻化出一条条宛如钢丝般的柔韧剑气 缠绕在圣甲门门主的钢拳上 阻缓了那股极其恐怖的战甲爆发之力 两人对拼一击 在一连串空气震裂声中 各腿竖骨 又拼了个平手 圣甲门门主心中 惊怒至极的同时 更有一个深深的疑问 此子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时间被陈轩拖延到这里 已经足够让进入密境的各大强城 感应到此处惊天异动 十几个圣甲门修士 惊异发现 轻轨大阵外围 出现了一道道强大气息 门主大人 各个中等监狱的高手 已经攻破我们部下的隔绝尽致了 听到下属的禀报 圣甲门门主猛然扫尸 惊鬼大阵外围一圈 果然看到很多身影出现 陈轩也看到了 而且还看得清清楚楚 北宫 你们怎么现在才到啊 没错 陈轩看到北宫县和金赫兰同时出现 而且还是结伴同行 没受什么伤 对陈轩这么一问 两位星罗成员都没解释 因为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 陈轩 挡住那个青铜甲高手 别让他进入法坛内部 金赫兰朝着陈轩提醒一句 然后和北宫县 还有各个方位的高手 一起出手 冲击星轨大阵 由法坛幻化而成的星轨大阵 立马变得不稳定起来 该死 圣甲门门主怒骂一声 不再考虑 秘境虚空之力的威胁 将一身甲州威能 彻底激发出来 其中蕴含的力量法则 阵的陈轩全身一致 动弹不得 就是这千分之一秒的时刻 圣甲门门主 不再受到陈轩钳制 脚下甲片符文一闪 整个人跨越虚空 一只脚踏入了法坛内部 涌到入口 入口出刹那间 涌出一片斑斓流光 将圣甲门门主 踏进去的那只脚包裹住 然后一股极强的挪移之力 就要把圣甲门门主 全身一起洗取进去 陈轩见状 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当圣甲门门主 全身都被蕴吻挪移之力的 斑斓流光包裹 消失于涌到入口时 陈轩也一只脚踏在入口出 北宫县当即大声提醒 陈轩 不能踏进去 陈轩心中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如果这一下不踏进去的话 很可能错失千载难寻的机缘 所以他没有任何迟疑地踏出这一步 紧接着 感受到一股无可抗衡的挪移之力 将它吸入法坛入口 下一刻 星轨大阵崩散 化为无数星光 当北宫县金赫兰 及各大中等监狱高手 赶到法坛前时 法坛内部涌道 毅然关闭 一时间呢 没有人敢爆发元气 宏击法坛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引动秘境虚空力量的威胁 北宫县和金赫兰对视一眼 两位星罗成员 无视在场其他高手 直接传音对话起来 这下有点麻烦了 陈轩和那个青铜甲修士 被奴役之力带走 生死不明 我们连解救他的机会都没有 北宫县发出这段传音时 一脸担忧之色 金赫兰则是一贯的清冷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亦有大机缘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换做你我 恐怕也会这样做 说不定陈轩也和我们一样 在秘境中获得 关于上古大界的信息 所以才会冒着陨落的风险 做出这样的决定 两位星罗成员之前 并不知道这个秘境 存在什么上古隐秘 都是和陈轩一样 经过一番探讯后 初步了解到 此秘境 是某个上古大界的残缺一角 而这正好符合 星罗组织的行动宗旨 以探寻世界上 最古老神秘的一面 为乐趣和驱动力 此残破秘境 位于虚空中 无法定位 若是陈轩被挪一到 秘境核心区域还好 如果挪一到的是 无尽星空深处 某个荒废遗弃之地 我们连通过 星罗界定位它都做不到 恐怕在这里 等待它回来 也是不现实的事情 北宫县和陈轩的关系 毕竟比金赫兰 和陈轩之间的关系要好 所以 他可没法像金赫兰 这样看得开 等下激发星罗界 看看能不能传讯给他吧 如果他没被 虚空撕裂之力杀死的话 北宫县听金赫兰说的 没心没肺 其实他知道 金赫兰是个面冷心热的人 现在金赫兰提出的 就是最实际的建议 陈轩对挪医阵法一道 非常精通 应该不至于 被徐空撕裂之力杀死 看来我们只能 在法谈前等候了 北宫县说着 看了一眼其他高手 这些高手 个个面色不善 互相对视一番后 便纷纷离开 除了少数人之外 大部分进来探秘的高手 都不知道 这座法坛有什么用处 隐藏着什么秘密 而他们又不敢 招惹十几个青铜甲修士 毕竟大部分探秘团伙 只有几个人 像圣甲们修士这样 能够十几个人进来 还不被虚空乱流冲散的 少之又少 当然 这也和圣甲们修士 进来的入口 比南岩之州入口 更稳定有关 没了星轨大阵的束缚 过来探查究竟的 各个中等介于高手们 很快消失在挥舞中 又去猎杀星空古兽了 最后 只剩下两位星罗成员 还有十几个圣甲们修士 其中一个圣甲们修士 上前一步 冷声问道 你们和那个用剑的小子 是什么关系 那个剑修 到底是哪个高等介于他 北宫县和金贺兰听完 两人对视一眼 内心不缘而同 觉得有些好笑 这些青铜甲修士 居然把陈轩当成 高等介于的天才 看来他们星罗 果然没有选错人呢 以你的这身甲咒 还有你的十几个同伴 可没有资格 这样问我何北宫 金贺兰画音一落 神区化作一道虚影 出现在那个问话的 圣甲们修士身后 朝着此人后背的甲片 拍出一场 那圣甲们修士怎能想到 金贺兰的步伐 比闪电还快 他和十几个同伙 都没反应过来 自己的后背 就中了一场 甲片随之 泛起层层灵文 逆于抵御 金贺兰的掌力 然而 金贺兰这一掌 瞬间震散 全部灵文防护 将甲片打出一个掌印 那圣甲们修士扑的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往前面倒去 北宫县四笑飞笑的 让开喷洒过来的鲜血 又在背后 擒住那个圣甲们修士 当两位星罗成员 结束这一系列动作时 另外十来个圣甲们修士 才反应过来 他们都没想到 陈勋的两个神秘同伴 如此厉害 恐怕他们门主大人 在极品战架加持下 都不一定 能吻赢其中一人 放开他 你们两个竟敢 和我们圣甲们作对 找死吗 十来个圣甲们修士 纷纷怒喝 随时准备出手 我们圣甲们 可是苍原界洞玄宗 某位身份极高的长老统御 岂是你们两个 拦截问话 你们不安静也就算了 还敢威胁他 北宫县笑着打断 笑得很是细血 再说你们老大连陈老弟 都解决不了 这种水平 是怎么被上界大宗高手 看上的 不嫌丢人吗 这番话一出 十几个圣甲们修士 哑口无言 你们门主进去法坛 做什么 他是否想在紫秘境 得到某样宝物 也或者 关于某个上古大切的信息 是不是那个神秘洞穴 宗长老派你们来的 金贺兰直截了当地 问出三个问题 但没有一个圣甲们修士 回答他的话 北宫县剑庄 朝着被自己制住的 那个圣甲们修士身上 打了一圈 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那圣甲们修士 立马有点受不了了 但反而忍痛大喊道 誓死捍卫 圣甲们尊严 誓死追随门主大人 这种如同死士的宣言 听得北宫县和金贺兰 有些无语 收回算 金贺兰不想跟圣甲们修士 废话太多 北宫县也不是什么 心词手软之人 毕竟这些家伙 刚才可是都想要 陈轩命的 而且他们的首领 某种程度上讲 可以算是 害死陈轩的罪魁祸首 听到搜魂两个字 被北宫县制住的 那个圣甲们修士 浑身一颤 一脸惊恐之色 为门主大人而死 是一种荣耀 我们会为你报仇 十几个圣甲们修士 为了不让北宫县和金贺兰 对他们的这个同伙 进行搜魂 立刻发动围攻 只是片刻之后 地面上便横七竖八地 躺了十几具尸体 反而被北宫县制住的 那个圣甲们修士没死 看到两个星罗成员的 恐怖实力 而且北宫县 还只用了一只手 唯一存活的这个 圣甲们修士 当场吓尿了 别杀我 别杀我 我什么都说呀 很多年以前 我们门主大人 就奉了苍原界 洞玄宗那位长老的命令 来寻找这个 由上古大街残骸形成的秘境 那位长老给了我们门主大人 一个可以演化 上古星辰流转的星盘 作为指引之物 我们门主大人 靠着星盘 在秘境里找到此处法坛 据那位洞玄宗 长老给出的信息 此法坛中 隐藏着关于 暗星谷叶的线索 听这个圣甲们修士说完 北宫县和金赫兰对视一眼 两人眼中 都露出一丝好奇之色 暗星谷叶 那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星罗成员都没听说过 这个圣甲们修士被这么一问的 连忙摇了好几下头 我也不知道 那位洞玄宗长老 没跟我们门主大人说 只说 暗星谷叶和上古大街的 某个隐秘有关 此物外形 就是一张蕴含死亡气息的 黑色五子谷叶 听到这里 北宫县和金赫兰 还是无法联想到 任何信息 两位高人 我什么都说了 请饶我一命 帮你离开 只会让那位洞玄宗长老 得惜此秘境内情 你自裁吧 北宫县最后 还是展现了一丝宽容 这个圣甲们修士知道 自己绝无可能存活下来 不用被搜魂裂破 以至生不如死 就是最大的恩赐了 他转头看着法坛 高喊一声 门主大人 相信您一定能 崇祝我们 圣甲们荣光 然后当场 自断体内本源力量 倒在地上化为飞灰 可惜 你们门主遇上的是陈轩 气韵注定 会被陈轩所掠夺 北宫县淡淡而到 金赫兰开始激发 星罗界威能 试图定位陈轩所在 与陈轩通讯 此时的陈轩经历过 一段漫长的时空旅行 掉落到一片死亡气息极重的 断壁残垣中 圣甲们门主 则掉在陈轩所在位置不远处 甲轩上雕刻的符文灵光 暗淡不少 显然遭到了 虚空撕裂之力的破坏 两人摔下来后 没有互相动手 只是十分警惕地 站起身来 造势周围环境 陈轩没有感应到 其他生灵的气息 只看到到处 都是一片断壁残垣 仿佛大战后的战场 视线远方 有一抹血红光芒 模糊的天际处 甚至还能看到 一颗颗陨石 缓慢跌落 半真半换 分不清楚 这是什么鬼地方 听到陈轩开口 那圣甲门门主 语气冰冷地 回应一句 上古大能交战的 骨须一角 这处战场 难道是为了 争夺传说中的圣权 圣权 你说的是不老权吧 陈轩很是好奇 所谓的不老权 虽然是极品领悟 但那只是相对 中等介于的修士而已 要说上古大能 为了不老权大打出手 甚至打爆一个上古大戒 陈轩是不太会相信的 哼 鼠背 就是剑势浅薄 圣甲门门主 小心翼翼地 往前走两步的同时 不妄计讽陈轩一句 你们那什么 山海界传说里的不老权 最多只是上古圣权的 低劣仿制灵顺 也就是中等介于的 蝼蚁 爬虫们 取之入雾 说的你好像不是来自 中等介于一样 陈轩不客气地回敬一句 圣甲门门主 倒没有因此而愤怒 等本门主找到 暗星古业线索 得到那位 洞玄宗长老的提醒 从此 便能脱离低剑的中等介于 成为大界强者 而你 将是目睹本门主 做成此件大事的见证者 哼 放心 本门主等下 不会让你死得很痛苦的 你那身战甲 好像不太行了吧 现在说狠话 会不会太早了 陈轩机翘般回道 对付你一个杜绝期修饰 绰绰有余 圣甲门门主说完 也不在乎陈轩 会不会想办法逃走 似乎他很确信 陈轩绝对逃不出 这个古虚战场 陈轩见圣甲门门主 不打算动手 很可能想借着战甲的残存灵力 来寻找暗星古业线索 所以 这个时候 他的机会反而来了 虽然他抵御虚空撕裂之力 也消耗极大 但是 他感应得出 自己已经不在 原来那个秘境之中 而是来到星空深处 不知道多少亿万里开外 所以还没动用的 一大杀招小兰 这时候 就派上用场了 陈轩就不信 在这里 还激发不了真雷之力 这处战场看上去 就是星空中的一块大平台 四面不着边 上下左右 都是星空 也有大量死亡挥舞 徘徊 但是 并没有像之前那个秘境那样 十分不稳定 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保护这个古虚战场 陈轩不由联想到 当初伏羲一拳 红开隐于茫茫星空中的 荒谷之路 把十三位武帝送到那儿 也是因为上古大能交战 而开辟的荒谷神须之中这件事 就是不知道 那个荒谷神须 和此处谷须战场 有什么关联 如果是同一个地方的话 陈轩身上 存放十三道地印的风神盒 肯定会有所反应 一眼望尽 此处古虚战场的情形 陈轩发现上古大能 对此战场的打击 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几乎找不到 什么像样的东西 就更别说上古之宝了 圣家门门主越走越躁 因为他也没发现任何东西 这里只有最纯粹的死亡之气 在一处处断壁残垣之间 缓缓游荡 突然间 陈轩看到某个堆着碎石的角落里 有一个仿佛被烧焦的小瓶子 他二话不说 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圣家门门主第一时间 发现陈轩异常 见陈轩冲向那个小瓶子 他也快如闪电地奔过去 并对准 陈轩的背部 隔空轰出一拳 就在圣家门门主 这隔空一拳 即将轰在陈轩背部的一瞬间 噼里啪啦的雷电暴鸣声 自陈轩身上响起 陈轩瞬间 激发人龙合一神通 周身形成的一层层蓝色电弧护罩 抵挡住圣家门主的轰击 同时速度更快地 来到那个黑色小瓶子 所在的墙角位置 想以摄取之力 将小瓶子摄取到手 下一个瞬间 陈轩惊奇发现 摄取之力 居然无法挪动黑色小瓶 圣家门门主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立马判断出 小瓶子被布下了某种境界 而陈轩的摄取力量不足 所以摄取失败了 于是圣家门门主 当机立断的 也隔空几发 摄取之力 满以为在战甲的加持下 便能将黑色小瓶 抢夺到手 但是 他和陈轩一样 还是摄取失败 陈轩毫不犹豫地 奔到黑色小瓶前 稍微低下身子 伸手去抓 然后令陈轩震惊到的事情出现了 这个看上去很轻的黑色小瓶 他单凭肉身力量 居然拿不起来 陈轩手掌上缠绕着一圈圈 噼里啪啦的电弧 整只手握住 黑色小瓶后 蓝色电弧跳动闪烁得更厉害了 却对黑色小瓶 造成不了一丝损伤 这时圣家门门主也奔了过来 见陈轩拿不起小瓶 他趁机 又对陈轩轰出数拳 陈轩不得已之下 只能暂时放弃小瓶 转身应战 有仁龙合一神通的加持 陈轩轰出真武权益的威能 比之前强上何止一倍 与这个圣家门门主对轰 数下 剥挟着太古真雷的权势 轰得圣家门门主 一身极平甲咒上的符纹 灵光 忽鸣忽灭 看样子 已经接近复合极限了 而且这回 两人的对轰 不再是平手 而是陈轩占据上风 将圣家门门主 轰退十几丈 且一身甲咒 也出现了更多细微裂痕 果然 太古雷龙激发的太古真雷 能伤得了此极平战甲 当然 主要也是这副战甲上的符纹 威能 减弱了不少 否则 太古真雷 不可能瞬间 就把战甲 垫出这么多裂痕 竟然是太古龙族激发的真雷 看来本门主 还是小看你了 阁下为何 还迟迟不包出大名呢 此时圣家门门主 不再将陈轩视为小辈 而是当成平生所欲 几大劲敌之一 如果他自身和战甲 都处于巅峰状态 当然 还是能够轻松灭杀陈轩 毕竟 地仙和杜杰奇 差距是非常大的 现在状态非常糟糕 陈轩的威胁 就变大了许多 听圣家门门主这么问 陈轩也不打算 再隐瞒自己的身份 记住了 无名邪弟陈轩 既然要决一死战 让对方知道真实名号 也无妨 邪弟 陈轩 有如此销狂名号 本门主不得不猜测 你是来自某个 上界大势力的少主 或者少帝 但是不管你真实身份 是否比得上 那位洞玄宗长老 本门主 都会不计一切代价 将你灭杀于此 圣家门门主说着 看了陈轩脚边的那个黑色小瓶一眼 此瓶乃是这处古须战场上唯一完好的事物 其中极有可能 装着关于暗星古页的线索 如果你背后的视力不够强大 得到这种线索 只会自取灭亡 你根本没必要 为了一样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物 与本门主斗到这种地步 只可惜 现在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死后 那条太古雷龙 便由本门主收下 你倒是想得挺美啊 陈轩微微冷笑一下 接着毫不客气地问道 暗星古页到底是什么东西 值得你为之冒出如此大的风险 看来你果然连自己 被卷入了何种畏惧都不知道啊 本门主刚才算是高估了你 圣甲们门主一边说话 一边暗暗调息真缘 第一仙级高手的调息速度非常快 而且只要修炼了顶级功法 就能在战斗中快速调息 除非受伤太重 一般情况下 第一仙级高手在极短时间内 便能回复一成真缘 暗星古页来自传说中的太古神物 生死之书 也就是说 暗星古页不只有一仗 而圣拳则是激发暗星古页 真正用处的关键物 造成这处古须战场的上古大能 很可能是为了暗星古页 陈轩心思一转 并没有尽兴 这家伙吐露的隐秘有多少是真 有多少是假 可不好判断呢 反正黑色小平就在脚边 陈轩一点也不慌 他知道圣甲门门主在拖时间调息 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呢 刚才为了抵御虚空撕裂之力 体内法力变得乱糟糟的 还激发了人龙和一神通 这对陈轩身体的负荷 可是非常大的 你编故事的能力倒是挺强啊 陈轩讥巧一句后 也看了脚边黑色小平一眼 要我说这瓶子里说不定 封印着什么上古妖灵 把它放出来 很可能危害十万大计 反正都是猜测 你能说自己的猜测 就是准确的吗 圣甲门门主只觉得 陈轩在胡扯 此刻他已经调息恢复 一成法力了 二话不说 再度激发战甲浮稳 整个人冲天而起 然后如同炮弹般光速 往陈轩头顶砸落 陈轩面不改色 运转一身法力 与太古雷龙之力 融汇在一起 对着上空 就是一拳轰出 惊天动地的爆响声中 两人再度全力对拼一击 陈轩全身微微一泻 并没有被战甲威能 冲击受伤 而圣甲门门主 被陈轩这一拳轰得飞退出去 战甲上的裂痕又多出十几道 随着脚底甲片标射出狂猛气旋 圣甲门门主又化作青色幻影 冲到陈轩面前 一瞬间 不知道轰击出多少下 陈轩借人龙和一神通 演绎真武七世奥妙 站在原地和圣甲门门主 不断对轰 再次打爆 周遭寸寸虚空 对中 陈轩一拳轰在圣甲门门主的 左胸甲上 将这块厚厚的青铜甲片 红凹进去 圣甲门门主闷哼一声 身体横摔在墙角上 甲皱上的浮纹灵光 骤然暗淡了许多 陈轩则坐倒在地 呼呼地喘了几口大气 身上狂乱的蓝色电芒 随之消失 小兰现身 站在陈轩身边 为陈轩护法 站到这种地步 陈轩法力几乎消耗殆尽 想把暂时无法战斗的 圣甲门门主击杀 难度还是很高的 毕竟啊 这位来自乱金界的强者 在全胜状态时 可是能随意 捏爆一个普通地仙的 而小兰在人龙合一状态时 激发多次太古真雷威呢 也需要调息一下 见圣甲门门主 靠着墙角 有气无力的样子 陈轩便全神贯注地 调息起来 不过 还没调息多久 戴在手指上的藤蛇之戒 突然泛起飞光 陈轩也不管被圣甲门门主注意到这一点 他当即往藤蛇之戒里 注入神使 下一刻 脑海中便响起了 北宫县的传音 陈轩 你现在在哪里 是否安全 我和金贺兰 一直在法坛这边 但是暂时找不出 开启法坛的方法 无法过去救你 如果你没死的话 就传音回复我 听到北宫县担忧 却故作轻松的声音 陈轩 微微一笑 同时心里啊 还有些讶异 他没想到北宫县 能从秘境里 通过借着传音 到这个古须战场来 也许古须战场 和之前的秘境 距离并不算太远 一或者 古须战场就在秘境某处 只是周围的星空 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陈轩将想着 往腾蛇之界里 注入一段传音 北宫 我还活着 只是来到了一处 古须战场 那个圣甲门门主也没死 我和他 正准备决一死战呢 就看看你和金贺兰 能不能赶过来了 这里好像没有回去的奴役镇 我有可能 永远困死在这个 古须战场中了 这并不是陈轩自己悲观 他刚才全部观察过了 偌大的古须战场 没有任何法坛 挪一阵之类的存在 所以 他根本不知道 怎么回去 传完音后 陈轩嘴角 不现一抹苦笑 看来 自己并不是每次 都能逢凶化吉 追寻大机缘的风险 本来就是九死一生 只不过这次 终于赌错了 当然 陈轩也没有陷入绝望 眼前的圣甲门门主 就是他离开此处 古须战场的关键人物 既然那位 动玄宗长老 命令圣甲门门主 来这个古须战场 寻找岸心谷业线索 那肯定告诉了 圣甲门门主 回去的方法 所以 陈轩只要彻底 击败圣甲门门主 就能套吻出 返回秘境的法门 似乎看出 陈轩心中所想 圣甲门门主 冷哼一声 依附你别妄想的样子 接下来 古须战场 又回归之前 万年不变的记情 陈轩和圣甲门门主 各自全神调息 为接下来的恶战 做准备 不知道过去多久 陈轩右手中指上的 藤蛇之戒 再度亮起微光 可没等陈轩注入神室 听听北宫县说些什么 眼前的圣甲门门主 一身甲门 便突然灵光大放 陈轩和圣甲门门主 战斗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身甲门上的全部符文 起起极发威能 这让陈轩心中 猛得一沉 以为圣甲门门主 准备爆发什么大杀招呢 小兰 低鹤一声后 陈轩站起身来 全身立马被一层蓝色电弧 覆盖 人龙合一 再度激发 只见圣甲门门主 看着陈轩的眼神 仿佛在看白痴一般 还浮现出一抹戏谑 古怪的笑意 紧接着 圣甲门门主无视 太古真雷之威 以瞬一般的速度 来到黑色小瓶之前 一把将小瓶按住 陈轩不明所以 同样伸出手 裹挟着恐怖雷威 去争抢黑色小瓶 然而他的手 还没碰到黑色小瓶呢 这个刚才 陈轩还拿不起的瓶子 就被圣甲门门主 拿起一半 陈轩不由瞪他眼睛 脑海中入惊雷劈下 他一瞬间就反应过来 挪动小瓶的 不是圣甲门门主的力量 而是挪移之力 至于这股强大的挪移之力 产生的来源 竟然就是 圣甲门门主身上的 极品甲咒 陈轩彻底明白了 这身甲咒 雕刻着一个 十分高级的挪移阵法 圣甲门门主 想以此带走小瓶 并离开这个古墟战场 有那位洞玄宗长老 为这身甲咒雕刻的 高级挪移阵 本门主带走此瓶 轻而易举 至于你 就留在这个废墟里 等死吧 一阵狂笑声中 圣甲门门主 身形逐渐虚化 眼看就要被挪移之力 带走 陈轩 岂会让他如愿呢 当即毫不犹豫地 抓住圣甲门门主 一只手臂 刹那间 无可抵挡的挪移之力 遍布陈轩周身 带给陈轩 极其强烈的撕裂感 你找死 圣甲门门主没想到 陈轩真敢抓住他的手臂 没有战甲保护 陈轩很可能被虚空撕裂的力量杀死 所以圣甲门门主觉得陈轩愚蠢至极 让你现在要查理他 对手臂之力 记得尽码烈门主